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老大 正就不对了吧 人家不想理你 你偏要找人打架 还在这种地方 这不好吧 你他妈谁啊 那边早就恼了的萧大少顿时直着脖子嚷嚷起来 老实说 萧大少现在也是一脸懵逼 这是嗑瓜子嗑出了个臭虫了 这是你该参护的事情吗 马六爹滚一边去 别自找麻烦 萧大少压根不打算搞清楚这忽然冒出来的混蛋道理是谁 他只想看到萌哥狠狠地教训苏月 帮他出那口恶气 至于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混账东西 萧大少完全不放在眼里 他要识相 还则罢了 要不然萧大少立马叫保安 将他赶出去 虽然今晚这个宴会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但是在萧大少来看 除了坐在闽大姐身边那几个 其余的都是渣子 萧大少完全不必在意 管他们是谁啊 怎么回事啊 闹什么 闽大姐不乐意了 脸色一沉 横倒 一开始的时候 萌哥和萧百里过来 闽大姐倒也不怎么在意 在他看来 一个老萧家不成器的子弟没有必要特别的关注 至于萌哥 算个什么东西啊 就好像萧百里 压根没将夜就当回事 萧燕也愿意提醒你 那是他的事 闽大姐管不着 也不想管 但是你觉得你从此真的就变成了人上人 那就只能说想太多了 现在 这两个家伙明显在找陈太月的麻烦 闽大姐就不能不关了 实话说 陈太月和闽大姐的交情 也没到闽大姐无论如何要维护她的份上 关键是今儿个 陈太月是陪着她过来的 只要是被老萧家的人当众打脸 那就等于打他闽大姐的脸 这闽大姐就不能认了 你们要闹啊 躲得一边闹 别当着我的面 而闽大姐这一嗓子 厂子里立马就安静了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觉得闽大姐有些托管闲事 这下没热闹看了 可是谁都不敢把这话说出来啊 闽大姐 他们江湖人士之间有切磋功夫的传统 我们就当看个乐子吧 这个时候 萧燕眼还不及不虚 端着酒杯走过来 微笑地说道 闽大姐的脸色还是不好看 狠道 这是餐厅 在这里切磋 你觉得合适吗 没关系 明大姐 如果打坏了什么东西 我赔 那太好了 别人还没说话 夜酒已经小兮兮的开口了 我就担心打坏了东西太贵赔不起 现在有大老板都抵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猛哥只觉得胸中怒气上涌 冷冷地瞪了夜酒一眼 小兄弟 你很跳啊 这小王八蛋估计是被家里惯坏了 没吃过亏 没挨过揍 不知道江湖的险恶 夜酒耸了耸肩 碰了大 彼此彼此 你他妈不跳啊 在这种地方整人切磋 还不是看着人家受伤了 想捡个现成的便宜啊 你到底是谁 这一回猛哥问得很真实 既然这个小王不但铁了心的 要往自己枪口上装 孟老大今儿个要是不好好收拾他一顿 就对不起他了 我说了 我姓夜 苏月的朋友 苏月是个斯文人 不喜欢莫名其妙的和人打架 但是我不一样 我就是个粗人 和孟老大你差不多吧 既然孟老大这么喜欢和人打架 那就由我来奉陪 凭什么 你他妈有这个资格吗 孟老大是真的活了 将伪装上等人的面具一把撕下来 冷冷的说道 你他妈废话真多 到底打不打 不敢打的话 马流赶紧滚蛋 别在这丢人现眼 脖子上文坨士 就当自己黑社会了 你他妈这种人我见多了 夜学的话还没说完 孟哥立刻怒了 没人受得了这个呀 九哥嘴溅起来 杀伤了也是刚刚的 呼的一声 一个博大的拳头 朝着夜九的脸猛然砸来 空气中 同时传了一阵霹里啪啦的骨节爆响 遗喘鞭 又来一个呀 不过夜九没时间考虑 这猛哥和遗喘鞭之间的关系 别看他嘴里说的轻巧 但实际上压根没有小看对方 在夜九的记忆深处 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狠人 众人立刻是纷纷色变 今儿个在场的 不少都是听说过孟哥的赫赫威名 瞧不起人家的出身是一回事 却无人否定过孟哥的战斗力 一拳之威静置于私 这一拳只要给他砸中了 估摸着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年轻 立马会整个人都废掉 苏月虽然抚伤了 但是眼光还在 纵算是在他全盛时期 要应对这一拳的招数也并不多 关键是这个场地限制太多 如果是在无人之处 哪怕同样的狭窄逼策 难以腾挪 至少没有那么多顾忌 不用担心伤到周边的人 也不用担心打坏了杯斩碗蝶 谈谈惯惯什么的 他是有办法应对的 苏月练的就是肖琴 在逼策的空间里一样可以施展 可是目前这个场地不好应付 尽管肖燕影已经说了 打坏的东西他配 可是在这样的高档会所 将人家如此高档的自主餐厅 打得稀里哗啦 总是脸上无光的 高手过招啊 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苏月觉得 夜酒应该会赞比其风锐 要是打坏东西 那也是猛哥去打坏 可是苏月万万没想到 夜酒居然迎着猛哥博大的拳头 直接冲了上去 他就这样 直接了当地冲上去了 难道在夜酒的字典里 就没有防御这个词吗 和猛哥这样的壮硕选手 直接比拼力量 怎么看都不是个好主意啊 不少人都是警户出生 他们不是高手 甚至压根不懂得搏提指数 却看得出来夜酒分明是在找死 如果说硬碰硬 夜酒能赢猛哥 那是大家初中的物理算白学了 不管什么样的技巧 也不能突破物理定律 这是必然的 所以啊 这个家伙是疯了呢 还是疯了呢 夜酒当然没疯 当然也没打算和猛哥硬碰硬 他懂得物理常识 不过 他更加懂得计计技巧 在猛哥铁拳即将砸中他脑袋的瞬间 夜酒微微偏移了一下重心 这就是全部 所谓的技巧仅仅是在关键时刻 偏移向头而已 猛哥的铁拳 挨着他的脸颊擦了过去 仅仅是拳风就擦得夜酒 面皮生疼 不过相对于他在瞬间取得的先手而论 当然还是很值得的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真多人举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第1234集 猛哥一拳打空 整条胳膊架在了夜酒的肩膀之上 中门打开 如果是两个普通人打架 水点小失误 根本不足味道 只需要零点几秒钟 猛哥就能收回自己的拳头 发起第二轮打击 但是 他的对手是夜酒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取得的先手 绝不可能如此白白浪费 就在猛哥积极收拳之际 也就乘客一声 摇背发力 整个身躯猛的甩了一个半壶 曲奇的右肘 已经重重的砸在了猛哥的胸口 近身搏击 善用拐轴折胜 任何一个寂寂名师 都是如此教导学生的 这么近的距离 双方等于是挨在了一起 出拳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例句 根本无法发力 勉强出拳打在对方的身上 也跟脑痒痒差不多 尤其是双方体型 相差巨大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 猛哥挨得起夜酒三拳 夜酒未必能够扛得住猛哥一拳 这时候 拐轴的作用便是无限的凸显出来 只听得咚的一声 如同雷响了一面臭重的牛皮大骨 人体最为坚硬的肘关节 重重的砸在了猛哥胸口肋骨 猛哥一声猛哼 整个人是站立不稳 咚咚咚咚连后退了好几步 这才勉强的稳住了身形 黑红脸颊顿时略略一白 显见的夜酒这一击肘锤 让他很不好受 好在观众们很自觉 早已经清空了周边几米远的地界 要不然 被猛哥这头大黑熊一样的家伙给撞上 哪不是闹着玩的 夜酒笑了笑 站在原地 并没有追击 苏月却是不由得微微一皱眉 夜酒这就有点拖大了 刚才这一皱锤啊 不过是取巧罢了 主要还是在于猛哥轻敌 猛哥原本预定的对手是苏月 突然一个名不见精壮的年轻小哥冒出来 让猛哥将他当成老虎来打 不现实 在猛哥想来他只要出一拳 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在跪下 最终还得苏月下场和他一决胜负 谁知道夜酒居然是板猪吃老虎 不过既然已经取得了心机 那就绝不应该停下来 而是应该连续进攻 逼着猛哥全力防守 双方一体型而论 猛哥在灵活度方面 是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夜酒的 连续进攻 让他没有办法发挥自己所长 才是取胜之道 现在好不容易抢得了先手 就这么放弃 实在可惜 而接下来猛哥的进攻 可就不会像刚才那么大意了 很好 我倒是没想到 你还懂点三档 猛哥深深地看了夜酒一眼 猛然长吸了一口气 原本厚实无比的胸膛 更是高高的鼓起 如同一堵金石的墙壁一般 胳膊上 乃至手背上的肌肉 也是一块块隆起 浑身的骨骼发出了轻微的 噼里啪啦的爆香之声 这气势看上去 比遗传兵在擂台之上全力出击之时 还要十足 似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正在那巨大的虚体里凝聚 等凝聚到临界点时 便会以最猛烈的爆发出来 朝这个架势 这哪里是点到为止的切磋呀 这是绝生死 猜什么外寒 也能看出来猛哥一旦爆发全力 那力量不知道会置于何种地步 可能一个不小心就被捂上了 众人情不自禁 又四周再散开一些 再看叶九 依旧是豪诚以下站在那 也不见他如何蓄力 只是身子微微弓起 脸上带着轻松的笑意 你妈的 太嚣张了 打死他 肖白里很不爽 在一旁扯着脖子叫道 虽然在新州上他难堪的 不是叶九 而是苏月 可是叶九依然强出头 这肖大少满腔怒火 竟然全部要发泄在他的身上 料到这个莫名其妙出来顶刚的混账 再好好地收拾苏月那个小白脸也不止 反正已经开打了 那就打个痛快 今儿个要是让这两个混蛋直直走出去 这肖大少的面往哪搁呀 蒙哥身上的骑士瞬间攀升到顶峰 从胸腔中发出了一声闷吼 整个人突然就动了 如同离弦之间 向着不远处的也就直扑而去 每个人都是看到目瞪口呆 这他妈大黑熊一样的家伙 居然也冲得这么快 简直是不给机会啊 然后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因为蒙哥这凶狠无比的一扑 结果和刚才没有任何区别 烈酒还是在千军以法的关头 骗了骗脑袋 挨了一下身躯 就将他的胳膊扛在了肩膀上 又一个肘垂 重重地垂在了他的胸口 蒙哥吼声如雷 再次向后咚咚咚连腿了好几步 重重地撞在了沙发之上 这才勉强地止住了身子 这一回脸是真白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同一个部位 连挨叶酒两嘴仇 还是能够毫发无伤的 孟老大 听说你以前在京师地下拳坛 是打黑拳的呀 一串鞭是你半个弟子 这一肘砸开了猛哥 叶酒再次停止了身躯 原地站立笑着问道 大家伙看他的眼神已经开始变了 尼玛合着刚才看走眼了 这个莫名出现的家伙才是真正的决定高手 站在原地不动 用同样的招式把猛哥打得狼狈不堪 偏偏同样的招数 这猛哥还没辙 双方的差距得有多大呀 苏玉的唇角浮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只有他清楚 猛哥和叶酒的差距没有多大 猛哥两次吃亏都吃在料敌不明 第一次是轻敌 第二次却是完全意想不到 高手过招 谁见过同样的招式 连用两次的呀 纵算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也只有刘帅能够在同一地点 射两次伏击 打得鬼子 丢盔邪家 屁股尿流 利用的就是对手的惯性思维 孟老大 你们师徒俩的智商都差不多呀 不知道一串篇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跟他打的时候 也是两个过肩摔就把他摔趴下了 叶酒笑着说道 语气是无比的轻松 仿佛是好友在聊天一般 猛哥脸子苍白的瞬间 又变得饮红如雪 双眼圆睁死死叮嘱了叶酒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就是叶酒 对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姓叶呀 老实说你这情报工作很不到位呀 亏你还是吃这碗饭的 哼 猛哥一扬脑袋 怒哼一声 眼神中飞快的闪过了一抹狠力之色 并且夹杂着一丝隐藏很好的慌乱之意 不过随即便是被杀气所取代 没错 是杀气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35集 不知为什么这一刻猛哥 突然对夜酒动了杀机 苏月的双眉微微一肘 有些奇怪 刚才猛哥过来向他挑战的时候 苏月分明没有在猛哥的身上 感受到这种极端的危险气息 想来也很好理解 他和肖白李之间 谈不上生死之仇 更不要说这个猛哥这个助权了 当着大家伙的面 将他揍一顿 让他难堪 应该就是猛哥的初衷 但现在他居然对夜酒 起了沙气 大家都是刀山血海中打过棍的 普通的人感觉不到沙气 苏月夜酒 肯定能够感觉到 但是为什么呢 仅仅是因为夜酒提到了一串编 说不通 且不说一串编 最多只能算猛哥的半个徒弟 就算是打小带大的 在别人底下吃了亏 这做师傅的也不至于激愤到 要杀人的地步 那么 是因为丢了面子 这倒有可能 要知道猛哥之所以能挤进上流社会 甚至跟在萧燕燕的身边站稳脚跟 靠的就是武器 所谓的江湖名声 今儿在这儿啊 当着许多精深名流的面 背个名不见精壮的年轻小子胖揍一顿 孟老大 整个人设都有些瞬间崩塌的危险 也难怪他动了杀心 再看叶九依旧是安静静站在那儿 连脸上的笑容都不曾减少半分 只是望向猛哥的眼神带着几分戏谑之色 没事吧 陈大月悄无声息地站到了苏月的身边 有些担心地问道 虽然他亲眼目睹两次 叶九将猛哥砸回去 但是仍旧忍不住担忧 毕竟双方的身高体重差距摆在那里 猛哥连挨了两个轴锤 好像也没怎么受伤 但是叶九毫无疑问已经成功地激怒了猛哥 接下来 那头大黑熊怕是要拼命了 陈大月不想看到叶九在这出现什么意外 要不然他回到静江可不好跟叶子交代 谁不知道哪这个护地狂魔呀 没事 叶九心里有数 苏月稳稳地回答 少青 又微笑地加上了一句 我倒是没想到 那家伙那么坏 这说的自然是叶九了 陈大月不由得微微一冷 那么坏 是啊 苏月微微汗手 却不再解释 叶九是摆明了要彻底激怒猛哥 两次用同样的招数击退他 而且告诉他 我打你徒弟的时候也用这招 你们师徒两个 脑子不好用 不过猛哥到底是名统江湖的大号 一个不查吃了个哑巴亏 却不代表着他真的没辙 如同陈大月心里所担心的那样 就双方的力量对比 他对叶九依旧能够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他现在就要彻底发挥出这个优势 这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在豪华的宴会厅里响起 这一次 猛哥并没有重逢 而是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如同一座大山一把 慢慢朝着叶九碾压过来 这是最为稳妥的打法 纯粹力量的碾压 任你有多少技巧 没什么乱用 这个时候啊 如果在厂商的是苏月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抢功了 真的要让猛哥走到跟前 面对面 纯粹的比拼力量 那绝对是下下之策 一旦让他缠住 情形会变得相当的糟糕 可叶九偏偏就是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 笑得还很像那么回事 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很快 猛哥就走到了叶九的跟前 倒也并没有着急出手 就这么直不愣当的盯着叶九 冷冷的说道 你很喜欢玩过肩摔是吧 叶九哈哈一笑点了点头 哼 对 听说你老家是草原的 也是摔跤高手是吧 怎么 孟老大想要和我玩一把过肩摔吗 你敢吗 请呀 好 牛逼 猛哥瞬间大笑起来 笑声中 蒲闪般的双手猛然伸出 抓住了叶九的双肩 一声闷雷死的饱和 只将猛哥双臂之上的肌肉 一块块鼓起来 这爆炸性的力量喷不二出 呼的一声 一个人便是凌空飞起来 所有人都是警呼出声 包括陈黛月 这一次没有任何意外 也就不曾再次创造奇迹 凌空飞起来那个人就是她 黛月姐姐甚至很不在意形象的伸手捂住了嘴巴 这完全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 这一刻呀 威震静江的陈总 没有一点大街头的镇顶风范 和人世间普通不过的小姑娘一样 为叶九单足了心 连苏月都是大吃一惊 叶九搞什么鬼啊 叶九在天上 单瘦的身形在半空中抡了一个圆呼 重重的向前是无比的地盘杂举 蒙哥的脸上的表情凝固成一个残忍的笑容 这小王八蛋是脑袋瓦塌了吧 明知道自己是草原出身 明知道自己是纳达木大会的摔跤高手 还敢站在那一动不动 让自己跟他玩过肩摔 难道你不知道过肩摔这种招式 是老子打小就脸输的吗 根本不必解释 想怎么摔你就怎么摔你 让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那个逗逼啊 一切都很完美 只有一点略略出乎了蒙哥的意外 叶九落地之后 居然并没有重重的杂道在地 他居然站稳 看着稳稳站在那的叶九 蒙哥有一瞬间的冷声 怎么回事啊 这戏法变得有些古怪 然后叶九就动了 双肩一松 蒙哥只觉得自己抓住 叶九的肩膀 双手同时一划 叶九已经像一条犹豫一般 挣脱了他的掌控 然后 蒙哥的右腕一击 已然被叶九反手抓住 叶九侧转身子 一条腿 憋在了蒙哥的双腿之间 瞬间便是完成了反转 不好 蒙哥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呼的一声 整个人是顿时凌空飞起 和刚才叶九凌空飞起的姿势 一模一样 只不过声势要浩大的多 毕竟那是一座肉山呀 这一次四周无声无息 这个戏法怎么变得 他们压根没看清楚 似乎只是在一眨眼之间 转变就已经完成 飞在半天上的 由叶九变成了蒙哥 一个个瞠目结舌 连声都不敢出 在半空之中 蒙哥腰背发力 挤紧全力地想要挽住身子 一不小心又被这混蛋暗算了 蒙哥知道 只有像叶九刚才那样 在落地的瞬间 双脚站稳 才能勉强地挽回一些面子 可是武学之道 真是半点都相差不得 叶九能够双脚站稳 他就未必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百笑声 第1236集 众人在目眩神迷之时 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 这猛哥硕大无比的身躯 重重地砸在了 坚硬的地板上 去想过后 万来俱击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包括躺在地板上的猛哥 都是安静静 背过气去了 片刻之后 才有掌声和叫好声 喧嚣而上 大家都知道猛哥是 萧燕燕的人 萧燕燕 就处在这儿 这档口实在不应该叫好鼓掌 太得罪人了 可是情不自禁呀 刚才这一战太精彩了 只有苏燕 微微皱了皱眉头 不是为猛哥担心 是为叶九担心 实在没必要 说起来叶九 仅仅是为他挡着一刀 他和猛哥 往日无缘 近日无仇 实在没有必要下这样的狠手 将猛哥和萧燕燕的脸皮 完全撕下来 一心半点都不留 这觉得可是死仇啊 就算当初萧百里在星州 对陈太月不轨 陈太月都吩咐他 下手要有分寸 别想死守 因此得罪了老萧家 不值得 以叶九刚才表现出来的水准 他完全可以不露痕迹的折服猛哥 让他知难而退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直接把人给砸晕过去 直挺挺地躺在那儿 出尽了阳相 你是谁 离着难堪的沉默之后 萧燕燕开口 声音冰冷 双眼死死叮嘱叶九 我就叶九 出身来厉 等他醒过来 你们他吧 这个他 指的自然是猛哥了 萧燕也冷冷地说道 我耐心不好 你最好是自己告诉我 萧处长 没那个必要 这个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围着你转 当你让猛哥过来的时候 就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没有人可以永远占据制高点 你知道我是谁 萧燕燕不怒烦笑 冷冷地问道 这家伙一开口就叫出了自己的职务 毫无疑问 他是认识自己的 肯定也听说过老萧家的鼎鼎大名 他依旧是如此煎熬 还真是年少气盛得很 估摸着以前没怎么吃过亏 当然了 我不但知道你是谁 我也知道他是谁 但是萧处长 你恐怕未必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么放心用他 真的好吗 你什么意思 萧燕也愈发愤怒了 这个混账 居然敢在我面前玩挑拨离间 你是脑子嗅懂了吗 就你这个水准 也敢跟我玩智商游戏 没什么意思 堂堂领导和这种交互人士混在一起 没必要 话我就说这么多 听不听在你吧 也就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任谁都能看出来 萧燕燕已经压不住火了 只不过在这样的场合 他实在不好发作 老萧家的大牌子 他萧燕燕的大牌子 掉在对方认可的前提下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可眼前这个莫名其妙的年轻人 似乎压根不在乎 萧燕燕担心 纵算是自己真的雷霆大作 也非必能够吓住人家 那可就丢脸了 好在有敏大姐在 敏大姐固然不清楚他们彼此之间的恩怨 却也清楚 当这个时候啊 改他出面了 萧燕燕被顶得下不来台 除了他亲自出马 没人可以震得住场子 好了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敏大姐站起身来 企图雍容的轻轻一挥手 说道 语气却是斩钉截铁 丝毫不容忍抗拒 对对对 大家都请用餐吧 一个西装中年男子 紧忙符合 这位啊 不少人都认识 正是红发会所的老板 玉花园四处餐厅 居然变成了盐舞厂 最着急的恐怕 还是他这位老板 好不容易 现在敏大姐发话了 这老板自然想着 要快点结束这场闹局 猛哥在他家餐厅地板上 躺的时间越长 他越不好交差 滚开 正当红发老板 指挥着两个保安 将直挺挺躺在地上的 猛哥扶起来的时候 猛哥顿时一声沉河 将周围的人吓了一跳 然后他一个鲤鱼打挺 一跃而起 其实早些时候 猛哥已经醒过来了 他伤得并不重 只是背过了气去 但需要缓一缓 才能回过气来 要是急急忙忙爬起来 只能手脚并用 难免有几分狼狈之意 通常像他这样的江湖大佬 是倒立不到家的 和后世苗苗中 在台上被人KO的太极大师差不多 死鸭子最硬 等缓过那口气之后 这孟老大自然是要用这种炫苦的方式 站起身来 很好 是我大意了 猛哥站在那里 冷冷地望着夜酒 冷冷地说道 没再蓄力 自然也没再攻过来 对于双方的实力 他心中有数 如果说前面两个肘锤 是他大意了 了地不明 被夜酒钻了空子 但是最后这个过肩衰 猛哥说得毫无脾气 摔跤是他的强项 这个姓夜的混账说得对 猛哥草原出身 年轻时节 就是家乡那边 达木大会屈指可数的摔跤好手 过肩衰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东西 是他打小的基础课程 几十年下来 都不用过脑子 只要双手一搭上对方的胳膊 身子一拧 反手就是一个过肩衰 这技能 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头 可是夜酒同样对过肩衰 了如指掌 啊不 夜酒不但对过肩衰 了如指掌 甚至对他的过肩衰技巧 也是了如指掌 要不然他根本不可能 在落地的时候站完脚跟 并且在瞬间完成反杀 一个可以两次肘锤砸中他的 并且可以过肩衰反杀他的家伙 蒙哥心里有数 他搞不定 至少在这里面面对面 空手对空手他搞不定 继续纠缠下去 这会更加的丢脸 你大不大意结果都是一样的 没区别 记住 我对你那些破事没什么兴趣 但有个前提 别打我朋友的主意 要不然你绕不过我 这话说的霸气啊 蒙哥一张黑脸瞬间般印红如雪 走 萧燕燕再也待不下去了 冷恨一声转身就走 转眼间萧家一袭 走得干干净净 洪老板顿时就尴尬了 原本今天晚上有个慈善的捐款挽回 这么一闹 那肯定是搞不成了 可要说把这个责任归到夜酒的头上 似乎也是有些不妥 此时的前因后果 他一清二楚 本来相安无事 可是老肖家非要闹出妖蛾子 非要找人家陈黛月和苏月的麻烦 这才惹火了夜酒 出手将蒙哥教训了一顿 奇了怪了 这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单手青年 竟然是那种万中无一的绝顶高手 甚至于三招放倒蒙哥 恐怕是尚未尽全力 当真是神不可测呀 这样的牛人 这红发老板也是不会胡乱得罪的 哪怕夜酒 没什么了不得的后台 但是武力值高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背景后台什么的 有时候未必那么重要 而且既然是陈黛月的朋友 那就意味着他肯定是有来头的 下了半生 这红发老板只能是暗暗摇头 自认倒霉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37集 大月 这小伙子 哪位啊 片刻之后啊 在隔壁的一个包间里 明大姐上下打量着夜酒 饶有兴趣地问道 餐厅里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一幕 小家人走得一干二净 明大姐也不方便继续待着 气氛有些古怪 所以换个地方说话 明大姐 对夜酒也确实很好奇 今儿个要不是她主动出手 这陈带月身边那个小苏 怕是要吃个暗亏 尽管猛哥连三招都没扛过去 但是任谁也不能否认她的实力 那种其实啊 一看就是高手 只不过夜酒比她更强罢了 其他人可不见的是她的对手 大姐 她却是黄秘书长的内地 叶子的弟弟 陈带月含笑说道 这件事如此完结 实在也是出乎陈带月的意料 虽然她也担心老小家 日后对夜酒无力 可是火烧眉毛 且顾眼前再说 不管怎么说 夜酒赢了 赢得极其干净利落 漂亮至极 乃至完美 明大姐 你好 我觉夜酒 京强省官厅行政总队的 目前在光大学未陪 夜酒在闽大姐面前 保持着轻虚谨慎 在陈带月的介绍中 夜酒便能听出来 她姐夫黄秘书长和姐姐叶子 在闽大姐面前是挂得上好的 双方不但见过面可能很熟悉 哦 是叶子的弟弟啊 叶子有这么年轻的弟弟 亲的吗 果然闽大姐 预方的差异 夜酒姐弟的年纪 差得是有点大 甚至可以说是两代人 陈带月连忙微笑地解释 是这样的 叶子的母亲特殊时期不幸过世了 夜酒和叶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弟 不过叶子对她这个弟弟可疼爱了 明大姐不由得笑了 慈祥地打量着夜酒 说道 那是肯定的了 我要是有这么小的弟弟啊 我也会疼爱得不得了 夜酒不由得闹了一个脸红 想得夜酒啊 在一线的时候也是威风淋漓 杀起疼疼 谁知今儿个 一不小心扁成了小鲜肉 惹得几位女同志是母爱泛滥 小叶啊 别站着了 坐 坐吧 谢谢 夜酒一眼 在旁边落座 腰背挺直 坐字端正 不过等她一坐下来 明大姐说出的话 就不那么温和了 甚至还皱起了眉头 小叶啊 你知道吗 你刚才闯祸了 夜酒笑而不语 明大姐也不等她回答 自顾自地说道 你年纪还轻 可能不知道他们老肖家的德行 那就是不能吃亏的主 明大姐尽管是井江人 可是久在京师 说话的语气腔调 也带上了一点精分 大姐 我没考虑那么多 我就认一点 他们不应该过了条事 夜酒昂首大道 说得好 明大姐也乐了 轻轻地一拍沙发扶手 暂许地说道 确实他们就不该挑事 这个事吧 你做得对 大姐支持你 老肖家要真找你麻烦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帮你出面 让他们也不敢太过分 就算你姐姐姐夫问你 你也可以大胆地告诉他们 明大姐支持你 不用担心 闽大姐豪气甘云地说道 是 谢谢 五四 今儿这个事吧 我得谢谢你 一个小时之后啊 唐花的地点 换到了陈黛月的豪华别墅 纵算是在京师之地 陈黛月也有自己的产业 离洪发会所 距离并不远 送走闽大姐之后 陈黛月邀请夜酒 来自己的家里做客 今天这事啊 确实让黛月姐 有些头痛 黛月姐 其实这事吧 是我们武林中士 和你关系不大 她并不是因为苏月 是陈黛月的贴身秘书才出的手 而是因为夜酒 任苏月是朋友 别人在乘人之威 她当然不答应 所以啊 这事和陈黛月的关系并不大 不用揽在自己身上 陈黛月不由得笑了 漂亮的丹凤野 赏下一扫夜酒 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五四啊 这两年 你进步神速啊 真的是长大了 陈黛月暂许地说道 夜酒这句话 其实也就是给她一个台阶下 陈黛月如何的冰雪聪明 怎么可能当真呢 此事真的和自己无关吗 因为她陈黛月的贴身秘书 夜酒把老萧家得罪得死死的 这笔账 黄秘书长和叶子 能不算在她陈黛月的头上吗 要说平常时候吧 这萧燕燕萧百里 得罪就得罪了 毕竟他们姐弟俩 现在还不能完全代表老萧家 不过有件事 五四你可能还不大清楚 什么事 夜酒还是一副 没心没肺的样子 关于你姐夫的 黄秘书长 近来有可能动一动 陈黛月说得很隐晦 夜酒吃了一惊 她姐夫近来可能动一动 这事她还真不知道 她也不应该知道 这样的大事 谁会跟她提起啊 在她姐姐姐夫眼里 她只是一个孩子 黄秘书长的身份地位 和义俊恒相当 从陈黛月的话来分析 这所谓的动一动 恐怕八成是往上动 如果和义俊恒一样 平调的广武担任市委书记 陈黛月根本不会正中其事地提出来 往上动 这就厉害了 也就是说如果老萧家的人 从中做梗的话 黄秘书长这次调动 很可能会出现波折 看她叶俊脸色的变化 陈黛月突然动了些促下的心思 自笑非笑地说道 怎么 后悔了吗 姐 如果我说我后悔了 会有补偿吗 当然 陈黛月略带一些傲然的说道 就算你没后悔 也一样有补偿 你把我陈黛月当成什么人了 见你这么大一个人情 岂能没有回报吗 叶俊笑了笑 脸色随即扁地严肃起来 带月姐 我还有多久时间 陈黛月愣了一下 什么多少时间 叶俊很认真的说道 这件事因我而起 当然要由我去解决 你怎么解决 饶使陈黛月见多识光 这一刻也是真的被惊到了 他饶有兴趣地问道 苏月也是摇摇头 叶俊怕着不知道自己说的这话 有多么霸气吗 你确定你搞清楚了整件事的关键吗 黄秘书那种等级的大人物 往上动一动 是你一个区区政科技侦察员 可以干预得了的 不要说你叶俊 就算你们省听一把手 乃至你们部里的分管大人物都插不进手去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38集 这萧燕燕本身也是没这个能耐干预的 要萧家的长辈才有这个能耐 不过今儿个夜酒 却是把面子拨得太狠 萧燕燕百分之百会出幺蛾子 说到底她是萧家人 要说请动自家老爷子出面倒个乱 还是可以做到的 原本这样的事啊 就是成事不足 百事有余 意思就是说 萧家老一辈 要把黄秘书长送到更高的位置上 有难度 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但如果仅仅只是阻拦一下 让她不能如愿以偿 却是轻而易举 至于夜酒 根本连鞭都挨不着 戴月姐 具体该怎么做 咱是旺秘 你去告诉我 我还有多久 夜酒老神在在地说道 陈戴月被她逗笑了 武四啊 瞧你这话说的 这种大事 你不告诉我具体的措施 我能放心吗 你的性格又那么冲动 鬼知道你会不会再冲动一次 去把萧百里揍上一顿 你们武林中人呢 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就是比谁的拳头更硬吗 难道我还能相信你 真的能找到比老肖家更强烈的大人物 帮你姐夫出头 夜酒却是很认真的说道 你放心 我知道情中 你看我破案子 什么时候冲动过呀 真要是大事啊 她就一直会和沈中 夜酒这一点不用人担心 而陈戴月还是摇摇头 武四啊 这个和破案子可不一样 这种事半点都不能出错 说到底还是信不过夜酒 我相信你 破案你是行家 但这种场面上的大事 这么高级别的调整 你连说一句话的资格都不高 差得太远了 夜酒也是有些脑壳痛 她的方法的确不方便说出来 现在说出来就不灵了 不过她也确实想搞清楚 她还有多少时间挽回局面 以便自己能够把控尽度 一直默不作声的苏月 在一旁说道 自乐观的估计 如果你能在半个月之内 找到好办法 或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陈戴月看了她一眼 略有些诧异 一般来说苏月平时非常受规矩 这样的大事从不随便插口 但是今儿个这事 却是因为她而起 这件事一战之后 以苏月的性格 估摸着 会和夜酒成为真正的生死之交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夜酒开口 水里火里 皱一下眉头 就不算好汉 半个月 那应该差不多了 陈戴月忍不住摇头 五四 我知道你有能耐 不过这事 你真的要慎重再慎重 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你不添乱 或许黄秘书长自己 还有办法摆平这个麻烦 但你要是再给她添个乱 那就不好说了 放心吧 我知道慎重 别看夜酒同志啊 在陈戴月面前老身在在 信心十足 一旦对上自家姐姐 立马就怂了 叶子直接来了京师 就在红发打架事件 发生的次日 难怪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 都没有接到叶子的电话 原本叶酒觉得 这有些不正常 昨天晚上在红发俱乐部 补出了这么大的事 别的不说 陈戴月必定会第一时间 告诉叶子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在黄秘书长 即将进步的关键时候 叶酒打了老肖家的人 尽管猛哥 最多只是算一个外围 可是 是当着肖艳艳 肖百里的面打的 那是当众打脸 俗话都说打狗 还要看住人呢 更不用说 这传闻中猛哥和肖艳艳 的关系很特别 就好像传闻之中 苏月和陈戴月的关系 也是很特别 纵算苏月和陈戴月 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可是苏月 对陈戴月而言 不是普通的秘书 这么简单 要不然 陈戴月也不会 成叶酒 这么大一个人情 所以 于情于理 陈戴月都应该 在第一世界 把这个情况 通报给叶子和黄秘书长 因为这是瞒不住的 要是等别人 先给叶子通报情况 这陈戴月那边 还没有一点消息的话 双方的关系 立马会变得非常尴尬 而且叶子和黄秘书长 多半会把这笔账 算在陈戴月的身上 无缘无故的陈戴月 为什么要招惹 这样两个敌人呢 原本他们还算朋友 接到陈戴月的电话之后 叶子没给自己打电话 这让叶酒觉得很不合理 除非叶子觉得 这个事压根就无关紧要 老肖家一个外围 打了也就打了 不当大事 但是那更加不合理 直接到下午的时候 终于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叶酒才知道 原来姐姐直接跑到京师来了 约她去下榻的酒店见面 天不怕地不怕的叶酒 顿时有些头皮发麻 其实真正说起来 叶酒怕的人还真挺多 本来叶子不在其中 在姐姐面前 叶酒是一贯的恃宠而骄 反之从小到大 不管自己惹下多大的火 不管姐姐多生气 最后 认输的一定是姐姐 连苏理心都不曾 这么交管过她 也难怪高门大户 经常会养出不成器的顽固 小孩子家家的 谁嫁得住这么惯呀 可这回 叶酒是觉得真的有些对不起姐姐 万一要是真把姐夫提升 这事搅黄了 这内心得有多亏欠呀 只怪自己消息太闭塞了 若是在此之前 她知道黄秘书长即将进步的消息 出手还是会出手 但结果一定不会像昨天那样 最多是让对方吃难而退 不至于让她和萧艳艳姐弟 都下不来台 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该面对总归是要面对的 接到电话 没有丝毫耽搁 叶酒立马换了一套衣服 出门打一个车 直奔叶子下榻的酒店而去 叶子下榻那个酒店 在豪华五星级酒店邻里的首都地界 毫不起眼 但是规格不低 东行的人都知道 那是内部宾馆 只接待有一定身份级别的客人 普通人 压根没办法入住 叶酒大踏步的向前 到了叶子的房间外室 才不自禁地慢下来 是叶子亲自过来开的门 看来这一次京师之旅 是私人活动 没有带随行的工作人员 姐 见到叶子 叶酒顿时有些心虚地低下头 不敢和姐姐对视 叶子板着脸一句话不说 转身就走 叶酒在叶酒面前 叶酒偶尔流露出真性情 如同叶酒在姐姐面前完全放松一般 只要是面对外人 叶子不会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 哪怕他内心深处 对这个人厌恶到骨子里头 也不会飙露出来 至少不会当面飙露出来 追背后会做什么 那你管不着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39集 你怎么这么能折腾呢 叶子入住的当然是豪华套间 一走到沙发 这叶子便毫不客气地巡视起来 叶酒倒是能够理解 姐姐此时此刻的心情 她最烦躁的 不是自家丈夫 正在进步的关头 闹出了妖蛾子 两人在场面上混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她最烦躁的是 不知道要怎样做 才让自己的老公 对自家弟弟不产生反感 从根子上说叶子就是一个护地狂魔 要是真因为这个事啊 黄秘书长进步的是搅黄了 那叶子 固然会为丈夫感到可惜 可是她更担心的 是丈夫以后对叶酒 产生了成见 你不知道你姐夫这段时间 正在首都见朋友吗 我真不知道 叶酒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 原来黄秘书长老早就来到首都了 只不过姐夫和小舅子之间 互动从来不够密集 更何况他们年龄相差巨大 几乎算是两代人 黄秘书长来到京城 也不会主动和叶酒联系 也可能在办完正事之后 临离开之前会和叶酒见个面 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但那就属于走流程了 要不然叶子的面上不好看 不过以叶酒对自家姐夫的了解 黄秘书长在约她吃饭的时候 肯定会介绍一两个铁哥们给她认识 并且一定还是能和叶酒 在工作上发生交集的那种大佬 有了黄秘书长的面子 将来对警的时候 这两位大佬也不会介意伸手拉她一把 让她关键时刻能够先任一步 朝中有人好作官 大抵就是这么个意思 听到叶酒这个回答 叶子不由得一愣 脸色顿时缓和了不少 叶酒说得对 她确实不知道 她要是知道姐夫正在进步的关键时刻 那肯定不会招惹老萧家的人 这叫不知者不醉 你先坐吧 叶子缓和下来 起身去给叶酒泡茶 哎姐我来我来 那能麻烦你呢 叶酒刚一坐下 就急急忙忙跳起来 飞快的跑过去 拿起茶去泡茶 姐你不知道 昨天晚上那个事吧 还真就是老小姐欺负人 叶酒一边泡茶 一边絮絮叨叨的说道 尽管陈代月应该在电话里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明白了 可是陈代月是陈代月 叶酒是叶酒 没理由自己干的事 全让外人代替自己说了 叶子淡淡的说道 你这爱管闲事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 老小姐不会无缘无故 找陈代月麻烦的 何况当时敏大姐都在 几乎所有静江省管集的场面上的人物 只要到了一定级别 都听说过闽大姐 这位闽大姐是自己静江人 而且很堪顾老乡 在静江省集管的场面人物之中 名声极好 而且叶子和黄秘书长跟她的关系 也是非同一般 可是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陈代月也不会无缘无故 得罪人家老小姐啊 叶子一愣 有些恼火的瞪了叶酒一夜 似乎不知不觉见 这个当年的小跟屁虫 已经长大成人了 自己也不能老是拿她 当小孩子看 更何况 自己也不应该忘记她的职业 刑警 刑警是干什么的 一天到晚都在搞逻辑推理 都是萧燕燕那个弟弟被灌坏了 叶子冷哼一声说道 也不想想她自己是什么条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好吧 在此之前 叶酒真的不清楚 老萧家和陈代月之间的恩怨 现在算是有些离谱了 那苏月肯定会狠狠教育她 叶酒笑道 甭管苏月和陈代月之间 有没有那种关系 反正她俩这些年 基本上是形影不离 就算是没有肌肤之情 这心中还能没有一点暧昧吗 这萧白里敢打陈代月的主意 苏月指定不答应 说实话 如果是陈代月真结了婚 结婚的对象又不是苏月的话 那苏月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在陈代月身边继续待下去 要不然 你让人家老公怎么想 除非真的是那种利益联姻 结了婚也是各玩各的 谁都不管谁 苏月凭什么呀 谁知叶子又不乐意了 再次瞪了她一眼 陈代月也真是的 做事一点都不讲究 像姚佩芝身边那个苏鱼就很好 别看叶子表面上 和陈代月的关系不错 可说到底 她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这是性格使然 要不然以陈代月的书身背景 她要是愿意在场面上混的话 今时今日的地位 不在叶子之下 所以叶子觉得陈代月 根本不应该在自己身边放一个男人 还是一个帅气男人 姚佩芝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家庭妇女出身 身上打着没老板的标签 行事作风 就比陈代月要稳堂度 这叶子不禁挠了挠后脑勺 她觉得这个问题 自己还是不要发表意见好 哪怕是亲姐姐 在场面上待的时间长了 那思维方式也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陈代月的左派在叶子眼里太出格 相反是姚佩芝还算是懂事的 不过这也和双方的出身背景有关 实话说姚佩芝眼下 没有如同陈代月那把肆无忌惮的本钱 在平安姚总或许算大个的 但是到了新州 那就得夹着尾巴低调做人 和陈代月到了首都 情形是一样的 站在叶酒的立场上 倒是觉得陈代月的行事风格 并没有什么值得评价的 人生在世 活的不就是个自由自在吗 陈代月既然都放弃了场面上的发展 她自然有权换回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姐 这个事对姐夫影响不大吧 叶酒轻轻地将一杯茶 放在了叶子面前的茶几上 小心地问道 现在还不清楚 叶子有些烦躁地说道 按原计划 你姐夫今天明天就该回新州了 他打算今天叫你一起吃个饭的 电话里都已经和我说了 叶酒不由得又挠了挠挠挠挠 听这意思啊 黄秘书长改行程了 既然在首都出了这么一档子时 那自然要处理好再走啊 姐 姐夫的工作要是调整之后 还会留在镜家吗 场面上的一定级别之下 通常都是会在省内调动 但是到了省级层面 那跨省调动就成为常态了 会 叶子很简单地答了一句 随即又给叶酒解释了一句 前段时间刘书记不是调首都了吗 原来如此啊 刘伟东家老爷子工作一调整 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整个镜江省一大波的人物之物 都会相继有所调整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40集 姐 那我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事儿 老肖家吓死了一起的可能性 有多大 叶酒开始认真起来 现在不大清楚 照理说 他们也不至于想把事情闹得太大 叶酒中 当众爆打肖燕燕燕的男跟班 固然让肖燕燕很没面子 可是这个事儿最多也就是在圈子里流传 如果因为此 下次力气阻止黄秘书长进步 那仇就结大了 远远超过了叶酒惹的火 话说你一个肖燕燕的跟班 江湖人士 怎么跟黄秘书长这种 跟红描称的大人物相提并论呢 倒也不是说 老肖家阻止了黄秘书长这一回 以后还能阻止他 这次进步不成 还有下次 可是关键是 这次进步 正好卡在一个年龄短的铁骨眼上 这次上去了 在他那个层面 妥妥的少壮牌 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 而错过了这一次 再过两年进步 那就只能得一个年 富力强牌了 比如叶酒未来的老常人 义俊恒也是这样 这一次任职广武 就是资历 最多两年之后 他也要谋求更进一步 不然年龄上 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不过也难说 萧燕燕那个人 行事肆无忌惮 说着叶子的眉头皱得更近了 脸上的忧虑之色 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 他行事再肆无忌惮 这些事情也不是他可以无视的 不过这句话 叶酒并没有说出来 叶酒就是这样的性格 只要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他一般不会先说 而是先做 等做成之后 别人自然就知道结果了 比你自己满世界嚷嚷 更加的有用 眼见他叶酒不吭声 叶子反过来安慰他 五四啊 你也不要太担心 你姐夫这次进步 还是做了些准备的 也算是水到渠成吧 但叶子这个安慰 对于叶酒来说 作用真的不大 叶酒很清楚 到了黄秘书长这个层级 进步与否 和你本身的能力功劳 关系已经不大了 相反一些其他的方面因素 更为重要 比如老肖家 姐姐这是怕她心里复旧 万一冲动之下 再干出什么事来 更不好收拾 希望老肖家能懂事吧 陈吟伴上 叶酒从嘴里 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叶子显然有些误会她的意思了 冷冷的一笑 哼 老肖家如果下定决心要坏事 那咱们也就不用估计什么了 总不能好处都归了他们家 别人汤都喝不到一口 叶酒知道 姐姐是动了真火 万一老肖家真要是坏事 就等于直接跟老皇家宣战 在这惊师之地 老皇家固然不如老肖家那么豪狠 可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将来的反击 指不定多么猛烈呢 都说断人财路 都杀人父母 那断人虔诚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房门响动 有人直接开门进来了 叶酒急忙起身 不用看 也知道是黄秘书长回来了 服务员就算是有门卡 也不敢这么闯进来 房门打开 出现在门口的 却果然是他姐夫 黄秘书长 一个四十几岁 十分沉稳飞烟的中年男子 姐夫 叶酒连忙恭敬地叫了一声 黄秘书长和义俊恒 算是颇有交情的朋友 年纪比义俊恒略小两岁 却和义俊恒完全是不同的类型 义俊恒对待工作认真 平日里待人接悟 却是有一股儒者气息 给人的感觉 和知识渊博的教授先生一般 但是黄秘书长 却是典型的上位者气度 无论何时何底 都是不怒自为 要不然 叶酒也不至于见到他 如同猫见了老鼠一般 这世界上 唯有他家老爷子和黄秘书长 能给叶酒这样的压力 连义俊恒都没有 叶酒对义俊恒更多的是轻重 而见到叶酒 黄秘书长展颜一笑 顿时如目穿风 哈哈 五四来了 啊 坐吧坐吧 不要拘谨 不要拘谨啊 黄秘书长边说 边静止走过去 在沙发上啰嗦 瞬间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 自从察觉小舅子害怕自己之后 这黄秘书长在叶酒面前 几乎从来没有板过脸 这自然是为了照顾叶子的感受 他们俩夫妻感情甚度 黄秘书长丝毫不想惹得 妻子不痛快 叶酒答应一声 连忙坐下来 不过坐姿啊 比刚才要端正许多了 这腰背挺直 目不歇视 叶子一杯茶水递过来 递到了黄秘书长的手里 低声问道 情况怎么样 黄秘书长飞飞一笑 不知可否地说道 哼 还行 叶酒心中顿时一沉 她知道情况可能比预想中还要糟糕 这么多年的朗酒 对自家姐夫的性格行为方式 她不要说太了解 不管什么时候 黄秘书长从来都是自信满满 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和妻子说话的时候 也不是云商无照 通常使用的是看定局 这个还行 事实上就意味着 情况不是很好 叶子顿时就怒了 他们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他们有错在先 还讲不讲道理了 黄秘书长宽厚的一笑 摆了摆手 你先不要激动 事情还没有完全到无法扭转的地步 我已经拜托超哥去传话了 你也知道 他们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 超哥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看看他们有什么条件再说吧 黄秘书长态度一直很温和 叶酒却是从他眼里 看到了一抹隐藏的很好的疲惫之意 看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 黄秘书长一直没有闲着 肯定是找人在沟通 只不过到了他们这个层级 普通的沟通 也是特别的劳心劳力 叶子依旧憋得厉害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 曾经核实老黄家 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了 可毕竟 这是在京时 黄秘书长轻轻地摇头 转向了叶酒 奔和地说道 五四啊 这个事呢 你不用有什么心理压力 不怪你 你也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再说了 你没做错 有人想要欺负我们靖江人 那就必须给他打回去 这话说得霸气 叶酒忽然有些感动 看得出来黄秘书长 并不是在随口地安慰他 确确实实认为他 并没有做错 而且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在漫天远地 又有什么意义啊 这是自贬神粉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小生 第1241集 正当野酒准备开口的时候 黄秘书长的电话 想了起来 你好 超哥 黄秘书长急忙接起电话 很客气地说道 这个超哥 按照黄秘书长的说法 连老肖家 都必须给他几份面子 可见是京师地面 了不得的大人物 说起来也并不奇怪 什么阿摩阿狗 都能当得起黄秘书长 尊称一声歌的吗 哦 天明啊 情况不太乐观啊 萧燕燕相当强扬 电话那边 超哥也并不废话 直接了当地说道 黄秘书长眉毛微微一条 说道 现在萧燕燕 已经能够完全代表老肖家了吗 在黄秘书长眼里 萧燕燕也好 小白丽巴 甚至陈戴月也算在里边 都是一些顽固 世家子弟不走正道 黄秘书长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们 怎么 这老肖家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吗 诺大一个家族 由着萧燕燕和萧白里 这两个顽固胡搞 他们真的有这么大的把握 下决心要和老黄家死和到底吗 电话那边 超哥微微叹了一口气 我现在也看不懂老肖家的行事做法 他们家是有点后继发人哪 世家大族的荣光 必须要由场面上的大人物来维持 不管多么喧嚣险和的家族 只要一带有断层 没有出现继承家族荣光的上位者 就不可避免的会堕落下去 问题是 现在老肖家并未完全没落 老一辈还在呢 依旧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最起码这次他们要坏黄秘书长的事 还是能够办到 只不过一般来说 没有深仇大恨 不会有人这么干 你说动用资源帮人进步 很好理解 将来必定会有回报 所谓的圈子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动用资源却阻止人进步 这就必须要有特别过硬的理由了 一个混江湖的人而已 对他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这也是黄秘书长很难理解的一点 从他的思维出发 无论如何 蒙哥都当不得这么看重 类似的江湖人士 不过就是剥白手套而已 用果交换 听那个口气 好像对萧燕燕确实比较重要 超哥的语气有些不确定 他和黄秘书长才是同类 所以他俩的思维也是一致的 对燕燕这个看法表示很疑惑 哼 黄秘书长不由得轻哼一声 脸色愈发的不屑 对于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来说 这是对萧燕燕蒙哥 以及他们之间 可能存在的某种暧昧关系 比试到了极点 好端端一个世家子里 自甘堕落呀 那他小燕燕燕到底是个什么长长 听得出来 黄秘书长也是动了真怒 他的长长吗 超哥迟疑起来 显然正在考虑该如何措辞 他说解灵还需细灵人 只要你小舅子去跟那个蒙哥 当面道个歉就行了 不可能 超哥的话还没说完 黄秘书长就直截了淡地拒绝了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夜九是正儿八经的在世警察 两侧一等功 公安部的一级应魔 黄秘书长一次一句地说道 语气森然 猛哥算是个什么东西 敢提这样的条件 当面道歉 他脸怎么就这么大呢 两侧一等功 公安部一级应魔 电话那边 这超哥也是吃了一惊 他嘶嘶地吸了一口凉起 显然没想到黄秘书长家的小舅子 是个这么牛逼的角色 随即 超哥便是笑了 天明啊 这事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老实说他们这个层级的大人物之间交往 很少聊到各自家人 最多也就是聊一下叶子 毕竟叶子也在场面上 而且职务不低 隐形的权力极大 至于小舅子怎么可能提到呢 黄秘书长看了叶九一眼 微微一笑说道 他太年轻了 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怕他骄傲 叶九哥顿时就郁闷了 我什么时候骄傲过呀 您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啊 随即黄秘书长脸色一正 很严肃地说道 超哥呀 麻烦你转告他们 想让叶九当面给一个江湖人道歉 那绝对不可能 他们一定要闯 也由得他们去 这话就引起了 这是下定决心 不惜一战了 果然超哥迟疑了一下 这才说道 天明啊 你也不要意气用事 如果只是见个面说几句话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原家一截不一截嘛 再说了 这个事儿吧 原本也和你家没多大关系啊 到时候 我出面做个粥 再让小陈那边表示下意思啊 应该也就过去了 说起来啊 超哥确实是真朋友 一切都在为黄秘书长着想 叶子就在一旁 以眼神和丈夫交流 超哥说的对啊 这根本就不是他们老黄家 和老叶家的事啊 这是老陈家的事啊 现在央吉迟语了 作为当事人陈戴月 却应该有所表示 严格说起来 萧燕也并没有实际的损失 只是丢了些面子 现在你给人家 把这个面子找吧回来 再给一些好处 这萧燕也也不是傻子 应该不会咬住不放吧 关键是在超哥看来 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义气之争 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搭进去 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没那个必要啊 黄秘事长沉默少青 缓缓地说道 超哥 见面可以 但前提是绝不道歉 你老肖家丢不起人 我老黄家就能丢起人了 堂堂公安战县一级英雄 凭什么给一个江湖人道歉 他好大的脸面呀 超哥也是沉默片刻 这才说道 那行吧 我再和你片头听一下 看起来 这超哥对黄秘书长那边的倔强 是有些不满意的 只不过多年朋友 他必须要担下来这个事儿 见到黄秘书长挂了电话 叶九便是说道 姐夫 只是道个歉的话 也不是不能考虑 等这个事过去呢 我自有办法 无论如何 也得保证他姐夫近这一步 等事情尘埃落地 黄秘书长履新之后 叶九哥会让对方明白 有些人 你就不能招惹 哪怕你是老肖家 也一样 没必要 黄秘书长一摆手 斩钉截铁地说道 阎王叶九 脸色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 原则性的东西 我们不拿来做交换 叶九固然年轻 却是扎扎实实的小舅子 狄青的公安部一级阴魔 这个该端着的就一定要端着 如果牺牲原则 牺牲自己小舅子的尊业 才能换得自己的进步 那黄秘书长成了什么人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42集 眼见的叶九还要说 叶子便轻轻的要投 十几年的夫妻 对自家丈夫的脾气 那是了解的相当透彻 既然她已经下定决心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要说这样子呀 叶子都觉得自己要甘拜下风 片刻之后 黄秘书长的电话再次响起来 还是超哥打过来的 超哥 天明啊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吧 超哥在电话那边 语气也不爽 不过这个不爽 明显不是针对黄秘书长的 人家不肯给面子呀 小爷爷说了 如果不道歉 那一切就免谈 那就免谈吧 黄秘书长淡淡的说道 行了 看他要出什么幺蛾子吧 超哥显然也来了火气 挂断电话 房间里变得安静下来 一时间 姐弟郎九三人 找不到合适的话头 事情已经明白着 没了退路 既然没了退路 那就硬顶上吧 能走到今天这样的高位 哪一个不是心智金顶无比之辈呀 一点点困难挫折 哪里能下得住他们 何况 这场面上还有一句著名的语录 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也要上 现在就到了用上 这句经典语录的时候了 姐夫 还是叶九首先打破了成绩 黄秘书长放下他 眼神早已经平和 黄天明不是那种心口不一的人 绝不是面子上的无所谓 实际上心里头暗自恼火 至少在自家人面前 他不是这样 讲道理 这件事真不怪叶九 一定要怪的话 那也得怪他自己 没有事先和叶九沟通过 谁他们能想到 偏偏在这个节骨样上 萧燕也会犯标啊 我们还有多久 叶九斟酌着自居 黄秘书长双眉微微一皱 叶九这话他不明白 倒是叶子立马警惕起来 狐疑地看着叶九 五四 你什么意思啊 叶九急忙摆摆手 说道 我是说我们最慢 需要多久的时间解决这个麻烦 他们才不会继续骚扰我们 能不能有一个周的时间呢 黄秘书长立刻笑了 你说说你的计划 尽管他不看好 叶九有办法摆平这个事 但最起码叶九有心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和老肖家 其实没什么矛盾 和我们有矛盾的呢 只是萧燕燕 至于萧百里和猛哥 叶九压根没提起 那两个祸 想要坏黄秘书长的好事 差得远呢 也就是萧燕燕有这个资格 萧百里虽说是嫡子 但是在他家长辈的眼里 就是个废物 萧燕燕有句话说得好 杰林还去系令人 只要萧燕燕不闹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黄秘书长微微一笑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你有什么办法 让萧燕燕不再闹 先说好啊 不许再使用武力 黄秘书长没亲眼见过 自家小舅子出手 可是叶九的立功报告 他还是原文阅读过的 叶子带回家了 看得积极较好 对叶九的武力指 黄秘书长也有个大概的了解 叶九一愣 随即有些自嘲地摇摇头 我也想用武力解决 这最简单粗暴了 可是这个事啊 单纯以武力 怕是解决不了 归根结底 还得着陆在猛哥身上 我总觉得猛哥那个人 是个有秘密的人 说到这里啊 叶九愈发近身 而就在这时 叶子的手机 却是再次响了 苏阿姨 叶子接起电话 有些差异 基本上叶明德很少主动 给儿子女儿打电话 一定有什么事 需要联系的话 也是苏理心 给叶子叶九打电话 老头这个谱 是一定要拜的 啊 你和我爸要来首都 这一下 不但叶子很诧异 连正在说话的 黄秘书长和叶九 也是颇感惊讶 三浮天气 一颈不一动 叶明德上了年纪 前两年打病了一场 这么酷暑的季节 不好好在家敬仰 跑到首都干什么呀 哦 啊 是这样 那正好 我和天明 还有五四 我们都在首都呢 你们什么时候到 哦哦 这就要登机了 哦 那行那行 等会我们去机场接你啊 哎 好好好 那就这样说定了 等叶子挂断了电话 黄天明和叶九都放了过来 叶子笑着说道 爸爸和苏阿姨要过来 啊 说是爸爸的一个老战友 在首都这边的 明天七十大寿 老战友们趁着这个机会 句一句 黄天明也笑着点头 嗯 这是好事啊 他们这些老战友 的确应该好好聚一聚了 是啊 也是敢巧了 正好他们三个都在 明天可以陪着老头过去 也正好给老头挣个面子 虽说是老战友之节 没什么争强好心的心思 可是 这七十岁的人 子女双全 而且一个比一个有出席 不应该给老战友们介绍 认识人是吗 就叶明德那个个性啊 当年在部队的时候 肯定是很强势的 老头威风了一时 老了老了 也该儿女们 为他挣这个面子了 这黄秘书长抬起手腕 看了看表 对着叶九说道 五四 你继续 从这里驱车去机场 需要一个多小时 飞机从兴州飞过来 至少得两个小时 还有时间 听叶九说完他的计划 随着叶九的描述 黄秘书长和叶子 听得是越来越诧异 两夫妻对视也 都是从对方的眼里 读到了震惊之责 五四 这个可真不能开玩笑 少清 叶子周眉说道 脸色是前所未有的严峻 如果叶九说的 这个情况是真的 那还了得吗 算是来说 我手里的确没什么证据 但我相信我的判断 姐 你别忘了 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叶子不由得双眉晶晶一扬 叶九这话 极有说服力 别看弟弟年轻 可是在自己的领域里 那是真不含糊 就算在部里的领导那儿 都是挂上号的 要不是碍着叶九太过年轻 资历浅薄 以他立下那些功劳 叶子给他运作一下 不说连升三级吧 两级是没有问题 这黄秘书长沉吟着说道 你眼下也仅仅是怀疑而已 没有过硬的证据 恐怕拿不下来 再说你现在的人分 只是公安大学的学生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你明白吗 就算在其位 你也是靖江省公安厅的警察 在首都的地界 没有得到授权 你就没有侦察权 尤其是在这样敏感的时候 若是不能一招致敌 拿到确凿无疑的证据 那只会进一步激怒萧燕燕 搞不好连老萧家的长辈 也会下场 那就头疼了 姐夫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 保证不会惹事 夜酒一笑 一副老神采采的样子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节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百笑声 第1243集 晚饭时分 姐弟三人在机场接到了二楼 因为叶明德的关系 依旧风姿绰越 神采飞扬 甚至还有三分跳脱之意的苏院长 也不得不成为老人家 黄秘书长可是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苏阿姨 态度比叶子还要短正 比叶九这个亲生儿子就更加短正了 严格来说 为了明天能在老叶头那些老战友面前 拿得出手 苏理心已经尽量把自己装扮得比较老气了 深色的职业套装 还戴了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 奈何 脸色太过红韧 眼角连一点皱纹都没有 一眼看去 就活脱脱是叶子的姐姐 说是妹妹也一样无人怀疑 实际上叶子因为工作单位所认的职务原因 装扮一直比较中性 走的也是成熟稳重的路子 这样才有威慑力 在大机关工作 无微不足以服众 妈 你怎么装扮得这么老气啊 一见面 叶就不乐意了 认认真真给老头子打过招呼 立刻冲着老妈大呼小叫 一副很不满意的样子 五四 叶子瞪了他一眼 叫你小子口无辙拦 没看见老头都已经满头白发了吗 明格苏立心若是大红大紫 如花似玉地陪在身边 让那些个老战友怎么看呀 不得把老叶头笑话死呀 老头那人多要面子呀 叶就这才回过神来 挠挠头 喜喜笑笑 原本真要给老叶头留面子的话 这苏立心可以留在平安不过来 可是这千里万里远行 苏立心不陪在身边 如何放得下心呢 外人看他和老头 那是要多不陪就有多不陪 这老叶头简直作孽 可只有自家人才知道 苏立心是如何在乎他 叶子觉得自己和丈夫的感情 说不定还不如苏立心和老爸之间的感情 再看老头那模样 虽然一如既往板着个脸 表情严肃 但眉宇之间却是说不出的满足和自豪 而女成才一个比一个有出息 老婆虽然是在娶的 可是感情一点不比原配夫妻差 这于苏立心而言 老叶头就是她的原配 娶妻若子 夫妇何求啊 老叶头凭什么怕别人笑话 该眼红的应该是他们呀 有本事你们也娶这么一个年轻漂亮 又和自己这么贴心的老婆呀 所以对于小儿子的不注意 老叶头直接选择了无事 天明啊 来首都开会呢 在女儿的陪伴之下 老两口向着停车场走去 老叶头随口问道 对自己这个女婿 老叶头也是一百个满意 在她面前也不会短正 言辞之间也透着亲切之意 是啊 爸爸 一起过来开会 刚好武四也在首都 我们去找他聊聊 说说话 黄天明陪在叶明德的身边 微笑地答道 嗯 好好好 老叶头连连点头 很是敬畏 武四 学习成绩怎么样 还跟得上吧 叶酒来公安大学学习 是家里作为重要事项 向老头汇报过的 眼下 女儿女婿那边 雅根不需要他操半点心 唯一让他牵挂的 就是还没结婚的小儿子 无论是在部队 还是回到地方 叶酒的表现 都是可圈可点 这令老叶头极其的行为 可唯一可律者 便是叶酒的文凭台底 将来怕是会制约他的上进之路 所以叶酒能否顺利在公安大学毕业 拿到本科文凭 便成了老头最近最关心的问题 这电话里自然是汇报过的 但是电话到底隔得有些远 哪里有面对面来的亲切 还可以 叶酒急忙大道 你可别忽悠我 老头望向儿子的目光中 带上了那么一丝不信任 如果说别的事啊 破案什么的 老头半点不担心 自己这个儿子能耐着 就没人说过他的不是 但是读书这个事啊 还真是他的弱项 想当初要是能够顺利的考上大学 这老叶头说不定不会送他去部队 当然 倘若只是考一个不知所谓的大专 那还不如送到部队呢 现在直接去了公安大学委赔 一年半要完成四年的学业 这是妥妥的想要完成从学渣到学霸的转换呀 那哪有那么容易啊 爸啊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五四基础好啊 他实践经验扎实 很多课程根本就不用学 直接就能参加考试了 而且他们公安大学 本来就有不少学分科目 考的是专业技能 只要五四把学分攒够了 明年就能准时毕业 说实在的 这个委赔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行的人心里清楚 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进修的意思 主要是解决个文凭 只要业者的考试成绩 不差到惨不忍睹 学校一般来说 不会为难他 赶紧让他毕业回到工作岗位 破大案抓嫌犯 才是正经事 真要是有谁这么坚持原则 说不定就得得罪 井江省厅的领导了 搞不好 连部里的领导都会不高兴 五四 是不是真的 这老叶头 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当然是真的了 我保证 明年一定准时毕业 拿到本科文品 老叶头这才放心 对自家儿子的脾行 他还是了解的 说话靠谱 不乱吹牛 既然他当面做了保证 基本上是信得过 当下一家五口人 只本市区而去 在市区著名的某烤鸭店 吃过晚饭之后 又一起回到酒店下塌 一路上 黄秘书长 叶子 叶九 对于萧燕燕家 和猛哥的世界 都完全不提 省得老头白白担心 反正这事儿啊 老两口也帮不上什么 除了给父母安排好房间 叶子又给叶九 也开了一个房间 既然老头和苏里心都来了首都 自然不着急回去 等参加完老战友的七十寿夜 还得抽时间陪他俩 再精湿好好的转悠一下 玩上几天 黄秘书长估计 没那么多时间 但叶子和叶九姐弟俩 必须得陪 到了酒店 一家五口人在新开的套房里说着话 其乐融融 叶明德的老师手机 却是突然响了 肯定是他们 老头兴冲冲的接起了电话 这个时间段 能把电话打到他的手机上的 也只有那些老战友 喂 老叶马 我是老李啊 不好了 出事了呀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44集 出什么事了 刹那间 老叶头有些紧张 要说他这一辈子 经历的大风大浪 实在太多了 基本上没什么事 能够让他紧张起来 可是电话对面那位老李头 可是老麻雀 经历的风浪 一点不比他少 能让他大半夜 给他打电话 并且口气如此急迫 那肯定是了不得的大事 那个 那个老邹啊 老邹他小孩出事了 老叶的头脑有些晕 老邹的小孩 他儿子还是孙子 哎呀 当然是他儿子了 怎么可能是他孙子呀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啊 老徐跟我说的 他俩不是一个单位吗 好吧 按照他们这帮老爷子的年龄来算 老邹的儿子 最少在40岁往上 但在父辈嘴里 他们依旧是小孩 糟糕 老叶头情不自禁地 喃喃了一声 严重吧 不要紧巴 这会儿啊 老叶头的神情没有完全紧绷 这所谓的出事 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呀 而老李头呢 在叶明德的心中 就是喜欢这种 乍乍乎乎的性格 你说呢 人都没了 啊 这回轮到老叶头 是惊到了 哎呀 怎么说的这是 怎么好短短的 人就没了 老头脸色都变了 神情非常的悲伤 他和老邹 那是多年的感情呀 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家伙天南地北的 几年都没见过一次 可是情感 却是欲方的真知 老战友的儿子突然出事 这老头几乎是感同身受 这世界上最为悲痛的事是什么 那就是白发人总黑发人 没有之意 谁家的孩子 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啊 现在情况我也不清楚 老许说啊 现在老邹已经完全崩溃了 那边都乱成了一团草了 老爷 要不 要不我们明天过去瞧瞧吧 这事弄得 哎 当然当然 肯定得去看看 咱们本来是来喝寿酒的呀 一旁的苏理心 叶子等人 听得面面相取 叶子压低声音问道 是那位吗 苏理心脸色沉重的点点头 黄天明和叶酒 自然也明白他俩对话的意思 老头带着老伴 千里迢迢赶到了首都 原本就是给老邹贺寿的 七十大手 就在明天 谁知道刚到京师 这老邹家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好不容易 老爷子那边挂断了电话 然后一言不发 妈妈走到沙发旁边 妈妈的坐下 发起了呆 他脸色一片的木染 爸 要不 我们给邹伯伯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吧 叶子在一旁小声的说道 他最清楚 老头和这位邹伯伯之间的感情 有多深厚了 所谓老战友 其实分很多种 最泛泛之交的那种 就是大家一同在部队 服役了个两三年 加在一起说话也没说几句 可是离开部队之后 只要说起曾经的部队番号 那就能透出亲热来 但是老叶头和老邹的交情 实在是非同一般 两人是一个班的 同寝室的室友 后来一起入党 一起提干 老叶头当连长 老邹是指导员 叶明德当营长 老邹是教导员 十几年的搭档 等到叶明德当副团长的时候 老邹才调走 据说是调王秘密部队 干政治保卫工作了 这中间断了很久的联系 叶子小时候经常听老爸提起这位老战友 公布着不是老邹 对老战友的感情淡了 而是因为保密纪律 不允许他和外界过多的联系 直到很多年之后 双方才再次恢复了通讯 那个时候 他已经调离了秘密部队 转业回到了地方 就留在首都工作 据叶明德说 老邹的祖籍就是京师的 妥妥的皇城爷们 叶子记得十几年前 这位邹伯伯曾经来过景江 和老爷子见过面 一起把酒言欢 两位老人 差不多一宿没睡 整整聊了一个晚上 十年后自家老爸兴致冲冲的 跑到了京师来喝寿酒 结果却得到这么一个噩耗 这一时间如何承受得住啊 叶明德跟老邹同年 略小些月份 原本说好叶明德到首都 来喝老邹的寿酒 等过几个月老邹再去平安 喝叶明德的古希寿酒 多温心多感人哪 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叶子到底不愧是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 心思证明 也不会是假消息吧 叶明德摇摇头 忽然轻轻地一拍沙发 站了起来 不打电话了 走我们过去看看老邹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啊 叶明德倘若不再进江 那也就罢了 那就无计可施 既然已经到了首都 那当然要第一时间赶过去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最而轻盈所见 叶子不自禁地 抬起了手腕看了看表 已经马上九点了 他不禁迟意地说道 爸 要不今晚先休息 明天一早我们陪你过去 这是担心老爷子太折腾 他本身就在康复之中 这么跑来跑去 心情大起大落 怕是会有隐患 这么想着 叶子边掩望苏丽心 苏丽心可是医生 这么多年 要不是他照顾 说不定两年前老头 就未必扛得住 苏丽心摇了摇头 轻声地说道 让他去吧 他不去看看 今儿晚上压根就睡不着 知夫莫若其 对自家老头 这个急脾气 没有人比苏丽心 更加地了解了 现在就去 黄天明起身说道 他这个话 算是一锤定音了 虽然是在自己家里 可大家依旧形成了某种习惯 有黄天明在的时候 不管什么事 都在等他拿主意 毕竟现在 他才是真正的顶梁柱 爸爸 周伯伯住在哪儿啊 黄天明走到了叶明德身边 问道 苏丽心带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只收了一个地址 黄秘书长 双眉飞飞一扬 这个单位可是妥妥的保密部门 普通人很少有人听说过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第1245集 说走就走 一家五人上车 向着某保密单位家属区 急车而去 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叶九自然充当司机 但他对首都的道路 不是很熟悉 全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 黄秘书长 给他指着道路 对于首都呢 黄秘书长 可比他熟悉多了 这次秦来京师是办理私事 所以他并没有带自己的司机 和秘书人员 舅和妻子两个人过来 自幼受到黄老爷子的严格管教 黄天明对自己的要求一贯很严 这也是义俊恒第一次见到叶九 便同意他和义子熙交往的原因 信得过黄秘书长的家教 连带的对黄天明的小舅子 也多了几分好感 原本这样的事啊 黄天明也可以不跟着过来 毕竟现在可不是去喝寿酒 老邹家里头不定乱成什么样子呢 关键是老叶头对黄秘书长而言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岳父 也明得对他家老爷子 又扎扎实实的救命之恩 这黄老爷子不止一次在家里感慨地说过 没有老叶保护我 这把老骨头 早就丢在平安那山嘎拉里了 特殊时期 对黄老爷子这样的权力派而言 那实实在在是一场噩梦 黄老爷子下放大滑机械厂之前 也明得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连老婆都没能保住 可是他还是竭尽全力地保住了黄老爷子 两人是生死之交 黄天明对于老岳父的感情自然是非同一般 从来都是当成亲生父亲一般尊重 好在到了晚上九点多 首都已经不堵车了 差不多四十分钟 夜久将车开到了目的地 然后便见到了大阵仗 首先在第一位关卡 就在温卫市 虽然没有拉起警戒线 但是保安室内已经布置一位老年保安 而是换上了好几个面色严肃的棒小伙 其中一个正儿八经穿着警服 有警号是正式的民警 还有几位则是协警 果然发生在保密单位家属院的异常情况 和普通的单位就是不一样 这进出的车辆和行人必须接受检查 如果不是大院内的人和车 一律不许进入 当然 这档口就显出黄秘书长的重要性了 只向黄天明冷静下车 不疾不虚地走过去 跟门卫市那位年轻的小警察说了几句话 也不见他掏出什么证件 小警察 向这边忘了几眼便挥手放行了 都说大人物自带光环 鸽子以前也就是不怎么信的 但在亲眼见过之后 叶九哥也不得不服 这要是他上前去交涉 哪怕是掏出警官这 人家小警察也未必买账 你又不是我首都的警察 竟将跑过来的 我凭什么要给你面子 叶九估不着自己 除非把军功章挂在胸前 才有可能一下子把大家伙都震住了 可那样做实在太监了 只有装逼饭才会这么做 老苏家所在的这个家属大员 挺大的 占地也很广阔 老苏当年从事那个秘密工作 也九小时候听老头隐约提起过 当然 现在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许多秘密随着时间的流逝 会逐渐的解密 反正食物都已经搞出来多年了 全世界也知道咱们手里头有了大杀器 继续保持那些最基本的秘密 完全没有必要 当然 这详细的过程还是要保密的 所以这个单位的家属大员 年纪比叶九还要大得多 只不过后来肯定经过许多次的改进 要不然 没办法解释那些现代化的楼房 到底是怎么来的 车子往里开去 这一回叶九不闭万路 直接把车开到了底头 这凭借的就是完全刑警的敏锐直觉了 家属院再打 那边刚刚出了时 还是会有一些异常情形出现的 比如人群聚集 比如议乱纷纷 很快他们就到了第二道关卡 警戒县这回更是大阵仗 警戒县之外 已经围了一大群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大家撑长了脖子 朝着里面张望 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 而在警戒县之内 则站着好几名正式的民警 甚至还看到了持枪的武警 一时间 连夜九都无法判断 这些武警战士是临直调过来的 还是本身就是大院的警卫力量 以这个保密单位的级别来说 平日里百分之百是有武警战士保卫的 不过家属大院是不是也有武警战士 那就不好说了 但净惯了案发现场大阵仗的夜九 还是很吃惊 刚才老李托和子强老爷子通话时 说是老邹的小孩出了事 却是没说怎么出的事 瞧这驾驶莫非是谋杀案吗 要真的是因病死亡的话 不可能动用这样的大阵仗 再是保密单位 也不至于草木皆兵呀 老爸 邹伯伯的小儿子 做什么工作的 什么之我 夜九把车在一旁停好 下车问了叶明德 如果老族的儿子级别很高 那这么大的阵仗 也比较好理解了 叶明德想想 摇摇头说道 我只知道他也在保密单位上班 具体什么职务不清楚 毕竟两位老人这些年 见面的次数不多 也不可能像小年轻一样 每天没事就打电话 这叶明德不了解具体情况 也说得过去 瞧这个架势 恐怕不正常 黄秘书长 难得发表了一句评论 赵珂在平时 这位是沉稳如山的性格 在对一件事情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之前 不会发表什么意见 当下一行五人走过去 毫无意外的 又被负责警戒任务的警察 给拦住了 这次黄天明直接掏出了工作者 并轻声解释了自己过来的原因 尽管他是静江的秘书长 但是这牌子也够大了 哪怕是首都地界的警察 在面对这种级别大任务的时候 也要给几分面子 在见了叶明德白发苍苍 腰背挺直 威风凛凛的样子 也证明黄天明并没有撒谎 这位一看来就是很多年 身居高位的老干部 千里迢迢从静江来看望老战友 结果战友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于情于理 不适合蓝人家 作长 这里边什么情况 进入警戒县之后 叶九停下来 和那位负责警戒工作的警察搭讪 这位警察 年纪最大 大约已经三十几岁了 叶九照惯例给了他一个尊称 其实叶九清楚 首都地界派出所的级别 和他们平安派出所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这首都派出所的级别 相当于下面的县局 而那个全国最著名的广场排出所 更是正出击 你可以设想一下 一个县局或者分局局长 来守这个警戒线 是个什么画面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46集 所长看了他一眼 一声不吭 甚至神色都有些鄙夷 小子 哪来的你啊 就敢和我掏紧我 夜酒只好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 您别误会 是同行 是我父亲老战友 所以我想问一下情况 好跟老爷子解释一下 警察呼吁的接过去 仔细的看了夜酒的工作证之后 吓了一条 政科级的侦察员 这他妈级别比自己高啊 这小子看上去这么年轻 不拿证件的话 还当他是一个学生呢 怎么混的这么牛逼啊 不过下一刻呀 警察同志脸上 闪过了一抹震惊 夜酒 你是 那个夜酒 怎么着 现在哥这么有名了嘛 连经是一个地面不知名的小警察 都听说过自己的鼎鼎大名 你说的是哪个夜酒啊 为了保险起见 夜酒还是反问了一句 万一人家说的是另一个人 夜酒哥岂不是会错意了吗 这警察忍不住笑了起来 当然笑得很克制 怎么还有两个夜酒吗 这句话夜酒无法反驳 能够被首都一个普通派出所警察 久闻大名的好像只能是那个夜酒 想想也不奇怪 被数语一等功 说不定或许不会全国公安系统通报 但是当年度公安一级阴谋的名单 是一定会下发给全国各个公安系统单位的 而且他前不久在首都地界闹出了一个大新闻 堂堂公安部的一级阴谋因为暴打顽固 被开除了党籍 开除公职 然后又爆出更大的新闻 这是一次卧底行动 如此这般在公安系统内部 夜酒同志不想出名都难 好吧 确实是我 老哥 这里边什么情况 夜酒决定不在细节上纠缠 直问主题 警察犹豫了一下 这才说道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估计应该是非正常死亡 邹教授平时身体很好的 没理由就这么突然病死 死者是邹教授 夜酒这才知道 邹伯伯的小孩是个教授 对啊 就是邹教授 高级工程师 国家中青年杰出人才 据说还是他们单位 一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呢 警察叹息着说道 这样的杰出人才实在是可惜了 又问了几句 警察所知不多 他们一时不久前 才接到报案杆过来 一到这里 就被安排负责县城的警戒 具体情况 要问里边的专业人才才知道 而且夜酒也不能让自家老爷子 和姐姐姐夫等太久 当下 在家人的拥处下 叶明德向着老战友家走去 也不知为什么呀 明明院子里有很多现代化的点梯高楼 但是叶明德的老战友 却依旧住在后院的楼梯房之中 而且还住的是一楼 家里有行动不便的老人 会首选一楼的房子 为的是出入方便 考虑到老邹的年龄 叶九对此表示理解 叶明德的理解 却和他完全不同 远远地看了一眼潮湿阴暗的一楼 叹息着说道 老邹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有什么好处先让给其他同志 他是政委呀 在部队的时候 叶明德一直是军事主管 老邹是政治主管 然后到转业的地方 估计还是干的老本好 据夜酒所至 很多保密单位都有政治部 或者政治处这样的部门 党委书记甚至还兼任 单位的政治委员的职务 老邹这种思想淳朴的老干部 就是高峰两劫 觉悟高人一等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也就也理解 当地警方为什么对这个事 如此的重视了 看来不但死者邹教授 本身的地位不低 老邹的身份地位恐怕更高 他将老爷子转野回到地方 级别上没有什么大的调整 享受副师级待遇 那是因为大华机械厂 本身的级别就那么回事 回到地方 没有了上升空间 叶明德那个牛脾气 你还指望他给上级 溜须拍马不成吗 这个副师级待遇 还是零退休前给他安慰奖 勉强算是进入高级干部行列 但是老邹应该不一样 他转野回到地方 就在这个保密单位工作 而这个保密单位的级别 远在大华机械厂之上 以邹老爷子的能力 和思想觉悟 在单位继续赏身的空间 肯定不小 所以邹老爷子退休之前的职务 应该是在叶明德之上的 搞不好 要享受一个将军级别的待遇 邹老郑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地方上派遇高度的重视 完全是说得过去 只不过越是这样 老人家县子的心情恐怕就越悲痛 老邹郑伟家的住宅眼下 被围得水泄不通 人太多了 一时之间也无法判断 都是一些什么人 不过叶九大致也能猜到 应该是单位的领导 警察和邹教授的同事之类 通常应该是有些有头有脸的角色 此时叶九也是疑惑 这里到底是邹郑伟家 还是邹教授家呢 毕竟邹教授已经成年 照理不应该和父母住在一起 但这种老式的住宅楼 面积通常不会太大 哪怕是邹政委退休后 享受将军级别的待遇 以他的高峰两劫 也不会向单位要求什么太大的住房 老邹 这边叶明德已经招呼了一声 声音很大 这是直接的案发现场 警方在这里拉起了第三条警戒线 一般人压根靠近不了 叶明德自然没有被允许进入 黄秘师长还没亲自上前 给警察说明情况 叶明德已经耐不住性子了 老丈友家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却被人硬生生拦在门外 老叶头胸中怒火 已经是熊熊燃烧起来 负责警戒的警察有些莫名其妙的 看着这位发怒的老人 老人家 不是我们要针对你 但这里是案发现场 您能不能配合我们一下 黄秘师长及时上去 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低声解释了老爷子和邹政委的关系 警察只是迟疑了一会儿 便果断放行 不过还是压低了声音说道 正在勘察现场 你们几位注意一下 言下之意 就是你们可以进去 陪着老邹政委说说话就行 可千万别到处乱跑 把现场破坏了 黄秘书长微微汗手 表示明白 进了门 叶九一眼就看到了老父亲的老战友 邹老政委 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 满脸的木然之色 满头白发显得极其热烟 一堆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絮絮叨叨地说着安慰的话语 其中一位也是年纪相当的老人 叶九估摸着 这位应该就是老里头在电话提到的 那位老许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节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白小生 第1247集 老里头说得很明白 邹家出事的情况 是老许第一时间告诉他的 老许和老邹 不但是昔日的战友 也是同时在同一个单位上班 这次邀请老战友过来 给老邹正位贺首 应该就是这位老许头一手操办的 老邹 叶明德大步走上前去 叫道声音都有些颤抖 穆然坐在沙发里的白发老人 猛然抬起头来 看了叶明德一眼 原本麻木的脸上 终于开始渐渐有了表情 一种悲痛到胡子里的悲伤 慢慢地浮现出来 老爷 你来了 少请老人家缓缓开口 声音沙哑 已经完全变掉了 两行泪水瞬间是躲垢而出 由此可见 他俩虽然好些年没有见过 但战友的感情却是很深 只有在老搭档的面前 这邹劳正位 才会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最为真实的感情 兄弟 你终于来了 我连哭都找不到人哪 叶明德几步走到了老战友身边 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他 这种事真的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安慰 而原本坐在邹正位身边的一位中年妇女 主动给叶明德让了坐 叶九也开始左右观察屋子里的情形 他知道客厅里的事 一时半会儿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安慰人这种事他压根就不在行 出于刑警的本能 叶九现在只想第一时间搞清楚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邹老正位的儿子邹教授 到底是不是正常死亡 然后叶九很快就找到了真正的案发现场 客厅一侧的某间卧室 只是眼睛一轮 叶九就搞清楚这他老式住宅的格局 三室一厅 使用面积大概100平方左右 客厅左侧的卧房门是开着的 这里边已经有不少人在忙碌 门口站着两个男子 不过并没有穿纸服 叶九一时间无法判断 他们到底是警察 还是单位的安保人员 这种级别的保密单位啊 一定有独立的保卫部门 叶九二话不说 静止向着那间卧室走去 眼下客厅里乱扬扬的 根本无人注意到他这样一个小年轻 只有黄秘书长征询的看了他一眼 叶九点点头 黄秘书长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家伙 这也并有发作了 不过并有阻拦 这小舅子虽然不喜欢在场面上混 但破案确实是一把好手 表面上黄秘书长 从来不过问叶九在单位的情况 没那个必要 很多时候只要有叶子出面 就已经足够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两口子感情很好 叶子出面完全可以代表黄秘书长 但还是有人会主动的 向黄秘书长汇报叶九的情况 原因很简单 有人把这个看作是一种表现方式 场面上什么最重要 态度 永远是态度最重要 只要你表明了强烈想要靠拢的态度 大人物就会记住你 也许不会立马起用 但等到合适的时候 大人物不介意给你一个具体表现的机会 眼下大家在这里也是够尴尬的 让叶九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也没什么错 就算帮不上什么忙 最起码搞清楚事情的具体经过 也好说给老爷子听 这人老了 关心的事情本来就不多 一般都局限在家人和朋友身上 叶九过去 像两位守在门口的标型汉子 亮了一下自己的证件 这也是叶九哥的狡猾之处 只是亮了一下证件 却并未打开 想必这时候也无人会细看他的证件 谁能想到这档口凑巧 有一位外甥来的刑警过来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 谁会上赶着往前凑啊 没那个必要 所以两位门卫 谁都没有阻拦夜酒 就让他这么进去了 都以为他是自己人 屋子里一共五个人 一个死者 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法衣 一位技术人员 还有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察 那两位警察 一位义都 一位义斯 义都今年三十几岁 四十岁的样子 义斯相对年轻 三十出头 夜酒进门的时候 两人目不转睛地 盯着给死者做检查的法衣 技术人员则是忙碌地 收集现场一切可疑的证据 按照规定 现场指纹 脚印等证物 都由该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完成 不过 夜酒他们在基层的时候 单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特别缺乏 简直是稀有生物 所以很多时候 这种技术活 刑警们也包办 这一都一丝 看到夜酒进来 都是微微愣了一下 这位好面生 难道是市区来的 这两位 是保密单位驻地的排出所 一都是所长 而一丝呢 则是所里最得力的行政骨干 要不说怎么是首都呢 派出所的警衔 都和下面的县局一把手警衔相当 大家经常和当地的警察打交道 他们可以肯定 以前绝没有见过夜酒 所以推测夜酒可能是行政市局过来的 可这样一来 又有问题了 分局行政支队的人还没到 这市局总队的人已经到了 而且就来这么一个小年轻 没道理 夜酒不识礼貌 不识尴尬地点头为理 一句话没说 直接蹲下来 开始打量死者 死者为中年男性 夜酒估计啊 死时出头 因为已经死亡的缘故 面部表情僵硬 带着明显的痛苦之色 所以真实年龄 可能和夜酒判断的有些出入 死者的鼻孔和嘴角都有黑色的血污 夜酒注意到尸体腿部的部分 已经出现了尸斑 这就说明 死者死亡的时间至少在两个小时之前 通常来说 尸斑会在死亡之后 二到四小时出现 十二个小时左右 到达高峰状态 二十四小时之后 基本固定下来 不再转移 能确定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吗 夜酒很自然地 向正在检查尸体的法医发问 这一开口 这一都和一丝 不经又是对视眼 不是精片子呀 当然了 也不能说 只要在首都工作的人 就一定是老精士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首都的各个国家机关 都会每年有大量的外地人入职 应届毕业生 是其中最大一个群体 就连他们派书所 有不少公安大学和警校 毕业分配过来的新同事 都是外地人 这法医看了他一眼 不熟 不过还是说道 初步判断 死亡时间 应该在三个小时之前 应该不超过五个小时 死亡原因暂时不好说 好像是中毒 确实有不少中毒死亡的病例 死之前 口鼻甚至耳朵眼睛里 都有鲜血渗出来 这夜酒微微汗手 再次仔细地观察死者 忽然双眼微微一瞇 手指着死者的面部说道 这是什么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48集 这死者的面部和颈部 有一些暗色的鱼斑 不是特别明显 加之这是晚上 屋子里的照明 也不是特别明亮 不仔细观察的话 会忽略过去 可能是尸斑吧 法医看了一眼 随口说道 但语气不是十分的笃定 不应该啊 夜酒摇了摇头 这死者死亡的时间 只有不超过五个小时 尸斑处于坠击期 通常只会出现在 尸体的下肢 下腹部 现在尸体处于 仰面平卧的状态 这尸斑也只会出现在 枕部 顶部 和背部 腰部这些位置 没道理会出现在 颈部和面部啊 纵算是到了扩散期 这尸斑也比较少 出现在颈部和面部 不过 这暗色鱼斑 确实看上去 很像是尸斑 都是血液和组织液 渗透到了血管外面 预济于皮肤表层之下的现象 这法医嗡了一声 便不再理他 叶九却是并没有打算就此打住 他忽然起身 向着尸斗说道 所长 手套借我一下 刑警出现场 触碰任何物体 必须戴上手套 为的就是怕破坏现场的证物 不过叶九进门的时候 没见到屋里有人穿鞋套 也就把这个程序忽略了 估摸着不是尸斗他们的专业水平不够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进来之前 这个现场已经被破坏的不像样了 再穿鞋套多次一举 但是要碰尸体 白手套还是必须要戴上的 这是一显刑警的基本素质 叶九同志这次是陪着老爸 过来安慰战友的 却并没有将手套随身携带 这尸斗一边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副白手套递给他 一边诧异地问道 兄弟啊哪个档位的 分局还是视觉啊 虽然说他和分局那帮哥们 打交道很多 可也保不起有一两个漏网之鱼 万一是人家心调过来呢 至于外甥过来凑热闹 还真没往这方面想 叶九却是接过了手套 喊喊呼呼地回答 哦我刚接的电话 就着急赶过来了 说着戴上了手套 再次蹲在了死者身边 九哥这也是无奈啊 这档口 他不想费尽和手套的同行们解释 自己到底什么身份 就算他解释了 也大概率会将他赶出去 兄弟 别管你有多牛逼 你再是公安部一级阴谋 你一等公里的再多 这个案子 你没有真办全 别害我们大家都犯错误 其实叶九完全可以不理这个案子 可谁叫他是一个强暴症患者呢 自想老爷子万里迢迢 赶过来给老战友喝手 结果人刚倒 这边喜事变了丧事 叶九同志能不管吗 看到疑似的谋杀案 不横插一杠子 哪能叫破案框呀 叶九戴上了手套 伸手按压死者的面部和颈部 有鱼斑的位置 结果就发现 这些鱼斑并不是随着他的按压而消失 这一点和坠机器的尸斑并不一致 人体死亡之后 体内的血液不会马上凝固 所以坠机器的尸斑 在手指按压之后会短暂的消失 松开之后才会再慢慢的呈现出来 这是因为皮下的鱼血被手指按压之后 会向四周扩散 但是这些鱼斑和尸斑的特别 有些不一样 法医又看了他一眼 神色中夹杂着一丝不满之意 尸检这种事 一向都是法医的专利 通常刑警们是不会参与的 都是等报告 有不明白的地方再向法医请教 当然 也不排除极个别的刑警 会临时刻创法医 多半 还是抱着学习的心思 实践的心思 增强自己的直观认识 所谓的资深刑警 不外乎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 不管什么技能 没有谁是生而知之 所以法医虽然感受到了冒犯 却还可以在忍耐的范围之内 关键是他不认识叶久 也不清楚对方是什么来头 先审他一下再说 倘若是叶久和他相熟 说不定法医直接就开口呵斥了 倒什么乱呀 谁知道这才是刚刚开始 抱歉 叶久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 胳膊一抬 将死者的颈部抬起 另一只手夹上去 死者的遗体 居然由平躺 变成了侧卧 你谁啊你 这一下法医真的不干了 眼珠子一瞪 立刻嚷嚷起来 搞什么 叶久只是欠然一笑 就开始仔细地观察起 死者后见的部位 甚至还拨开了死者的后脑头发 认真地观看了一下 法医这下子真是气坏了 怒道 你到底是哪个单位的 市局的吗 貌似如果是分局行政支队的 一个新兵档子 也不敢这么嚣张吧 分局行政的那帮人 谁不知道秦法医的脾气不好 敢跟老子出幺蛾子 尿都给你熏出来 叶久依旧不证明回答他 眼神却是死死 盯住了死者的后颈部位 那里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红点 老师麻烦你看看这里 叶久不知道这位脾气较大的法医 到底姓甚名谁 只能这么叫他 什么玩意儿 法医很不高兴 但是出于他的敬业精神 还是转到了叶久身边 看下他指的位置 老师你看 这个位置是雅门学 这个红点 是不是真词的痕迹 法医不由得微微一愣 雅门学是什么东西 他是学西医的 而且丰府学 天柱学之类的 他还略有所知 毕竟武侠小说看过 但雅门学 闻所未闻呀 何以见得是真词的伤痕 总算是老秦这样出色的法医 也很难凭借一个红点 就判断出是不是真词的痕迹 这样的红点三复天的时候 大多数人身上都会有 那看这里 叶久说着 便剥开了死者脑后的头发 在头发遮掩之下 又有两个红点 左右对称 彼此相隔大概几公分的样子 这两个点是左右丰府学 老师 如果是废子的话 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吗 老秦再次冷住了 然后郁闷地说道 哥们 我是法医不是医生 而且我是学西医的 叶久连续说了两个学位 似乎很专业的样子 这让老秦收起了一丝高高在上的心思 开始平视对方 道理往往就是如此 你想要折服一个专业人员 就只能比他更专业 当然 可以是他不懂的其他专业 让他不明觉厉 原本 你和一个正经西医出身的家伙 讲忠义 他一定是会毫不犹豫地鄙视你 但是 你跟他讲学位 并且指着尸体讲 效果肯定不一样 那老师 您就与专业的眼光 来评判一下 这是肺子 还是针刺的痕迹 叶久的语气之中 依旧保持着应有的尊敬 眼下 叶久可是非法侦查 名不正言不顺 对人家这些正广的同行 自然是要克制几分 要不然 一旦身份暴露 人家分分钟往你赶出去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百笑声 第1249集 老秦还真的重视起来 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再以手指按了按 这才说道 应该不是废子 至于是不是真词 老秦并没有表态 那位年轻的医师 在此时此刻 也在夜酒身边蹲下 观察着死者后颈 和后脑的位置 那三个红点 疑惑地问道 如果这是针刺的痕迹 说明什么 老秦哼了一声 说道 说明死者不久前做过针灸 夜酒点点头 可能是针灸 有可能不是 不是 那是什么 医师好奇地追问 夜酒沉吟了一下 才缓缓地说道 在传统武术之中 有一种很高明的技巧 叫竞争刺穴 如果刺中这三个位置 会阻碍人体的血液运行 最终 导致血液循环衰竭二绑 看上去 和某些药物中多的死因差不多 但是很难查出来 龙之吻 不等秦法医开口 一丝已经惊呼起来 龙之吻是著名的 功夫明星 李连杰拍摄的一部经费片 前年上的映 伊斯作为杰格的影迷 第一时间去电影院欣赏过 所以夜酒一说 他立马就想到 李连杰刺中那个法国警察的龙文学 然后不到几分钟 牛批拉轰的反派便是挂了 夜酒轻轻地一笑 这龙文学啊 实际上并不存在 一针把人插死 似乎也不那么靠谱 当然了 这武术之道不大精神 也许真的有决定高手能够做到 但至少我做不到 我最起码得三针 就如同死者这样 两针丰斧 一针雅门 但这话 已经听得一丝满眼的小行星 牛逼啊 这岂不是说眼前这位 纵算不是绝顶高手 至少也是超一流的水平啊 我说哥们 你到底是谁啊 秦法医更加的疑惑了 你反正不可能是分局的 分局那帮人我都认识 没理由来你这么一个角色 我都没听说过 夜酒觉得自己的敷衍 已经过不去了 再说吧 想要继续跟进这个案子 总是要跟首都的同行 挑明身份的 不可能这么一声含糊下去 而就在夜酒咳嗽一声 正要说话的时候 这门外 又见了几个人 每个人都是警服逼挺 而一都一丝 见到两位新来的同行 颜色在瞬间 都有所改变 连夜酒都不例外 这新来的几位 虽然都是同行 都穿着警服 但是他们身上的警服 和一都一丝身上的 还是有所区别 普通人可能并不清楚 但是夜酒他们 却是一目了然 这几位除了一人之外 其他人都是国安警察 不是公安 考虑到邹教授的身份 国安警察接到报告后赶过来 倒也能说得过去 人家这本来就是 级别很高的保密单位 邹教授又是其中一个 重要课题组的领头人 惊动国安非常正常 要是国安那边不过来人 倒是有些不正常了 江主任 一都迎上去 她是和那位唯一 穿着国安制服的中年女同志 搭着招呼 这位的警线比她还高 却是三级警戒 脸色也是很严肃 一望克制 是那种铁娘子型类的 江主任向一都点了点头 随即便是解释道 温锁 这是国安的同志 罗芝 这是辖聚派出所的温所长 请随着江主任身边的一位一级警督 主动的上前给温所长敬礼 温锁 你好 罗开成 哦 罗芝啊 你好 去养大名 温锁急忙还礼 然后主动伸手和罗开成相握 很是客气的样子 这国安和公安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双方经常会进行合作 原因很简单 只有公安才是真正的 全覆盖的基层系统 国安并没有 其实并不是 所有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案子 都很高大上 相反 许多这样的案子 其实非常的接力气 谁跟你说间谍 就永远应该西窗隔履 出入上流社会的呀 真正的间谍 不会给自己打上标签 所以有时候 一个小偷 都有可能是 国外间谍的发展线人 而抓小偷 派出所的通知 可比公安的通知 有件也多了 公安的案子有很多显索 就是来源于公安那边的 线人网络 你架不住公安人多呀 小小的派出所 就算是联防队员 都有自己的线人 没有线人 怎么顺利的抓票 抓赌抓小偷呢 基层的派出所 不抓这些 哪来的罚莫收入呢 没有罚莫收入 临时编制民警 联防队员 治安员的绩效奖金 又从何而来 崩管在哪儿 纵算是京师这样的手擅之地 这也是常态 这也是罗开诚主动给温所长 敬礼的原因 既然人家要配合办案 自然是要对人家客气一些 人知常情 短暂的寒暄过后 立马切入整体 温所 具体什么情况 麻烦你给介绍一下 罗开诚说道 他带来的三个国安警察 已经开始现场勘察 他们比公安同志晚来很长时间 公安那边的现场 勘察基本已经搞完了 不过国安的警察 还是以私不够的 又开始走流程 这也是没办法 政务就那么一份 独一无二 公安的同志拿走了 公安同志这边 也只能共享 当然这些案子 最后以哪家为主 还是得等上级领导来拍板 这不是他们 可以擅自做主的 不过事实上 国安这一插手 如果有证据显示 这邹角兽的死亡 的确和国家的安全相关 那这个案子 多半是要转到国安那边 公安这边 会自行的信心协助 案子也是分等级的 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案件 有限度很高 温所长随即便开始介绍案情 我们是晚上七点多钟 接到的报案 报案的是这边南卫的保卫部 去保卫部的同志说 他们接到老邹政委的报案 时间大概不到七点 邹老政委 正叫邹教授吃饭 邹教授并没有回应 见门一看便出了大事 随即便第一时间 报告了保卫部 等一下 邹政刚教授 是和邹老政委住在一起的吗 罗开诚打断了他 疑惑地问道 没道理 邹教授这个年纪 难道没有自己的家庭 要和老父亲住在一起 瞧老邹政委这个住房水平 也不适合三代同堂 温所苦笑了一声 这邹教授的妻子 应该说是前妻 几年前带着孩子出国了 现在邹教授是单身 索性就和父母住在一起了 彼此有个照应 其实邹老政委 老两口啊 平时身体还不错 生活能够自立 还能帮着照顾一下邹教授的齐聚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邹教授是个工作狂 尤其是搞课题研究的时候 连续熬起天夜 不免不休是经常识 说着温所又轻轻地摇摇头 这么一位年轻力壮中青年的科学技术领头人 忽然间惨遭横死 确实可惜 首都的保密单位 虽然不如下面省市那么罕见 可是保密的等级这么高 在温所长的辖区内 也只有这么一家 从来都是他们派出所 重点联系的单位 对于这边许多的情况 温所长不说了如指掌 但最起码应该是相当熟悉 叶九在一旁听的案子点头 封锁这番话 也可算为他解惑了 邹教授的前妻和孩子出国了 什么时候的事 在哪个国家 这罗开成就没问到 温所不用的看了他一眼 这国安同志关注的角度 果然和他们搞公安的不一样 温所现在关注的主要还是案件本身 邹教授的死亡原因是眼下最关心的 但是罗开成显然和他的想法有所区别 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出的国不清楚 至于去的哪个国家 听说是去的美国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节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50集 罗开成点了点头 并没有继续追问 这些问题肯定是要搞清楚 实在邹教授他们负责的这个课题 非常的高端 已经在国安那边挂了号 所以 他们一接到公安分局的通报 立马就赶了过来 邹教授如果是正常自然死亡 或者病云死亡 他们不至于这么高的警惕 但眼下这个情况明显不正常 既然如此 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今天晚上不睡我吃饭 我也是接到电话之后 直接赶过来 大约八点一刻到的吧 我们到的时候 这边已经乱洋洋一片了 现场也被破坏得干干净净 温所长说着 语气颇为郁闷 当警察的 尤其是干刑警 最烦的就是这种情况 现场吸烂 人还没到 许多关键的证据 就这样湮灭掉了 那根据你的经验来看 这是不是个案子 罗开诚打量着屋子里的情况 很谨慎地问道 知道的报告 看看此因是什么 才有个初步的判断 如果是非正常死亡 那就是个案子 如果是正常死亡的话 就没必要深究了 罗开诚微微汗手 说道 嗯 年纪不大 温所说道 他们这样的科学家 作息毫无规律 这些年 他们单位猝死的人 也不止一个 言下之意就是说 这邹正刚教授 很可能是劳力过度 导致猝死的 不是猝死 叶九忽然开口 语气十分地肯定 如果没有发现邹正刚的脸上 颈部和后脑的异常 他是不会这么肯定的 而所有人一争 七刷刷地向他望过来 叶九镇定自若地说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左教授应该是死于武术高手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温所长立刻就有些不爽了 兄弟 你到底是哪个单位的呀 我又不认识你 你这突然横插这么一杠子 合适吗 麻烦先表明一下自己的身份问题吧 先等报告吧 事件结果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叶九也并没有打算 在这里给他们普及武术知识 有些东西啊 是说不清的 除非对方也是同道众人 诶 请问你到底是哪个单位的 你刚才没跟我们说呢 温所决定要立刻搞清楚这个问题 叶九立正尽力轻声地说道 三级警督 叶九 尖江省官厅 行政总队 政科技侦察员 目前在光大学侦察学院学习 叶九这一开口 顿时所有人都蒙圈了 面面相觑 这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怎么冒出一个 进江省公安厅 行政总队的政科技侦察员呢 这是在我们首都啊 这蒋主人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不好看了 目光炯炯地盯着叶九 沉深地问道 公安大学学生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还在现场 这不捣乱吗 不过江主任还是很谨慎 避开了叶九的官方身份 他是首都分局负责的同志 可不想明明白白地表示 他对进江省公安厅同志有意见 至于公安大学的学生 那倒是无所谓 江主任 情况是这样的 叶九简单地 将自己出现在这的原因 给领导们做了解释 江主任的脸色立刻有了些缓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是可以理解 这些干刑警的年轻同志 一看到案发现场 便是忍不住 也在情理之中 这种积极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不应该多做批评 但是原则不能丢 叶九同志 我是分局的 这个案子你无权参与 还是请你离开吧 不过保密纪律你一定要注意 江主任板着脸说道 不行 江主任 他不能走 叶九还没开口 秦法医先说了 语气非常的笃定 看得出来 这秦法医真的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人才 对分局领导说话也是硬邦邦的 好在这个狗脾气啊 江主任有所了解 倒霉和他计较 只是皱着眉头说道 为什么 秦法医站起身来说道 如果死因真的是他说的那样 那他就必须得留下来 我们谁都不懂武术啊 他可以做出详细的实践报告 死者死因 在医学上肯定能够解释清楚 但是对破案有多大的帮助 那就不得而知了 知道他的死因和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不是一回事 这一下罗开诚有些不乐意了 看了叶九一眼问道 叶九同志 你很精通武术吗 看得出来 这位罗织队恐怕也是一个高手 要不然不会是这种预计 报告罗织 今天无敢当 耽误练过几年 我以前在武警青江社总队特战大队当兵的时候 是特战大队的徒手格斗教练 叶九看上去笑得很谦虚 说出来的话却是一点不谦虚 其实不是叶九在这个时候显摆 不把自己说的厉害点 分分钟被人赶出去 而罗开诚的双眉飞飞一扬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讶异 老实说 以他的身份 靖江省武警总队特战队不足以让他惊讶 但特战大队徒手格斗教员这个身份 就不简单了 你今天多打 叶九现在穿着便装 更显年轻 也难怪罗开诚有此疑问 二十四 二十四 那你等于一当兵 你就是特战大队的徒手格斗教员 是 罗智 我七岁开始习武 家常武术 太极 为了留下来 叶九哥也是拼了 太极拳 那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死者是死于武术高手的 罗成的脸色逐渐严峻起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叶九一句话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侦破方向 一旦搞错了 大家都是做的无用功 这由于罢了 关键是方向一片 时间浪费 真正的凶手可能早跑了 何况涉及到保密单位高端的科研项目 站在罗智队和国安警察的立场来说 这个案子不容有失 叶九如果今天能说出个死丑阴谋 那么将他破离 吸纳警察案组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但是要胡说八道 那对不起 你吃不了兜着走 罗智你过来看一下 叶九二话不说 又在死者的遗体前蹲下来 指振那三个红点 这是左右丰府雪 这边是雅门雪 同时针刺这三个地方 会破坏掉人体的循环系统 导致昏迷 如果严重的话 会导致死亡 罗开成目光说说 盯住了叶九指的三个红点 半上没有吭声 身为国安警察的支队长 罗开成本身也是几级高手 徒手格斗方面 他不处任何人 但是对于传统武术 尤其是学位相关的知识 他却是所知不多 所以他也没办法确定 叶九这番话 到底有多高的可信度 老秦呢 罗开成转向了秦法医 秦法医虽然是公安分局那边的人 以前罗开成也和他打过很多次交道 一位牛逼哄哄的法医 通常是可以夸戒的 我不能确定 老秦双手一摊 很坦率地说道 我要能确定 干嘛建议你们留下这小子 这下罗开成蛋疼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百笑声 按照规定这样的案子 如果真的泄密 就算是本地公安局的同行 都不能有太多的人参与进来 要严格控制 专案组的知情范围 更不用说夜九这么莫名其妙 突然冒出的静江警察了 可要是真的如他所言 死者是死于武术高手 那恐怕还真得考虑一下 将夜九留下 他是唯一的专业人员呀 尽管罗开成也可以向市局 甚至是布里求援 请他们派相关的武术专家 过来协助 可这样一来 动静闹得太大 况且 这局里和布里 是否有合适的专家 这罗开成也不敢打包票 夜九 这档口啊 那位年轻的一丝开了口 与其有些疑惑 就是那个夜九吗 夜九没想到 今天晚上连续两次 会面对这个问题 一不小心 自己居然在首都公安系统 大名鼎鼎了 是 我就是那个夜九 一起应我 对 一丝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对罗开成和蒋主任等领导说道 蒋主任 所长 罗志 他就是那个夜九 哪颗夜九 罗志队有些懵 说到底他是国安那边的 对公安系统近期崛起的英雄人物 没有直观的认识 相关的文件 也不会发到国安那边去 两次一等功 竟然我们不理的一级阴谋 好吧 一丝这话呀 成功地震惊到了罗志队 尽管不是一个系统 但是隔壁家这个一级阴谋 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罗志队还是很清楚的 更何况还有两次一等功奠定呢 这足以证明也就在公安系统 牛逼的程度了 这样的人物 你压根儿不必担心泄密的问题 蒋主任的态度 已经彻底转变过来 主动向着夜九握手 原来你就是夜九同志 你好你好 虽然夜九是近江警察 他是首都公安 可是一级阴谋是全系统的荣誉 尤其是国安和公安 联合办案的时候 蒋主任就更加要抬高自家的英雄 甚至夜九部署于首都的公安系统 这个问题也不是不能完全解决 临时戒掉就可以嘛 何况他本身现在就在公安大学上学 借掉手续都不用去景江那边办理 直接跟公安大学的领导 大个招呼就可以 罗芝 我看我们还是先办案子吧 和夜九握手之后 蒋主任随即以挥手做了决定 在这里他的职务最高 只要他拍板 罗开诚也不好反对 再说这破案而已 又不是排排做分果果 多一个高手参与不是更好吗 行 那就先办案子 很快 大虾在这间卧室里 开始了一个非正式的 案情分析会 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伊斯比较年轻 又是辖区派出所的专业刑警 最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所谓的不是第一现场 足以说明 他从内心已经接受了夜九的意见 也就是说 邹教授不是正常死亡 不是病亡 而是被人谋杀 谋杀他的 就是他口中那个武术高手 这间卧室门窗禁闭 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 可以肯定 那个所谓的武术高手 并没有潜入卧室杀人 邹教授应该是在外面 已经遭到了暗算 回到家里之后才发作的 至于武术高手的杀人手段 是否有这么神奇 这一丝管不了 这是夜九的专业领域 夜客 武术高手真有那么厉害吗 可以杀人于无形 伊斯带着好奇的问道 他不知道夜九 在近江省公安厅行政总队 担任是何种职务 自保家门 是政科及侦察员 那就尊称一声夜客好了 这不会错的 我可以做到 真识这三个学位 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发作 如此笃定的回答 至少让大家伙增添了几番信心 在他们没有搞清楚夜九的真实身份之前 这么一个小年轻 老身仔仔的说这种话 肯定是不会有人相信 夜九再年纪 身上那个英雄警察的标签 给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问题是邹教授怎么会让人 针刺这三个学道 他不反抗的吗 罗开诚随即提出了疑问 一时间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少经 这温所长才说道 这个 还需要调查一下他生前生活习惯 和这几天的踪迹 或者 他有没有做针灸的习惯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答 现阶段 针灸治疗在京师 不少的地方都很流行 一些长期服案工作的科研人员 和知识分子 尤其推崇这种中医疗法 这样吧老温 这个案子 暂时由你们所得办着 夜九同时协助 如果罗织认为有必要 我们再商量联合办案的问题 江主任再一次拍板 他是分局领导 却不是分管行政的 这个决定无人质疑 罗开诚也并没有反对 如果实施证明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谋杀案 不涉及到国家安全 那罗织队也不会闲得无聊 一定要插手这个案子 他还忙着呢 专案组 初步决定 暂时以公安这边为主 温锁牵头 后续如果有什么变化 再给上级领导汇报 接下来便进入了战时模式 各个流程有条不文的开始进行 首先是要将邹正刚教授的遗体 总会举例做解剖 确定死因和具体的死亡时间 这是第一步 但看情况 却不怎么好完成 这死者遗体解剖 需要征询家属的意见 当然 就算是家属不同意 如果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 也要尽量做同家属的工作 配合公安机关办案 不过考虑到邹老政委的身份地位 以及特殊情况 还是要尽量的使用温和的办法 这江主任永挑中担 亲自出马 去做邹老政委的工作 说起来啊 这边单位的情况 还是温锁更加熟悉一些 嘴探随行 结果江主任刚一过去 把这个意思跟邹老政委一说 这老政委还没开口 那边的人就不乐意了 哎 同志 这样不好吧 开口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 四十来岁 衣装打扮 比较新潮 一看就是那种比较健谈的人 爱管闲事的人物 在每个单位呢 都少不了这种人 你看 这人都不在了 还用得着这么折腾吗 是不是 多不好啊 老政委正伤心呢 这话一说 立马有其他人随身附和 大多是中年妇女同志 此时此刻 能聚集在这里的 多半也就是这些人了 应该说 他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起码可以让现场的气氛 不那么凄凉 对于有效缓解周老政委 老两口的悲伤 有一定的作用 感谢您的收听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行真多人局》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第1252集 这讲主人便耐着性子 给他们做着解释 这是我们公安机关办案的需要 我们也不愿意 打扰事者的安宁 但为了早日破案 还请家属配合我们 你们确定这是个案子吗 起初接口的那位中年妇女 马上访问道 其他人脸上也是有着同样的疑虑 不就是猝死吗 这类似的情形 他们单位这几年 已经发生过两次了 都是年富力强的中年科技工作者 多日的连续加班 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长期的雅健康状态 严重地损害了这些动粮之菜的根基 这些女同志也算是见怪不怪了 这个必须先确定死亡原因 请问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江主任随即反手围攻 我们是同事啊 中年妇女理直气壮地说道 江主任不由得双眉一皱 同事 同事你在这儿起什么哄啊 您有那个权利吗 我还以为你是周教授的姐姐或者妹妹呢 江主任决定不再理他 向封锁打了一个眼色 封锁回忆 起到邹老政委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老政委啊 老政委啊 这个事啊 让你特别难受 这我们也挺难过的 周教授和我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还是真没想到 老政委啊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早日把事情搞个水落实处 这周老政委看了他一眼 嘶哑着声音说道 你们要解剖 封锁有些为难的说道 是 这个事有点蹊跷 我们认为 一定要搞清楚原因 不能让周教授全下不安啊 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是一个谋杀案 所以温锁的措辞 一直很谨慎 不能把话说死了 你们能确定吗 周老政委逐渐地从无比悲痛的情绪中 缓缓走出 老人家就是这样 人老了 但久居高位的警觉席 还是没有丢的 暂时不能确定 所以啊 我们要先确定死亡的原因 温锁迟疑了一下 说道 温锁 而就在这时啊 一位中年男子挤进来 大声地说道 许科 温锁 不好意思啊 我来迟了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位许科长一到 就摆出了一副画质人的样子 但是那边 夜九的双眉枣就扬起来了 也巧了 这位许科还真是他的熟人 他们昨天晚上还在 红发会所的自主餐厅见过 当然 说熟人有些不妥 他见过许科 但是许科 不见得对他有什么印象 这位许科长 就是他在自主餐厅见过的那位 一直坐在角落里 冷眼看世界的那个中年男子 后来夜九和猛哥交手之后 却是再也没有见到他 可能早已经离开自主餐厅了 以夜九的眼神和记忆力 如果围观的吃瓜群众中 有他在 夜九一定会记得 只不过为什么许科长匆匆离开 却是一个谜 这温锁长似乎对许科长 比较重视 便简单的向他说明了一下情况 这许科长顿时有些为难的说道 温锁 你看啊 解剖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 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 我们都会全力配合的 温锁 这位是 江主任在一旁说道 哦 这位啊 是许科 邹教授他们那个研究院的行政科长 我们经常打交道 邹教授所在的单位 是个保密单位 级别很高 下面很多研究员 各管一滩事 相对独立 这行政科长 基本就算是研究院的大管家了 各种杂七杂八的事物 都归他管 这难怪许科长一到 就一副当家做主的样子 就算是研究院的领导在这儿 最终和公安对接的 也一定是许科长 这江主任立马说道 许科 这事你得给老人家做做工作 必须要解剖 不然没办法确定死亡原因 谁敢 许科长更加的为难了 忽然向着江主任和封锁使了个眼色 然后向一侧的卧室走去 那意思就是这一步说话 似乎有些话 不好当着邹老政委的面来说 却不知他是有意无意 居然直奔案发现场而去 这夜酒上前一步 毫不客气地拦住了他的去路 不好意思啊 这场发现场 你暂时不能进去 有什么话在门外说 许科长瞪了他一眼 脸上的怒涩衣衫而食 似乎下一刻就要发作 不过 还是强行忍住了 因为他没从夜酒的脸上 看到丝毫的畏惧之意 只有一抹隐藏的不怎么样的嘲讽 对的 就是嘲讽 许科长断定自己没有看错 他在嘲讽什么东西 不过显然 眼下许科长没时间追究 他得先应付奖主任和温所长 两位 你们也许不清楚邹老政委的脾气 他虽然是个老革命 可是对于裸叶归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的 古老传统非常的固执 许科长断出这措辞 有些艰难的说道 从他的语气之中可以听出来 他对于老头子的固执 其实也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 只不过此时此刻 老爷子就坐在那边 他必须得小心 千万不能说出什么得罪人的话 要不然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江主任和温所长队事业 立马就明白了许科长话里的意思 老实说 这点他们能够理解 许多老人家都有这样的观念 一往半的时候 也碰过不少的死者家属 其中一老年人剧多 特别抵触 对遗体进行医学解剖 在他们的脑海中 似乎人死后依旧是有知觉的 用那么锋利的刀子锯子 把身体划开 一定痛得很 不过通常最后 还是降不过公安机关 该解剖的 还是要解剖 可是今天要面对的人不一样 身份地位太高了 虽然已经退休 可人家的级别在那儿 各种的老关系也在 不敢说别的 真要是闹起来 够他们喝上一壶的 上级领导 为了平息老爷子的怒火 肯定是要将他们狠狠地 披上一通 且不冤枉吗 但是所长还是说道 许科长 那可就要靠你们单位的同志 帮我们一起做工作了 谁知许科长 却是苦笑了一声 双手一摊 说道 嗨 没辙 我跟你们说呀 这事谁都没辙 不要说我们研究院的领导了 就算是不领导来了 也一样没辙 你们也许不知道 为了死后不火葬 回老家屠葬 老正位当初可是差点闹得被革职 零退休了 还写了个报告 宁愿将所有退休待遇全部还给国家 死了之后也要回家屠葬 你说 他能同意把他们儿子的尸体拉回去 大写八块吗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53集 那最后摊位怎么处理的 叶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把讲主人 温所长等人 也得直翻白眼 大哥 你脑回路 能不能别这么新奇啊 眼下这不是关注的重点吧 还能怎么处理 不处理啊 谁能降得过那样的老子力 倒是许科长回答了他 不过语气极其的不善 叶九点点头 表示理解 遇到这样的降头 上级领导也是无奈 叶九都能想得到 这上级领导 对老政委 哪个郑重歧视递上来的报告 也只能流中不发了 同意也不行 不同意也不行 那就这样吧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上级领导 恐怕已经是默许了 而且 这死后的事情 不应该死后再说吗 到那时候 老爷子人都不在了 他再将以无际于事 该怎么着 还得怎么着 可眼下的老爷子健在呢 江主任有些不耐烦 他板着脸说道 许科长 这个事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 那就请你们领导过来吧 一个小小的行政科长 说真的 确实有点不放在江主任的眼里 哪怕是这种大型保密单位 下属研究院的行政科长 许科长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了一抹阴毒之色 显然 江主任这个态度 刺激到他了 叶九在一旁看得很有趣 这位许科长 看上去 四十岁出头 在洪发会所的时候 更是玩了一把深沉 连叶九都差点被他骗过去了 还真以为他是那种看淡一切的高隐人士 谁知道 就这么一点臣服 动不动就发怒了 虽然只是在内心发怒 轻易不表露出来 但是 已经足以让叶九 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看上去 他就像那种欲不得志的落魄狐 照说 四十岁在首都一家大型的保密单位 二级部门 担任一个颇有实权的行政科长 已经很不错了 江主任 真要是我们院领导来了 恐怕你们更不好做工作 你要知道 现在的院长和书记 当年可都是老爷子的老部下 老爷子一手提拔起来的 他们来了 老爷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以许科长的意见 该怎么办才好 江主任冷冷地反问道 好办呀 你们该怎么办案子就怎么办案子 想要找什么人了解什么情况都没问题 我全力配合 只要你们把邹教授留下 我们单位还要搞个追悼会呢 等我们向上级领导汇报之后 做通了老爷子的工作 你们再来要人不迟 那要等多久 也不用等多久 我估摸着 等过个一天 老爷子稍微缓过来一点 就能听进去劝了 放心 遗体我们会送到兵仪馆去 用兵馆保存起来 不会出问题的 听上去 这倒不失为一个折衷的办法 沉默了一阵的夜酒 忽然又开口了 带着点调侃的意思说道 许科长 你这么担心我们做一体解剖 是不是在害怕什么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许科长立马就爆炸了 一张脸仗成了酱紫色 死死地叮嘱夜酒 怒气波发 照你这意思 你这是在怀疑我了 简直笑话 在咱们单位 谁不知道我老徐家和老邹家 是几十年的老教情了 我家老爷子和邹政委 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 你这么说话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什么人呢 真是的 这边闹躺起来 顿时就将大家伙的目光 全部吸引过来 夜酒也没想到 这许科长像是个爆竹一般 一点就炸 顿时怂怂间不再吭声了 吵什么呢 第二个没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展出了一嗓子的 全不是邹劳政委 而是叶明德 以他和老邹的交情 以他的年纪 这里也就有他 有这个威风了 老许头 也就是许科长的爸爸 都不好这么厚 毕竟当年在部队的时候 老许头 是叶明德和老邹的下级 年纪比他俩略小两岁 后来转眼 和老邹同分配在一个单位 长期又是邹劳政委的下属 所以他这个老战友啊 虽然没有水分 却不应急 只有叶明德 当年他是连长 老邹是指导员 两人搭档多年 从来都是叶明德站前台 老邹站在幕后 默契配合 这种把黑脸吼人的事 也就是叶明德出面干的多 叶九大踏步走过去 给邹老爷子鞠了个躬 邹伯伯 我是叶九 我爸跟我说过 您是他最好的朋友 现在教授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都很难过 但是我是警察 我请求你 准许我们给邹小授 做一体解剖 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相信 您一定不会让儿子 身后不安的 邹老正为有些疑惑 看了叶明德一眼 老叶呀 这是您小孩 对 你当年见过一次他 多年前邹老正为 曾经去过景江 见过叶九一次 不过那时候的叶九 还是个小屁孩 邹老正为 对他自然是没什么影响 哦 长这么大了 邹老正为勉强挤出了一次笑容 小爷呀 既然你是警察 那你给周伯伯说实话 我家正刚 是不是真的被人谋害了 说着 老爷子脸上 患上了一种精益的神情 和刚才那种悲痛欲绝的丧子老人 判若良人 也就想了一下 这才坚定的说道 周伯伯 我们只是初步勘察了现场 现在并不能确定给你一个答复 但以我个人经验来看 恐怕确实有问题 叶九这话 说的算是很小心了 在这首都 他不算正式加入专案组 只凭着老秦一句话 勉强留下来 等专案组成立的时候 新的专案组领导 是否认可他的身份 也不好说 所以他不能代表专案组 给老邹正为一个官方答复 那是违反纪律的 当然如果是在静江 以邹老正为和自家老爷子 这份交情 叶九肯定会食言相告 不会有什么顾忌 以他今时今日 在静江行政界的立位 有些纪律 稍稍地违反一下 不当大事 那你是不是能给邹伯伯保证 查出背后的凶手 邹老正为 心思远比叶九单纯 直接就认定 有人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我保证 也就这回啊 连半分犹豫没有 立马打倒 这蒋主任和温所长 甚至罗开成等人的脸上 都浮起了一丝黑线 小伙子 你话说的太慢了 命案必破 那是一句口头宣传 从来没有哪个公安机关 敢当面的拍胸脯 说命案必破的 凶手也一定能够抓到 这是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枷锁呀 万一破不了呢 你随便抓个人抵数啊 但是邹老正为似乎还真就信了 刹那之间 脸上浮现起了一种决绝之意 也就意识到 刚才许科长那番话 真不是完全独撞的 邹老正为这种老辈人 确实特别看重身体的完整性 哪怕是遗体 也是一样 不过照说经历过战争年代 亲身接触过战火洗礼的人 不应该这样 也许正是因为剑多了生死离别 剑多了粉身碎骨 所以才愈发的重视这个 剑的再多也不代表麻木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54集 好 那你们把人带走吧 我等你们的消息 少青 邹老正位缓缓地说道 整个人站在那儿 如同一棵青年的老松鼠 坚毅不拔 江主任等人不由地面面相觑 怎么 这横垢在大家面前的这个大难题 就这么突然解决了 只有许科长一副郁闷不已的样子 老头呀老头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一会儿一个主意 想当年你多硬气啊 但不管怎么样 问题确实解决了 当下 蒋主任不再质疑 马上安排人手 将邹长刚教授的遗体运走 不过叶九和分锁 还有罗开成等人 却留下来 他们还有许多情况 要调查清楚 理所当然 叶九打得头针 谁叫他和邹老正会有救呢 这档口 只有他能和老爷子 正常的交流吧 一半是看在老战友的面子上 一半也是内心深处 对老战友儿子的信任 这要搁在过去 两家就是所谓的视角 叶九见到邹老正会 要恭恭敬敬喊一声事不 而邹老正会也要叫他一声闲职 自然而然 他对叶九更加信任 邹伯伯 请您解爱 有些情况 我们想要向您了解一下 再次来到邹老正会的身边 叶九已经完全进入状态 小爷呀 邹伯伯现在心里很乱 心中那股刚一紧头一过去 邹老正为 又恢复成那个 非痛难易的丧子老人 艰难地说道 我理解你 但是邹伯伯 这些情况 越早了解清楚 对案子的后续侦破 就越有好处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好 你有什么想问的 你就问 我尽量回答你 邹老正为到底不愧是上过战场 骨子里头的坚强 永远都在 温所长则是对着许科长说道 许科 请你协助一下其他同志 请他们先回避 我们现在要正式开始调查案情了 现在这屋子里乱泱泱的 一二十个人挤座一团 说话必须用喊的 这样的环节 明显不合适询问具体的案情 保密原则还是要讲的 温所长可不敢保证 这些个中年女同志会提公安机关保守秘密 根本不存在啊 晚上十一点多 辖区派出所大会议室灯火通明 夜酒不是头一回进首都的派出所 第一次走王子敬就进去过一回 但眼下感觉派出所和辖区派出所还是有区别的 这边雅根就是一个分局规模 公布着百花分局和阳关分局都没比这派出所打到哪去 专案组第一次正式的案情分析会在派出所的大会议室里召开 基本上还是那些人 不过蒋主任已经不在 由温所长负责召开 实际上蒋主任并不负责刑事侦查这一块职务 他主要是陪着罗开成这几位公安的同志一起过来 给温所长打一个招呼 让派出所的同志和公安的同志精诚合作别闹意见 具体案件侦破工作蒋主任并不参加 而分局那边暂时也没有负责刑事的同志过来 尽管是保密单位 尽管死者是邹正刚教授这样的大知识分子 科研项目的歹头人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并没有凸显出什么特别之处 分局刑事的负责同志也不是特别关注 搞不好这压根就不是个案子 可能真的只是邹教授劳累过度猝死罢了 要不是看在保密单位级别够高的份上 可能连温所长都不会出现场 就是所里的刑警们去一趟 现如今不管是哪里的公安机关 都是紧离紧张 而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第一个汇报的居然还是叶九 因为询问邹老政委 获得第一手情况的也是他 根据叶九的汇报 这个事情的基本脉络 便呈现在大家伙的眼前 首先要说明的是 邹正刚确实和父母住在一起 他是正高之称 又是科研项目的领头人 在单位早已经分配了一套 三十两厅的电梯房 比他父母所居住的老式楼梯房 结构要合理得多 不过现在他是单身 前妻在几年前和他离婚 带着孩子去了国外生活 邹正刚的前妻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保密单位上班 和邹正刚一样也是干科研的 后来主动申请调出 去了一家高等院校担任教师 具体的原因据邻居们反映 主要还是夫妻感情不和 前妻不愿意和邹正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省得相看两夜天天吵架 而另外一个原因 邹正刚的前妻不喜欢搞科研 说太枯燥了 而且保密要求太高 他的性格又比较活泼 最终决定离开科研单位去高校教书 更加的适合他 如果他一直在科研单位上班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离开祖国去美国顶居的 在这个方面 纪律要求非常严格 在很早以前 邹正刚就在父母这边侧犯了 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每天科研忙得跟陀螺一样 自己也不会做饭 虽然邹老正伟两口子 对他这个状态很不满意 却是没有办法 毕竟自家的孩子还得管 邹正刚的妻子出走这几年 也不是没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 以他个人的条件而言 再娶个老婆 完全没有难度 甚至于都不需要妻子有什么正经的工作 只要能够和邹正刚好好的过日子就可以 邹正刚一个人的工资津贴 足以养活 一家两口或者三口 前妻生的小孩被带去国外 更何况还有邹老正伟两口子退休工资 以两位的级别而言 退休工资也很高 单位还有许多的福利 哪怕是生病住院 基本上也能全部报销 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 真要是再婚了 哪能在钱财方面小家子气 百年之后不都是他们的吗 只可惜邹正刚自己 没那个心思 他似乎很享受这种 几人篱下的生活 每天什么事不用管 只需要安心搞自己的研究就可以 听着夜酒的情况汇报 温所长罗开成等人神情渐渐的严峻起来 似乎哪里不太对劲 具体到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很正常 邹正刚下午回家的时候比较早 原本他不会这么早下班 因为明天便是自家老爷子七十大手 所以提早回来和父母商量了一下 明天宴客的事情 再不是人间烟火 这孝道儿子还是要讲究的 爷俩商量完之后 邹教授忽然说头晕 回房休息了 这邹老正位两口子也不是很在意 头晕嘛不是大事 估计有可能是用脑过度造成的 然后可就真出事了 邹老正位两口子 为了能够让儿子好好休息一下 谁都没有去打扰他 一直等做好晚饭 推开门去叫儿子吃饭 这才发现出现了大事 邹教授直接躺在了地板上 实际上 那时候邹教授应该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吧 这一丝忍不住问道 现在 邹教自然知道他的名字和职务 这位叫于汉生 今年三十岁 目前职务是辖区派出所刑警队的副队长 副科技侦察员 行政业务骨干 这辖区内的刑事案件 都是他在破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第1255集 叶九点点头 还是告诉他们 具体的死亡时间 要等秦法医那边的结果 但当时 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说 邹正刚教授 确实没了呼吸和心跳 于汉生就这么看着他 暗暗点头 老实说 在见到真人的时候 于腿对叶九 不是那么服气 太年轻了 凭什么就领那么多一等功二等功 还一级阴魔 你是不是什么关系呼呀 现在看来至少这个小同行 在办案子的时候 还是很严谨的 另外他们单位一个月前 还组织过体检 邹教授的身体各个系统 还是比较正常的 没有十分明显的病症 是啊 不管怎么说 他今年才43岁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尽管邹教授在单位这几年 已经连续发生过两次 中青年科研工作者 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的事 可不见的这种各运 一定会落在邹教授的头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温所长的电话 下了 这片刻之后 温所长挂断电话 脸色变得十分严峻 老青的电话 他们初步结果 今天已经出来了 可以排除中毒死亡 至于是不是猝死 还得进一步检查 不过老青说 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真的是武术高手 余汉生有些将信将疑 又看了一夜酒 牛逼啊 余汉生也不是新兵担子 办过不少案 其中有好些个命案 但是像这种武术高手杀人的 还是头一次遇到 我肯定 这一次啊 夜酒还是没有任何犹豫 叶柯 小哥要不是你凑巧也在 说不定这案子 还会搞错方向呢 余汉生是那种直爽的汉子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今儿个要是夜酒不在 说不定这案子 就被定为猝死了 这种武林高手 针刺学位杀人的事 别说亲身经历 连听都没听说过 要不是夜酒的身份摆在那儿 换个外地的小同行这么说 你看温所长江主任 罗指队这些领导 会不会理他 估摸着直接当着神经病 给赶出去了 当这是古代呢 温所长摇摇头 这个子依呢 还要进一步调查 不是他不相信夜酒 实在是说法太费一作词了 温所的心里不踏实 循着这个思路去破案 温所担心 他上报上去 会被分局领导批 温所 我建议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先把 周教授这两天的行踪搞清楚 另外 还要把监控调出来 夜酒的语气委婉地说道 他知道 想让这些老公安享受一下 高手杀人这个推理 确实有些困难 监控我们已经调了 说这话是罗开成 当夜酒说服周老政委同意 让周教授的遗体进行解剖之后 专案组这几位 开始分头行动 夜酒负责巡问老政委 获得第一手资料 罗开成等国安警察 则前往周教授的办公地点 调去监控资料 电子监控这种 在04年的时候 妥妥的高科技 死贵死贵的 只有很高大上的场所 才会安装 但保密级别这么高的科研单位 也是会优先安装的 这种高密级科研单位的 电子监控资料 还真得罗开成他们过去 才有调阅的权限 纵算是温所长和余罕生过去 也办不到 至少得有分局开出的书面书函 并且获得保密单位 主要的领导同意之后 而且还不能将监控资料带走 只能在监控室观看 这个方面 罗开成他们的权限 高宇温所长 邹教授这几天外出的次数比较多 几乎每天中午吃饭之后 都会出门一趟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回来 据他的同事们说 邹教授这段时间 有眩晕的症状 去医院检查过 是椎间盘突出 压迫颈部动脉 影响头部攻险 所以他这几天 都会去一家康复诊所 做中医理疗 真求吗 于喊生急忙地问道 在他想来 唯有针灸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在邹教授的后劲部位 刺激爵位 否则的话 哪怕再是武功高手 也不可能在邹教授本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 把针扎进他的丰府学和雅门学 不会有这么神奇的事 暂时还不清楚他是不是做了针灸 我们已经派人去那家康复诊所做调查了 不过诊所没人 给诊所负责人打电话 也无人接听 于喊生一听 立马就皱起了眉头 凭着刑警的直觉 他意识到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康复诊所的人早已经下班 下班之后不接电话也说得过去 怀疑归怀疑 可是没有过瘾的证据证明人家真有事啊 就算是针灸这么多康复诊所 这么多针灸治疗的也没见出什么事啊 温所长说道 尽管他勉强同一夜酒参与本案的侦查 但老实说 他迄今都完全不能接受他的理论 太玄乎了 三针要了人命 而且是杀人无形 除非是老秦那边能够拿出确切的证据 证明 这邹正刚确实死于真次 要不然 封锁始终心里不踏实 案子现在是他们派出所为主在办 破不了案 最多是变成悬案 但不会被人耻笑 这公安机关内部的人 不会耻笑同行破不了案 因为悬案太多了 每个地方的公安局都没有例外 可是要是循着高手杀人这个思路去破 最终一无所获 那他分所长还真有可能成为同行们的笑柄 几十岁的人了 老公啊 还这么幼稚 被一个外甥来的小屁孩忽悠 至于这个小屁孩是官部的一级阴谋 那人家可就不管那些个 第一次临时的案情分析会 倒是二点多便结束了 破案子这种事啊 不是靠不免不休来完成的 是要有个过程 警察也需要休息 需要张持有毒 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 这夜就离开的时候 于喊生亲自开车送他回去 这么晚了 派出所门口也不方便打车 毕竟不是后事嘛 还有打车软件 夜可 那个真刺杀人 你以前见过吗 这一路上 于喊生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执行 夜就笑了笑 没有 于喊生有些犯愣 话说你都没亲眼见过 凭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啊 夜久接着说道 但是在施展中 我最少有两次以上的事件 打穿丰富雪和亚门雪 对方立即昏厥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过事来 实际上夜就之虽如此笃定 还不仅仅是实战经验 类似的情形 他曾经亲耳听到苏立新提到过 而苏立新是听了自家的父亲 苏庆海说的 这苏庆海早年行走江湖 一无会有 堪称是见多识广 当年就有这么一个起案 被害者正是被人刺中了 丰富雪和亚门雪 导致血崩而死 那个案子 还是苏庆海协助当地亚门破的 为了验证此事 苏庆海做过实验 当然 不是用针把人扎死 而是和夜久 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以手指击打 罪方的丰富雪和亚门雪 历透之间 重者无不离谱 应验如神 以此推论 如果直接一针 刺入这三个穴尾 尽力透制经脉 造成的杀伤力 只会更加的严重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56集 按照苏李鑫的传说 自家的外公 西子如今的姓子 在这样的事情上 从来不添油加粗 他说亲眼见过 那就一定见过 而后来夜久 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又亲手地实验过 这才敢把话说出来 可是 如果按照时间来推算 邹教授中午去的康复诊所所按摩 那个时候 嫌疑人真刺他 会一直拖到晚饭前才发作吗 李汉生不愧是精英刑警 立马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就算你做过实验 那也应该立竿见影啊 这玩意儿 难道还自带 自动严实的效果吗 这不赶上定时炸弹了吗 对这个问题啊 夜久并没有作答 而是沉吟了一下 雨队 我现在不能给你百分之百肯定的答复 我得回去问我妈去 雨汉生顿时是满脸的小猩猩 不是吧兄弟 这么重大的问题 你居然要回去问妈妈 这 这合适吗 夜久笑了笑 雨队 我妈是我师父 我全叔 就是跟她学的 她还是医生 医院的院长 所以啊 我觉得问问她 比较靠谱 这下雨汉生是真的冷住了 没想到夜久从嘴里冒出了这么一段话 是吗 那阿姨是大高手啊 高手谈不上 不过三五个人吧 确实不在话下 这要是夸自己啊 夜久可不好意思 但是夸自家师父 那是可以的 那叫尊师重道 也叫孝顺 我靠 这可真是传奇啊 现代传奇 雨汉生感叹不已 不知不觉间 对夜久的话 深信了几分 这要是夜久自己 吹的牛逼就罢了 但是把老妈拉出来作者 应该还是靠谱的 出乎夜久意料之外的时 她回到酒店 发现老爸老妈 姐姐姐夫还没睡 很明显是在等她回来 五四 什么情况呀 夜久一进门 苏理心马上问道 其实现在最想了解事情真相的 是叶明德 不过老头在儿子面前 威严惯了 什么时候啊 都要拿一拿架子 知夫莫如期 便由苏理心出马代劳了 妈 你先甭管什么情况 我先请教一下 当年我外公说那个故事 真似在左右的丰府穴 和衙门穴 导致人血泵而死 却有歧视吗 夜久的脸色很凝重 在这一点 是整个案情的至关重要的点 如果这个环节出了差错 那整个案子侦破方向一定会出现差错 当然 结合夜久现在掌握的其他资料 她心中有数 大致的方向应该不会错 但是如果能在老妈这儿 得到肯定的答复 那就更加有底气了 苏理心文言双眉微微一皱 很是诧异地说道 当然却有其事啊 你外公可不是信口开河的人 怎么和这个案子相关呀 嗯 我在检查她遗体的时候 在她后颈部的左右丰府穴 和衙门穴上 发现三个红点 根据经验判断 这应该是真似留下的痕迹 另外呢 在她脸部和颈部 也有明显的预斑 不是试斑 死亡才几个小时 试斑一半不会出现在那个位置 这应该是淤血造成的 苏理心不愧是多年的医师 经验丰富 立马问道 邹教授当时的体位是怎样的 雅面朝天 基本上 现场没有太多挣扎的痕迹 苏理心轻轻地点头 认可了儿子的分析 这么说的话 几个小时内 试斑确实不应该出现在面部和颈部 不是 苏阿姨 你们说的是个什么情况啊 叶子听得一头雾水 在这里 野救苏理心和野救是两位几级高手 他们娘俩一聊到这个方面 其他三位就抓了侠了 哦 是这样的 姐 邹教授死因呢 有些离奇 现在法医已经基本排除是中毒死亡 是不是猝死呢 还要等进一步的检查结果 但是现在邹教授后警部位 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痕迹 只有可能是出这么位的武术高手 所以我要确定一下 黄秘书长眉头一皱说道 武术高手 你说的那个蒙哥 算不算武术高手 算 叶九很肯定的回答 在别人眼里 蒙哥雅根不是叶九的对手 可是叶九心里明白 蒙哥和他的差距没那么大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们都有着碾压性的实力 而且 针此丰府学和亚门学指人死亡 重要的是懂得诀窍 懂得拿捏力度 恰到好处 和下手者是不是特别能打 也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四日上午九点 叶九准时来到辖区排除所 幸好现在是暑假期间 要不然他还真不好给学校请假 对于叶九参与这个案子的真婆 家里人都是支持的 叶明德更是亲口叮嘱他 一定要把凶手抓起来 给老战有一个交代 要不是自己年事已高 又没当过警察 叶明德都要撸袖子亲自上阵了 但现在能做的 就是多宅首都待几天 每天去陪陪老族 虽然这种深入骨髓的痛苦 根本没办法安慰 但是能够在身旁陪着 总好过什么都不做 事实证明叶九同志 还是有些过于积极了 他到派出所的时候 温所长 于喊生都还没过来 一线刑警们执行的 都是弹性工作时间 晚上加班加点 分析案情太晚 早上稍微来迟一点 是可以理解的 这倒难不住叶九 叶九就在一边抽烟 一边等待 没多久 温所长和于喊生便是到了 诶 叶可 来了 温所长给着叶九打招呼 中规中矩 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其实这已经代表某种态度了 不是很欢迎 真要是很欢迎的话 就不应该是这种中规中矩的态度 也不会让叶九 提前到派出所等自己 只不过无缘无故的呀 温所长自然也不愿意得罪一位一级英雄模范 而叶九倒是很客气 主动递给了温所长和于喊生一支烟 倒不是他要讨好谁 纯粹是讲究礼节性礼貌 不论怎么说 温所长的年纪比自己大了几岁 是前辈当得客气几分 而温所长点了点头 对着于喊生说道 小鱼啊你接待一下叶克 等管那边同志过来之后 服从他们安排 好嘞老大 于喊生急忙应道 温所长招呼完这么一句 冲着叶九一点头 便静止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叶九的心中却是一动 叶克 去我们办公室坐会儿 喝点茶聊个天 于喊生倒是乐呵呵的 论年纪他比叶九大几岁 可是论职务较低业就一头了 于喊生的级别 还不足以让他在派出所刑警队 拥有一个独立的小办公室 只是在大办公室有着一席之地 除了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刑警队长和教导员 于喊生应该是三把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假 白小生 第1257集 于喊生领着夜酒 进了大办公室 已经有人在上班了 纷纷朝着于喊生打着招呼 于喊生也不装模作样 大大咧咧的往自己办公桌后一坐 就招呼一个年轻小姑娘 给她泡茶 夜酒 就坐在她的旁边 夜客 告诉你一个消息啊 我刚才已经接到电话了 待会儿 国安那边的领导就会过来 现在这个案子 他们正式接手了 难怪刚才温所长的身态 似乎比较放松 原来是这个烫手的山芋 已经抛出去了 能够丢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尽力丢出去 不过于喊生的神情啊 确实有些郁闷 说到底她是个纯粹的刑警 日常的工作 就是办案子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大案子 可以练手 转眼就被国安那边接过去了 说不定于队转过头来 又得去面对那些聚委会大妈 脑壳痛 夜酒倒是无所谓 相反国安接手 更加符合她的理想 反正她是个边外人员 只办着一个案子的 派出所对那些鸡鸣狗盗的案子 也轮不到她 无论是国安前头 还是公安前头 对她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不过有一点啊 夜酒还是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他们有什么新的线索了 于汉生有些不肯定的说道 应该没有吧 昨晚上他们也不可能去找什么新线索呀 我估摸着啊 主要还是因为邹教授的身份 和他负责的那个科研项目 听说呀 挺先进的 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这么一个重要的项目科研带头人 忽然之间死了 也由不得国安那边不重视 先把案子接过手 再说 等调查清楚了 确实没有泄密 和国家安全无关 再转给公安同志也不识 应该说 这国安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京师的国安系统 更是时时刻刻紧绷着闲 夜酒点点头端起了茶杯喝茶 但事实证明 他心态太过良好了 并不是每一个国安的负责人 都像罗开成这么好说话 一杯茶没喝完 这门外响起了汽车刹车的声音 于汉生随即起身说道 应该是他们过来了 我们出去迎接一下 于汉生直觉很敏锐 果然他和夜酒刚走到办公室的大门口 就见到了几位戎装整齐的国安警察 正在大踏步走过来 当先一人带着三级警舰的牌子 幽默四十岁出头 满脸严峻之色 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认真负责 不够言笑的性格 罗开成和昨天见过的几位国安警察 众星捧月一半 将这位三级警督 拥挫在最中央的位置 这一下 连于汉生都有些吃惊了 梁局长 从于汉生吃惊的角度来看 毫无疑问 这位梁局长是一个大人物 所谓的大人物 不仅仅是外在表现出来的 尽管是在小小的排出所 一位三级警舰 确实看上大人物 但是这是不同的两个系统 于汉生还是很吃惊 就足以证明 梁局长曾经给他十分深刻的印象 甚至还给过他巨大的压力 和你一样 百忙之中 于汉生给了叶九解释 叶九瞬间懂了 他在于汉生眼里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两次个人一等功 公安部的一级阴谋 至于那静江舍 公安厅行政总队证科技侦察员的头衔 说实话 不能让人送人洗净 这于汉生这句和你一样 恐怕指的就是梁局长身上的勋章了 和公安系统一样 国安系统也有一级英雄模范 和二级英雄模范的荣誉称号 不得不说 在军队和公安 还有国安系统 立过一等功 甚至授予过英雄称号的人 却是有牛逼的本钱 甭管职务如何 都能够让人高看一眼 更何况 他本身还是局长 三级警舰 属于高级警务人员 梁局长好 于汉生大步走过去 在梁局长面前力胜尽力 动作规范 意义不够 梁局长还是举手还礼 一句话不多说 直接一回手 去货疑室 请你通知相关人员 我们马上开会 是 于汉生也不废话 立马打倒 看样子于汉生 对这位梁局长的性格 十分了解 也没有受委屈的意思 很快 这派出所大会议室便是热闹起来 不过这个热闹是很谨慎的 始终带着几分肃杀之气 有一个局长在 大家说话的声音 情不自禁的小了几分 因为昨天接触这个案子的人并不多 也就是温所长 于汉生 叶九 秦法义 和一位技术人员 另外还有蒋主任 不到二十分钟 这些人全部到齐 除了蒋主任之外 就说蒋主任去市局开会去了 没时间过来 叶九猜测 这也就是找了个借口 不愿意过来面对梁局长那张黑脸 大家都是级别相当的领导 我干嘛要过来看你的脸色呀 人都到齐了吗 梁局长眼神四下一轮 原本有些窃窃私语的会议室 立刻变得安安静静 落针可吻 哪怕是以前和梁局长 并没有打过交道的叶九 光看脸色也知道 这位并不好相处 还是不要触他的眉头为妙 开会 大家挺至了身子 连分所长也并不例外 同志们 根据我们局党委研究决定 邹正刚教授死亡事件 立为机密案件 正是由我们国安局这边接受 这个决定已经通报给了你们分局 温所长 你应该已经接到 你们分局领导的电话了吧 梁局长一句客套话没有 直问主题 尽管已经了解了梁局长的脾气 温所长心里头多多少少还是不舒服 毕竟这梁局长连一句辛苦都没说 可这我们昨天搞的一二十点 这都是活该啊 但不舒服归不舒服 温所长也没打算在这个会议上 当着大家伙的面 当着大家伙的面 驳着梁局长的面子 还是那句话 没必要 江主任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 反正这个案子 我们这边也没有正式立案 也没有成立专案组 国安的同志愿意接受 我们没什么意见 话是这么说 温所长的语气不满 或多或少 还是带出了一些 比如他连梁局长这三个字都没提 很好 老梁也不在意 他自己是出了名的脾气愁 难道还能和别人举计较 别人的语气和态度吗 怎么的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吗 小鹏 尸体解剖做完了吧 具体死亡时间和死因到底是什么 梁局长的眼神落在了鹏法医脸上 是的梁局 已经搞完了 具体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7月21号下午的5点40分到6点20分之间 至于具体的死亡原因 是因为心脏骤停 致使重要器官缺血缺氧导致死亡 没有中毒迹象 基本符合猝死的特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我讲 百笑声 说的具体死亡的时间 彭法医语气很是笃定 显然 对自己说的很有把握 但说的具体的死亡原因 确实有些迟疑 于喊声不由得很吃惊地看了旁边的夜酒一眼 老彭说的这个死亡原因 可和夜酒推测的不一样 但是昨天晚上 老彭可不是这么说的 只是说是不是猝死 还得等进一步的检查结果 梁局长点点头继续问道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猝死的 这彭法医略带一些犹豫 从目前的检查情况来看 基本符合疲劳过度 导致心脏骤停的特征 于喊声很敏锐地捕捉到 彭法医连续两次 用了基本符合这样的字眼 根据他以往跟彭法医打交道的情况 老彭很少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 可是夜酒说的那个武术高手 刺学杀人实在是太玄乎了 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至少现在看来啊 彭法医并没有采纳夜酒的意见 这么说邹教授之死 很有可能是正常死亡 梁局长沉声说道 这会议时气氛忽然变得有几分古怪 连彭法医都不吭声了 如果做出这样的结论 那这个事不必立案了 当然在普通人眼里 猝死绝不能称之为正常死亡 这已经很不正常了呀 但是在侦察机关的眼里 只要排除了谋杀 那就和他们没多大关系 邹教授这样一位 年富力强的中年科技带头人 忽然猝死 果然是重大损失令人心痛 但是如果不是案件 那就没有必要立案侦查 可是会议室的气氛 却是并不轻松 大家面面相去 似乎觉得哪里不对一样 少清 封所长试探着问道 梁局 我觉得还是应该进一步调查 比如 周教授经常去的那康复诊所 现在也不能确定 周教授 是不是在那里受到了什么暗算 暗算 梁局长经不住笑了 笑得有些冷 更有几番戏谑 任谁都知道梁局长 从来不和人开玩笑 可以说 这个人的身体内部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细胞 是在娱乐性质的 可是现在他的笑容 却带着戏谑之意 温所 我昨天就接到汇报了 你们公安这边的同志 有人说 周教授是死于武术高手的手下 被人用针给刺死了 难道你也相信吗 报告 梁局长的幻音刚落 不等温所长回话 这夜九已经闪起身来 朗声喊道 请 梁局长冷冷看了他一眼 一个字不愿多说 真词杀人的观点 是我提出来的 我认为 周教授确实可能死于暗算 真词左右丰府学和雅门学 确实会造成生命危险 夜九说得很谨慎 你的名字 植物 夜九 三级警督 进江省公安厅 新称总队 政科级侦察员 现在 在公安大学侦察学院学习 梁局长微微汗手 沉胜地说道 夜九同志 请问你这个理论是基于什么原理 你亲自实验过吗 针刺学位会直接导致人死亡吗 并且可以延时发作 大家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了夜九的脸上 不少人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昨天晚上案发的时候 因为彭法医开口挽留夜九 并没有否认夜九的判断 所以大家觉得夜九说的很有可能 毕竟他们都不是传统武术的高手 也拿不出过瘾的证据来反驳夜九 而这彭法医还并向的为夜九提供了助教 故而大家并没有反对他一起留在此处拔案 可现在被梁局长这么一问 大家伙自然而然站在了梁局长那边 说白了 人都是按照固有的思维来进行判断思考的 有时候心愿越丰富 就越容易走入误区 反正是和往昔的经验对不上的 都不靠谱 报告梁局 我并没有亲自实验过 针刺左右丰斧学和雅门学 但是我基本可以确定 没有做会死人 但我确实实验过 用指关节攻击犯罪嫌疑人的几个部位 会令犯罪嫌疑人立刻昏迷倒地 梁局长依旧是冷淡地说道 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擒拿格斗的高手 你攻击犯罪嫌疑人后脑和后警的任何部位 都有可能让对方立即昏迷倒地 好吧 这句话足以证明 梁局长对夜九的情况特别了解 连他练的擒拿格斗都一枪二出 所以他没理由不知道夜九头上那些光环 不过看上去梁局长确实不在意 而且你是否实验过 针刺左右丰斧学和雅门学 损害会延时发作 几个小时后无声无息地置人于死地 梁局的语气愈发引力起来 这不科学 对此啊 夜九无话可说 因为他确实没有实验过 纵算是苏立新转述 当年苏庆海在外里云游 协助衙门破获的那个杀人案 也没有这个细节 不能证明被害人针刺几个小时之后 症状才开始发作的 他是刑警 不能睁眼说瞎话 我确实没有实验过 对您这个疑问我不能解答 夜九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过梁局 如果就这么认定邹成刚教授 是因为疲劳过度猝死 是不是有些过于草率了 那这件事 是否就没必要继续插下去了 这一讲 连罗开诚都愣了一下 朝夜九投去了一个佩服的眼神 牛逼啊 这么多年 这还是罗开诚头一次见到 敢有人这么直截了当地 质疑梁局长 梁局长看了他一眼 随即再次端正了左姿 目光平视前方 再也不望向夜九 众人情不自禁地 跟着端正了左姿 每个人屏住了呼吸 熟悉梁局长人都知道 这是老大 马上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先兆 同志们 经过局党组研究决定 族正刚教授事件 由我们分局正式接受 鉴于相关的保密纪律 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 我们将不再向外界传达 请大家理解 这句话说完 梁局长朝着封锁长点点头 随即站起身来 向门外走去 大家伙不由得愣住了 怎么 这就说完了 会议结束了 匆匆忙忙把大家伙叫过来 这就完事了 可事实告诉他们 确确实实 会议已经结束了 告诉大家一声 这个事我们接受了 不相干的人等 退散 好吧 梁局就是这么任性 不管你们有没有意见 也就有意见 而且他还敢当面提 梁局 也就叫了一声 身子如同标枪般挺立 目光坚定无比 梁局长是豁然站定 转身放下他 目光同样是极其的锋锐 我反对这么做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不讲白小生 第1259集 分队无效 梁局长冷淡地说了一句 随即便是转身离去 脚下再也不停留 看着梁局长已行人远去的身影 温所长 脸上也不好看 虽然他了解对方的性格 但不代表他能够全盘接受 好歹他老温也是副处级干部 一所之长 不要面子的呀 不过说起来 老温确实是个好领导 眼镜的夜酒依然站在那 忽然觉得心里头有些过意不去 其实问题啊 不在老梁那边 而是出现在他这边 但是老温就是觉得心里有些抱歉 似乎他把夜酒拖进这个漩涡了 现如今被老梁硬生生地赶出来 谁面子上都不好过呀 小叶啊 老梁那个人啊 就这么个臭脾气 你别见惯 温所长走过去 拍了拍夜酒的肩膀 叹了口气 他们这搞公安的呀 就怕泄密 只要有可能 不管什么案子都是自己搞 不求人 咱们公安这边 有时候也不怎么好说话 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好差事 你说是吧 我不会泄密 夜酒笑了笑 老温不由的一愣 这是什么话呀 我知道你不会泄密啊 可是 谢谢温所 我是刑警 盼是我的职责 不等温所长说完 夜酒举手朝他进了一个里 也是转门出去了 老温在那执法愣 这些家伙 一个比一个傲气 知道你们是英雄 你们是功臣 也没必要一个两个 都这么牛逼哄哄的吧 但最终老温还是没有追出去 只是摇摇头 反正也不是他老温的人 随便吧 夜酒 老温没追出去 于喊声追出去了 夜酒停住脚步 温和的看着他 并没有十分气恼 夜酒 哎呀 叶克 你不要犯将啊 老梁那个人 谁的面子都不给他 你这是私自侦查 于喊声也是一片好意 他看出来了 夜酒的脾气啊 也是差得一塌糊涂 根本没打算给老梁面子 可是老梁真的那么好忤逆吗 他如果只是日常黑这个脸 谁会真的这么怕他呀 关键是他不仅脾气不好 他喜欢玩真的 谁敢和他对着干 他就敢跟你动真格的 虽说首都国安分局的副局长 不能直接处分 靖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干劲 但是 他要直接给靖江省厅去一份公喊 反映一下情况 这夜酒也吃不了兜着走 而且涉及到国安的案子 一不小心便会惹上大麻烦 谢谢鱼哥 我只是想破案而已 这鱼汉生不由得有些头疼 这位怎么就有言不尽呢 哎呀哥 你不是那啥 还在公安大学学习吗 你老是这样 不务正业 你那学业能按时完成吗 分题不大 这个样子也不怎么复杂 用不了几天 鱼汉生顿时愣住了 直勾勾地看着他 这话说的牛逼啊 和着你这是在刷经验值呢 一边读着书考文凭 一边顺带手 帮人家国安把案子也破了 放心吧 鱼哥 我懂清楚 大案子破了 我请你喝酒 说着夜酒拍了拍鱼汉生的胳膊 直接出门了 其实啊 夜酒为什么非得这么执着 参与这个案子呢 是因为他向邹老政委 已经承诺过 他一定会抓到那个凶手 之前没说过也就罢了 但既然说了 他一定要做到 夜酒从派出所出来 只本康复诊所而去 这个消息 不仅罗开成他们问到了 昨天夜酒 在询问邹老政委的邻居们时 也已经知道 从邹正刚昨天的行程来分析 如果他中了暗算 隐藏在暗处那个凶手 只能在康复诊所下手 否则 他根本没有别的机会 不可能有人在邹正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赐他的左右丰府学和雅门学 所以这突破口肯定在这个康复医院 只不过夜酒也没想到 他刚一来到康复诊所 就见到了梁举和罗开成的国安人员 好吧 看来还是英雄所见略同 人家把突破口也定在了康复诊所 只是康复诊所的人有些莫名其妙 这是一家不大的私人诊所 一栋三层楼的民居 一楼是诊所大堂 医药柜台 二楼三楼 则是住院部 所谓的康复诊所 其实也不仅仅是给人做针灸按摩 一般的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他们也管制 一打堆国安的警察忽然闯进来 康复诊所的人顿时紧张了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好奇地看着梁局长 作为普通人 他们其实并不能清楚地分别公安和国安 但是梁局长和罗开成的尖章尖鞋 还是能看懂的 这在普通人眼里已经可以算是大人物了 警官 请问有什么事吗 一位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穿着白大裤走过来 有些紧张地问道 你是诊所的负责人吗 对 我 我是负责人 贵醒大名啊 罗开成对他还是很客气的 当然 与其说客气 倒不如说是顾及到国安警察的声誉 总不能对着群众恶声恶气的吧 这影响多不好 面归姓罗 罗开放 罗开成顿时就乐了 居然在这里意外地邂逅了清哥 你好 罗医生 我们是 罗开成随即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还掏出了证件遇到了对方的面前 这就纯粹是看在本家亲哥哥的面子上了 要知道零四年那会儿啊 警察调查 对刘成的要求不如后事这么严格 一般来说 量一下证件就好了 结果还真是巧得很 不知不觉 两人多出了几分亲切感 似乎也没这么紧张了 您好您好 罗支队长 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 将罗开成的证件双手提还回去 用上了禁语 是这样的 罗医生 我们有些事情先要找你了解一下 这罗开成话还没说完 便愣了一下 眼神直直地望着另一个方向 而那边 一台计程车停在街边 夜九正想着康复诊所走了过来 你怎么回事啊 梁局长顿时就火了 向着夜九怒目而失 实话说 从来没人敢把他梁局长的话 当做耳边疯 这个近将来的新兵担子 算是第一个 梁局长很恼火 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夜九的头铁 更关键的是 办案的过程中 最忌计的就是不可控的因素 这个不可控的 要是来自于犯罪分子 还则罢了 本就是生死仇敌 可现在源自于自己的同志 这算是怎么回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60集 梁局 我是来找线索的 当然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妥 那我也可以是来做康复按摩的 这些年天天和犯罪分子打交道 吃一身坚果 也需要好好治疗一下 不管什么时候啊 只要是夜九下了决心 就没人拦得住他 夜九哥就是谁脾气 爱谁谁 梁局长哼了一声 冷冷的说道 哼 气率还讲不讲呢 还是说 你信不过我们 这句话就说得中了 夜九容死一证 却又轻声坚定地说道 梁局长 我们不是队里面 我就想破案子 如果这真是个案子的话 我们也能破 梁局长是真的怒了 他知道夜九是公安系统 新进冒出来的英雄刑警 可是夜九那些荣誉 他老梁多年前就已经获得过 一个不少 就凭他这个狗脾气 要不是业务能力特别出众 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别的梁局都能忍 唯独破案子这个方面 绝不容许有人挑衅他 年轻人 别以为你自己很厉害 你参加公安工作才几年 我老梁破过的案子 比你听说过的还多 梁局 说我直言 如果你们不采拿我的意见 恐怕会走很多弯路 这个案子 我有把握 夜九还是很诚恳 问题是你觉得你自己够诚恳了 但是听在老梁的耳朵里 那就是挑衅呀 妥妥的百分之百的挑衅 没看到对方眼中都快要喷出火了吗 谁能受得了这个呀 就在梁局长怒火彻底爆发之前 罗开诚及时的插话进来 皱着眉头 小燕 你怎么回事 那么愁呢 这事他是不是个案子 我们都不能确定呢 你别掺和了 真要是个案子 我们肯定能破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说起来 罗织队也不想看他夜九被梁局长虚 他知道老梁的脾气 一旦爆发起来 不管什么场合 也不管对谁 不把你逊的狗血喷头就不算完 搞不好 直接给你们进江省公安厅去公汉 这种事 老梁绝对干得出来 倒不是说两人之间有什么了不得的交情 关键是罗开诚 不想将来听到别人说 他们首都国安的人 一大欺小 不给公安同志的面子 夜九虽然年轻 却是实打实的英雄 万一进江省厅那边虎犊子 跟他们打起了官司 这传出去可不怎么好听 而夜九被点的站着一声不吭 他接受罗开诚的好意 但绝不退让 实在是这个事 他无路可退 他姐夫进步的事迫在眉睫 夜九不希望回家看到姐姐失望的眼神 而梁局长的腮帮子鼓了又鼓 显然是正在极力压制自己心中的怒火 而聘客之后 他竟然开口说道 好 我给你个机会 这一下 连罗开诚都诧异了 怎么着 这我们梁局转性子了 谢谢零 你可以自行调查 但我们不会和你共享情报 记住 你只有七天时间 七天之内 你如果能查到有用的线索 你给我汇报 我再考虑是不是让你正式参与进来 如果七天时间 你还是查不到什么东西 那你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做 意思是说 我不跟你算私自侦查的账 可是 你要没办法在七天之内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就怪不得我老梁了 说到底 夜九身上这些光环还是有用的 老梁都不得不给他魄力 要是换一个普通的警察 只怕这点儿 老梁直接给靖江省天打电话了 逛的你一些臭毛病 报告梁局 不用七天 夜九也不生气 依旧很冷静 这国安的同志立刻眉毛扬起来了 三天 你给我三天时间 基本信息共享 我把案子破了 夜九不计不徐 语气平静了惊人 没有丝毫的积月之一 梁局长满脸的黑线 是你飘了 还是我提不动刀了 如果要时间快进个十几年 梁局绝对一脚踹过去 连罗开成都不高兴了 小兄弟 你这是憋着要打我的脸呢 这个事儿吧 我们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甚至连他是不是个案子 现在都没办法定下来 结果你跟我说给你三天时间 你把案子破给我们看 有点甘寡 小叶啊 不要置气 罗开成忍了诱人 最终还是觉得 不能在这地儿闹 毕竟这不是在办公室 在人家康复诊所呢 四周一大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呢 鲁局 您误会了 我真不是置气 只要有基本的信息共享 我确实有把握 叶九自信满满地说道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听上去诚恳一些 他也确实没想要刺激国安的同志 有什么好处啊 你想知道什么信息 梁局长冷冷地问道 他已经彻底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失去了耐心 不过话出口 不方便再收回来 现在老梁就等着过完这三天 如果三天之内 夜久没给他个交代 他倒要看看 这个家伙又是一幅什么嘴链 我到时候 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敢在我老梁面前吹这么大牛逼的人 以前还真的从来没见过 我只想知道一点 泄密了吗 对梁局的怒火 夜久全当没有感觉到很冷静地说道 不能确定 梁局毫无感情色彩地回答 这个答案在夜久的意料之中 真要是能够确定已经泄密 那就已经百分之百是个案子了 并且是答案 好 谢谢梁局 我并没有其他疑问了 梁局 罗志 我们开始调查吧 眼见得国安几位一脸懵逼 夜久说道 你把这操作搞得好像大家都是行兵担子 夜久同志前来指导大家破案的一样 但是仔细想想 还真不好发脾气 大家伙跑来这地儿 难道是聊天打屁的呀 梁局长转身 进入了康复诊所 大家默默跟上 一时间都不说话了 被夜久搞得情绪有些不好 这罗开芳也是有些懵 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好像内部也存在矛盾 不过这不关他的事 作为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 诊所老板 这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他很清楚 闲事不要管 罗老板 这个人你认识吗 罗开诚从口袋里掏出邹教授的照片 在罗开芳的面前沉深地问道 认识呀 这不就是邹教授吗 哎呀 听说他出事了 好意外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罗开芳一脸的压抑 他这诊所和邹教授所在的保密单位距离很近 要不然邹正刚也不会经常到这里来做按摩解压 邹正刚是极其典型的宅男性知识分子 稍微远点的地方他根本不会去 不是因为懒 而是他觉得花不起这个时间 对于他们这种科研狂人来说 最缺少的最耽搁不起的也只有时间 所以昨天邹教授刚一出事 他们这边就很快得到了消息 叶九仔细地打量着罗开芳的神情 很自然 看不出任何的作作之一 当然 如果这个罗开芳真的有问题 他也不至于警察一上门就惊慌失措 这么差的心理素质 人家也不会派他来到这边搞大事 叶九很清楚 间谍这种人物真的是千遍万话 无孔不入 你压根就没办法给间谍贴设一个标签 他们可以是任何人 任何职业 刚才还高大上 转眼之间就可以变成卢瑟 邹教授是你们的常客吗 他是不是经常来你们诊所做按摩的 是啊是啊 他是常客经常过来的 一般都是中午过来 就昨天中午 他就过来做了一个小时的按摩 哎呀 怎么就能出事了呢 多和气的一个人呀 罗开芳絮絮叨叨的 极其惋惜的样子 来 罗老板 请你带路 带我们去看看 邹教授昨天在哪里做的按摩 给他按摩的哪一位 你请他过来 哎呀 罗支队长 很不巧啊 昨天给邹教授做按摩的是小谢 他今天家里有事 没来上班呀 马上打电话 让他过来 罗开诚毫不含糊的说道 脸色变得极其严峻 这个小谢瞒得女的 叶儿就在旁边插口道 女的呀 马上打电话 让他立刻过来 啊 好的好的 那个 燕子 你给小谢打电话 让他马上过来 啊 罗支队长 各位领导 这边请这边请 昨天邹教授就是在二楼做的按摩 请跟我来 从罗开诚这个态度啊 还是能够看到端正的 也并没有特别的紧张畏惧 似乎压根没将邹教授的死亡 和自己这个康复诊所挂起钩来 一行人跟着罗开诚上了二楼 其实布局大致和那些洗脚城差不多 都是一个个的单间 但装修水平就要差上不少了 来来来 罗支队长 各位领导 呃 就是在这里 二零一 基本上啊 每次邹教授过来 都是在二零一 只要小谢有空 一般都是他给做的 二零一时 就在楼梯口 一上二楼正对的就是二零一 旁边则是一个小小的阳台 看不出任何一样 推开门走进去 室内装修非常的简单普通 有两张狭小的按摩窗 倒是十分的干净 也没什么异味 看得出来 这个私人小诊所平时在卫生方面 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当时邹教授是在哪张床上做的按摩 罗开诚打亮着二楼的环境 皱着眉头问道 这个 嗯 罗支队长 我不是很清楚啊 昨天中午吧 陈所比较忙 有好几个感冒的病人 我得照顾他们 邹教授过来 我就让小谢去招呼他了 反正他们也是老熟人 小谢会安排好的 所以我就没跟上来看了 罗开方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个解释倒也算合情合理 那邹教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你知道吗 啊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他大约是中午两点多的时候走的 我刚好和他打了招呼 夜九插口问道 他平常都是两点多离开的吗 据我所知 邹教授他们的研究室 正常作息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上班 五点半下班 以邹教授的性格来说 他一般不可能迟到 昨天下午早退了 那也是因为回家 要和老父亲商量 半寿宴的事情 要不然 他平时都是严格遵守单位的作息时间 晚上 再自动加几个小时的班 这罗开成皱进了眉头 似乎对于夜九不时插话 有些不满 比如他手下的几位同志 基本上在他询问的时候 就不会开口 不过罗支队还是忍住了 到底夜九还是太年轻 不懂得规矩 罗开封愣了一下 仔细想了想 这才说到 确实 昨天邹教授离开的时间是有点晚 可能他来的也比较晚吧 一般我们的康复按摩 都是五十分钟为一个疗程 他平常都是一点左右过来 不到两点钟就离开 走到单位去上班 时间上也来得及 那他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没有 绝对没有 一切侦查 罗开封连声说道 这个我可以保证 我看着他走的 绝对侦查 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 很快 刚子就跑过来 先是小心地打量了警察记忆 然后压低了声音 对着罗开封说道 主任 消息说 他过不来 他妈突然病了 他已经买好了车票 准备回老家 让我给你请个假 有好几天 才能回来上班 罗开封顿时就着急了 狠狠瞪了他一眼 怒道 他怎么回事啊 家里有事 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请假 说走就走 看得出来罗开封是真的着急 这不是把他给坑了吗 邹教授那边出了事 小谢是当事人 现在小谢说走就走 留下他顶杠 罗开封马上问道 小谢家住在哪里 他老家是哪儿的 买的汽车票还是火车票 刚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小谢老家是中原的 买的汽车票他家住在 刚子说了一个地址 罗开封看了两句一言 梁局长点点头 罗开封立马说道 不好意思啊 罗老板 刚子 请你们马上跟我走一趟 去小谢家里 这 罗开封是真的疯了 你看 罗支队长我这边 不等他说完 罗开封便开口打断他 直接了当地说道 罗老板 事关重的 你如果不想以后有麻烦的话 请你马上跟我们走 他的脸色十分严肃 片刻之后 罗开封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 那好吧 他算是看出来了 警察这是玩真的 他要是不配合 很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 而就在这时候 夜酒的电话响起来 夜酒急忙走到一旁接听 来 借啊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不讲白小声 不讲白小声 第1262集 五四 你那边进展如何 叶子的语气带着一丝焦虑 夜酒连忙问道 借 情况起变化了吗 嗯 小燕眼出幺蛾子了 叶子说得很隐晦 不过夜酒立马就明白 肯定是黄秘书长的事情 出现了较大的辩数 否则以叶子的氧气功夫 不至于着急给她打电话 而且 小燕眼那边的妖蛾子 应该出的比较大 有可能是循着正规的渠道 已经难以解决了 瞧叶子这意思 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到她这边了 她提什么要求了吗 叶子沉默了一下 这才说到 她提出要见面 并且指明道姓 要见到你 让我过去给她配礼道歉吗 对 而且是让你姐夫带你过去道歉 叶子深吸了一口气 叶酒可以想象 自相老姐眼下有多么的愤怒 简直了 恐怕叶子自从嫁入老皇家 从来没有人敢给她这么难堪 时间 地点 叶酒倒是很平静 淡淡地问道 时间 是今天晚上七点 地点就在红发会所 万里将天 和听陶小柱一样 都是红发会所 一个吃饭的地方 相对比较独立的区域 叶酒估摸着 照肖燕燕的意思 她可能更想把地点定在雨花园自主餐厅 在哪里丢的脸 就在哪里捡起来 不过人家红发那边 也可能不太乐意 毕竟自主餐厅规模太大 单独给你萧燕燕来玩一次 确实有些不太划算 尽管您是成天皇太后 咱们还得做生意不是吗 所以啊 您委屈一下 去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餐厅吧 那行 姐 你跟姐夫说一声 说晚上七点 准时过去 五四 你到底是个什么长城啊 我跟你说 你不用委屈自己 没事的 咱们今天不去 看她能怎么样 别啊姐 没必要四可 我有办法 放心吧 叶九却笑着说道 这叶子更疑惑了 你有什么办法 你可不要乱来啊 总觉得这个伸手矫健的弟弟 是打算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但是在京师 武力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啊 姐 你怎么对我 还是这么没信心啊 这姐夫的事 我能乱来吗 叶子这才略微放心了一些 却还是免不了 再次叮嘱了叶九几句 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你姐夫的事情 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关键是你自己 不要出什么事 啊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事 叶九连声说道 等这边挂断了电话 那边 公安的同志 早已经上车走了 梁区长固然同意 他参与调查 却并没有答应 会和他一级调查 最多也就是 基本信息共享 你有能耐自己去找线索好了 请你记住 三天 你只有三天时间 罗开诚倒是在上车之前犹豫了一下 显然想等他一起过去 说起来 罗指队对这位年轻的同行 并没有什么厌恶 反倒是觉得他的思路 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破案子呀 最忌讳的便是固化思维 不过叶九并没有出现 罗指队也不好久等 一位队员明白罗开诚的心思 笑着说道 罗指呀 别担心他了 他那么牛逼轰轰的 我还真担心他三天之内 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呢 这其他几位队友全部哈哈大笑起来 边摇头边笑 三天 这大概是他们从今以来 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叶九也知道他们不行 不过叶九并不在乎 在公安的通知离开之后 叶九找了康复诊所其他几个工作人员 询问了几个问题 他给诊所工作人员描述了一个人的样子 问他们是不是见过 然后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他们确定告诉叶九 见过这个人 这个人本身也是他们康复诊所的常客 尤其是近短时间 经常来做康复按摩 时间上大致和邹教授 过来做康复按摩的时间是重合的 通常邹教授前脚来 他后脚来 两人所在的病房也相隔不远 看得出来 叶九哥对这个询问 还是很满意的 离开康复诊所之后 叶九直接去了鸿发回所 连个电话都没给罗开成档 对叶九来说 罗开成找到了小谢也好 没找到小谢一巴 已经不太重要了 小谢是不是有问题 他也不关注 他只剩下了一天 哦不 半天时间 今天晚上七点钟之前 他要是没找到合适的答案 那么这个案子 将来什么时候侦破 对于他而言 已经没什么现实意义 所以按部就班的真婆 也失去了意义 非常之实 用非常之法 他直接进入了鸿发会所 甚至没有通过任何正规的渠道 尽管他可以向王太昆 借用鸿发会所俱乐部的会员卡 堂而皇之地进去 但是他没那个时间耽搁了 现在必须是争分夺秒 好在鸿发俱乐部够大 占地面积广阔 他们的安保再多 也没办法守住任何一个缺口 在叶九眼里 鸿发高高的水泥围墙 每一个地方都是缺口 叶九随便找了一个拼辟的地方 助跑发力 轻而易举登上了两米多高的围墙 脚尖无比地一跃而下 转眼置身于鸿发会所之内 对于一个酒精训练的特种兵来说 这些只不过是最为基础的基本功而已 现在是上午10点40分 鸿发会所里静悄悄的 每几个人走动 保洁员还在进行必要的清扫 各个餐厅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中餐 这样的豪华会所 从来都要晚上才是最为热闹 所以这个时间是鸿发会所最为清闲 同时也是戒备最为松懈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会所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一路上叶九也碰到过好几拨人 最多是点头一笑 大个招呼 根本就没人上来和他攀谈 更不用说是攀问了 大家都自动将他当成了会所的工作人员 会所员工这么多 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认识所有人 这就意味着 谁也不会多管闲事 叶九就这么畅通无阻来到了御花园 来到这里 叶九为了找一个人 找那个适应生 就是那个端着盘子 在人群中如同穿花蝴蝶一般 腿动腰不动 人晃手不晃的那位适应生 前天晚上 参加酒会的许科长 还在他的盘子里拿走过一杯鸡尾酒 夜九记得他的模样 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康复诊所 这位适应生登记的名字叫李花 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全国估计得有十万二十万的叫这名字 但是叶九并不认为这个名字是真实的 有很大概率 这位李花在红发会所使用的 是另一个名字 所以叶九必须先找到御花园的经理 经理先生应该清楚的知道 自己手下每一个适应生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声 夜九算是运气不错 在御花园负责人 刚刚准备出门之时 他找到了办公室入口 在门口堵住了他 刚刚拉开门 结果迎面撞上了夜九 这经理先生 下了一大跳 你好 夜九咧嘴一笑 扬起了手 跟经理打了一个招呼 最开始惊吓过后 显然 经理已经认住了夜九 前天晚上那龙针虎头 经理先生作为御花园的 自助餐厅的画室人 当然旁观了全过程 从头至尾 打得猛哥毫无还手之力的夜九 自然也是印象无比深刻 经理 这一步说话 夜九也不客气 静止想着办公室走去 空间如此逼则 站在他对面的经理 无奈之下 只能倒退着回到了办公室 只不过瞬息之后 他额头上的冷汗 便是流下来了 情况好像不对 这位爷忽然跑到他的办公室来 应该没什么好事吧 放心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只是麻烦你 帮我找一个人 找人 找谁啊 经理依旧是小金刚 一阵阵颤颤悠悠 不过还是抬手 擦拭了一把汗 你这儿有员工的资料吧 拿出来我看看 有没有一个叫李华的 李华 没有啊 经理是连连摇头 叶九知道 那家伙果然是用了假名 把所有员工资料 还有照片 全部拿出来给我看 别跟我说没有 你们这么高档的会所 内部管理不可能这么粗糙 叶九一句话 把经理所有的推脱之词 全部堵住了 有资料有资料 九爷稍等 我这就给你找出来 经理一叠声的说道 当此之时 他淡求这把火 别烧到四家身上 至于会不会烧到别人身上 那他就顾不上了 就是这个人 等经理将员工资料拿过来 也就很快 便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人物 哦 九爷您要找王建国呀 经理暗自松了一口气 神他妈王建国 这名字 比李华的人说还要多 这应该也不是真名吧 好吧 在红发俱乐部叫王建国 在康复诊所叫李华 这家伙要是没问题啊 也就以后不干心情了 他今天上班了吗 来上班了呀 他没给我请假来着 那好 你打电话叫他过来 我有事要问他 经理先生犹豫了一下 疑惑的问道 九爷您找他 经理 喜欢打听秘密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有些事啊 不知道比较好 是的是的 您说的对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经理忙不迭地点头称诗 再也不迟疑 拿起电话就拨了过去 夜九看过资料 知道王建国只是一个普通的服务生 经理这个电话 是打给适应生林班的 却并没有直接打给王建国 那谁 王建国在不在 你让他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 什么 他请假了 什么时候请假 为什么请假啊 上那间 经理有些暴躁的意思 他妈咱们这里处着一位杀神 全指着王建国这小子来给我解围呢 结果你告诉我 他请假了 他刚请的假 说是人有点不舒服 要回去休息一下 电话那边 市影生林班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搞什么呀 他请假为什么不马上叫我报告 经理勃然大怒 林班是一脸懵逼 说实话 他不知道经理为什么发火 一个普通的市影生请假 多大点事啊 这以往也不是从来不需要汇报吗 有他电话吗 叶熊马上问道 有 有的吧 他有手机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就在经理手忙脚乱的时候 王建国已经关掉手机 回到了自己的临时住处 他们这样的市影生啊 公司给安排了集体的宿舍 单位提不提供食宿 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条件 至少在那些年是这样的 像王建国这种最底层的小小市影生 单位安排了集体宿舍不住 要在外面租房的人 实在太罕见了 话说小哥你每月那点工资 够交房租的吗 而王建国对此的解释 便是和女朋友住在一起 女朋友自己做点小生意 就先租了个房子 两人在一起 有个照应 好吧 这个解释倒是能够被人接受 反正除了入职那一天 领班曾经亲自去过 他住的地方看了一趟 就再也没什么同事去过了 也没人知道 他那个做小生意的女朋友 到底是何方甚深 如果洪发俱乐部只是普通酒店 那压根就没有人会在员工入职的时候 去做家房 洪发要尽量保证 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来路清白 所以才会有家房这个环节 其实也是敷衍的很 领班只是普通人 又不是警察 不敷衍也不行呀 就算是想深入调查 也没那个门路 没那个脑子呀 一离开会所 王建国将手机调成了警音 他现在也是有些恼火 不知道老许忽然在这个时候找他干什么 不是早就说过了 平时没事的时候不联系吗 这个老许就是沉不住气 年纪一大把 屁大点事便吻不住针脚 要是没办法搞定邹正刚 谁他们愿意和老许这种人打交道 黏黏乎乎的粘在身上就不好甩 难道还得管他一辈子呀 但是抱怨亏抱怨 老许说有及时找他 王建国还真得去和他见个面 只是见面的地点呢 就定在他的住处 并不是王建国没有常识 关键是他住那个地方 够隐蔽 这个时间段整个小胡同 基本上看不见几个人 在那里见面 被关注的可能性最低 反正老许也不是头一回上他家里了 要暴露 早就暴露了 按照上面的要求 老许这个人以后可能还有用 要尽量地稳住他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对他采取措施 这也是王建国当初愿意 在自己住处 接待老许的原因 没办法 想要取得人家的信任 就必须事之以成 王建国的意思很明白 老许啊 我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什么都不瞒你 你就放心吧 而在回家的路上 王建国就接到了领班的电话 领班告诉他 今天休息一下 让他赶紧回去上班 晚上有大酒会 人手挺紧张 大伙忙不过来 王建国答应了他 挂断了电话之后 王建国仔细回味了一下 确定领班的语气没什么异常 这才稍稍地放下心来 晚上有大酒会 这个情况他也是知道的 红发俱乐部玉花园的四处餐厅 就没有特别清闲的时候 生意火得是一塌糊涂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不假 白小生 第1264集 回到自己的小胡同里的住所 王建国发现老许已经到了 并且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在他家门外转悠了很多圈子 见到这个惊喜啊 王建国就害头疼 许哥 哎呀 建国 你总算是来了 一见到王建国 许科长大喜过往的迎上来 一叠声地说道 许哥 这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呀 许科长顿时眼睛一瞪 很不满地说道 这种事能在电话里说吗 王建国意识到 还是邹正刚的事 当即说道 那行许哥 咱们先回屋吧 有什么事进屋再说 好好好 老许平说便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天气太热 也不知道是热汗还是冷汗 刚一进屋 许科长也不落座 立马急急忙忙地说道 建国 不好了 警方 警方现在怀疑邹正刚的死不是意外 怎么可能啊 王建国顿时飞飞一了 反问道 你不是说保证万无一事的吗 可是我听说了 有个警察 他说老邹是死在武术高手的手里 还说什么刺血啥的 我也不是很懂 反正这事啊 现在麻烦大了 你得赶紧想个办法 许科长急急地说道 话音微落 耳边便是风声呼啸 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 只觉得脖颈一通 顿时是扑倒在地 人是不行 蠢货 王建国议长击倒了许科长 情不自禁地狠狠催了一口 又抬起脚来 踢了倒地的许科长一脚 地面上那个人还是毫无动静 颈部大动脉突如其来的距离 以他的体质至少得晕上一两分钟 才有可能苏醒过来 老子烦你很久了 王建国又自言自语了一句 重重地呼了一口浊气 似乎在为自己找借口 严格来说 他这么干是违反命令的 上面明白的要求 暂时不动这个兴许的 留着他很有用处 可是现在已经不能留他了 王建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 从老许的描述来看 他那番话不像是编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警方确实在怀疑 邹正刚的死因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种手法以往可是无往不利的 几乎从未出现过意外 法医查不出具体死因的时候 只能按猝死来回报 猝死就是意外 可以不予立案 但是现在王建国 觉得自己必须要撤了 不过在撤之前 还得先处理掉这个碍事的老许 就这样留在出租屋内 显然是不合适的 得把他弄走 王建国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点起了一支烟 皱着眉头在脑中思索 可以处理老许的地方 不用太久 只要藏个六七天就够了 这么长的时间 足够他离开这个国家 远走高飞 一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 晕倒在地老许 身影一声 渐渐地转行过来 王建国脚一抬 这斜肩事案点般地 砸在了老许的太阳穴上 刚刚开始清醒老许凹的一声 再次混了 如果此时夜酒在一旁 看到这一幕 就会略表惊讶 王建国这一脚 不轻不重 力度拿捏得恰恰到好处 这可不是仅仅一具工地深厚 就能够解释过去的 这是无数次的实战经验积累起来的 没有经历过实战洗礼的人 哪怕训练再过刻苦 临战之时 这个力度也无法拿捏得 如此恰到好处 踢轻了 踢不晕老许 重了 也许一脚就死了 有经验的人知道 运输活人比死人要容易 因为活人能弯曲能折叠 死人不行 死人全身都硬了 想要折叠起来 塞进较小的空间里 你得动刀子 但是活人不需要 一支烟抽完 王剑国从床下拖出了一支 大大的行李箱 行李箱打开 里边是一套捆绑工具 王剑国先拿起了那一捆 坚韧的尼龙绳 三加五除二 将老许捆了一个结结实实 这实实在在都是 今年老手的水准呀 这个时候两次昏迷的老许 再度清醒过来 很快就察觉他自己的处境 顿时是吓得极力挣扎 可惜啊 闹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 王剑国通过实际行动告诉他 困人 哥是专业的 一段操作蒙蓉虎 效果似乎很不错 这王剑国将老许丢在那儿 不予理会 开始收拾行李 尽管这一套对他来说 早已经极为入流 可是事到临头 总是要准备一些东西的 跑路 需要吃饭 需要睡觉 这大约十分钟之后 一切基本准备停当 这前抄细软 两件简单的换洗衣物 在小包里背着 大件行李 自然是要装进行李箱 不过在将老许塞进大行李箱之前 这王剑国 还有最后一个流程要完成 打针 虽然老许的嘴巴已经被塞住 手脚被捆得严严实实 但是不保险 万一在路上死命挣扎 保不齐会被人发现 所以 打一针镇静剂 非常的有必要 最少可以保证两个小时之内 老许不会再乱动 至于老许以这种憋屈的方式 被塞进行李箱里 加上这一针强烈的镇静剂 会不会在运输过程中 止血而死 那不在王剑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反正到了地头 王剑国也得死 尽量不留后患 这是王剑国在接受训练时 教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对于间谍来说 任何一点后患都有可能出意外 最终导致整个行动公败垂成 甚至把自己的一条小命都搭进去 这样的结果 是王剑国绝不能接受的 他可以死 做间谍的人都有这种自觉性 但是他不想因为老许而死 因为别人的愚蠢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太他妈不划算了 看着王剑国熟练地操作着针筒 趴在那儿 努力地以眼睛余光撇过来的老许 再次激烈地挣扎起来 他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不知道这针管里装的是镇静剂 还以为是什么毒药呢 当然 不管是镇静剂还是毒药 老许都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他能存活于世上的时间 恐怕要以分钟来计算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65集 许科 别紧张 只是镇定剂而已 放心好了 我只是带你出去躲一段时间 不会杀你的 别怕 看着剧烈挣扎 不甘心救死的许科长 王建国笑着说道 身态镇定自若 好整一下 我信了你的鬼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许科长在心里破口大骂 将王建国的祖宗18代女性 全部问候了无数遍 许科长哪怕再愚蠢再迟钝 他也知道 王建国在哄他 王建国摇摇头 这家伙临死到头 居然还变聪明了 原本想着能再哄他一下 让他心里头啊 多留一些希望 不那么抗拒 这镇经济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那既然哄不了 那也无所谓了 这个计量打下去 哪怕是一头牛 也待昏两个小时 眼看着毒药药扎下来 老许是竭力挣扎 将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这额头上的汗水是狂涌而出 满脸都是惊恐欲绝的神色 挣扎什么呢 你越挣扎越受罪 好好配合一下 走之前还能舒舒服服睡一觉 到了那边 你也不用埋怨我 王建国叠过着 举起了针筒 罩着老许的胳膊便扎下去 而就在这时候 门锁塌的一声轻响 王建国猛然扭头 却发现房门已经被人推开 在眼前压 门口 门口 站了一个人 王建国反应神速 想都不想 手一抬 手里的针管便化为了飞镖 朝着门口站着的那个人 直舍而去 他都没看清楚那是谁 反正不管是谁 这个时候忽然推门进来 那就必须得死 王建国绝不会给自己 留下任何的后患 赶这一行 如果不心狠手拉鞋 那死的就是你自己 这来人随便以伸手便抓住了针管 哎呦 反应很快嘛 震震计吧 是你 王建国心中已经 终于看清楚了 站在门口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当然是我了 要不你以为会是谁啊 哼 不管是谁 反正都得死 王建国宁笑一声 手腕一翻 寒光闪耀 一柄锋锐的断臂 并已经握在了手里 反手刀 也就微微点头 瞧这个握刀的手法 也算是入了门的 要不然 这打起来就太没意思了 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 怎么样 看着反手握刀 迟迟不肯动手的王建国 叶九笑着说道 李其中明显带着戏谑之意 王建国也笑了 笑得很阴 他是间谍 受过十分专业的训练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必须保持冷静 绝不动怒 怒火只会让他失去理智 从而 无法对面对的局势 做着正确的判断 可是眼下王建国是真的被叶九激怒了 这混蛋以为自己是谁啊 真以为打赢了猛哥就天下无敌了吗 他难道不清楚打倒对手和杀死对手 是完完全全两回事吗 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间谍 王建国知道 自己正面要击败叶九 也许很难 毕竟连猛哥都不是叶九的对手 但是如果想要杀掉这个家伙 办法还是有的 最简单的办法 只要用他手里的匕首 无论在叶九身上哪个部位 随便划一道小小的口子就可以 这刀锋上脆过毒药 很快就会麻痹叶九的神经 虽然这一点分量不足以致命 却足以让叶九的动作持缓下来 让肌肉变得十分的松弛 到那个时候 他就算是想喊都喊不出来 自己只需要轻轻一刀便能割断他的咽喉 杀一个人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他们吹牛逼呢吧 王建国冷笑道 哼 老子知道你是警察 你们这些警察 什么时候也跟人讲规矩了 你他们肯定带了一大堆人来抓我 没有啊 你看 这前后左右都没人啊 叶九摊开手 很无辜的说道 而就在这时 王建国动了 他故意跟叶九扯淡 争取的就是这个机会 让叶九分身 虽然这远远谈不上是最好的机会 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 王建国真的没办法再等了 正所谓是野长梦多 眼下每多拖延一分钟 他离鬼门关就近一步 只能是铁儿走险 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傻逼条子 自信心爆棚过于骄傲之上 或许啊 他就是想猫拿耗子一般 高高在上戏弄他一番 然后再把他撂到 以满足自己膨胀的虚荣心 但事实证明 王建国想错了 不管任何时候 野九都不会低估自己的对手 王建国的动作不可谓不密切 出刀的角度也不可谓不刁钻 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 可能连一刀都躲不开 王建国一刀出 对手就已经挂了 可惜 对面是野九 王建国的反手刀 刚刚杀到野九的跟前 然后便快捷无比的 向上一溜 这是王建国的杀手锏之一 以前在基地接受紧身搏杀训练的时候 连他的教官对这一招都很肯定 觉得只要这一招用好 他的对手 基本上就没他玩 甚至他的教官还点苹果 想要躲避过这一刀 其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让他紧身 一旦让他贴到身前 基本上就没人能躲得过 王建国的心中一袭 同时也有些鄙视 还以为这个警察和别的警察有些不一样呢 谁知道毫无区别 就是一个自打成狂的傻逼而已 然后王建国就觉得手腕一紧 在他反手上撩 刀子和手腕分开的一瞬间 也就忽然一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这他妈是什么操作呀 刹那间王建国完全懵逼了 他从来没想过居然还可以有这种操作 居然有人可以在这种电光火石的瞬间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这是什么速度 恐怕连教官都做不到吧 王建国到底呀 不愧是受过专业严格训练的间谍 这心理素质远比一般人强得多 犯愣只是瞬间的事 一旦意识到自己身陷险境 立马大喝一声 下意识地反手回夺 在国内当间谍 一般情况下 戴不了枪 太容易暴露 所以 手里这把刀子便是他最大的仪仗 必须把刀子夺过来 要不然就没得到 谁知道他刚一使劲 这叶九便松开了手 王建国顿时站立不稳 蹬蹬蹬连退好几步 刚才为了把刀子夺回来 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叶九突然松手 搞得他是猝不及防 这吃奶的力气完全用到了自己身上 一时间是胸口气血翻涌 好不难受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1266集 这招倒是有点意思啊 来 把你肚子里那些货色 全部掏出来 让我乐呵一下 叶九仍然稳稳地站在那 死死地堵住门 你知道 对手太垃圾啊 打起来就没意思了 你他妈的 王建国嚎叫一声 又猛然扑上 不能动怒 不能动怒 王建国虽然一再在提醒自己 这个家伙 就是在激怒自己 可是世道临头 还是控制不住 别看他表面上只是一个适应生 其实在组织内地位并不低 自从他单独执行任务那天起 从来没被人这么鄙视过 所以 他一定要宰了这个混蛋 在右手出刀的同时 王建国左手一动 中指上套着指环指中 无声无息弹出了一截短短的金刺 这截针剑上 脆的毒药比刀锋上脆的毒药还要厉害 这才是王建国真正的杀手剑 然而并没有什么乱用 唯一改变的是 当叶九看到那乌黑的毒针之时 瞬间失去了玩下去的兴趣 决定 及时结束这场战斗 当双方的等级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 叶九 确实有权及时结束战斗 叶九连甩棍都没动 直接打掉了王建国右手拿着的短臂 和真正的手刀相比 反手刀 确实可以有效的保护持刀者的手腕 但这种保护极其有限 并不能百分之百的 让持刀者的手腕不受外力的打击 这王建国的动作依旧敏捷 角度依旧刁钻 叶九也准确无误的击中了他的手腕 大家保持了自己巅峰的水准 只不过 两人的巅峰水准相差的有些远 所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脆毒的匕首被叶九打掉 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左手手腕被叶九反应过来 骨折的声音是如此清脆 哪怕是王建国痛入骨髓 他还是能够很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左手手腕骨折的声音 听起来简直是惊心动魄 王建国是痛得单膝跪地 右手自然而然地扶住了自己的左肩 额头的冷汗刹那前是滚滚而下 差点连牙齿都咬碎了 这才终于止住自己没有惨脚出声 这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业 同时也是作为一个间谍最后的专业水准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要尽量保持沉静 千万不要大喊大叫 引起其他人的关注 作间谍就注定要行走在黑暗之间 永远难见天日 叶九才不理会他惨不惨巧呢 那枚暗藏玄机的举毒戒指捋了下来 叶九知道 这种戒指的外表是误毒的 要不然王建国早已经把自己毒死无数次了 标准的特空武器 间谍标配 还挺不错嘛 叶九仔细看了看那枚戒指 点头说道 这也是叶九决定及时结束战斗的原因 有了这枚戒指 可以确定王建国间谍的身份 在此之前 叶九觉得还要确认一下 尽管王建国已经了到了许科长 足以确定他居心叵测 但是王建国依旧有狡辩的空间 现在拿到了这枚举毒戒指 那就没什么挣扎的余地了 叶九有很多种办法 让他老老实实地说真话 王建国是吧 这名叫什么 不会叫李华吧 叶九收起了毒戒指 笑着问道 你他妈的 王建国还在嘴硬 咬牙切齿 然后又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 原来是叶九拧着他 已经骨折的手腕的胳膊 又往上抬了一下 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差点让王建国的肩关节脱臼 但王建国还是忍住了 没有惨叫出声 只是闷哼了一声 王建国 你清醒一下 你清醒一下 现在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所以不管你心里有多不服气 想活命的话就别讲 没意思 叶九不羁不虚地说道 只有掌控一切的人说起话来 才会这么随意 要杀要挂随你便 老子反正 王建国继续咬牙切齿 一句话没说完 脖子上一捅 眼前顿时是天旋地转 一声不吭往前扑倒 就此晕死过去 就好像他刚才打晕许科长一样 从王建国的摇尖抽出皮带 将他双手反绑 现如今 叶九哥是关大学的学生 不是一线刑警 手铐这种警卸 不会随身携带 叶九仔细搜查了一下这个屋子 看看有什么值得留意的东西 当他从趴在地上的许科长 身兵走过去的时候 老雪是死命挣扎 不住地从喉咙里发出污的声音 再向着叶九求救 他知道叶九是个警察 也知道王建国是个间谍 严格来说 他就是王建国的同伙 也是间谍 虽然很外围 可现在他的同伙要杀了他 这许科长直接被吓尿了 哎 是真的被吓尿了 现在许科长的裤子已经完全湿了 所以许科长只能向叶九求援 坐不坐牢的 先甭想 先保住了性命再说 他妈的坐牢也被丢了性命枪呀 许科长 我知道是你 别着急 我先搜查一下屋子再说 待会儿啊 我还有很多事要问你呢 希望你配合一点 要不然 我会把你手脚全部打断 叶九略微停顿了一下 扶手看着趴在地上的老许 笑着说道 许科长在心中无声的呐喊 你是警察 你怎么可以打断我的手脚呢 我可以 对付你们这帮卖国贼 老子从来不手软 这叶九似乎能听到许科长内心的呐喊 微笑地说道 索性便多停留了一会儿 再跟许科长多说了几句 你觉得如果把你手脚打断 把你满嘴的牙齿全部打掉 甚至把你打残废了 会不会有人追究我 不会的 不会有人追究的 你是个卖国贼啊 再说了 有谁能够证明 你手脚是为我打断的 也许是被他打断的呢 你们两个卖国贼自相残杀 这不也正常嘛 反正到时候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两个都是叛国罪 都是卖国贼 你们说的话 谁会相信啊 许科长再一次瞎尿了 也不知道他的膀胱 为什么会这么差劲 连点尿都憋不住 但是他知道 叶九说的是实话 确确实实办案人员 不会相信他和王建国 只会相信叶九 哪怕他们明知道 手脚是被叶九打断的 也会装作不知道 反正这一切都有王建国顶纲 该怎么做 大家伙心里有数 所以啊 考虑清楚 千万别讲 说完这句话之后 也就不再理他 自顾自得 走进卧室搜查去了 他相信许科长一定会想得清楚明白 这个家伙 不是什么硬骨头 更不是王建国那样 受个严格训练的专业间谍 他很业语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不讲白笑声 第1267集 以夜九的专业水准 搜查王建国这样小小的出租房 并不耗费太多的时间 一居室代出位 王建国勉强分割成了客厅和卧室 尽管他身份特殊 注定在这个地方住不了太久 可也并不妨碍 他将这个房屋做的小小改变 至少这样看起来 他更像是那种 已心想把小日子 过得好点的正常使命 这一点对于间谍王建国来说 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 他屋子里 没有留下太多有用的东西 作为一个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间谍 不要在曾经留过的地方 留下太多破绽 也算是基本功 比较要紧的一些东西 王建国已经全部收拾好 装在了小背包里 自然 现在这个背包 已经落在了叶九手里 当叶九俯身 将许歌掌拉起来的时候 王建国已经悠悠转醒 然后 他就得到了完全相同的待遇 叶九轻轻一脚 踢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王建国顿时翻着白眼 再次晕了过去 许科长笑了 尽管嘴巴里栽着东西 笑容很难看 但是他确实笑了 真是天道好循环 试看苍天饶果是一样 许科长就这么 汁水淋漓地 站在了叶九跟前 虽然骚起扑鼻 但这趟口 却是顾不上了 叶九这样的资深刑警 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 腐败多日的尸体 比这个味道重多了 许科长 想清楚了吗 聊聊吧 叶九慢慢地 在小餐桌前坐下来 抬头望着许科长 不无忌不虚地说道 他现在确实很有耐心 在这里一把抓住了 王建国和老许 叶九哥 算是胜券在握了 许科长情不自禁地 弯下腰来 连给叶九鞠躬 示意自己愿意配合 哪怕是他被间谍 发展成了外围成员 在多年轻盈的场面上 这种变色龙的功夫 早已经深入骨髓 再也改不掉了 看来你是想清楚了 记住啊 不想惊动太多的人 就别嚷嚷 许科长再次连连点头 叶九便拿掉了嘴里的障碍物 这许科长顿时常常 舒了一口气 猛着连续吸了好几口 这才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 现在我问你答 不相干的问题 抛到一边 知道吗 明白明白 那个 叶科 这就是个误会啊 我和邹教授是发小 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 你看 你看是不是 商量商量 嘴里说着明白 转眼界啊 就打起了歪主意 想要跟叶九私聊 叶九笑了 叶九笑了 许科长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 别有了 这种事 私了得了吗 啊 这得多大的好处 我才能跟你冒这个险啊 我公布着 你其实在他们手里 也没拿多少好处吧 叶九虽然不是国安警察 但是国安的案子 他还是接触过不少 间谍这个行当 听起来高大上 尤其在普通人眼里 间谍厉害的妖命 都是007那样的猛男 帮女郎那样的美女 出入的都是高档场所 至最精密 花钱入流水 好像特务机关的经费 真是无限一般 实际上普通外卫间谍 出卖一份机密情报 获得报酬真不多 多的几万 少的不过几千 甚至有的一文都不给 真要是那种最机密的 顶级情报 得到的报酬 才会多一些 又或者你本身的地位足够高 间谍机关想要收买你 未得出更高的价钱不可 根据叶旧综合分析 他觉得许科长这样的 充其量只是一个中档价位 这还得益于他所供制的 是密集很高的保密单位 还得益于邹正刚教授 正在领头研究的那个项目 是目前同类项目中 最为顶尖的科技 如果老许仅仅是 普通行政机关的小科长 哪怕他卖身投敌 做他的酬劳 也不会是什么大数目 据叶旧所致 不少被外国间谍 拉下水的外围间谍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为了钱 只不过是不小心 着了人家的道 发现自己中了圈套之后 又没有壮士断腕的果决 不及时向组织坦白 交代自己的问题 力争改过自新 而是心存矫性 想要蒙混过关 结果越陷越深 就你那点智商 还想和人家 一整个的专业机构玩心眼 那不是闲名唱吗 一般来说 能击败专业组织的 只能是另一个组织 听了叶九这番不咸不淡的话 许科长顿时是脸色沙白 这么跟你说吧 你呀 别有什么侥幸心理 现在呀 是你争取主动 争取宽大处理的唯一机会了 看看身边这位 还晕着呢 你现在把什么都招了 不但算你突然自首 还可以立功 要是等我把你送到国安部门去 你觉得你有这个机会吗 这王建国可比你知道的多 他只要一招工 就没你什么事了 明白吧 明白明白 他不叫王建国 他 他叫丁丽丘 叶九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微笑 很好 虽然丁丽丘大概率也是一个假名 但重要的是许科长这个态度 把这句话一出口 就等于已经是把叶九的话 全部听进去了 好 那咱们 现在就先叫他丁丽丘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啊 邹正康教授他们研究那个课题 是不是已经泄密了 叶九缓缓地问道 许科长顿时低下了头 低声地答道 是 叶九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尽管他不是科学家 没有上过正儿八经的大学 可是邹教授正在研究的那个课题 到底有多重要 他还是很清楚的 一旦邹教授研究成功 完全可以填补一项国际空白 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政治价值 都极其巨大 而这个课题泄密 所造成的损失同样巨大 同一时间啊 梁局长罗开成他们 还在询问康复诊所的几十小谢 说起来 这国安同志的运气 还算是不错的 小谢的母亲的确是突发疾病 小谢已经买好了车票 准备立即赶往老家去探望 愣是被国安的同志 在火车站给接住了 再晚半个小时啊 小谢就已经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扬长而去了 在火车站接住小谢 就地询问 国安把车站方面 三是全力配合 但是询问的结果 很令人失望 小谢一脸懵逼 一晚三不至 他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1268集 基本上每次邹正刚教授 过来康复诊所 只要小谢有空 都是他给邹教授按摩康复的 他们之间 也算是好些年的朋友关系了 邹教授很幸得过小谢的手艺 昨天中午 就是他给邹正刚教授做的按摩 罗开成主审 梁局长亲自参与旁听 经过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反复询问 加上外围的调查 罗开成基本可以确定 小谢看他真的不知情 他就是个普通的康复按摩技师 而且为人老是木讷 不善言辞 嫌疑人是不是撒谎 这经验丰富的老警察 通过询问 基本上能判断个六七分 并且准确率很高 至少罗开成觉得 小谢应该没有撒谎 这么简单一个过程 其实几分钟就能够问明白 罗开成却是反反复复 花了一个半小时 这不过是一种询问技巧 同样的问题 通过不同的方式 无规律地反复询问 从嫌疑人的回答中 就能够判断出来 他是不是在撒谎 这同一个问题 前后两次或者三次回答 南云北折 不知所云 肯定是在撒谎 然而如果前后两次 或者三次的回答完全一致 连浅词造句都差不多 那有很大可能是在撒谎 你背出了标准答案 小谢每次回答 浅词造句都有些许不同 但大致一字完全一致 多半说的是实话 而且他形容憔悴 身心柔弱 看起来三十来岁 比十几年龄足足大了五六岁 这个样子也和大火阵之中的间谍 五数高手相差甚远 通过罗开芳那边的介绍和外卫调查 也基本上可以确认 小谢的身家清白 没有任何前科 这样一个人纵算是国外的间谍机关 也不大可能将他发展成外卫的成员之一 性价比太低了呀 综合小谢所有的供述 只有两点引起了罗开成等人的重视 每次康复按摩结束之后 邹正刚教授都会再休息几分钟 然后离开 另外 在昨天按摩的过程中 小谢因故出去了一会儿 大概三四分钟 这两个时间段内 二零一内 只有邹正刚教授一个人 而且属于小气的状态 精神完全放松 也就是说 如果叶九说的那个死因真的成立的话 那么只有在这两个时间段内 凶手才有机会进入二零一 针刺邹正刚教授 脑后左右的丰府学和雅门学 导致几个小时之后邹教授死亡 可是这个话 罗开成不能说出来 因为梁局从一开始 就已经否决掉这种可能性了 他完全不相信邹正刚教授的死因 是因为三处学道受到针刺 假如邹正刚教授真的是死于他杀 那他死亡的原因一定有其他的方面 只不过一时间 法医查不出而已 考虑到国外的间谍机构 层出不穷的各种杀人手段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这国安的同志经验再丰富 也不可能准确地 掌握国外间谍机关的每一种杀人方法 如果要是顺着夜酒的思路 展开侦察行动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进一步地扩大调查范围 将当天进入康复诊所 按摩治疗 所有的人全部纳入进来 一一地排查 罗开成想了想 还是没有提 老梁同志的脾气 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这人本事是有本事 肘也是真的肘 这种自讨没趣的话 还是不说为妙 可是接下来该往哪个方向侦察呢 恰住了呀 还有这小谢该怎么处理呀 人家家里是真真的有急事 急着回家 预定的那趟火车已经开走 下一辆列车出发的时间又快到了 这梁局长双眉紧皱 一声不吭 只是一口口地抽烟 罗开成知道他的习惯 只有在遇到挺大的难题时 梁局长才是这把模样 老梁像是没听见一般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许多优秀的警察 他一旦开启深破墨时 几乎都是这样忘物 小谢都快哭了 而就在这时啊 罗开成的电话忽然响了 他急忙走到一旁去接听 罗志 我是叶九 电话那边 传了叶九平静的声音 嗯 嗯 罗开成只是点点头 连一句招呼都不大 这档口 估摸着梁局长 最不想听到的 就是叶九的名字 还是不要随便激怒他 跟你汇报个警察 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周整刚教授 确实死于谋杀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罗开成下意识地反问一句 电话那边 叶九不羁不虚地说道 因为我抓到了犯罪嫌疑人了 两个 刚才已经招过 周整刚教授 确实被他们害死的 这罗志顿时就晕了 有点没回过神来 这是什么状况 他抓到嫌犯了 罗志 您看您是不是辛苦 带人过来一趟 叶九说得很谦虚 其实一个人压两个嫌犯 这样的事啊 叶九哥以前又不是没干过 但是这回不一样 其中有一个是专业间谍 也就觉得 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行 你等着 我们马上过去 罗开成随即又加上了一句 林了 又加上一句 注意安全 必要的时候 可以使用一切武力 火车站小办公室的气氛 顿时变得有几分诡异 大家安静静的 突然都不说话了 这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就刚才还嫌弃人家呢 笑话人家说三天破案 不知天高地厚 结果半天不到 人家说把人抓到了 虽然是说没亲眼验证过 但是想来叶九 不会在这种大事上吹牛吧 这样的事是一定要见真掌的 胡说八道不管用啊 沉默片刻 这梁局长立刻沉声说道 过去看看吧 这位 小夕 谢谢你的配合 耽搁你回家 对不起了 如果有什么困难 现在可以向我们提出来 我们尽量帮你解决 好吧 其实梁局长并不是对谁都这么苦 面对小夕这样的普通使命 梁局长也有温情的一面 没有没有 我 那我可以走了 小夕顿时连连摇头 试探着问道 活了三十年 还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大阵仗 小夕心里头可紧张了 当然 梁局长点点头 虽然已经得到了梁局长的同意 小夕还是迟疑着 不敢就走 梁局长再也不耽搁 率先大踏步出门 罗开诚有对难的小夕 轻声说了一句 谢谢你配合 现在可以回家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希望你尽量保密 这也是保护你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 谢谢谢谢 小夕反应过了一叠声的道歉 直到国安的同事稀疏离开 这小夕才确定自己真的自由了 背起行李离开了小办公室 一路急赶火车 而梁局长一行 却是风驰点车 朝着市中心急车而去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百笑声 第七二百六十九集 夜九却是好整以下的 在丁丽丘的小租房里 继续审讯 去丁丽丘交代 他的真名就叫丁丽丘 夜九将就着听 也不怎么在意 这个问题不是重点 做间谍的 真名叫什么 重要吗 夜九已经在他的行李包里 找到了五张身份证 三本护照 看上去都是真的 至少肉眼来看 夜九没办法分别真假 既然分辨不出 那就能用 能用就是真的 这是一个挺简单的道理 所以 不管眼前这个家伙真名 是不是叫丁丽丘 还是王建国 或者李华 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把他隐藏那些秘密 全部挖出来 审讯过程相对来说 比较顺利 既然丁丽丘 已经落在了夜九手里 不招供啊 不太可能 这是夜九哥的强项 对这些间谍 没什么客气好讲 当然这和丁丽丘本人的性格 也有关系 说起来 丁丽丘算是比较 有关棍的 有一股子 愿赌服输的尽头 你夜九厉害 逮住我了 我就服气 根据他交代呢 他当初其实也是好好良名 之所以加入间谍机构 也是愿赌服输 上了人家的当 赌输了 就得扔 然而最奇葩的是啊 丁丽丘说着说着 还嗨起来了 反而过来劝输夜九 加入他们的团队 我跟你说 叶警官 我们这个组织和别的组织不一样 我们不找普通人 只找高手 我们是雇佣军 老实说叶警官 像你身手这么好的 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到 就算在我们组织内部 你也属于最顶尖的了 我教官都不如你 也许只有总教官 才能和你见个高低 你这样的好身手 还是警察 只要你加入我们 组织一定会给你重用的 金钱美女任你挑 夜九顿时有些头疼啊 这家伙看上去挺稳重的一个间谍 怎么突然间变成画牢了 眼见得丁丽丘还在喋喋不休 给夜九做着思想工作 夜九忍不住打断了她 你觉得金钱美女就是一切吗 身而为人 这就是你的人生目标吗 当然不是 这丁丽丘短然否认 金钱美女怎么可能是我的人生目标呢 我的人生目标是权力 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 执掌千万人的生死荣辱 才是我的人生追求 什么玩意儿 等一下 夜九觉得自己头痛的更加厉害了 你个当间谍的能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 能执掌千万人的生死荣辱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醒了 哎 间谍连光都见不得呀 你错了 夜警官 丁丽丘猛然抬头 脸上因为被抓 而丧脑的脸色一扫而光 却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傲然之气 谁说一定要见到光才能有权力的 真正的权力 从来都是见不得光的 从来都是执掌在黑暗手中 光明 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你以为那些站在台前的大人物 就是真正的权力人物 他们不过是拿出来出门面的 组织想要他们什么时候死 他们就得什么时候死 想要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得乖乖找做 否则组织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夜警官 你一定是对间谍有什么误解 这也难怪了 你到底是公安那边的 不是国安 你要是国安警察你就能明白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的组织规模 大到你压根就没法想象 掌握的权力和能量 更是完全超出你想象的极限 只要你加入我们 以你的能力你的年龄 我更保证 你将来的前途 一定会远远超过你在公安系统的前途 你是真正的大权在握啊 好吧 夜九都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是真的很有忽悠的天赋 换一个立场不怎么牵定的 还真可能被他忽悠住了 可惜他碰到的是夜九 一个伪青年看上去懵懵懂懂 年年轻轻 内地里啊 却是一个活了好几十岁的人 好了好了好了 你也不用忽悠了 那玩意儿没意思 为了你自己将来着想 你还是好交代问题 既然你是有组织的人 就应该明白 我们对间谍的容忍度 是非常低的 想要从清处理呢 就争取立功 夜九摆了摆手 及时制止了他 他得赶在今天晚上七点之前 尽可能从这俩的嘴里 掏出更多的东西 中午十二点多 梁局长一心 赶到了丁丽丘的小出租屋里 见到许科长的瞬间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与此同时 萦绕在众人心头最后的一丝疑虑 也在不知不觉节 言笑云散了 既然夜九敢让老许 反被双手跪在那儿 那就一定是有了足够的真凭实据 否则 单单凭着这一点 夜九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堂堂保密机关的行政科长 职务不高 但是地位不低 如果他是清白的 被如此对待 一旦闹起来 哪怕夜九有天王老子撑腰 也照不住 见到梁局等人进门 夜九立刻起身 敬礼神情严肃 一丝不够 梁局好 梁局长举手还礼 神情比夜九还严肃 动作更是一丝不够 什么情况 你说一下 是 夜九以最简短的言语 将情况进行了说明 你是说 你前天在鸿发俱乐部的玉花园自助餐厅 亲眼见到许明哲和丁丽丘街头 对 我当时还不能确定他们到底在交换什么 因为我不认识许明哲 但昨天晚上我在邹正高教授家里见到过许明哲之后 基本就搞清楚了 梁局长顿时皱起了眉头 有些不愿的说道 那这个情况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汇报 你小子就等着拿我呀 当时你不让我说 夜九一盘一眼目不斜视 这句话一出口 大家伙顿时愣住了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的眼里读到了震惊之色 甚至已经有人忍不住想给夜九竖大拇指了 这位是真刚啊 至少他们之间 是没有人敢跟老梁这么说话的 其实夜九要是稍微圆滑一些 完全可以把这话说得更违反 比如说我当时也没把握 不敢随便报告什么的 总好过直接了当的将局长同志推到墙上 完全下不来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行政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百笑声 第二千二百七十几 大伙都等着梁局长的疾风咒语 谁知道梁局却是笑了 好小子 算你狠 这个仇我记下了 虽然我老梁还是不喜欢你 但你有本事 我就高看你一眼 这下反得搞得夜九有些不好意思了 老梁就是什么个臭脾气 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他对所有人都这样 结果你还真就记仇了 这多不好啊 不好意思啊梁局 我这人脾气臭 您别见怪 夜九主动怨错 就再次把罗开城的人 听得一愣一愣的 话是你这样说的吗 你这不是指着秃子骂和尚吗 说得脾气臭 难道你能盖过老梁吗 好了 你也别再记仇了 咱们先聊案子 瞧瞧这两位到底都干了些啥 梁局长摆了摆手 不以为意的说道 夜九闹闹头 他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谁知道一不小心又得罪了人 看来这说话还真是一门大绝闻呢 他们俩分工很明确 许明哲负责将情报偷出来 丁丽丘负责送出去 还有人负责给他们打掩护 这许明哲只是一个行政人员 他不负责直接科研 是怎么窃取到情报的 罗开城开口问道 神情间有几分疑惑 保密单位内部的纪律措施 其实还是蛮严格的 也就是他问过了 有两个原因让他比较容易得手 第一 他是单位的行政科长 大管家 可以方便地配套每间办公室 和实验室的钥匙 基本上 单位几乎所有的地方 都是对他开放的 不设防 而且单位上 有很长时间 没有发生过重大泄密事件了 所以 大家的警惕性都不高 成平日久 当然警惕性不高了 马枪入库 马放南山了 第二点呢 他和邹正刚 是发小 两家的老人 是一个部队 出身的老战友 转业后 又分在同一个单位 他俩打小 关系不错 邹正刚 又是那种毫无心机的人 对他特别信任 他是唯一一个 可以随意进入 邹教授实验室 和办公室的行政人员 不需要得到任何鹅板的授权 所以他就活同外人 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罗开诚激讽地反问道 眼神就在许明哲的脸上扫过 刀子一般风水 许明哲情不自禁地低下头 不敢和他对视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好好的行政科长不当 要学当间谍 另一名国安的同志 也是插口问道 还是当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外围间谍 国安的同志都知道 这些所谓的外围间谍 是罪不值钱的 哪怕老许呆在那么一个重要的科研单位里 依旧改变不了破骂布的特性 人家用完 不管什么时候 想扔就扔 不会有半点的心理负担 就为了那一点 其实并不丰厚的报酬 把自己下半辈子全部搭进去 他值得吗 他不服气 也就简单地解释了一句 不服气 这公安的警察满脸的诧异反问一句 但随即便明白过来 是啊 老许可能是真的不服气 他和邹正刚是发小 打小一起长大 小时候 大家一样 没有高下之分 可能唯一的区别 就是邹正刚的成绩 比许明哲要好生那么一些 然而等到长大成人之后 发小间的区别 便是逐渐先显出来 现如今 邹正刚是教授 郑高之称 重要的科研项目带头人 享受的待遇 也可能相当至高 而许明哲 却仅仅只是一个行政科长 享受的只是科技待遇 和自己的发小相比 不敢说是天然之别 但差距 确实不小 而且在有生之年 基本上看不到拉近的希望 彼此之间的距离 只会越来越远 而最为重要的是 他俩还在同一个单位 每天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每一次相遇 对于许明哲来说 可能都是一种折磨 邹正刚在科学上成就越高 获得的荣誉越多 越受人惊养 许明哲的内心也就越失落 当这种失落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引发质变 这时候只需要一点点外部的有因 就足以将许明哲拉下水 而钉有缝的蛋 正是苍蝇们最强的拿手好戏 时间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有时候过得特别慢 比如你满心希望见到远方的恋人 连一分钟都觉得好漫长 有时候又过得特别快 比如你很害怕某件事降临之时 不知不觉见便到了晚上 黄天明 叶子 陈黛月 苏月 一行四人 早早到了红发会所 万里将天 这是一个让人很蒙圈的名字 没到过红发会所的人 很难理解 为什么一个吃饭的地方 要起这样的名字 难道就因为进门处那幅巨大的油画吗 见到这幅巨大的万里将天油画 再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布局 黄秘书长微微皱起了眉头 很明显这个地方是在模仿某个著名的建筑物 风格相当类似 甚至这幅油画 比原建筑的某某厅还要更加的气魄 陈黛月在一旁笑着解释道 这个会所的老板就是从那边辞职下海的 在京师地面算是比较有人脉的 原来如此 其实萧燕燕那边邀请的只是黄天明和叶子 并没有邀请陈黛月 是陈黛月得到消息之后 主动和黄天明叶子联系 主动过来的 在陈黛月看来呢 此事竟然因他而起 就没有止身失败的道理 陈黛月也是一个很讲规矩的人 如果这件事无法闪脱 最终影响到黄秘书长进步 陈黛月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定要给予补偿 只是这个补偿还真不好弄 还有什么利益能够弥补如此巨大的损失呢 黄天明和叶子不是差钱的主 或者说对于他俩而言 大量的金钱毫无意义 看来只能想消燕燕服软了 哪怕丢点面子也是在做不惜 只不过就算决定服软 怎么可表达也是相当费思量 当着黄天明和叶子的面 这个意思表达的太过直白 肯定是不行 要丢面子也只能使他陈黛月丢 黄天明和叶子的面子不能随便丢 大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 这黄天明的性格陈黛月了如指掌 这是为宁折不弯的主 哪怕是不进这一步 他也绝不可能向萧燕燕低头 须知妥协不是低头 妥协只是利益交换 最多只是稍微让点步吃点亏 但是低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黄天明丢不起这个面子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71集 约好的会面时间是晚上七点 他们提前二十分钟到了 到他们这样的身份地位 早到这二十分钟也是很有讲究的 实际上也是表达了某种愿意和解的善意 非常隐晦但大家都懂 所以他们也没指望在这能见到肖燕燕 基本上肖燕燕那边的人 七点钟能够准时赶到 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这一点大家心里头有数 一行四人先在一次的花厅里坐下来 适应声奉上了茶水和石仙过盘 连红发俱乐部的盛老板也赶了过来 客客气气地和黄天明见礼 虽然在京城呢 黄天明在近江 但是这场面上的人事调动 谁能说得清楚呢 关键是这黄天明太年轻了 说不定哪天就调到首都来了 再说了 生意人和气生财 肖燕燕和黄天明之间的矛盾 他也想尽量调和 事情办好了 总有一方会见他的人情 这做生意的 从来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一时间 欢声笑语仿佛他们真是来喝酒行乐的 这陈黛月估计的没有错 足足等到七点十五分 萧燕燕 萧百里 猛哥 这才姗姗来迟 萧燕满脸的傲气 在餐厅门口停住脚步 昂着头 不肯再想进一步 似乎在等着谁起身供应她 这黄天明和叶子断着茶杯 微然不动 倒是陈黛月站起身来 和苏月一起 微笑地迎上前去 萧姐姐 萧燕燕立马抬手 止住了她 陈总 别叫得这么亲热 当不起 萧燕燕脸沉如水 眉眼呆上 这陈黛月也不生气 轻轻地一笑说道 萧姐姐 就是点小误会 别生气了 咱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是啊 亏你还记得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所以你在静江 让你的小跟班 把我弟弟给打了 这还不算 你还追到首都来 叫你另一个跟班 把我朋友给打了 陈总 你对待朋友的方式 还真是挺特别的 萧燕燕燕再次打断了陈黛月 无比讥讽地说道 等一下 眼见得陈黛月脸色再变 硬推出的笑容变得十分僵硬 叶子忽然也站了起来 冷声地说道 萧处长 我们先确定两个事 第一个 那个不是小跟班 那是我弟弟 静江省公安厅行政总队侦察员 正式的公安民警 第二个 这位真是你朋友 应该是个无业流民吧 叶子板着脸 一字一句地说道 叶主任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萧燕燕的眼里怒火翻腾 怎么 我和谁做朋友 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我知道 你们在静江恨行霸道惯了 从来都是别人捧着你们 可你别忘了 这里是首都 你们说了可不算 今晚上 也是你们主动提出邀请 约我们来谈的 还是说 有什么地方是我搞错了吗 既然你们是这个态度 那今天晚上也不用再谈了 有本事 你们把我老萧家搞定 那我就佩服你们 冷笑一声 她转身就走 要说平日里萧燕燕也 也不是这么下里巴人 说话如此直白 多多少少会端着点 今儿个实在是气得很了 静江来的这帮家伙 是真的惹火了她 萧姐姐 请留步 这陈大月急急叫了一声 萧燕燕 站定了身子 妈妈转过身来 冷冷地看着她 萧姐姐 对不起 陈大月忽然弯下腰来 深深给萧燕燕 鞠了一个躬 都是我的错 请你不要见怪 陈大月轻声地说道 虽然她已经尽力地压抑自己 语气还是略略有几分颤抖 萧燕燕的嘴角微微一瞧 脸上浮起了一丝傲然的笑容 一直站在她身边的 板着脸的萧白里 更是仰天大笑 笑得是肆无忌惮 大月 叶子愤怒地叫了一声 大踏步上前 一把将陈大月拉了起来 用不着 她知道 陈大月是一番苦心 京师的老萧家 说实话 陈大月也不是很放在眼里 能够搭上线更好 若是搭不上 无所谓 靖江才是她陈大月的主场 靖江的基本盘在 这陈大月今后的日子 依旧是过得有滋有为 老萧家 想要将手伸到靖江 去对付她陈大月 那得费老鼻子靖才行 但黄天明不一样 黄天明的主场 也在靖江 陈大月更在意的 其实是黄天明的感受 这一次 如果因为她陈大月 而导致黄天明不能如影以偿 更进一步 对于陈大月来说 那才是最为致命的 所以哪怕低头服软 这个坎也一定要迈过去 萧燕燕原不原谅她 陈大月并不在意 关键这个态度 一定要让黄天明和叶子看到 叶子也理解陈大月的苦心 却并不代表她会认同 说到底 陈大月也是她的闺蜜 尽管不是最铁的那种 平日里有什么事情 需要陈大月帮忙的时候 陈大月从没含糊过一个字 叶子 不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朋友 受委屈而无动于衷的性格 多年场面上的经历 改变的只是她的行事模式 而不是她的内心 老公进步重不重要 重要 闺蜜的面子重不重要 同样重要 两者时间不能随随便便 拿作交换 萧处长 是我们两家的事 我们来解决 拉住了陈大月 叶子逼试着萧妍妍 冷声说道 这萧妍妍笑了 脸上的讥讽之意更怒 叶主任 理解理解 不就是个面子吗 我给了 萧妍妍嘿嘿一笑说道 既然大月已经道了歉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叶主任呢你也别端着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心里头都有数 再这么端着就没意思了 萧百里和猛哥在一旁笑嘻嘻 似乎觉得特别的有趣 叶子只觉得胸中一股怒气 直冲底门 萧妍妍这话说的 太皮李秋阳了 好像是她叶子故意让陈大月先道歉 获得了萧妍妍的谅解之后 又站出来说硬话 把自己的面子称得十足 倒虑不到价 今儿个这一幕 要是按照萧燕燕的版本传出去 这叶子和黄天明的名誉 全部毁了 在所有人的眼里 她夫妻俩就是那种 费了往上爬 不择手段的人 连自己的朋友 都算计到骨子里头 这所有的委屈 全部陈大月来背 所有的好处 全部归了他们两口子 面子李子得了个拳头 问题是这锅 叶子能背吗 黄秘书掌能背吗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1272集 萧处长 做人不能太过分 今天确实是我们约你过来的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能答应的我们就答应 不能答应的那也没办法 你这样算怎么回事 秀业主任 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 萧燕燕脸上硬装出的笑容 顿时补见了踪影 今儿晚上这饭局是你们约的吧 我可没有强求 刚才陈黛月过来鞠躬道歉 是他自愿的吧 我也没有逼他 打从我到这儿 连口水都没喝 光看着你们也谢了 怎么着 现在我答应既往不咎 你还拿捏上了 真当我好欺负是吗 你 叶子怎么都没想到 这萧燕燕会突然摆出这种江湖嘴脸 应对场面上的同僚 叶子固然是一把好手 几乎从来不曾失误过 但是应对江湖路数 他就不怎么擅长了 萧处长 你不是好欺负 你是没脑子 而就在这时啊 一个声音很突兀的响起来 大家闻言一愣 齐刷刷的扭头望去 只见叶九一身警符 大踏不进来 刚才那话 毫无疑问就是叶九说的 也不知他来了多久 是不是将刚才的一幕 全部看在了眼里 你 这回轮到萧燕燕被气得 说不说话来了 说到江湖路数 他比叶九可就差得太远了 一直以来和叶九打交道的 几乎都是这种渣子 为了这个猛哥 你说你出了多少妖蛾子 说你一句没脑子 还冤枉你了 他是你什么人哪 啊 值得你这样对他 叶九才不理会 萧处长此时此刻的心情 自顾自的说道 还很没礼貌的伸手指了这猛哥 猛哥的眼睛微微眯起 放射出狼一般的目光 瞧他那个神奇啊 他恨不得现在就拔出刀来 一刀将叶九干掉 你什么意思啊 萧百里却是问不住了 在一旁叫道 没什么意思 和你没关系 滚一边去 叶九连正眼都不看他 摆了摆手 不屑的说道 今儿个这儿 有一个算一个 最没放在叶九眼里的 就是这位萧大少了 真真正正的废物一个 你什么意思 这回开口的是萧燕燕 一句话五个字 说的是咬牙切齿 正所谓仇家相见 凤败眼红 叶九才是正主 刚才进门没见到叶九 萧燕燕已经很不爽了 只是几个人这么一闹 这萧处长也没心思 在这继续待下去 这才暂时将叶九抛弹了脑后 既然打定主意 要在黄天明身上 把一切找不回来 那见不见叶九 都那么回事 到时候不怕这些人 不想自己低头服软 这点 萧燕燕很有把握 只要是在场面上混的 谁不把前程看得比天还大 其他所有一切 都要为这个事让路 和金光闪闪的群力比起来 面子值几个钱呀 可现在叶九忽然主动冒出来 不好好教训一下她 这萧燕燕也觉得 自己这口恶气 无论如何都是咽不下去 我的意思很简单 不就是因为我打了孟哥一顿 你不服气吗 简单 那就再打一架 孟老大 怎么样 敢不敢啊 叶九笑着对着孟哥说道 神情带着十分的挑衅之意 要是不敢的话 给我鞠个躬 培克里道歉 这个事算过去了 我以后再不追究了 叶九的话音未落 只听得刷的一声 孟哥手里骤然握出了一柄血量的短刀 小心 叶子是大吃一惊 急忙叫刀 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 孟哥居然还敢持刀行凶 直见人影一闪 孟哥已经闪电般的扑了过去 只不过 他针对的对象 并不是叶九 而是他身边的 萧燕燕 这下便起轻刻 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连叶九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着忽然之间 孟哥朝着萧燕燕下手了 不应该啊 转瞬之间 萧燕已经落在了孟哥手里 孟哥一手挟持着他 一手架在萧燕燕白皙的脖颈上 锐利的刀锋和萧燕燕 脖子上跳动的大动脉 形成了最刺激人眼球的一幕 孟哥 你疯了 你干什么呀 头一个反应过来的 居然是萧白皙 冲着孟哥便是嚎叫起来 整张脸因为激动而长得通红 和猴子屁股一样 孟哥理都不理他 只是压低了声音 在萧燕燕的耳边说道 燕子 对不住了 事关性命也 多担待 这一句话 就能听出来 他俩关系不一般 只不过当此之时 谁还有心思去细究这个呀 萧燕燕是有惊有怒 你之前脑子里空白一片 完全想不到猛哥 为什么要这样 还说什么事关性命 咱们就事关性命了 就算叶九在这里还要和你打一架 就算依旧不是叶九的对手 难道叶九还能把你杀了 当真是莫名其妙 可是再莫名其妙 猛哥已经把事情给做下来了 就这样 当着大家伙的面 顺目睽睽之下 直接迟倒绑架了他 叶九是第二个反应过来的 先不住摇摇头 脸上飞快地闪过了一某傲想之意 原本 他是想要稳住猛哥 才会提出出来打一架 让他心生侥幸 以为自己没有败露 不会铤而走险 如果猛哥真的脑子昏了 想要再和他过招 那最好不过 正好趁这个机会直接将他拿下 谁知道这个家伙警觉性如此之高 以卡情形不对 立马采取了行动 截止了萧燕燕 应该说他的选择非常正确 这档口 唯有他劫持萧燕燕 才是最容易成功的 因为萧燕燕就在他的身旁 而且对他毫无防备 萧燕燕现在是怒急攻心 本来是要破口大骂 但是脖颈被猛哥强壮的胳膊 世界的孤注 差点连气都传不过来 更别提破口大骂了 这会儿竭尽全力呼吸新鲜空气 才是头等的大事 猛哥就是不想让他嚷嚷 免得惹乱了自己的心神 尽管他一直在利用这个女人 可是日久生情呀 两人在一起也是很长时间了 不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 这萧燕燕真的叫喊起来 猛哥也怕自己一时分神 着了夜久的道 对面那个看上去年轻的过分的小警察 身手也实在是好得过分 猛哥可是不敢大意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百笑声 第二千二百七十三集 莫拉大 你真让我失望 丁绿秋都被你抢 猛哥突然之前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 其他人是莫名其妙 唯独夜久猜到了原因 他一定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所以 他没有选择和夜久硬扛 而是直接劫持萧燕燕做人质 虽说劫持人质 会让他一下子丧失所有的激动性 但是同样 能够让夜久和其他警察 投属及其 不敢乱来 尽管现在站在门口的只有夜久一个 可谁都不敢担保 就没有其他警察躲在暗处 甭废话 猛哥眼神一寒 厚道 刚才的只是直觉 觉得情况不妙 现在听到夜久提到丁绿秋 就知道这事情真的坏了 都给老子让开 别拦着我 要不然 老子的刀子可不认人 这猛哥抬起了胳膊 锋锐的短刀在虚空中挥舞了一下 随即又架在了萧燕燕白嫩的波警之上 他现在是真的没时间和夜久废话 必须马上到外面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至于离开会所之后 能不能逃脱公安机关和国安机关的追捕 那是另一回事 要不然 连眼下这一关都过不去 在和夜久动手之前 他对自己的身手 一直是充满自信 一对一的徒手格斗 他几乎没怎么输过 区别只在于 他的对手能够坚持多久 但自从几天前和夜久交手 猛哥终于意识到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哪怕是换一个地方 哪怕是接近全力 所有的阴毒损招全部用上 也肯定是打不过夜久 那个小子 无论是反应速度力量 全部在他之上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超越 并不是凭借着一股子狠劲 就能够抹平鸿沟的 再说了 他有一股子狠劲 难道对面那个小年轻 就不敢拼命了 夜久双脚牢牢盯在地上 半步都不曾移动 他妈的 你给老子让开 那个 盛老板 你马上叫人 把我们车开过来 快点 猛哥 你疯了 这肖白李大喊 你他妈敢伤我姐 老肖姐 要剥了你的屁 肖大勺真的气坏了 这什么石头 自家养的狗 都开始反噬主人了 这个姓猛的 当初也就是一个江湖骗子一般的家伙 这些年初入上流社会俨然是个大人物了 实际好处也捞了不少 谁给他的脸 是谁抬举了他 心里没点AC数吗 现在拿着刀子 顶住自家老姐的脖子 反了他了 你他妈给老子闭嘴 你这个废物 猛哥顿时抱贺 现如今 他心中也是乱的一批 结果这废物还大喊大叫 要是可以 猛哥真想一刀先宰了他 看到这个废物就烦眼 你他妈还不给老子滚开 这一句啊 是跟叶九说的 叶九却是笑了 他细血的问道 你觉得我会滚吗 你他妈的 你信不信老子一刀宰了他 说着猛哥手里的刀子轻轻一拉 顿时在消音眼薄剑上 画出了一刀口子 这心血立即流淌出来 四周立马响起了一阵惊呼之声 气氛瞬间变得极其紧张 你还真是翻脸无情啊 对自己人也这么狠啊 啊 你一点都不顾香火之情啊 那你猜猜 我到底会不会滚啊 叶九依旧是笑嘻嘻的 慢慢从腰间拔出了甩棍 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要是劫持了别人 舅哥或许会稍稍顾忌一下 好死不死 劫持萧燕燕 你不觉得这是一次性 解决掉两个麻烦吗 喂 兄叶的 你想怎么样 萧牌里大叫起来 废物萧大少 这下子倒是变得聪明了 意识到了叶九的险恶用心 眼下这局势 猛哥不大可能会放手 如今萧燕燕的安危 全在叶九的一年之间 如果叶九坚决堵住打门不让 这猛哥疯狂之下 说不定会铤而走险 真一刀把萧燕燕杀了 那一切都完蛋 而叶九却是理都不理他 甩棍一挥 慢慢向着猛哥和萧燕燕走过去 眼神也是无比坚定 那意思明明白白 想用劫持人质这张跑路 门都没有 忽然之间 一直在大口喘起的萧燕燕燕 挣扎着开口了 谢主任 老萧家认灾 这事过去了 要不是清醒紧急 叶九都要给他竖大拇指了 关键时刻还得这女人脑子好使啊 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 叶九怎么都不肯让他们走 关键不就在黄天明那边吗 老萧家只要承诺不再捣蛋 他和叶九之间就不再有矛盾 叶九也不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行叶的你别逼我 眼见的叶九步步逼近 这猛哥额头上的汗滚滚而下 脚下却是情不自禁地一点点后腿 劫持人质看似占据了主动 可当人家完全不在乎的时候 猛哥发现自己真的作辣了 难道真能一刀把萧燕燕给杀了 满叔这么多年的关系 他未必杀得了这狠手 就算是下去了手 杀了萧燕燕也就意味着 自己的死期到了 当然这样一来啊 叶九身为限制警察 一定会被严厉处分 可再严厉的处分 比不上自己一条命呀 他妈的这个王八蛋怎么办 规矩出拍呀 这电影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演吗 只要坏人一劫持人质 这警察就怕了呀 这混蛋难道是个假警察 叶九啊 当然不是个假警察 也并不是真的不在乎 人质的安全 他只是想逼着猛哥 再往后退一点罢了 同时让他精神再紧张一些 不管多厉害的高手 也不管经受过多么严格的训练 精神紧张的时候 反应速度会不可避免的稍稍降低 那叶九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呢 是苏玉 猛哥现在全神贯注的防备着叶九 却忘记了今天这地儿还有一位高手 因为猛哥并没有和苏玉交过手 再加上苏玉温文尔雅的外表 很容易让人忽略掉他 猛哥投降吧 你没机会的 这丁李秋许明哲已经把一切交代了 你根本绕不过去 现在投降算你投案自首 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啊 叶九是步步紧逼 还不放给人家做思想工作呢 这好像也是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标准流程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颇奖 白笑声 第二千二百七十四集 你他妈疯 你 猛哥暴怒 破口大骂 这一句话没说完 只觉得颈部一通 同时头脑一阵悬晕 眼前是天旋地爪 轰隆一声 如肉山般壮大的身躯 重重的倒在地板上 原来是不知不觉 他已经退到了苏月的身边 苏月的掌刀 准确无误的 站在了他的脖颈之上 不管猛哥的脖颈有多醋壮 也不管他的身体素质 有多么强悍 颈部大动脉 骤人受了强烈的冲击 结果都是一样的 和普通人一样 猛哥瞬间被斩晕了 硬眼如神 猛哥倒地 萧燕也也站立不稳 跟着甩掉 而就在这时啊 苏月再次闪电般的出手 一把将萧燕也拉起来 浑身贪软的萧燕也 整个人扑在了苏月的怀里 苏月不得不胳膊较劲 紧紧搂住他 省得他再次出力到地上去 那脸就丢大发了 对于萧燕燕这种人来说 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 而叶九现在顾不上他的感受 他全副神星 全部着落在猛哥身上 猛哥刚一倒地 叶九已经一个肩步上前 从屁股后掏出了一副正亮的手铐 反转猛哥的双手 咔嚓一声便给他靠上了 今儿个晚上 他就是专门来抓他的 直到将猛哥靠住 叶九才轻轻舒了一口气 他刚才也是在堵 为了不引起猛哥的怀疑 从头到尾 他都是死死盯着猛哥 连眼睛的余光 都没有向苏月那边飘一下 堵的就是一个默契 他相信 当将猛哥逼迫到苏月身边的时候 苏月绝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苏月没能领会他的心思 或者一击不中 叶九就无计可施了 只能暂时放他离开 难道真能逼得 这猛哥朝着萧燕眼下死守吗 人民警察的职责 不允许他这么做 现在好了 打工告成 一切完美 五四 这是怎么回事 陈太月惊讶地问道 四月时之中 叶子和黄天明都没有出声阻止 这一切他俩心中早就有数 唯一不确定的 便是叶九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找到过瘾的证据指证猛哥 现在 叶九终归没有让他们失望 大师上面叶九从不含糊 只有陈太月还被蒙在鼓里 不知内情 大月姐 吃销会有问题 国安那边已经找到证据了 国安 什么国安 这档口啊 浑身瘫软在苏月怀里的萧燕眼 已经回魂 猛然一挺腰 站直了身子 满脸阴沉地扫了趴在那儿的猛哥一眼 随即转向了叶九 狐疑地问道 对不起了萧绰 事关机密 我不能告诉你 萧燕眼和萧百里对视一眼 脸色瞬间就变了 你怎么知道的 猛哥一醒过来 头一件事 就是问叶九 比起还是恶狠狠的 十分不服气 说起来他的体质 到底比普通人强很多 苏月那一张 搁在普通人身上 炙烧得晕好几分钟 这猛哥不到一分钟便醒过来了 你忘了 我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 猛哥有些懵 脑子高速地运转起来 猛得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卫生间 他在卫生间和许明哲见面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叶九 只是那时候 他根本压根不认识叶九 自然也没有将眼前这个小年轻放在眼里 当时聚会的人那么多 蒙老大 就是跟着萧太后混的 一般人 岂能引起他的关注呢 谁能知道这个家伙是个警察呀 再说 警察怎么了 警察这种生物 这几年孟老大见得还少吗 谁在他面前不是恭恭敬敬 李静有加呀 甭管人家是给他猛哥面子 还是给他身后的萧燕燕的面子 反正很客气就是了 久而久之 连猛哥都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走吧 叶九不想在这跟他废话 摆了摆脑袋 说道 这萧白里一声大喝 猛然冲过来 抬手给了猛哥便是一个火烧嘴巴子 要说萧白里的伸手 十个夹起来 也不是猛哥的对手 但是现如今猛哥双手被反靠 又被叶九看住 这一巴掌 愣然是没躲过去 被甩了一个正招 猛哥的脸颊上 立刻出现了五个通红的手指引 萧白里这一巴掌 没手下留情 可谓是竭尽全力 你 哥 你他妈的 老小姐带你不薄啊 你怎么就敢干那种屁事 你 王八蛋 看得出来 萧大少气坏了 这叶九在旁边一边淡淡的看着 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 也并没有阻止他 现如今叶九同志身为办案人员 有些话 不方便说 在传组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之前 他也不能确定 这猛哥的所作所为 到底和老肖家有多大的牵扯 这已经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了 但是 这并不妨碍 萧白里自己开口说话 事实就是 在这样的时候 无论萧白里说什么 其实都不合适 说的越多 惹的麻烦越大 可其中的关节 萧大少似乎不明白 叶九哥也没有提醒他 你自己想说 难道我还能拦你不成吗 萧白里破口大骂 猛哥跌下了头 不愿和他对视 刚才伸受叶二光 也未必就没有一点点心理愧疚 萧白里说的不错 这萧燕燕姐弟 对他着实不差 尤其是萧燕燕 眼见得萧白里怒气攻心 挥扬手臂 又是要一耳光甩过去 白里 那边 萧燕燕是一声怒吓 你给我闭嘴 过来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你这个时候越和蒙哥纠缠 将来就越说不清 老萧家虽强 和这种事沾傻 那也是极端麻烦 现在萧燕想的 就是该如何 向家中的长辈交代 见到姐姐无比严厉的眼神 萧白里浑身一抖 扬起的手臂 又收了回来 恶狠狠的瞪了蒙哥一眼 有些不情不愿的 向着那边走去 照着萧大少的脾气啊 他恨不得就在这儿 一刀宰了这个行梦的 坐 叶就对着蒙哥说道 谁知道 又有人不乐意了 跳出来叫道 叶警官 叶警官 请留步 请留步 说话这么客气的 肯定是盛老板了 见盛老板一溜小跑的过来 未雨先笑 甚至还先吵 叶九飞飞鞠了一个躬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第1275集 叶警官 我们刚才已经报警了 您看 是不是等派出所的同志过来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抓蒙哥 就算知道了 也会中所不知道的 那种事儿 没人愿意往里参谎 但蒙哥在我这俱乐部劫持人质 并且劫持的是萧燕燕 我就不能装不知道了 待会派出所的同志过来 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啊 况且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盛老板得想办法当好这个和氏老 叶九把蒙哥这么一带走 剩下个烂摊子 待会怎么弄啊 您不得给句话吗 不必了 派出所的过来 你跟他们解释 至于怎么解释 那是你自己的事 叶九相信 以盛老板的智商 他知道该怎么给派出所的同志解释 甚至于他现在马上再让人打电话 跟派出所的同志说 刚才是开玩笑的 你们不必过来 也是可以的 在叶九看来 蒙哥刚才情急之下 持刀劫持消炎炎 只是一个插曲 并不重要 当然将来蒙哥审判的时候 这件事是要算在里边的 眼睁睁的看着叶九压着猛哥 扬长而去 这盛老板 只觉得脑瓜而生疼 那边 萧燕燕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在黄天明对面 款款落座 脸色恢复正常 面带微笑 若不是补锦上的刀痕反燃 任谁都看不出 他其实刚刚经历过一次劫持事件 差点连命都丢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心情收拾好 老实说 萧燕燕是很了不起的 哎呀 黄秘书长 误会 萧燕燕朝着黄天明 奄然一笑 很分合地说道 目光炯炯 然而不管他如何镇定自若 黄天明还是能够在他的眼里 独到一抹隐藏的很好的惊慌之色 是啊 确实是个误会 少清 黄天明才微微笑了笑 轻声地说道 本来吧 我也是想给萧畜解释一下这个误会的 不用了不用了 没有必要解释啊 既然是误会 那就让他过去好了 几位还都没有吃饭吧 盛总啊 麻烦你让厨房快一点 我们都有点饿了呢 叶子和陈太月 对视一眼 嘴角浮起了笑容 既然这个事黄天明没打算追究 那他俩自然也不想再节外生枝 一切以黄天明的进步为主 叶九直接将猛哥押到了国安分局 叶九通知现如今的身份 说起来还是比较尴尬 不是国安警察 而到现在为止 国安那边都还没有就这个案子 成立专案组 当然 这也很正常 并不是每个案子都会成立专案组 但案情进展到这里 专案组再不成立 显然不现实 分局的办公楼 好几间办公室全部亮着 叶九直接压着猛哥 去了灯框最明亮的那间 梁局长 罗开成等人都没有走 他们正在召开会议 朗布方的夜就压着猛哥出现在了门口 猛哥 见到猛哥的一刻 大家都有些震惊 罗开成更是脱口而出 这边 他们刚刚还在研究对猛哥的抓捕方案 丁丽丘和许明哲都指认了猛哥 而且猛哥是他俩的直属上级 丁丽丘是直接向猛哥负责的 所以丁丽丘自己交代 他们在组织内部地位不算太低 虽然是单独行动 手下并没有马仔天他们指挥 许明哲是外围成员 不算是丁丽丘的下属 可是丁丽丘说 他在组织内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 组织是当他将作重点来培养的 所以能够直接领导丁丽丘的猛哥 在组织内部要算个地位不低的头目了 这国安这边对抓捕猛哥表现得比较近深 因为猛哥的身份特殊 而国安这边知道猛哥是肖燕燕身边的人 而肖燕燕又是老肖家的嫡女 代表着老肖家的脸面 那么在这个案子中 肖燕燕家又有什么牵扯吗 甚至整个老肖家 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果说肖燕燕乃至老肖家 全部被清扯进去 那这个事就必须慎重再慎重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而且 猛哥是个武术高手 叶九毕竟不是京师店面的地头舍 对猛哥在京城武术界的名气地位 所知不多 实际上 他在特定的圈子里 真是大名鼎鼎 公安的同志也和公安的同志一样 一天到晚和不少的三角九六的家伙打交道 对京师江湖地下拳坛 罗开成也是有了解的 遗传别那么牛逼 几乎是京城地下拳坛的代名词 结果还是猛哥的半个徒弟 在猛哥面前从来都是比恭比敬 罗开成曾经有幸 近视过猛哥的威风 那是在一个地下拳坛 猛哥去观战 结果他一出现 拳场立马响起了 珊瑚海啸般的鼓掌声和呐喊声 比任何一个拳赛选手出场 都要轰动 那种大宗师级别的张扬 令得罗开成印象极其深刻 而自然而然的也就在罗开成的心理 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 猛哥很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 抓捕这么一个人还要活着 还要尽量保证自己人不受伤害 难度可想而知 这边还没研究出个结果呢 叶九直接把人带到了他们的跟前 反靠着双手左夹红肿 毫无疑问 罗开成将这一巴掌理解为叶九的节奏 而叶九也不会向他解释 叶九厉害呀 在哪抓到的 罗开成急忙站起身来 向前迎了两步 嘴里好奇地问道 在红发俱乐部 万里江天餐厅抓到的 就刚才 他正好和萧嫣也去那里吃饭 被我堵住了 他没反抗 反抗倒是没反抗 但其实吃了人质了 啊 这句话一出 果然引发了一连串的惊叹之声 居然还劫持了人质 劫持了谁啊 萧嫣嫣 下一刻 好几位都有些晕了 罗开成是满脸的不敢置信 他劫持了萧嫣嫣 他不是 罗之队的话没说完 但是明显是不太相信 这几年 两个人是初双入队 风光无形 没有萧嫣嫣的抬举 一个江湖人士 怎么可能在上层圈子里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呢 结果事到临头 猛哥居然结识萧嫣嫣 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他也是没办法 叶九说的对 他们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掉 不结识人质 还能怎么办呢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76集 那你怎么办 尽管猛哥已经被压到了跟前 罗开诚还是随口问了一句 没事 叶九笑了笑 果然这就是罗开诚想要的答案 只要萧嫣也没事就好 真要有事啊 罗开诚还怀疑这是猛哥杀人灭口呢 梁局 罗开诚转向了梁局 请示道 马上神讯 顿了顿梁局又加上一句 叶九 你也参与 好吧 到目前为止啊 这是梁局长 对叶九参与本案侦查 最明确的一句话了 不过 还是没有让他直接加入专案组 公安办案 雷厉风情 梁局长一声令下 罗开成里马组织 对猛哥的突身 地点 就在办公大楼审讯室 一路上 猛哥倒是很配合 没怎么挣扎 不过等他一做到审讯以内 那神态就变了 不是变得凶狠 而是变得十分赖皮 身子往后依靠 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目光不住地 在罗开诚和叶九等 几位主审的警察脸上掃来掃去 我说 哥几个 甭非人了 我知道的不比你们多 不是我不愿意配合 而是组织那边 从来都是单线联系 我也不知道我上线是个什么鬼 他用的是不是真名 我都不清楚 那总得说点什么呀 夜就夜笑了 对此似乎并不以为然 你没办法交代上线是个什么鬼 但这些年到底干了些什么 总是记得吧 先把这些讲出来 你是个明白人 你应该清楚 既然我把你请到了这里 你要是不涂点东西 只定让我过去 罗开诚有些诧异地看了夜就 这家伙 虽然是年纪轻轻 但是一开口 真是个老油条啊 你完了 猛哥定定地看着夜就 忽然很奶皮地冒出了什么一句 星夜的 你破坏了组织的计划 组织不会放过你 你完蛋了 等着吧 别给我弄些没用的 来点实在的 夜就一笑 先说那个伤人手法 丁李秋说是你交给他的 是不是 猛哥冷笑一声 方万头 他说什么你都信 信啊 为什么不信 你可能不清楚吧 当时我一个人认得他 就在他的出租屋里 旁边还有个许明哲 所以你觉得他说的 我为什么不信啊 所以如果现在也是我一个人 审你 你说什么我也信 你说 是不是 猛哥先是愣了一愣 随即便是冷笑道 你寻寻逼供我 夜就笑了笑 别说那么难听嘛 这次学之术 不是你一个人会 我也会 但我经过实验 发现丁李秋不会 他是懂得一些 紧身格斗的技巧 但是次学术 他确实不会 所以他说是你交的 我就想问问你 是不是怎么回事 你要是不敢承认呢 也没关系 我可以在你身上也实验一下 你会不会啊 一目了然 夜就说着慢慢掏出了三根银针 举在了猛哥的面前 猛哥立马色偏 罗开成索性身者微微往后依靠 要有兴趣的当起了旁观者 原本主审应该是他 可现在这情况 似乎夜就和猛哥之间更加方便沟通 毕竟他们都是武术界的人士 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比如说次学术这个东西 罗之队确实不太了解 而且看猛哥的样子 他是真的有些害怕 想想看 在人的后脑上扎上三针 就能轻而易举的置人于死地 并且 能够造成施情法医的困扰 听上去很神奇 那如果在别的地方 别的穴位上扎几针 会不会产生 其他令人难以想象的效果呢 罗开成是个外行 他想象不出来 可是猛哥应该很早 就在别人身上做过很多回实验了 轻野的 我很奇怪啊 你是公安那边的吧 这个事你们公安掺和什么呀 真冷片刻 这猛哥突然提起了一个 看上去丝毫不相干的话题 夜九也不介意和他聊闲片 这审讯本就没有一定之规 没有标准模式 有时候扯着扯着 这犯罪分子精神已放松 反倒是容易说漏嘴 也算是绝缘巧合吧 萧燕和萧百里 要是不在自主餐厅发疯的话 让你去找苏叶的麻烦 或许这个事我不一定会残活 夜九非要参合这个事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邹正刚是邹老政委的儿子 他老爸和邹老政委交情深厚 第二个 自然就是他姐夫黄秘书长 也被牵扯进来 夜九完全没有退路 不知道猛哥搞清楚 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之后 会不会很郁闷 早知道 真应该一拳 把萧百里那个傻穴 走到厕所里吃屎去 不过说实话 你们的水准也够业余的 这街头的手法太粗糙了 许明哲莫名其妙跑到自主餐厅 和丁里秋街头 而且还和你见面 有那个必要吗 夜九有些鄙视 在哪街头不是街头 这非得去那些热闹的地方 猛哥顿时是很懊恼 他妈的 还不是全因为许明哲那个蠢活 他非得见识见识什么 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还说想亲眼见证一下 我和老肖家的关系 夜九差点没忍住笑 不过仔细一想 也能够理解许明哲的心思 那就是一个小市民呀 他走上这条不归路 原因很多 但其中一条 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 正所谓心比天高 命比直薄 一天到晚就想着 要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小吃园变成人赏人 那还有什么比老肖家 对他更有吸引力呢 在京师地界 他这种四十来岁的科长 几乎就是失败者的代名词 如果能够攀上老肖家的高知 都用不着老肖家那些 位高权重的长辈发话 只要肖艳艳开个口 他说不定 就能够得到提拔重用 蒙哥亲自出马 向他展示自己和肖艳艳的亲密关系 说白了 也是一种思想工作 能够让许明哲更加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见识了之后 第一个要求 就是把邹正刚教授害死吗 这一点 让叶九有些不太理解 尽管许明哲 丁丽秋 都已经交代了原因 但是叶九 还是想在蒙哥这儿再验证一下 这是组织的要求 蒙哥说完 明显可以感觉到 他在说组织的时候 带着一股自方的内心的傲气 似乎 在他的心目中 组织确确实实是非常高大上的 但凡是组织的要求 就一定要得到满足 也一定会得到满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组织在蒙哥的心中 已经开始神话了 蒙哥对组织 产生了盲目的崇拜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77集 那你们组织 为什么要杀死邹教授 独家技术 你连这都不懂啊 蒙哥有些轻蔑的 看了夜九一眼 他那个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 我们拿到了全套资料 再把它干掉 那组织 就是独家技术的拥有者 那他们那个团队 就算后续再能完成研究 也是落在了后边 独家技术 才是最值钱的 这下你明白了吧 哼 岂止如此 一直在旁观的罗开成 忍不住开口茶话 不但得到了独家技术 杀了邹教授 你们还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他身上 对吧 当然了 我们本来就是打算 把许名哲 往上一抬 让他有更高的地位 将来可以继续为组织服务 这次泄密世界 就必须要有一个替罪羊 那个姓邹的 又是个死脑子 完全不肯合作 那就只能让他背过了 说到这里啊 猛哥还问了一句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我们不答应 哈哈哈哈 你们不答应 你们答应能怎么样 人还不是杀了 情报还不是送出去了 放肆 罗开成顿时时勃然大怒 猛的一拍桌子 怒喝一声 猛哥 我告诉你 你不要太嚣张了 你再嚣张又能怎么样 现在还不是老老实实坐在这里 这猛哥冷眼扫了他一下 你牛逼什么 老子又不是你抓的 要不是这个姓邀的凑巧过来 横插了一个案子 你们能破案 恐怕你们连邹正刚的死因 都搞不清楚吧 罗开成被憋的 一时之间 还真无话可说 尽管他很想一枪 把眼前这个混蛋给崩了 却也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是是是 如果这个案子没有夜酒 凑巧加入 可能情况和眼前这个 新梦的混蛋说的一样 有一点你说错了 秦宝并没有送出去 就在猛哥得意洋洋的时候 夜酒忽然 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你说什么 猛哥猛然扭头过来 死死叮嘱了他 我说秦宝并没有送出去 丁李秋拿到秦宝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送出去 他本来今天打算送出去 结果被我逮住了 混蛋 这猛哥顿时大怒 不是马上让他送出去吗 他妈的搞什么鬼啊 看得出来 这猛哥虽然已经成为了阶下囚 但一时半会儿 心态没有改变过来 依旧将自己当成组织的一员 时时刻刻都想着完成任务 那就要怪你自己了 是你让他去上邹教授的 他忙不过来 猛哥愣住了 这回罗开诚逮住机会了 讥讽的说道 猛哥 你个文盲啊 给你个情报 你他们都看不懂 这一点啊 罗开诚倒是真没冤枉他 据丁李秋和许明哲交代 猛哥的文化程度确实不高 这普通的情报勉强能够看懂 邹教授那些科研资料 完全抓详 根本也没办法分辨真伪 所以 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丁李秋去完成 按照他们组织内部的规定 丁李秋既然拿到了这么重要的情报 就应该第一时间送过去 可是 偏偏猛哥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 让他干掉邹正刚 丁李秋自然只能将顶头上次交代的任务 排在第一位 先干掉邹教授 再送情报 谁知道事情就这么巧 偏偏在这个时候 夜九参合了进来 毫不客气 一把逮住了丁李秋 直接把情报接了 夜九 你死定了 忽然间 回过神来的猛哥 又盯着夜九 咬牙切齿说了什么一句 这回啊 组织是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等死吧你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人 在破坏了组织的计划之后 还能继续活下去 你也不能例外 夜九顿时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边笑边连连摇头 孟老大 你还真是个逗逼啊 说的你那个组织有多厉害一样 行 我就等着他们 看他们到底能把老子怎么样 说这话的时候啊 也就脸上带着鼻衣 是压根真没将猛哥他们那个组织 放在眼里 笑话 这世界上的间谍组织千千万 就没有一个是能够见光的 堂堂人民警察在自家的国度里 用得着怕一个连光都见不得的间谍组织嘛 也就是猛哥这种文化水平不高 又经常和江湖上人打交道的家伙 才会故作神秘 把一个间谍组织 说得跟天神下凡一般 你等着吧 奇怪的是猛哥 居然也和夜九一样 信心十足 似乎觉得组织一定会给他报仇 找夜九秋后算账 猛哥 这些屁话就别说了 哎 你那个组织啊 如果够胆子 让他们来找我 我不介意多抓几个 倒是你此时此刻 还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处境嘛 别为你组织担心了 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 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或许啊 我能够让你有条活路 哈哈 可以啊 哎 你想知道什么 我告诉你 组织并没有规定说 我们倒霉之后 不能交代 没这条规矩 我想怎么说都行 这回轮到了夜九和罗开成差异了 见不住对视野 这是什么奇葩组织啊 有这样的规定 可是看猛哥的样子 似乎不是撒谎 而是确实没什么心理负担 也不知道是哪个组织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行 那你就说吧 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罗开成顿时开口说道 且不管为什么一个间谍组织 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 反正只要猛哥肯开口 那就好 至于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罗开成夜九这样的私身警察 自是能够分辨 这审讯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猛哥确实交代了很多东西 但夜九和罗开成的脸色却是越来越失望 原因很简单 猛哥交代的不是什么要紧的材料 倒不是说猛哥在故意玩他们 关键是猛哥自己所知的确实不多 他在哪个组织都是担心联系 猛哥算是很早已经加入组织了 那会儿他还是一个正宗的江湖骗子 直到他被发展加入组织 猛哥之所以能够获得消炎炎的垂青 骤然登上上流社会 也和组织的运作有莫大的关联 组织抬高他的身份地位 让他有许多机会能够获得许多的情报 同时也是对他一种保护 说起来猛哥自己觉得 眼下在组织中他地位也算不低了 但饶是如此 对组织内部的秘密几乎是一无所知 甚至于那个和他单线联系的上级 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性命 并且猛哥告诉叶九和罗开诚 他一旦出事 就再也联系不到上线了 组织立即会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得 这说了呀 等于没说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假 白小生 第1278集 上午 酒店豪华套金 叶明德一家屋口 在客厅里聊天说话 老头来首都好几天了 打从退休之后 这还是头一回 在外地这么长时间 五四啊 那个案子 真是老许家小孩干的 叶明德大马金刀地坐在沙发里 对着叶九说道 所谓的老许家小孩 知道呀 就是徐明哲 也就是叶明德和老邹政委 老战友的老许头的儿子 就此昨天 许明哲被抓 已经在保密单位 引起了轩然大波 真的是绝对无人想到 杀害邹教授的凶手 居然是许明哲 当然 这个案子的真相如何 普通人是不得而知的 许明哲被抓走是事实 他们便都以为 这邹教授是许明哲杀死的 他们俩多少年的朋友 两家多少年的交情 他怎么就能干出 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来呢 这事一出 最痛苦的 其实是老许头 前两天还张罗着 要给邹老政委 好好办一个七十寿宴 结果转眼间 他儿子杀了人家老邹的小孩 这让他今后怎么出门 怎么见人 尤其是让他怎么去见老邹政委 这几十年的老战友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叶明哲反倒没再去陪过老邹了 他得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不管是老许还是老邹 都是多年的战友 虽然他和老邹的关系更好 感情更深 但是有些事 不能简单地去衡量 这赵老叶头的意思 首先是分清对错 然后再决定怎么给两位老战友做工作 两个家庭现在都是痛苦万分 这是必定无疑了 可是今后日子还得过下去 两家依旧会生活在一个院子里 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果不能把仇院化解掉 老叶头都替他们俩难受 是他干的 叶周叹了一口气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呀 听说他和老邹家小孩从小玩到大 是最好的朋友 难道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他是间谍 叶子在一旁插口道 爸 这些具体的细节你就不要问了 五四他们办案子有保密纪律的 尤其是这种案子 你可不好让自己儿子犯错误啊 叶明德倒是没冲女儿瞪眼睛 保密纪律这四个字 对他的约束里恐怕丝毫不在叶九之下 那 五四 你就说那能说的吧 叶明德当然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犯错误 老实说 这两年这叶九在公安战线的表现 已经远远超过叶明德的预期了 这老头嘴里不说 可是心里头啊 为儿子骄傲 姐 不要姐 叶九先对叶子解释了一句 看得出来 叶子和黄天明心情都非常好 出了这档子事 黄天明的难题自然迎然而解 萧燕燕正脚大乱 哪里还敢出什么妖格子呀 这会儿 他一门心思想要讨好叶九和黄天明两口子呢 生怕叶九揪着这事不放 尽管他确实没有参与到猛哥的行动 但是 被猛哥猛骗 这种事是你一句话就能撇得干干净净的吗 接下来 恐怕要费老鼻子劲 才能从这个深空中爬出来 还不知道要消耗多少资源 恐怕整个老肖家都要受牵连 所以那天晚上 在万里江天一起吃的那顿饭 对叶子和黄天明来说 那是相当的惬意 不但确定了萧燕燕不会再搞事 陈戴月那边也很隐晦的说了 一定会给予补偿 可千万不能小看陈戴月这个承诺 虽然叶子和黄天明都在场面上混 而陈戴月早就在体质之外 表面上就是一个商人 但是很多时 场面上不好办的 陈戴月确实能给你办得妥妥贴贴 陈戴月这个承诺 哪怕是对叶子和黄天明来说 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情 对景的时候能帮上大忙 而叶子和黄天明对叶子的感官 就是一个小屁孩 不知不觉间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不曾想有朝一日 叶酒居然还能帮他们诺大一个忙 虽然说这事起因就在叶酒身上 如今萧燕也服软 叶子黄天明似乎也没占着什么便宜 可是这陈戴月的承诺 却是明明白白的转着了 这种感觉不是一般好 这个弟弟是真的长大了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屁孩了 于是叶酒斟酌着字举 告诉此家老爷子 那许伯伯的小孩 其实也就是被人骗了 认罪态度也非常不错 应该是可以宽大处理 而且眼下杀害邹教授的 也不是他 是另有其人 其实叶酒这番话和事实还是有出入 根据丁李秋和许明哲 还有蒙哥等人交代 杀害邹教授的虽然只是组织下令 许明哲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 甚至还乐得其成 这个人呢 坏得很 可眼下对着自家老头子 也就也只能这么说 难不成还能添油加醋吗 果然 叶明哲一听 便轻轻舒了一口气 脸上的神情瞬间放松下来 这就好 这就好 我就说了 老许家小孩不至于那么很多 他就是糊涂了 用这样的话 却给两个老战友做思想工作 无论是对邹劳政委 还是老许头 都是莫大的安慰 情况已经如此之坏 能够有这么一点点希望的曙光 那也是好的 看到老爷子的心情放松下来 叶九也挺高兴的 他知道 这事儿 让老头难受了好几天了 倒是苏理心皱着眉头 提醒了一句 五四 你自己要多小心 不要太大意 不要小看天下英雄 叶九顿时吃了一惊 不得不说 老妈的直觉 还是真的厉害 妈 你放心吧 不小心着呢 三天之后 叶家一行五人 离开了首都南下青江 这次的目的不是兴州 也不是平安 而是广武 叶明德未来的亲家 义俊恒正式向叶明德两口子 发出了邀请 请他们合适的时候去广武玩两天 这个邀请一共是发了两次 第一次是叶子曦通过叶九发的 不算太正式 叶子曦告诉叶九 这是他爸爸妈妈的意思 他俩都已经定下来今年10月1号结婚了 双方的父母还没见过面 明显有些不妥 这结婚之前 男女双方的父母 总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乃是人之常情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二次邀请呢 则是义俊恒亲自给黄天明打的电话 义俊恒和黄天明之间 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曾经还在同一个单位共事过一段时间 关系相当不错 只是如今 义俊恒已经升级 即将成为黄天明的亲家叔叔 也不知道黄秘书长 心里头是不是有些什么想法 不过到了他们如今的身份地位 自然不会真的去计较这些 叶九和易子熙 纵算是结婚 也不会影响到 义俊恒和黄天明 以兄弟相成 义俊恒透过了黄天明 亲自邀请叶明德夫妇 黄天明夫妇 在方便的时候 前去广武做客 并且很客气地对黄天明说 叶明德年长 原本是应该由他亲自去平安 拜访亲家公亲家母 只不过出道广武 政务繁忙 只能请亲家公亲家母 多多的谅解 这情理上 义俊恒要怎么说 这个脸面是给黄天明的 黄天明更进一步的事情 基本已经定下来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正式宣布任命 当然 还需要经过一个推荐和常务会议的流程 毕竟 担任一级政府的复制 是需要同级国民大会常务会议通过的 担任谁都知道 这个环节不会出什么差错 黄天明已经是后部高级首长了 另外 义俊恒身为广武一哥 确实不方便亲自跑到平安去 平安那边可能会因此大费周章 以义俊恒的性格 自然不会为了女儿的私事 如此心事动众 只能是委屈叶明德一家 前往广武相会了 既然义俊恒亲自发出了邀请 那这一趟广武之行 实在必行 而且 不能拖得太久 要不然会让亲家公庆将母 产生误会 但饶是如此 叶明德还是坚持 在首都多留了两天 尽可能全力给两位老战友 做着弥补工作 在他的努力之下 邹政委和老许头的情绪 略略有所好转 初步的稳定下来 邹老中尉相信 这上级领导一定会公正的 处理这个事情 给他 以及邹教授一个满意的交代 老许头则是并闻不出 不过已经开始进食 老业头 这才决定起声返回 叶九自然是要随行的 案子那边 已经办理了正式交接手续 梁局长以及地区的 国安分局的局长同志 亲自会见了叶九 并且表示了真正的协议 并且承诺 一定会将叶九 在本案中做出的成绩 和立下的功勋 通报给公安大学的政治部 适当的时候 公安那边也会直接 给叶九同志请公 不过叶九同志的侦查之路 也到此为止了 事实上 对叶九自己呢 这也是一种保护 公安和国安工作的性质 还是有很大区别 公安那边有隐行人 身份是高度保密的 但是叶九不行 他不能做隐行人 他大学毕业之后 还是会回到公安系统去工作去 时不时需要抛头露面 这妻子儿女 也是公开的生活在阳光之下 这个时候 让他对国安案件 侵扯太深的话 可不是什么好事 就算是身手再好 不怕国外的间谍组织报复 那易子熙呢 也不怕报复嘛 将来要是结婚生子 那就更不能随便的 卷入到这场巨大的漩涡之中 对此叶九自然不会强求 他主动要求参与到这个案子中 其实是为了化解和老肖家的矛盾 现在如愿以偿自然是要放手的 现阶段 他最主要的任务只有两个 学习 结婚 一行五人坐飞机 直飞行舟 广武也是有机场的 一个不大的支县机场 但是也有直飞首都的航班 只不过 一个星期才有一趟 时间上有些不凑巧 所以黄天明安排的是先飞兴州 然后驾车前往广武 原本他是可以不去的 毕竟小舅子定期 他这个姐夫不用亲自过去 不过既然易卷恒亲自打了电话 哪怕仅仅是给易卷恒一个面子 黄天明都必须亲自走这一趟 论资历易卷恒 其实是比黄天明还要老一些 两人担任同级别的职务的时间 也是易卷恒稍早一些 但是 现在却是黄天明先进一步 易卷恒如果不是被省里的大人物点将 临危受命 前往广武处理这个懒摊子 这一次可能先进步的 应该就是他了 不过黄天明也清楚 只要易卷恒在广武干的好 把烂摊子收拾好 再稳定个一年左右 肯定是要进步的 而且很可能一步到位 直接进入到省里的班子 归根结底 这易卷恒也是长期担任党务职务的 相对来说 黄天明的任职经历 是在政府一块的时间更长 所以 两人的进步之路也不完全相同 飞机准点降落在新州机场 家里的同志早已经开车过来了 一台七座的小面包 私家车 这次啊 夜九亲自充当了司机 下午五点钟左右 夜九驾驶着不险山 不漏水的七座小面包 开上了一条 并不宽敞的平整山路 这是通往佛守山的路 是七十年代陈旧的水泥路 佛守山是广武的一处风景区 实则是林区 进入新世纪之后 经济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提高 昔日的林区 开始逐渐演变成 消暑的圣地 炎炎夏日 城市人一旦有闲 都喜欢去佛守山 住山一两天 消暑解热 让自己晴凉下来 这易卷恒特意安排了在这里 和庆甲公建一面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私人会面 不适合放在世卫大员 再说 这目前广武宾馆 还处于戒备状态 专案组 依旧有不少人在这里工作 这扫黑出恶的大战役 从去年夏天开始至今一年 虽然逐渐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收尾的工作 也不是这么好完成 这一年整 整个广武打掉的黑恶势力团伙 大大小小一共一十三个 已经判了的有八个 还有五个团伙 正在紧锣密鼓的侦查中 一般来说 这扫黑除恶确实接近了尾声 实际上 还至少需要一年左右 才能大功告成 至于那些不成型的小小流氓团伙 就没有人特别关注他们了 在如此强大的专政铁拳的打击之下 小流氓团伙 基本上是会自动消亡 老实说 他们也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这个说法 不是调侃 是实实在在赚到了 如果没有这次集中扫黑除恶行动 这些不成气候的流氓团伙 或许还可以再蹦打几年 可一旦被政法机关盯上 全力打击 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这首要分子 搞不好都要上刑场走一遭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节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80集 现如今专案指挥铺 关注的重点 全部放在那些大团伙身上 对于这些小虾米 不是特别的关注 整体的政策 也是抓大 受恶必揪 邪从不闻 他们这时候主动投案自首 一般都是轻轻放过 三五年一死一死 别单独办他们 要轻得多了 而易俊恒已经开始 将精力转移到经济见识上来 尽管是临危授命 主政广武 却从来没有将扫黑除恶大战役 当成自己在广武市委书记上任的唯一任务 这扫黑除恶一见成效 广武市面上的秩序 逐渐的恢复 易俊恒立马开始着手 恢复这些年遭到破坏的经济建设 利用广武南大门的优势 主打跨上贸易这张牌 搞祸市场 同时还打算 要好好地整合一下旅游资源 争取将旅游名片打出去 这其实还是叶九提供的思路 叶九很清楚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旅游将成为刚需 任何东西 一旦成为刚需 就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 现如今担任广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武洛 实际上已经接替了刘副市长的位置 成为了义卷横的大秘书 小面包车从路口上停下 易子熙笑着迎上前 清脆地叫了一声勃勃 苏阿姨又略写严肃地称呼了一声黄秘书长 黄天明的新职务尚未正式发布 所以易子熙还是称呼他为秘书长 好了好了阿姨 都是易家人 整那么严肃干什么 以后你就叫他一声歌 易子亲切地拉住易子熙的手 笑隐隐地说道 一贯不苟言笑 神清严肃的黄天明 也是禁不住摇摇头 在此之前 易子熙一直叫他黄叔叔 现如今 只能委委屈屈当一个歌了 这找谁说理去啊 易子熙轻轻一笑 扭头放下了夜九 立马变了脸了 夜大 听说你又扯能了 夜九同志本来满心欢喜 笑得跟花一样 忽然遭到了当头一把 顿时时有些萌 淒淒淡矮地说道 那个 没有啊 听谁说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上来就是三连否认 我还用听谁说吗 你在红发会所的英雄事迹 星周这边都已经传遍了 人人都竖起大拇指呢 夸你夜九哥一生英雄了得 打老肖家的贴身保镖 跟打小孩似的 易子熙撑倒 夜九不禁挠挠头 黑黑傻笑 倒是忘了这场 易子熙现如今 也是星周上流圈子的一员 陈太岳在首都的遭遇 肯定是会以最快的速度 传回星周 在京师陈太岳 或许只能算是一个小萝卜头 但是在星周 绝对是旗帜性的标志人物 他在首都遭遇的大新闻 分分钟可以引爆星周的上流圈子 而夜九作为黄秘书长的内地 易俊横未来的女婿 加上这一年在广武扫黑除恶 大战役中的耀眼表现 如今在星周上流的圈子里 也早已经不是昔日的无名之辈 一大堆人听说过他的名字 在京师地面为陈太岳出头 痛打老肖家的贴身保镖 怎么听怎么带劲 啊 你说那事啊 就是适逢其会不得不出手 这个现在已经解决了 握手言和 老小贾也答应不计较了 哎 阿子啊 我们有机会去京乡会所 免费玩几天 夜九哥是故左右而言他 想要尽力地转移话题 好 待会再好好跟你说道 易子熙可是不怎么豪哄 气呼呼地说道 眼见得五四一幅 手足无措的样子 苏理心和叶子不住相视一笑 眼中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看来肆无忌惮的夜九 也终于有人能管住他了 好事啊 一番寒暄过后 易子熙亲自登上了面包车 坐在了夜九身边的副驾驶位置 而五落那边则规规矩矩地 给黄天明等人问号 便随即在前面开路 两台车驶上了盘山公路 佛守山海拔并不高 纵算是在广武境内 也不算是制高点 不过沿途的风景神佳 一路上参天大树林里 鸟体挖鸣 顿时让人暑气消解 心情大好 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啊 车子开到了一间山间的平底 有不少的建筑聚集于此 这里就是佛守山的林长长部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啊 在这面积不大的山腰平地处 居然有一个占地两三亩的小湖泊 水质清澈 水中游鱼粒粒可见 这湖泊中央还有一座复古风格的凉亭 看上去是新修的 而那座挂着避暑山庄的牌匾 林场宾馆也是像模像样 和想象中六七十年代的古老建筑 完全不一样 易子熙介绍道 叶伯伯 苏阿姨 这个是避暑山庄的原来林场招待所 后来改造了一下 条件一般 不知道你们住不住的惯 苏丽心笑道 哎呀 阿子呀 你就别操心了 苏阿姨还没有那么娇贵 一车人都笑了 很快 叶子开到了避暑山庄的大门内 义俊恒和盐阿姨夫妻两个 亲自站在大门口迎接 叶九急忙把车停好 敏捷的一跃而下 跑过去拉开车门 伸手做了一个搓扶的动作 叶明德瞪了他一眼 小子 你还真把你爹当早老头子了 我叶明德老虽老矣 早却未必 眼见得叶明德从车上下来 腰背挺直 脚步稳健 大家灰心一笑 老头无论如何都是要撑下这个面子的 再说这段时间啊 苏丽心精心照料之下 他的身体确实比前两年大有好转 艺术界 这一次是黄天明大头大步上前 和义俊恒握手 嘿 天明 义俊恒微笑地直呼他的名字 论年纪 这义俊恒比天明大两岁 而现在黄天明的新职务即将公开发表 任命文件已经发布 所以称呼黄秘书长其实已经有些不合适了 但是称呼新职务似乎更不合适 义俊恒举重若轻 随手画起了这个小小的难题 天明啊 这一趟真是辛苦你了 马不停蹄啊你这是 黄天明此番在首度的际语 尽管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 但是小圈子里几乎是人尽皆知 这样的事情本就是最受人关注的 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流程 没想到一搏三折 最终还是有所解决了 也不知道多少人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深感失望 不过这义俊恒肯定是属于前者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行政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百笑声 第1281集 这不是跑你这来消暑了吗 正好休息两天 行 那就好好休息两天 以他俩的交情 以及两家现在的关系 一些话也确实不必多说 心里头明白就好 寒暄几句 等叶明德走过来 义俊恒立马上前一步 主动的和叶明德伸手相握 微笑的说道 哎哟 老书记 欢迎欢迎 黄天明家老爷子 在大华机械厂下放的时候 叶明德是大华机械厂的党委书记 兼阁委会主任 后来是党委书记兼厂长 义俊恒如此称呼他 亲切 而不是矜持 对叶明德也表达了足够的尊重之意 功底十足 叶书记 久仰大名 如雷贯耳 没想到叶明德却是回了这么一句 哎哟 不敢当不敢当 义俊恒谦虚道 叶书记 你在广武扫黑除恶 武四都跟我说过了 这是真正的为民除害呀 大英雄本色 广武这些流氓团伙啊 早就该除掉了 叶明德握着义俊恒的手 很认真地说道 语气非常诚恳 而义俊恒脸色也严肃起来 老书记啊 这都是省里统一部署调度 我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 没有广大公安干警 和政法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靠我一个人 是万万不行的呀 叶九在这次扫黑除恶大战役中 立了大功 表现非常不错 你生了个好儿子呀 站在后面的易子熙 给叶九做了一个鬼脸 刚才的严妻形象 顿时飘到了九霄云外 这俩亲家头一回见面 来这么一段对话 确实是有些违和 可是考虑到他们的身份 也似乎顺理成章了 比起两位亲家公的严肃认真 两位亲家母的画风 就很正常了 不过严阿姨 还是对苏理心的年轻 表示了震惊 苏院长 这也太年轻了吧 严阿姨拉着亲家母的手 上下打量着满脸的惊讶之一 其实论年纪啊 苏理心基本和亲家母相当 毕业子大两岁 不过苏理心常年习武 身材保养的非常之好 面色红润 看上去比十几年龄 要年轻得多 也难怪严阿姨 把她当成小姑娘打量 而苏理心自然也要谦虚一番 同时又将亲家母一顿的门框 商业互捧 这两家子在门口寒暄了好一阵子 才在义俊恒的亲自引领之下 前往了餐厅用餐 临场招待所 条件自然比不上广武的宾馆 但是也干净 尤其是清凉结束 远远胜过了城中 叶明德深感满意 而用过晚餐 天色渐渐的入夜 考虑到叶明德等人远来辛苦 义俊恒建议 大家先休息 明天再好好地聊天说话 不过艺书记这个建议 未能获得大家的认可 长夜漫漫 就这么回去 似乎有些太早了 而苏理心笑着说道 反正一路上都是坐着休息 五四负责开车 先说说话也行 义俊恒从善如流 义行人就在餐厅坐着聊天说话 这次会面的主题啊 是商谈夜酒和易子夕的婚事 这一点 大家意见早已经同意 定在10月1号去办婚礼 大家也都赞同 也只有那个时间段 义俊恒 黄天明等人 才能够抽出时间来 至于夜酒和易子夕本人的意见 无足轻重 两个人就是乖乖地坐着 服从长辈的安排 时不时对视一眼 满满的幸福 7月底 夜酒回到了首都 继续在公安大学学习 这一次光无之行 夜酒同志啊 收获是巨大的 她和易子夕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 领取了结婚证 既然双方父母都见过面 认可了关系 并且决定10月1号举行婚礼 那么提前领取结婚证 也是合情合理的 从这一刻开始啊 她正式地结束了26年的单身生活 成为了有组织的人 和其他同志啊 是不一样的 其他同志是结束了上半年的单身生活 开始了下半年的单身生活 那么此时此刻 夜酒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最大的愿望就是8月份快点到来 原因很简单 她在广武的时候和易子夕说好 8月份她俩要去度蜜月 原本应该是正式举办婚礼之后 才有度蜜月什么一说 但是考虑到国庆长假只有7天 还要举办婚礼 度蜜月明显时间不够 所以啊 在征得双方父母同意之后 小两口决定提前度蜜月 8月份 夜酒哥有整整一个月的暑假时间 时间上是足够了 夜酒只要想一想啊 就觉得未来一片的美好 前途一片的光明 而为了确保儿子休假期间 有足够的零花钱 苏李星又打电话给姚佩芝 悄悄地给夜酒 卡上打了两万 算是苏院长提前预知今年的古今分红款 反正他们的医院药品销售现在是火爆得很 赚钱是肯定赚的 预知一点分红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苏李星说是两万 实际上姚佩芝又加了两万 一共打了四万 全当是姚总喝喜酒的礼金了 所以啊 夜酒同志现在也是小小的土豪 眼见的蜜月越来越近 夜酒哥的心情也是越来越好 但是这种良好的心情啊 一直持续到 易子熙前来首都和他会合的前夕 被一个电话破坏掉了 电话是梁局长亲自给他打过来的 夜酒同志 请你马上回来一趟 嗯 对 来局里 我在等你 梁局长的声音依旧平静住 透出一丝冷淡 似乎对任何人说话 都是这种语气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夜酒并没有多想 估摸着是有案子方面有什么需要 让他过去协助一下 这很正常 夜酒不敢怠慢 立刻离开了学校 打车前往国安分局 结果在路上 夜酒再一次接到了梁局长的电话 问他到哪了 随即便是给了一个新地址 让他赶往那里回合 那个新地址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商场 这夜酒的心中 开始腾起了一丝疑惑之意 梁局长在搞什么呀 结果夜酒就在商场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 登上了梁局长的车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百笑声 今天的梁局长 有些古怪 不但没有穿警服 亲自开车 开的不是警车 就是一辆很普通的 桑塔纳车 这样的车子 在四九城里 称得上是寒酸了 梁局 拉开车门 坐警副驾驶 夜酒打了一个招呼 既然大家都没有穿警服 梁局甚至还搞起了特别行动 夜酒自然也不会向他举手敬礼 带你去个地方 部领导要见你 部领导要见我 夜酒吓了一跳 这可不是他们公安部的领导 而是公安部的领导 倒不是说 这两者领导相差很大 关键是夜酒没想到 现在公安部领导要亲自见他搞得这么神秘 夜酒不明白 不就是居然巧合帮着公安的同志 破了个间谍案吗 至于的吗 见到夜酒一脸蒙圈的样子 这梁局长很难得的解释了一句 王阁他们那个组织不简单 夜酒恍然大悟 可是随即又有更多的疑问 涌入了他的脑海 不过他并没有多问 等见了面 领导肯定会接获的 不光怎么说 他现在也是成家立业的人了 应该表现的顽重一些 但梁局长今天给夜酒的精神 很惊喜远不止这么一点 不离物的人设吗 再说 他怎么知道夜酒结婚了 难道 果然 梁局长又加了一句 简于实际情况 你现在已经被部里确定为优先保护对象 所以你的一切行为我们都很关注 去明证局领结婚证 只要入资料库的 我们当然知道了 夜酒一听就知道 这事啊 可能真的有些麻烦了 当机打开了 当机打开了那个精致的礼品盒 将礼品拿出来一看 却是一块 看上去并不如何起眼的手表 中规中矩的表盘 黑色的牛皮表带 这表是特制的 可以追踪定位 可以发求救信号 另外还有些其他功能 你回去以后慢慢研究吧 梁局长说道很耐心 相信一夜酒特展兵王的水准 应该很快就能研究透彻这表的各种功能 这是非常正式的特工装备 没想到梁局长直接送他了 看来啊 今天这部领导接线 果然是另有玄机 当下 亲自驾车 开始在首都大街小巷兜圈子 兜了足足有小半个钟头 才终于开进了一条毫不起眼的巷子 进入了一个看起来没有任何特色的小院 以夜酒的专业水准 他可以断定 没有人跟踪他们 梁局长如此小心谨慎 应该是职业兵发作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 看不到一个人影 不过夜酒在瞬间 就发现了三个隐藏的很好的摄像头 还有两双眼睛躲在暗处 充满了警惕之疑 梁局长的嘴角浮起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一路上 他都在暗中观察夜酒 刚才夜酒看似不动声色 可是 眼神停留的五个位置 完全可以推断出来 那三个摄像头 两个暗哨 已经被他发现了 这水平已经不是一般的高了 今儿个这次见面 其实也可以算作是一次考核 类似的考核 梁局长曾经亲自主持过不下十次 能够在五秒钟之内 发现一个摄像头 一个暗哨 就算是及格 发现三处算是良好 四处算是优秀 所有被考核者之中 夜酒成绩最佳 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 近年来只有一个王维 偏偏这个王维还是夜酒的师兄 都是魏伯教授破例收缺的弟子 另外 早些年天南社行政总队的古帅 也达到了这个水准 不过 古帅的考核 并不是由梁局长来完成的 所以 古帅的情况 梁局长并不清楚 进去吧 脑中想着这些 梁局长推开了房门走进去 夜酒毫不犹豫 紧随其后 他一点不担心梁局长是个坏人 是来专程对付他的 除了国安部一级英雄模范的高度认可 还有就是 梁局长的操作 给他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如果真的要对付他 绝不是这样的模式 至少梁局长本人不会真人出马 否则 一旦夜酒出事 梁局长自己是跑不了的 这个小院子呀 不管是从外面看 还是直接进屋 都找不到任何出口的地方 就是这么普通 除非你走进卧室去 看着是卧室啊 其实是一间小型的会议室 或者说是办公室 一位穿着便装的男子 正背对着他们 站在窗前抽烟 动武 夜酒同志来了 梁局长是在离这位便装男子 大约三米处停住了脚步 轻声地说道 动武就是领武的意思 是某些组织内部 用来表明高级指挥身份的代号 连梁局长都要称呼他的代号 此人的身份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 就是要亲自招见夜酒的那位不领导 首长 在动武转身的瞬间 夜酒挺胸收腹 举手敬礼 狼声说道 这便装男子转过来 是一张很平凡的脸 大约五十岁左右 眼角的皱纹很深 如同刀客一般 病角已经斑白 唯独双眼神采异 和他略显苍狼的面容有些不大 不过这位首长的性格 似乎和梁局长不是一路的 很温和 而且哀笑 将夜酒一丝不够地举手还礼之后 微笑地说道 你好 夜酒同志 不好意思 夜酒同志 今天专程请你过来 耽误你学习了 首长很客气地说道 首长 您客气了 不耽误 第一次和国安局的大首长打交道 夜酒很谨慎 恪守着规矩 不敢随便逾约 来来来 夜酒同志 请坐请坐 今天请你过来呢 主要是有些情况 需要向你通报一下 谢谢首长 夜酒大踏步走过去 端端正正 在椅子坐下 腰背挺直 如同飙枪一般 本期内容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83集 尽管这首长说得十分轻松 可是明眼人都知道 这事绝不简单 普通的情况通报 用得着国安副局长当司机吗 叫部里的五号领导 亲自接见 而且 夜酒有理由相信 这位五号首长 肯定是主导着 某一个独立性很强的部门 在这个独立部门之内 五号首长 极有可能是一号首长 这鉴于国安部门的特殊性 这种情况很正常很合理 五号首长飞飞汉手 对夜酒这个表现非常的满意 实际上 夜酒在蒙哥那个案子中的表现 五号首长 早已经得到过详细的汇报 对夜酒的印象也是非常之好 哈 夜酒同志 上次蒙哥那个案子很感谢你啊 要不是有你帮忙 那个案子绝对不会破得如此顺利 这首长说着 拿起了面前的香烟 亲手递给了夜酒一支 这也是机缘巧合 刚好碰到他们了 这五号首长笑道 那也得是你有这个警惕性啊 我相信他们传递情报的时候 看见他们碰头的不止你一个人 却只有你放在心上了 这就是专业人士和普通人的区别 夜酒又轻薰了几句 五号首长摆了摆手 这脸色渐渐的严肃起来 夜酒同志啊 这次请你过来 主要就是想要和你聊聊 有关营武士这个组织的一些情况 不是 夜酒反问了一句 对 就是蒙哥他们参加那个境外间谍组织 夜酒轻轻点头 在审讯蒙哥 丁立秋等人的过程中 蒙哥丁立秋都已经交代了 他们是给某个境外组织服务的 至于这个组织有个什么明目 他们确实不清楚 更加不清楚 这个组织又是为哪个国家 或者某个联盟服务的 他们的层级太低 压根就接触不到那么高层的机密 再说了 对底层的间谍来说 这也不是什么重点 反正都是给间谍组织服务 知道不知道 能有什么关系呢 但营武士这个名字 实在是有些逗逼了 夜酒真是没想到 蒙哥他们服务这个组织 居然有这么逗逼的名字 当自己是岛国忍者 可是接下来 五号首长却是说道 这个营武士是一个独立的间谍组织 根据现有的情报分析 极有可能是一个由岛国人开创的 如果换一个普通人在这儿 一定会莫名其妙 独立间谍组织是个什么鬼啊 这间谍组织不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吗 既然背后有一整个国家 甚至是国家联盟支持 又怎么可能是独立呢 但夜酒不是普通人 他很清楚 这独立间谍组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 这世界上的间谍组织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国家背书的 一种便是独立的 有一些职业间谍组织起来 独立的在全世界开展间谍业务 获取到情报之后 再转卖给有需要的组织 以此谋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 有国家背书的间谍机构 当然占据了大多数 间谍这个职业 是需要一定的奉献精神的 如果没有一种 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奉献精神 又有什么人 愿意永远生活在阴暗中呢 当间谍 尤其是很厉害的间谍 不但自己一辈子生活在阴暗之中 有时候连家人孩子 也必须生活在阴暗之中 永远不能见光 换句话说 你当间谍当得越成功 身上背负的压力越大 而独立的间谍组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的厉害 也更加的没有下限 本质上 这是一个利益纠合体 因为这种组织 没有一个需要效忠的国家 或者联盟 他们成立这种间谍组织的唯一目的 便是获取利润 当然 这个利益呢 并不一定是金钱财富 也有可能是权势和影响 有许多古老的邪恶间谍组织 黑帮组织 或者犯罪团伙 就能握有极大的权势和影响力 财富也是惊人的天文数字 能够加入到这种独立的间谍组织中 并且为之服务的 除了那些外围被欺骗的家伙 大多数都是野心勃勃之人 希望通过这个组织 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首长 这个银武士 都有些什么特点 为什么推测 它是由岛国人开创的 仅仅是因为银武士这个名字吗 叶九问道 这银武士这个名字 确实带着新名的特色 当然不仅仅是名字 银武士有几个特点 和其他独立间谍组织有所不同 第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特别推崇古武术和岛国忍术 叶九的嘴角微微一窍 作为特战兵王 以及苏式正宗的太极传人 他当然知道 所谓的岛国忍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致相当于武术 魔术 障眼法的合成题 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 这玩意儿 也看水平和天赋 和武术一样 看你下的苦功够不够多 你天赋足够 又肯下苦功 手脚速度又快 再加上一些必要的道具 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人者 难怪他们加入这个组织 叶九若有所思地说道 猛哥本身就是江湖人士 并且有很不错的武术功底 丁李秋的武术水准也不算低 尽管他们都败在叶九的手里 可叶九不能作为武力值标准的参照物 事实求是的说 这个世界上徒手格斗能打过他的人 真的不多 这第二个特点 就是他们比大多数间谍组织更没有底线 下陷基地 是真正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们没有国家 没有忠诚的对象 没有信仰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只要有利可图 他们可以出卖任何人 出卖任何组织和国家 丁李秋的脸色开始严峻起来 他虽然和间谍组织打交道比较少 可是和其他犯罪团伙打交道多了 知道 越是这种毫无底线毫无下陷的团伙 犯罪的手段 越是残忍 越是毫无顾忌 这第三个特点嘛 是基于第二个特点发展来的 那就是银武士的报复心理特别严重 不管是在哪里 只要有妨碍他们的人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铲除掉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他们已经在全球各地 实施过类似的报复行动很多次了 有成功的时候 也有失败的时候 但总体来说 成功的次数更多一些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84集 叶九现在当然已经明白 为什么国安领导 这么重视这个事 并且专门有五号首长 这种身份极高的指挥员 亲自出面召见他 是的 你猜的没错 你现在 应该已经上了他们的报复黑名单了 他们这么幼稚啊 忙得过来吗 五号首长和旁天的梁局长 都是不由得一愣 幼稚 叶九居然如此评价一个恐怖的独立间谍组织 照他们这样做 每失败一次任务 就要派人去报复 这成本该有多高啊 他们那么多精锐都派过来送死啊 叶九的神色 再次变得轻松起来 不管他们多牛逼 培养一个真正的精锐 总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吧 猛哥那种可能不算是精锐 但至少也下过一二十年的苦工啊 比猛哥还精锐的间谍 需要多少年才能培养出来 连猛哥在叶九面前 都扛不住两个肘锤 一个锅箭摔 他们想要报复叶九的话 至少得派一个 比猛哥更加厉害的家伙过来 好不容易培养出的精锐 就这么派过来白白送死 不是可惜吗 这就是叶九想说的潜台词 叶九这话呀 说得好不牛逼 连五号首长都忍不住 和梁局长对视野 四年前 有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少青 五号首长脸上 再次浮现起了微笑 然后呢 然后他们真派了人过来送死 五号首长说着 轻轻叹了一口气 似乎在回忆某些美好的瞬间 那个人呢和你一样 当时也在公安大学学习 是你的师兄 叶九忍不住笑了笑 他知道五号首长说的是谁了 这牛逼的人物 性格都一样 连说的话都一样 叶九同志 我知道你是精锐中的精锐 但面对狡猾凶残的敌人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战略上 我们要藐视对手 但战术上 我们必须重视他们 是 首长 叶九挺胸打倒 不过随即 又提出了疑问 首长 您觉得这次 银武士会报复我 我们不能确定 五号首长实实在在地回答道 但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确实有这个可能 首长 我倒不觉得猛哥丁丽丘 和许明哲这几个人 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位 银武士犯得着 为这几块料 专程派人来报复叶九吗 多大的事儿 要是连这种层级的组织成员被抓 银武士都要派人过来报复的话 他们是有毒血 真有这么多人寿吗 丁丽丘无足轻重 但蒙哥确实是有一定地位的 因为他成功接近了萧燕燕 银武士那边本来准备重用他 况且他也算是武术高手 狠气和银武士的特点 五号首长轻声地说道 还有啊 这次的情报他们本来很重视 结果丁丽丘没能把情报送出去 对他们来说算是重大损失 据我所知 邹教授他们那个科研项目 目前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不少国家和组织 对这个项目的资料都很感兴趣 本来可以卖个高价钱的 结果被你给搅和了 你只要晚抓一点丁丽丘 情报就送出去了 瞧瞧你干的好事 不教训教训你 他们心中这口恶气没点粗啊 这个组织啊 他们的宗旨本来就是有点粥 五号首长忽然又感叹了一声 是啊 像此都什么时代了 他们还这么热衷于古武术 尽管叶九本身是武术高手 然而他本人却是更加详细 热武器的威力和杀伤力 这不是忘不忘本的问题 而是事实本是如此 我们不是野战军 五号首长这么回答他 和大家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大多数的间谍在执行任务时 很少有使用武器或者武力的时候 真的要使用武力 基本上就已经证明任务已经失败了 或者接近失败需要拼命了 除非是专门负责除肩行动的外勤小组 无力的使用频率才会稍高些 而这间谍之间交手 多数时候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 一瞬间便会定出生死 往往一方已经倒地 这周边的人可能还没回过神来呢 况且在很多的场合 检查流程是相当的严格 你不一定能够把热武器带进去 这种时候 你双手身体以及身边的任何物件 都是你最好的武器 007系列那种飞机坦克大炮 骑上阵 追杀几百里的间谍枪战 通常是会出现在电影电视之中 现实里是很少发生的 事实上啊 英武士这些年势力发展得很快 在全世界都算是赫赫有名的 独立间谍组织 他们几乎毫无底线 为了利益可以和任何组织合作 因此他们也算是财雄势大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甚至还攫取了很大的行政权力 所以他们野心勃勃 夜酒饭问道 对 他们野心勃勃 对于尝到了甜头的人来说 权力的味道是很美妙的 令人难以拒绝 对于任何破坏他们权力的人 他们都会想方设法予以报复 这是他们组织的核心宗旨之一 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 他们要立威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真要报复谁的话 也不用耗费太大的承办 这句话 是陪同在一侧的梁局长说的 夜酒马上回过神来 顾杀手 嗯 这是其中一种 那另一种呢 夜酒很敏锐地回道 另一种 就是在他们组织内部 有一个部门 专门负责这种行动 根据目前的情报来看 这个部门 是营武士的核心部门之一 据说一直都是八个人 但是现在可能只剩下七个了 每一个都是神经百战 经验丰富的老手 这个部门有一个很怪的名字 据说叫做刑士族 刑士族 夜酒顿时害起了头痛 他妈的你们要不要这么赤裸裸的侵权呀 九个我才是正宗的刑士警察 你们一个间谍组织 这么搞真的好吗 刑士族作为无影师最核心的部门 他们不但负责处理外边的事情 也负责处理内部的反叛者 是直接向长老慧负责的 连长老慧都出来了 这个营武士真有鬼子风格呀 对 营武士的决策机构就是长老慧 似乎是察觉到夜酒心中的疑惑 这梁局长便给了他解释一句 是由最早创建营武士的几方面势力组成的 他们共同负责处理营武士的日常事务 等一下 梁局 你说刑士族以前有八个人 现在只剩下七个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还有一个呢 夜酒忽然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 五号首长轻轻一笑 带梁局长回答了夜酒的问题 还有一个 三年前死了 夜酒仿佛明白什么了 笑了起来 他记得五号首长刚刚说过 四年前 有人和他说过同样的话 而那个人是夜酒的师兄 毫无疑问 就是这样牛逼轰轰的王伟同志了 没想到 这样的事情三年前 王伟同志就已经处理过 难道他们就不补充新鲜力量吗 补充啊 但想要成为处刑者很不简单 需要经过很多严格考验 达不到那个要求 刑士族是宁缺乌烂的 本期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白小生 第1285集 这听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啊 叶九笑着说道 但心里头的警惕 却已经到达了很高的程度 五号首长亲自召见 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首长 是不是已经确定 鹰武士会报复我 不能确定 五号首长摇摇头 说道 我们以前呢 对这个组织所知不多 他们多数时候是在其他国家行动 最近几年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各项科技研究也是遍地开花 鹰武士这才在我国的活动 开始逐年增加 我们对这个组织的关注度 也开始逐渐提高 这叶九微微汗手 首长 有更加具体的资料吗 我想多了解一下 当然可以 说着 这五号首长斩进身来 来 你坐我这个位置 电脑里呢 有我们收集到的 有关银武士的全部资料 我给你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继续聊 他抬起手腕 看了看表说道 好 谢谢 叶九也不客气 静止转身过去 在办公桌后坐下来 这五号首长和梁局长一起 离开了房间 他们肯定是有其他事情需要沟通 叶九点起了一支音 开始查阅电脑里边的资料 看得很认真 五号首长尽管没有明说 叶九也清楚国安的保密纪律 这些资料是不能复印的 更加不能带走 他现在能够记住多少 就是多少 好在叶九对自己的记忆里 仪管是比较自信 而且 看资料即重点 也是刑警的职业本能 优秀的刑警在这个方面的能力 尤其出色 资料明显 已经被国安技术人员剪辑加工过 分门别垒 记录的紧紧有条 叶九甚至在其中 看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该照片的说明文字记载 这张照片 极有可能是 银武士的长老们 开会的时候拍下的 至于是什么人拍的 这张照片 又是从什么渠道流传出来的 资料里没有记载 对于很多反谍部门来说 能有一张这么模糊不清的照片 已经是如火之宝了 但照片实在是太模糊 基本上 不太可能凭着照片认出人脸来 只能是勉强可以看清楚 一共有八个人 从衣装来看 也许都是男性 可也不一定 很多的女性 在参加重要的会议的时候 衣装打扮也是很中性严肃的 反倒是一个站在旁边的男子 要略微的清晰一些 可能是因为拍照角度的问题 对这张照片 叶九并没有过多关注 它只有一个小时 对另外一个人的照片 叶九就关注的较多了 严格来说 这是一个死人 年纪大约30岁左右 脖子部位插着一把飞刀 只露出了黑色的刀柄 眼睛大睁 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不愿执行 这类似这样的表情 叶九在许多牛逼轰轰的犯罪嫌疑人脸上 都见到过 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各种自信心爆棚 完全是一副老子天下敌的派头 等被教训过后 都有这种懵逼的表情 叶九认识那柄飞刀 是王维随身携带的 也就很清楚 王维教官的腰间 时时刻刻都插着这么六柄飞刀 既可以格斗 又可以当飞刀使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这数量可以再增加 增加到十几把 都是有可能的 这飞刀正正插在中年男子的脖颈上 一刀就将锦动脉切断了 时间是三年前 叶九估摸着这家伙 很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的绝技 都来不及施展 就被王维教官一刀干掉了 看来从今往后 叶九也需要在自己的腰间 增加疾病这样的小刀子了 王维教官曾经将他的飞刀绝技 倾囊相授 这玩意儿 最主要的是掌握技巧 只要掌握了技巧 在勤家练习 最多一两年的时间 便能够有所成就 当然 要如同王维那样 做到小王飞刀力无需发 这难度就大多了 那可是几十年的苦工啊 叶九也并不知吧 自己短短一两年的时间练习 就能够到达那样的水准 不过 在枪械的使用上 叶九还是很自信的 这资料里 详细记载了这一战的缘由和过程 说起来王维四年前的遭遇 和他现在基本雷同 不过王维是被动卷入的 好好伴着贩毒啊 这鸚武士偏偏要参合一帮 按照王维那脾气 还能对他们客气了 当然是可着劲的收拾啊 管你他妈是谁啊 那次鸚武士好像也是损失惨重 关键是觉得丢脸丢大了 所以决定排除处刑者 对王维进行报复 鸚武士的尊严不容侵犯 这是那个处刑者 对王维亲口说的 然后 他脖子上就多了一把飞刀 他对王二哥的飞刀 是一无所知 对王二哥的脾气 更是一无所知 王维同志啊 有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管毛病 看到了这里啊 也就经不住做了做牙花子 再往下 他看了一下那个处刑者的 事件报告 年龄在35岁到40岁之间 古龄检测38岁 亚裔男子 肌肉解释匀 从上肢的肌肉情况来看 具有很强的爆发力 双指关节 有老箭 可见是常年练习武术的 随身携带的武器 是一把蝴蝶刀 吹针一举 内涵两枚脆毒的钢针 经过实验 杀伤距离大约5米 超过5米的话 会丧失精准 在10米距离 依旧会有一定的杀伤力 实际上吹针啊 只是一个标准的称呼 这东西是有动力的 里边装了墙里的弹簧 机械动力 如果不是钢针太细小 这杀伤距离还可以再增加 另外这皮带中 掺杂了一定量的钢丝 可以做武器使用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制式武器了 尤其没有发现热武器 一个小时的资料熟悉 也就并没有耗费太多的心神 因为资料实在不多 除了王维干掉那个处刑者 真正让他感兴趣的 是蒙哥和丁李秋等人交代的材料 尽管叶九亲自审讯过他们 但毕竟只是审讯了一次 这蒙哥也不可能一次性 把所有知道的东西全部撂了 他得慢慢回想 有时候还得主审人员帮他回忆 才能一点点把脑海中那些玩意儿掏出来 这和态度无关 纯粹是一个材料组织的问题 有些人 表达能力确实不行 一肚子的好货愣是倒不出 只能一丁点一丁点的挤牙膏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86集 除了许明哲是被收买的外围人员 蒙哥和丁丽秋都可以算是接受过严格的正式训练 所以他们交代的东西 比许明哲更加的有价值 丁丽秋自称是在国外的基地培训过半年 那时候 他跑到岛国打工 很多的中介公司都干这活 把一些怀揣过梦想的地层打工人员 打包送出国外 让他们去异想拼搏自己 这丁丽秋有一些武术底子 据他说 是打小爱好武术 还正儿八经拜过师傅 当然 他的师傅也只是乡下把师水平 教不了多少针功夫 但是打下了基础 相对那些从未练习过武术的普通人而言 丁丽秋算是入了门 然后就在那儿被引武士招揽 没怎么犹豫 便加入了这个境外的间谍组织 丁丽秋是一个极有野心的人 基本上 那年月敢于主动凑一笔中介匪 孤身跑的国外打工的 都是有想法的 那种极少数随大溜 被朋友叫过去凑热闹的除外 丁丽秋被培训半年之后 并没有马上派回国内潜伏 而是继续在导国打工 和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这间谍组织对底层人员的使用率 其实并不太高 绝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而是有点广众博收的意思 看着有合适的先招揽再说 经过一顶时间的培训之后 便搁置在那儿 不一定非得马上使用 等有了需要 再将这些闲置的底层成员中 挑出条件合适的去执行任务 平日里 这丁丽秋依旧是靠打工养活自己 组织也不会时时刻刻给他金钱 最多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提供一下帮助 在导国打工打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才被派回国内进行潜伏待机 这猛哥加入鹦鹉士的情况 和丁丽秋又有不同 猛哥在最落魄的时候 被鹦鹉士主动招揽 招揽他那个上写很坦然地告诉他 关注他很久了 因为猛哥虽然落魄 却是实实在在的江湖人士 社会经验比丁丽秋丰富得多 而且武术功底深厚 算是较能打的那种 这种人如果利用好的话 能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按照猛哥的供述 组织比较重视他 曾经跟他聊过职业规划 打算让他在国内潜伏一段时间 等任务完成 或者身份可能暴露之时 再让他偷渡去国外 直接去组织本部工作 极有可能让他担任 教官之类的职务 只是组织和猛哥本人 都没想到 他居然能够完完全全 获得萧燕燕的信任 直接将他当成了 心腹清洗 贴身保镖 在组织的眼里 无论是老萧家 还是萧燕燕本人 都是值得下大力气投资的对象 既然猛哥纪元巧合 完全获得了对方的信任 这计划自然改变 叮嘱他 一定要千方百计 稳固和萧燕燕的关系 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将萧燕燕也 也发展成组织的一员 再设法透过萧燕燕 将整个老萧家拉下水 那就是绝大的收获了 可惜 全被叶酒搅和了 这猛哥还没来得及 将萧燕燕拉下水 就已经落在了叶酒手里 但是啊 已经找不到猛哥那位 单线联系的上级了 搞特工的非常谨慎 猛哥一出示 这上级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 无论你用什么办法 都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但是猛哥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 组织绝不会就此罢休 叶酒破坏了组织的大忌 这银武士一定会招叶酒算账 银武士的尊严不容侵犯 猛哥还自称 他亲眼见过处刑者 并且与其交过手 正是因为完败于处刑者之手 这猛哥才心甘情愿地加入了组织 江湖中人从来都信奉一条 谁的拳头大 谁说了算 不过他描述的那个处刑者的外貌特征 在叶酒的眼里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归根结底一句话 普通中年男子年纪35到50岁之间 反正具体多大 你很难从他的外表中判断出来 长相普通 身材普通 衣着打扮更加普通 倒是符合特工人员的基本特质 现代电影里 那种炫酷狂拽吊炸天 帅得毫无天理 喜欢穿着皮衣 挎着小手枪 道出显摆的特工 其实是不存在的 真要是有那样的特工 现实之中绝对活不过一个小时 更不用说活过两极了 至于说手上戴着一个特殊的戒指 当成组织成员的街头信物 更是扯淡 你生怕这反谍部门忍不出你啊 要说蒙哥供述的材料中 唯一有价值的便是 和他交手那个处刑者 手掌的骨节粗大 只关接触 有劳解 但这也不能算什么 最多只能证明 此人常年的练习武术或者搏击 这样的人多了句了呀 叶九自己就是啊 总不能见到一个 直接粗大的家伙 就怀疑他是银武士 派过来刺杀的处刑者吧 精神一直这么高度紧张 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从头至尾 将资料再浏览一遍 叶九的身子往后微微依靠 点起了一支烟 双目微眯 在脑海中将这些资料 最后过了一遍 加深印象 不管有没有价值 把这些资料全部吃透 总比看过就忘要好上太多了 不久之后 这五号首长和梁局长便回到了办公室 叶九急忙站起身来 这五号首长微笑地问道 叶九啊 资料都看完了 报告 看完了 有什么想法 冰来降等 水来吐烟 都已经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难道还有退路吗 好 要的就是这个态度 叶九 今天敬你过来 除了给你通报情况之外 我们还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五号首长微笑地望着叶九 神情殷切 叶九不由他愣住了 加入国安 他以前可从来没有想过 倒不是说对国安系统有什么顾虑 关键啊 他自己觉得干刑警挺好的 这两年也干出了一些成绩 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没打算换职业 五号首长知道他误会了 急忙地解释道 啊 叶九同志 是这样的 我们不需要你改变现在的工作 只是希望你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站出来 报告首长 我是军人出身 只要国家有需要 我随时可以战斗 对叶九这个表态 五号首长相当的满意 经不住是连连点头 感叹地说道 嗯 说得好啊 叶九同志 是这样的 我们部里呢 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名字倒和那个银武士有些相似 叫做隐形战士 组成这支队伍的 都不是我们国安的同志 而是来自其他各条战线的佼佼者 你加入之后 不会改变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们也不需要你时时刻刻去执行任务 只在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邀请你参加行动 当然 为了保密需要这个情况 我们只会通报给京安省公安厅的个别负责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第1287集 比如王志胜同志和沈徐东同志 除此之外 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况了 五号首长甚至连靖江省公安厅 现任厅长 白舍文的名字都没有提 毕竟叶九现在是沈徐东的直接下属 而王志胜则是分管行政的副厅长 都是纯技术干部 这个情况还是需要向他俩同报的 要不然 万一以后征调叶九的执行国安方面的任务 就不那么方便了 所长 我能提两个问题吗 叶九想了想 问道 请讲 这个部门是直接向您负责吗 是的 直接向我负责 老梁也是负责人之一 梁局长公开的身份 是国安分局的副局长 但是这并不妨碍 他在隐形战士的组织中担任负责人 那第二个问题 王队也是这个部门的吗 是的 四年前 他就已经是隐战士的一员了 报告首长 没有其他问题了 请问 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吗 不需要 五号首长肯定的说道 你们加入隐战士 不需要留下任何文字凭据 我和老梁就是你的直接证明人 组织会给你们提供一切必要的装备 并且保证你们可以合法使用这些装备 叶九同志 你要知道 隐战士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都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你们都是尖刀 不到非常的时候 不理不会轻易启动你们去完成任务的 他说的非常严肃 潜台词就是 一旦启用你们 那需要完成任务的难度 基本上都是S级的 普通任务 用不到你们这些精英中的精英 尖刀中的尖刀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叶九举手尽力并没有再说话 这接下来五号首长 又亲手将几十种装备交给了叶九 都是国安部门最新研制的几种特种作战武器 其中包括一把特制的皮带和六把小刀子 一见到这条皮带和六把小刀 叶九的嘴角便浮起了一丝笑容 王氏飞刀 都是按照王伟使用的那种黑色小刀的规格打造的 刀锋锋锐无比 看来这个引战团还真是与时举进呀 王伟飞刀经过实战检验 事实证明是极其有效的进战工具 引战团便毫不犹豫地将他的飞刀打造成了制式装备 连带那种可以将小刀子很方便地插在上面的皮带 也一并做好了 叶九啊 我们知道 你和王伟同志关系很好 而且还在一起切磋过 其实三年前呢 他还在特战大队的时候 王伟就已经向我们推荐过你了 说你是颗好苗子 他的飞刀绝技 你应该也已经学得八九不离十了吧 五号首长亲切地说道 这个我可不敢说 这王教官的飞刀绝技下过二十年苦工 一时半会儿 谁惊痛得了 哈哈哈哈 别人可能有难度 你不一样 五号首长很肯定地说道 你有基础 这一点他还真没说错 叶九确实有基础 五米之内可以将一根普通的竹筷当飞刀石 基本上能够做到百发百中 当然 就杀伤力而言 和制止飞刀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呢 我给你六把刀子 其他不擅长使用飞刀的引战士 这五号首长 就不一定会给他们六把王式飞刀 最多 给两把用于进战格斗 是 谢谢 五号首长笑着摆了摆手 说道 叶九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真正的战友了 你没必要那么客气 今后这一段时间 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 提高警惕 一旦发现异常 随时和我们联系 你要记住 整个引战士 乃至我们整个部门 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国外那些间谍组织 只要他们敢来 就要做好准备 付出代价 五号首长这话说得非常霸气 叶九也是身有同感 重重的点头 这要他们敢来 离开之后 叶九静止去找了王位 因为董远哲贩毒案的缘故 王支队这段时间 已久留在京师 运气不错 电话一打就通 王支队正好在宾馆没出去 不过这一回呢 王位并没有让叶九去宾馆找他 而是给了他一个地址 让他直接过去 眼瞅着到饭点了 王教官说请他吃个饭 介绍另外一个朋友给他认识 这叶九有些犯愣 不过也没多想 反正去了就知道了 叶九先到 王位说的地址 是一个比较清静的小会所 说小也是相对而言 红发那样的是大会所 占地广阔 这个会所 比红发小得多 倒是没让叶九 费太多的劲 找到了吃饭的包厢 装修得很复古 还染着檀香 味道很好闻的内容 家具 器具 都非常的精致 就算是叶九这种 完全不讲究的 也能看得出来 不得不承认 不讲究归不讲究 这好东西看起来 用起来就是熟悉 这专家都说 粗粮比细粮要营养好 可是大部分人 还是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口感好的细粮 叶九悠哉悠哉地 喝茶抽烟 大约是二点的时候 门外的脚步声响起 叶九能够听出来 其中一个是王位 但另外一个 脚步声也很轻 几乎落地无声 显见得是一个 很厉害的角色 叶九急忙其身 进门的果然是王位 叶九 来得挺早的 等不少时候了吧 没有 我也刚到 就抽了一支烟的功夫 这位是 叶九的目光落在了 王位同行者脸上 这位年纪啊 看上去比王位还要大几岁 三十几岁 腰背挺直 脸沉如水 给人的感觉是 特别的帅气 同时也特别傲气 并不喜欢说谎 谷帅 不等王位开口 这大帅哥 就已经说了 声音很冷 也就顿时恍然大悟 这上一年度 公安部一级阴谋的名单里 就有谷大帅的大名 天南省公安厅 行政总队 第一支队支队长 谷支队啊 最样大名 如雷冠儿 也就由衷地说道 这位也是一等一的牛人 王位笑了笑 叶九 你这消息有点滞后了哈 现在是谷老总了 上个月刚提的 行政总队副总队长 谷总好 叶九再次敬礼 这谷帅就淡淡地看了王位一眼 似乎有些郁闷 感觉上王指队就是一个坑队友的主 尤其是谷帅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会被他带进沟里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百笑声 第1288集 叶九 别理他 谷副副总队长这句话 很明白的 很明白地把刑旗之意标露无遗 叶九顿时觉得古帅 很对自己的胃口 连忙掏出烟来 敬给了古帅和王维 王维笑嘻嘻的 也不在意对方的感受 自从和古帅不打不相识 成为铁哥们之后 几堆古帅 就成了王二哥的一大爱好 要不是看在他给介绍了个 靠谱的女朋友的份上 这古帅理都不理他 三人分别落座 韭菜便流水洗半送上来 谷总这是来首都开会啊 嗯 古帅点了点头 依旧是吸字如金 叶九也不在意 不爱说话这脾气 几乎都写在脸上了 来叶九走一个 咱们也就算是欢迎新战友了 韭菜先上来 王维率先举起了酒杯 叶九立马明白过来 古帅肯定也是引战士的一员 要不然 这以王维的谨慎 不会邀请古帅一起过来跟他喝酒 就算是一起喝酒 也不会当着古帅的面提起这茬 当即便举起了酒杯和王维古帅碰了一个 叶九 你那事儿 东吴已经跟我和古帅都打过招呼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王维说道 韭菜早已经上期 服务员也按照吩咐远远的避开 我就想问下 那个家伙你对他什么一讲 没正经交过什么 叶九也不客气 直接了当的问道 没 王维的脸色罕见的严肃起来 那家伙 凭感觉 确实是个高手 身上的气势 瞒不住人的 硬冷得很 我没给他纠缠的机会 这些人 身上小零碎太多了 你得注意这一点 一旦给了他精神纠缠的机会 一不小心就会中招 那玩意儿 防不胜防啊 叶九怂然而惊 王维的本事 他是知道的 撇开警察的身份不谈 绝对是一等一的江湖老鸟 见过的风浪 那叫一个多 连他都这么说 可见处刑者确实非常危险 古帅在一旁淡淡的说道 王维的处置方式 我很赞成 我们和他们是生死仇敌 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仗斗 又不是江湖切作 没必要那么多讲究 只要有机会 直接干掉最好 省得自己麻烦 是 叶九也点头 同一股帅的说法 教官 那就这一次嘛 后来 没再派人过来了 没有 那是什么原因啊 赵丽一次报复没有成功 应该会有下一次呀 这就不清楚了 估摸着他们也缺人手吧 毕竟这样的精英不是那么好培养的 叶九微微汗手 若有所思 加入引战团 对叶九的学习和生活 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还是一如既往跟着魏伯教授学习 拿学分 在空闲的时候抓紧一切 互相熟悉五号首长给他发的那些装备 尽管这些装备他会用 可是会用和巧用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常年习武之人 尤其是功夫深厚之人 对于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 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爱 非得用到熟即如流的地步不可 否则 在实战的时候 你可能会记不起来 自己还有某种合用的装备 近身搏上可能零点一秒的差距 就是生死的距离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八月上旬很快就要结束了 易子熙如约赶到首都 夜就便向魏伯教授请了假 开着王太坤那里借来的越野车 一路向西开始了蜜月之旅 这是真正的蜜月 虽然他和易子熙的婚礼 要到十月一号才举行 可是他俩已经领了证 是名正严顺的合法夫妻 许多夫妻间才能做的事 现在已经可以做了 说好了结婚之后亲热 夜九哥也忠实地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小两口一路上其乐融融 去大西北蜜月旅行 是两人一早就商量好的 2004年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旅游已经逐渐由过去的奢侈行为 变成了普通大众的刚需 尤其是城市居民 旅游已经渐渐成为了某种时尚 但自驾游还是挺高端的 那个年代 家用小车远非普及 不过夜九和易子熙 显然有了这样的条件 王太坤借车给他 也是一台八成新的进口越野 车况也非常不错 从目前来看 王太坤和他的泰定集团 基本上已经摆脱了最困难的困境 未来很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至少老雨之灾 已经离王太坤越来越远了 要不是夜九肯帮忙 说不定王大老板这会儿 已经在看守所里待着和东远车作伴了 王太坤特别的感激夜九 可是夜九油盐不尽 几次想要给好处都被对方拒绝了 长途旅行八成新的车 比十成新的车要好 过了磨合期可以放心的驾驶 不用担心路上出现问题 而这次密越旅行 一共准备了15天时间 计划行程7000公里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易子熙还可以再给单位打电话 多请几天假 考虑到这个时间段 从首都赶往大西北再转回来 一路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通车的高速公路 大部分还是国道和省道 二级以下等级的路况居多 15天的时间看上去挺宽宇 实际上还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从刚离开首都那1000公里的路程 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停留 主要是赶路 一直进入河东境内 这车型速度才开始慢慢放缓 河东也算是西北比较著名的省份 境内著名的风景不在少数 值得好好游览一下 比如某个著名的石窟 就很值得看一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座很著名的险峰 这次就没有去 从河东再往西 略偏北 就进入了某个民族自治区 赛上江南 大白高国故地 自然也是值得看一看 掠掠一下草原的风光 毕竟千年以前 铁钥子环尾铁骑 明洞西锤是整个西军最凶狠的敌人 需要千里草原才能培养出数十万的空旋之势 叶九甚至兴致大发 中间还去了一趟那座著名的金汤之城的骨质 然后就发现上当了 当年明洞天下的金城汤池 如今只剩下了一片丰烛地基 低矮的沙土墙壁隐藏在荒槽之中 再也不复昔日的壮观 这儿夜九大为失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百笑声 第1289集 不过这趟万城之行 也并不是毫无收获 至少夜九和易子熙 在这里遇到了另外几个自驾出游的同伴 大家 都是从全国各地自驾过来的 目的地也是大西北 很巧地在这个地方碰到了 一番聊天之后 夜九和易子熙很高兴地加入了这个临时组合的车队 一行五台车 好好荡荡地前往大白高国的古都 新庆府 如今的四驶驱首府 虽然是临时组合的车队 但大家的素质都挺高的 其中好几位学识渊博特别健谈 易子熙和他们聊得很来 夜九同志也不露气 他的学历是不如自家老婆 可是见多识广呀 干了这么多年刑警 经过了太多的江湖风浪 谈天说地 也不怕没有题材可聊 小两口在车队中很受欢迎 除了易子熙长得特别好看这一点 加分不少之外 他俩从事的工作 也是受到了大家伙热烈欢迎的原因之一 两个人都没有隐瞒自己警察的身份 远离家乡 在异地他乡长途旅行 虽然大家伙都满怀自信 不至于害怕什么 多多少少也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安全感 现如今有两位警察亲礼同行 等于平白无辜 多了两个保镖 众人顿时觉得胆气壮了不少 一路上 安全就更有保障了 其中一对来自东北的两口子 和他们俩更是亲近 很快 大家就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对于夜九和易子熙来说 这其实也算是意外之喜 人就是这样 自己心情愉悦的时候 巴不得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快乐 大家伙在游览了新庆府之后 对接下来的行程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人要继续西境 前往河西走廊 而另一部分人则想北上 先去看看沙漠 再转向西方 这个时期啊 能够自驾游的 通常都是精英阶层 很有主见的那种 阿子姐姐 你什么意见啊 高小美吃着冰棍 对着身边的阿子说道 高小美是和她聊得很来的那个东北小女孩 个子很高 身材很棒 虽然长相不是特别出众 却因为天真烂满 毫无诚服 很逗人喜爱 她的年纪和易子熙差不多 两人相比阿子大几个月 高小美便一路上姐姐姐姐 嚼得很甜 去高小美说呀 她这回也是跟老公林秋 一起来自驾度蜜月的 眼下 林秋就和叶九 站在不远处的树荫下 和他们一样 都吃着冰糕 八月份的大西北 天气比南方要凉快一些 白天虽然温度也比较高 但是站在树荫下 还算是凉快 相对来说 林秋也非常健谈 有着典型东北人的身材 个子不算高大 但身材匀 肌肉结实 自称是在东北某城市的体委 担任武术队的教练 还给叶九看过她的工作证 工作证是真是假不清楚 不过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倒是真的 叶九虽然不是东北人 但是打东北的口音 还是很容易分辨 大茶子味嘛 打从在万成一只碰到她俩之后 这两天 夜酒很多时候 都和林秋待在一块 听林秋说着他们东北那边的 一文去世 挺开心的 我随便啊 我反正是出来玩的 开心就好 易子曦随口答道 这倒不是忽悠高小美 易子曦尽管为这次蜜月旅行 做过详细的攻略 却并非不可更改 关键是要玩的开心 我其实还是想去拢用 看得出来高小美也是有些纠结 沙漠很神秘 很想去看呀 可是她的假期有些 得安排好才行 在这里耽搁了 去看西海的时间恐怕就不够了 去看沙漠 一个中年男子很肯定的说道 这位中年男子也是一型人中 年纪最大的 约摸四十岁左右 长相普通 平时话也不多 却很固执 要么不开口 一开口便定下调子 而且其他人都是成双成对 甚至还有一个整个家庭 出来旅游的 两口子带着两个小孩 唯独是她独自一个人出来旅行 开着车 在统万城和他们遇上了 便加入到车队中 大家对她的了解并不多 她不像林秋高桥梅那样 性格随和 喜欢和别人聊天 大家伙只知道她姓孙 自称孙开远 来自东南沿海谋省 具体什么工作 没人知道 开的车也是租来的 挂着河东省的牌照 不过大家并不排斥她 甚至她还很受欢迎 在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威望 原因很简单 奥孙大计 不斤斤计较 对钱财看得很大 已经请车队的伙伴们 吃过一次饭了 平时买个零食之类的 有伙伴在她身边的话 也肯定会多买一份 同车队的伙伴一起分享 她只是不喜欢说话而已 像在孙开远 一开口就说去沙漠 原先还在摇摆不定的 几个伙伴 就坚定下来支持她 当然还有另外几个在犹豫 毕竟只是临时组合 又不是旅行团 去看一下沙漠也没事啊 不耽误多少时间 平时话不多的孙开远 破例给大家做起了工作 我查了一下地图 也就绕了几百公里 开车一天差不多得了 我们可以直接穿过沙漠 往河西走廊去 那就去看看沙漠吧 林秋你说呢 高小美拉着一子西走过来 征询两位男士的意见 看她的样子 似乎是被孙开远说动了 可以啊 我无所谓 反正就是玩嘛 叶警官 你的意思呢 林秋微笑地询问夜酒 露出了一口整齐好看的洁白牙齿 她偶尔也抽烟 确实能够有这样一口牙齿 也算是小小的奇迹了 可以啊 我没意见 随大溜 林秋随即举起手来 笑着说道 我们四个 赞同孙大哥 去看沙漠 群众都有盲从心理 林秋这一表态 同意去看沙漠的 便占了绝大多数 剩下还有一台车的车主 和同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也同意了孙开远的意见 去看沙漠 孙开远顿时就高兴起来 那好 咱们待会就出发 今天晚上赶到镇子 咱们在那休息一晚 明天一大早就去沙漠 只要我们车速快一点 一天时间 足够穿过去了 林了他又加声了一句 今晚 我请大家吃饭 烤全羊 顿时引起了一阵喝彩之声 原本有些个勉强的几位小伙伴 都笑着鼓起掌来 倒不是说大家喜欢占小便宜 关键是萍水相逢 以及旅游 讲究的就是一个气氛 而且接下来的旅途 大家待在一起的时间 还有好些天 其他人也可以请客吃法 还上这个人情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不讲百笑声 第1290集 夜九脸上带着微笑 眼神却是变得犀利起来 孙开远这个表现 尽管谈不上有多反常 但还是略微有些出格 一行五台车 大的小小男男女女12个人 请吃烤全羊 往勺里算 最起码得一千块钱 2004年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萍水相逢 仅仅是大家同意 一起去看沙漠 就如此大气的 请大家伙吃烤全羊 还真是个有钱人 可是有钱人 为什么会独自一个人出来旅行呢 连个同伴都没有 关键是他似乎也没打算 给大家伙说明一下情况 不过夜九并没有说什么 如果这个孙开远真的有问题 夜九还求之不得呢 你们想解决掉我这个麻烦 难道我就不想解决你们吗 当下大家伙分别登上自己的车 孙开远一马当心 五台车是首尾相连 离开了新庆府 前往北方沙漠 夜九开车为整个车队殿后 不知为什么 每次车队行进 夜九都会留在末尾殿后 一上车 易子熙的脸色 变得有些严肃 你为什么要答应去沙漠啊 既然他们想去 那就去呗 我觉得 那个孙开远还挺可疑的 易子熙皱眉说道 有关银武士的情况 夜九和易子熙说过了 这个东西不能瞒他 他们两个已经是夫妻 谁知道银武士会不会发疯呀 对于这些国外的间谍组织 绝不能过高地高估他们的底线 有倍五倍 有时候相差还是蛮巨大的 不过易子熙的反应 还是有些出乎夜九的意料 这姑娘不但没有害怕 反倒变得极其兴奋 居然一叠声地问夜九 他们在哪儿 什么时候来杀我呀 夜九都有些怀疑自己老婆的智商了 其实啊 这才是普通女孩正常的反应 有些东西啊 离他们太远了 夜九要不是凑巧参见了蒙哥案 这些事同样离他也很远 他还是天天和各种危险犯罪分子 大交道的刑警 尽管易子熙也是警察 却不是一线的 对这些危险也并没有直观的认识 这事件导致了第二个 让夜九意想不到的结果是 易子熙现在兴致勃勃 转眼之间化为神探 对于身边的任何人和事 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简直就是怀疑一切 两天前刚开始接触林秋和高小美的时候 易子熙就特别怀疑林秋 武术教练呀 长相普通 自称东北人 身材却是并不如何高大威猛 这诸如此类感觉都有问题 尤其还找了高小美那样 毫无心机的姑娘打掩护 这不就是预盖泥掌吗 越看越觉得可疑 甚至连那一对带着两个孩子 一起出来旅游的夫妻易子熙都怀疑过他们 总是觉得在他们寻常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个瞬间取人性命的魔鬼 而现在易子熙开始高度怀疑孙开远 也就顿时有些头疼 这都快赶上后世那些稍微不舒服 就上百度查找病因的人了 不查还好 一查好像所有的重症恶疾 都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般 初学者都是这毛病 关键也就不敢说他 敢在新婚度蜜月的时候质疑老婆 也就哥那是不想混了呀 还得陪着他一起煞有其事地分析一波 就比如现在这样 你为什么觉得他们可以啊 也就一边稳稳地把这方向盘一边笑问道 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 不是山岳人吗 那是他自称的 他一直说的都是挺标准的普通话 山岳人讲普通话 你见过几个这么标准的 易子熙立马反驳 南方省讲普通话不标准的居多 大部分带口音 易子熙算是很另类的 他打小就学标准拼音 基本上没什么口音 哦 这算一个疑点 夜夜酒可没办到 和老婆争执这样的问题 另外 他一个大老爷们 一个人跑出来自驾游也很不正常 也许人家搞科研工作呢呢 或者独行侠 搞什么科研工作呀 他车都是租的 又没见他带什么科研设备 至于说是独行侠 你看他像嘛 易子熙撇了撇嘴 有些不屑地说道 夜酒无话可说 孙开远确实不像独行侠 他一直致力于维护整个车队的团结稳定 为了叫上大家一起看沙漠 不惜自掏腰包 再次请客 独行侠才不会干这样的事 我倒是觉得呀 他好像喜欢上二号车那个姐姐了 少青 夜酒笑着说道 二号车的组合也很奇葩 是一对年轻恋人 外家女方的姐姐 三个人一起出来旅游 姐姐是单身 圆磨30岁 孙开远34岁 这两天 一直想方设法接近二号车的姐姐 哪怕夜酒这种恋爱经验明显不丰富的家伙 都能够看出来 他对二号车的姐姐很有想法 如果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他也是单身 这两人要是成了也算是一段佳话 当然 前提是孙开远不是嫌疑人 否则 他注定没有未来 话说银武士如果真的打算派人来报复夜酒 悄悄境村 大枪都不要 也就罢了 还有机会打夜酒一个措手不及 一旦引起了夜酒的怀疑和警惕 还想轻轻松松的完成任务 那只能说 真的想多了 我总觉得他挺可疑的 他接近安怡可能也是一种麻痹我们的策略 易子熙确实没有那么轻松 坚定不移的将怀疑一切的宗旨 管车直线下去 这安怡呢就是二号车的姐姐 一个很活泼很强悍的女孩 按照后世的话来说标准的女汉子 这也可能是三十岁还没找对象的原因 像这样彪悍的女汉子 没几个男人hold得住 嗯 那他算一个 还有没有其他怀疑对象 夜酒笑着问道 既然老婆喜欢玩推理 夜酒同志 当然要全力配合 老实说 夜酒虽然已经对银武士可能的报复 提高了警惕 却并没有到草木皆兵的程度 真要是那样 那以后日子还过不过来 也不见得这一行舞台车里 就一定会有处行者 只不过现如今闲着也是闲着 你仔细 要玩一把烧脑的游戏 那就陪着呗 其他怀疑对象啊 我还是觉得林秋有点可疑 感觉上她和高小美的关系有点怪怪的 高小美似乎有点怕她 易子曦臭着眉头说道 对于高小美 易子曦很喜欢 因此对他俩的观察也最为细致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291集 是吗 这一点我倒是没什么感觉 叶九说的也是实话 感觉上 林秋和高小美还是很恩爱的 两人的组合中 明显是林秋处于主动位置 高小美处于追随者 但这也是正常的 无论是男女朋友 还是夫妻 想要过得长久 一煮一丛 或者说一唱一和 还是很重要的 这两个人都强势 两个人都想做主 爱情的小川 分分钟说烦就烦 那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吧 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易子曦话是这么说 语气中 还是透出了兴奋之意 从庆兴府 前往那个沙漠冰锤小镇的道路 前半段路还算过得去 毕竟是自治区首府的辖区 把路修好一点也是应该的 但是进入戈壁滩之后 路况就开始变差 戈壁滩这条公路 多年前的老底子 前几年应该翻新过 但是在风差长年轻蚀之下 路面上坑坑坑坑 纵算是越野车也必须择路而行 这领头的孙开远降低了车速 易子曦不时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皱着眉头说道 照这个速度赶到阿拉第小镇 可能要到晚上八九点了 到时候再吃个饭就是十来点钟 今天晚上大家都会疲惫不堪 夜九微微一笑 按你的意思 如果这个车队里有银武士的人 他会选择今天晚上下手吗 易子曦点了点头 确实有这个可能 那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的分析是对的 孙开远是处行者 那他是有一个人 和我们一样 也很疲惫 今天晚上动手 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优势啊 那不一样 易子曦大摇起头 似乎对自己的推理很有信心 俗话都说了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提高警惕 防备他下手 他却不必要时时刻刻地提防我们 时间一长 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我们 这个话就有点意思了 夜九终于真正地赞同点了点头 哎 你什么意思啊 不料易子曦还不答应了 狠狠瞪了他一眼 趁等 合着我先前都是胡说八道了 哈哈 胡说八道谈不上 略微有那么点想当然吧 好啊 那就请夜神探好好帮我科普一下 怎么就想当然了 如果我是处行者 就不会这么着急动手 这才刚刚认识两天 对方的警惕性还高着呢 不管在哪动手都不保险 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再等等 顶好是把这次旅行基本搞完 到时候大家伙也熟了 警惕性肯定降到最低 到那个时候再动手 成功率最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在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动手 方便脱身 现在动手 就算把咱们俩全部杀了 他走也不方便啊 这么多人通行呢 他就不能把咱们都杀了吗 易子熙是脱口而出 你可别告诉我 他们有底线不杀无关的人 那都不是 没哪个杀手是这样十股不化的 关键要看性价比如何了 也就沉吟了一下 有一个问题啊 你可能误会了 这所谓的杀手呢 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杀两个和杀十个 男徒绝对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许只想杀了我一个人 就比如我 我也没把握 在只使用冷冰器的情况下 把同行十几个人全部杀掉 任何一个意外 都可能造真任务失败 这真正受过严格训练的杀手 一般情况下 不会冒这种风险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易子熙毫无疑问 兴趣已经被勾起来了 他好奇地问道 如果是我的话 尽量制造意外吧 尽量创造 咱们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样能很好地掌控一切 将意外降到最低 照这么说的话 孙开元反倒没有嫌疑了 为什么 你看 他一直都在要求大家一起行动 甚至许诺请大家一起吃饭 夜九笑了笑 那也不能证明他没有嫌疑啊 夜九有些发晕了 尽量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你这个人自己否定自己挺快的 都没有压力啊 这兵法上不是说 虚者实质 实者虚致吗 他总不能一上来就引起我们的怀疑吧 不应该搞些一兵之计吗 一子熙顿是有效烦躁了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一路提心吊胆的 等着他出手吗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 都是咱们在猜测 说不定所有人都是正常的 根本就没有鹦鹉时的人 我要是鹦鹉时的角色层 也不至于这么猴急 我刚刚抓了一个猛哥 他们反手就派处刑者来杀我 搞得像小孩子怒气打架一样 我都有点瞧不上他们了 夜九说着摇摇头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哇 你认真点行不 咱们现在聊到不是风华雪月 也不是小孩子打架 是真要命的 你还这么无所谓的样子 对鹦鹉时也太不尊重了吧 这么嚣张真的好吗 我现在正是警惕心最高的时候 这趟口派人来杀我 代价很高 那万一他们也跟你来个 虚者实之 实者虚之 反其道而行之呢 就打你个措手不及 还是那句话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 我们总是这么被动等待 也不是个办法吧 夜九笑了笑 向左轻轻打了一下方向盘 避开了一个坑洞 稳稳地说道 那怎么可能 伟大的领袖教导我们 环球铜瓷热量嘛 光我们紧张 那可不公平啊 易子熙的眼神顿时一亮 兴奋地说道 这个办法不错 你打算怎么做 等到了小镇吧 吃过晚饭再说 到时候我给他们讲个故事 夜九轻轻拍了拍方向盘 不知为什么 夜九此刻呀 脑海中突然浮现起了天下无贼里 王宝强在车站对着一群爬手的喊话 你们谁是贼呀 站出来给他老乡看看呗 其实王宝强这个办法呀 还真是挺好使的 如同易子熙预测的那般 车队开到沙漠边缘的阿拉第小镇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这是一个很小的边地小镇 处于戈壁滩的深处 沙漠边缘又是一个小型的绿洲 整个就是一条街 街道两旁有一些低矮的建筑 普遍都是一层的平房 只有一栋三层的楼房 也是唯一的对外接待单位 挂在门口的牌子 油漆斑驳 上面写着阿拉第震招待所 再见到这块牌子 以及看见屋子里亮着昏黄的灯光时 大家这才微微舒了一口气 要不然今天晚上 怕不是要睡在车里啃干粮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1292集 孙开远跳下去 前往招待所敲门 车队的到来 打破了小镇的静谜 不少的平房里陆续亮起了灯光 窗战 窗户后有无数双眼睛 正在向着这边窥探 对于他们这样的偏僻小镇来说 别说半夜里来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车队 就算是大白天 一年到头也很少见过 这里实在太过偏僻 又不是什么交通枢纽必经知道 所以当孙开远特别费尽的 给那位40来岁的招待所老板 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 老板依旧用很不信任的眼光盯着他 丝毫没有要马上接纳他们进入招待所的意思 这年头 自驾游对于大多数普通市民来说 都是挺新鲜的名词 更不用说这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了 恐怕连自驾游这个名词他们都没有听说过 开车跑几千里低就为了到我们这儿看一眼大沙漠 我应该信你们嘛 你们怕不是脑子坏掉了吧 大哥 我们真是来旅游的 你看 这是我的身份证 一向很酷 从无多话的孙开远也不得不反复 给招待所的老板解释 还主动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老板迟疑地接过了身份证 就是店门口忽暗的灯光反复地查看 不过他那满脸茫然的样子 也就很怀疑 他是不是能认权这身份证上的字 纵算能认权也未必听说过山岳省 多遥远的地方 甚至他有可能连自己隶属哪个自制区都不一定搞清楚 以夜酒的经验来看 这样的地带 往往会变成三不管地带 很容易滋生出各种的犯罪现象 又或者成为某些流传犯和逃犯的落脚地 当然 现在是法统严密时代 通行比较方便 像阿拉第小镇这种规模的小镇 已经不再是逃犯和流传犯落脚的首选 老话说得好 大隐隐于是 眼下很多的逃犯 都喜欢跑到工厂的密集去 弄一张假身文证 躲在工厂里打工 既能躲避警方的追捕 同时还能很好地 方便解决自己的吃处问题 据夜酒所致 这些逃犯一逃就是一二十年 居然靠着打工 后来自己还当了老板 当真是大千世界 无其不由 你们真的是来旅游的 仔细地检查过孙开远的身份证之后 老板这才迟疑着问道 那当然了 你怎么还不信呢 你看看我们这些人 男的女的都有 还有个孩子 你觉得我们像是坏人吗 孙开远有些活大 感觉自己的耐心快用完了 不好意思啊同志 这是啊 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从招待所二楼下来 急步上前 对着孙开远 连声说道 我爹 不大识汉字 这年轻男子 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 不到二十岁 长相清爽 给人一见之下 便心生好感之一 你们有事可以跟我讲 他说的普通话 虽然算不上特别标准 但已经非常不错了 孙开远顿时常常出了一口气 能沟通就好啊 当即向那个年轻男孩 再次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你们要进沙漠 年轻男孩一听 顿时双眉微微扬起 一脸诧异的样子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我们不能进沙漠 这孙开远急忙问道 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心 千辛万苦来到这里 你告诉我不能进沙漠 那我们来干什么了 我是谁我在哪儿啊 嗯 你们还是先把车停好 进屋再说吧 再过一会儿 天气就很凉快了 你们穿的那么单薄 会着凉的 年轻男孩打量了一行十几人 发现无论是大人小孩 都穿着短袖 便连声说道 哦 好好好 谢谢你啊小伙子 眼见的年轻男孩 已经开始招待客人进屋 这招待所的老板叫了一声儿子 脸上浮显出了紧张不安之色 这年轻男孩便用民族语言 跟他对话了一番 哎 兄弟 你叫那日图是吗 林秋叫道 对 我叫那日图 你和你爹 刚才说什么呢 林秋看上去有些好奇 嗯 我爹让我检查一下你们的身份证 那日图 不善撒谎 说这话的时候 有些不好意思 开招待所的人 怎么能对客人这种态度呢 林秋双眉微微一皱 说道 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 虽然这个小镇很偏僻 估计平时也没什么大队伍来这边旅游 可是这招待所的老板的反应 还是有些过头了 可是为什么呢 就算他们是贼 问题是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镇 值得他们十几个人开舞台车过来偷一趟吗 嗯 没没什么没什么 他就是老思想 那日图置物着说道 这林秋便禁不住和站在身边的夜酒对视一眼 这那日图的话明显不紧不识 夜酒随即摇摇头 这当务之际是先安顿下来吃了饭再说 都八点多钟了 大家伙都饿得很了 那日图是一个热心的孩子 口才便捷 普通话说的很好 沟通毫无障碍 很快引着大家将车开进了后院挺好 他家这个招待所规模是小点 但有个很大的原则 大家都饿坏了吧 想要吃点什么 那日图一边安排着大家伙进屋 一边问道 小伙的脸色超红颇有些兴奋 今儿个可是一笔大生意 别看这些人千里万里开着小汽车 跑到这鸟不拉式的地方来旅游 肯定都是有钱的主 估计不会还价吧 果然 这孙开远一句话就暴露了土豪的特质 烤全羊 烤全羊 你真以为我们少数民族每天都吃烤全羊啊 那一晚上得准备多久你知道吗 这时候给你宰羊 你后半也能吃上烤全羊就算不错的了 哦 对不起啊 孙先生 这时候太晚了 烤全羊 现在活羊 羊烤熟了再上桌 我担心你们会饿坏了 要不 来点手把肉吧 那个快 手把肉其实就是水煮羊肉 不过用手撕着吃 鲜 好 那就手把肉 不过要快点啊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财也都搞一点上来 这孙开远一挥手很好奇地说道 时不时还撇向旁边的安姨 果然 就在安姨眼里看到了赞许之意 顿时让孙先生兴奋了好一阵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这夜酒轻轻地摇头 林秋微笑地压低了声音说道 嘿嘿 老孙情场得意 我们跟着沾光啊 感觉上 他和夜酒之间越来越亲近了 已经到了这种可以说悄悄话的程度 待会酒前啊 我们自己逃吧 好啊 我早就想整一点了 林秋有些兴奋 东北汉子不就是喜欢这个酒吗 这几天因为要开车 林秋一直都很克制 眼下难得夜酒 主动提出来喝点酒 林秋自然是求之不得 这易子熙有些诧异地撇了夜酒一眼 今天晚上 他居然想喝酒 不过易子熙最终什么也没说 他相信夜酒的判断 很快 热气腾腾的手把肉和其他的菜肴 便陆续搬上来了 其实也没什么花样 除了羊肉 就是面食 还有一些蔬菜 在这塞外拼屁的小镇 能有口热乎饭菜吃 就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顿时欢呼地围过来 女同志已经分配好了碗筷 准备大块朵仪 孙哥 喝点吧 夜酒对着不远处的孙开远说道 孙开远一愣 随即便是笑了 铃声说道 哈哈哈哈 好好好好 喝点喝点 这哥几个能在一起啊 就是缘分 是应该整点 安姨在一旁有些担心地说道 不是说明天去看沙漠吗 还是别喝酒了吧 孙开远立马犹豫起来 看了看安姨 又看了看夜酒 不知道该怎么办 按照她的本心 她当然是想整点 再说了 服了夜酒的面子也不好 可是安姨这么说了 她也得掂量掂量 你们明天真的要去沙漠吗 这时候啊 正端踩上来的那日图 查口问道 一副欲言幼稚的样子 是啊 我们特意绕了几百里 就是专程来看沙漠的呀 你们 你们不会也是听到那个传说了吧 那日图挣扎了片刻 还是一咬牙 把话挑明了 什么传说呀 就是 就是大厦国宝藏那个传说呀 我跟你们说呀 那个传说不靠谱的 我们祖祖卑卑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 就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宝藏 都是骗人的 那日图不提这茬还好 一提这茬 顿时将大家伙的兴致全部给引起来了 诶 那日图 你跟我们说说吧 什么大厦国的宝藏 所以说呢 人类的八卦之火 就不可能被消灭 你说这档口 明明大家伙已经饿得肚子咕咕掉了 一分钟前 还恨不得把手把肉全部搂到自己跟前 一口气全部吃光 这会儿啊 又眼巴巴一个个看着那日图 想要听他揭露心里 连手把肉都突然不想了 没有没有 都是骗人的 那日图连声说道 急急忙忙把饭菜 往桌子上一放便跑了 夜酒和身边的易子熙对视一眼 看来刚才那日图的老爸 那恶劣的态度 其根源就在这儿了 那日图不肯说 大家伙自然也没追问的兴致 一个个双快齐飞 大快朵頤 而那边林秋已经自顾自的叫了酒 也不管安姨高不高兴 静止给孙开苑倒了一大缸子 又给其他的成年男性全部倒上了 高小美的面前都是一大茶缸子满满的酒水 不管是草原上常喝的麻奶酒 还是高粱酒 度数都不低 易子熙惊讶地看了斯斯文文的高小美一眼 诧异地问道 小美你也能喝酒啊 高小美嘻嘻一笑有些不好意思 林秋在一旁说道 她呀 就没人能喝得过她 啊 这回轮到易子熙是真的劲到了 经不住重新打量起高小美 高小美急忙说道 别听她胡说 我就能喝这么一点 易子熙彻底的无语 这满满一茶缸子高粱酒 怕不是得有一斤吧 这还是一点 而且看高小美毫不在意的样子 也能知道她的酒量绝对不值这么一缸子 就算再来一缸子 恐怕问题也不大 易子熙便是有些担忧地放了夜酒一眼 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提出要喝酒 可能是本来想要把别人搞醉 可不要到最后自己被撂到了 不过一夜酒的神色阵地 应该是有几分把握的吧 来来来 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就是有缘 我们干一杯 不爱多话的孙开远 顿时变得颇为兴奋 举起茶缸 站起身来 大声喊道 干一杯 干一杯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 纷纷举起酒杯 这小小的招待所 一下子气氛变得无比热烈 而不远处那日屠夫子 开始用民族语言交流对话 一边说 一边不住地往这边张望 显然 这谈论的话题呢 和夜酒他们有关 九哥 好像有点问题啊 凌秋凑到夜酒的身边说道 一开始 他只叫夜警官 喝了几轮之后 这称呼就变了 透着十分的清热 有什么问题啊 那二日屠和他爸爸 有事情瞒着咱们 夜酒笑了笑 哈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这对父子 看上去不像是坏人 他们只是老实怕事 凌秋黑黑一笑 低声地说道 嘿 你是警察 我相信你的眼光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大夏国宝藏 也不知是真的假的 夜酒也见不住笑道 怎么 你还真想去淘宝 咱们就是来旅游的 真的假的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哦 九哥 要是真有宝藏 我们去看看也好啊 凌秋身边的高小美 笑嘻嘻的 一脸向往之色 这小姑娘的酒量还真不是该的 这档口 她面前那大茶缸子 差不多已经见底 而夜酒和凌秋的茶缸子里 还有小半缸子 至于易子熙 雅根就没有喝酒 和其他几个女同志一起喝水 这偏远地去的招待所 没什么饮料可喝 夜酒摇摇头 别想的美了 这样的传闻 全国各地都有 有几个是真的呀 再说了 这唯明是 也没有埋葬宝藏的动静啊 这唯明是 是西夏的国姓 宋朝时被赐献为李 西夏景宗李元豪称帝建国之后 改为魏明 随为西夏国姓 这元太祖灭夏 西夏国度姓清府 遭到长期围困 城里几乎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新庆府陷落之后 铁木针下令屠城 魏明是被灭 在这种情况下 这西夏国皇族和大贵族 哪里有可能跑到北边沙漠中 买什么宝藏呢 有那个时间啊 只会撒鸭子使劲逃命 离蒙古大军越远越好 还管什么珍珠宝物啊 至于在此之前 夏乡宗夏神宗夏县宗 三代赴蒙伐金 和金国打生打死几十年 国内穷的都要扫库缝了 老百姓连饭都没得吃 但是这西夏皇族 纵算是有什么珍宝 也早就拿出来变卖 换了武器和粮食 国际如此艰难之时 谁会把宝物买到沙漠中呢 别看夜酒学历不高 但各种的杂书历史野史 倒是看过不少 兴趣爱好也算是广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94集 这可说不准 那些古人 听说最喜欢 把好东西埋在地下 高小美却是小兮兮的 饶有兴趣的样子 要我说呀 我们反正就是出来玩的 既然有这么好玩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凑个热闹 小美说的对啊 要我说 咱们也去吧 那边想 孙开元教导 这大家喝的都有些意思了 高小美说起话的时候 也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孙开元自然也听见了 立马是复合起来 不行的 有麻斐 正在给他们上菜的那日图 不禁脱口而出 一句话没说完 赶紧闭上了嘴巴 脸上多出了一丝惊慌之色 似乎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多嘴 什么麻斐啊 孙开元也是邪迷他一眼 骂不在乎 这喝高的人 都是这种德行 自我感觉良好 老子天下第一 再说了 这档口孙大哥 要在安宁面前装英雄豪杰 别说是马匪 就算是马云来了 这孙大哥也是一脚踹过去 那日图摇摇头 却不肯再说什么 将菜盘子往桌子上一摆 急急忙忙跑掉 而大家伙也实在是饿坏了 店的菜真不少 厨房里还在忙活着呢 这等那日图再次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差点一头撞在夜九的身上 吓得一个猎切 不过这手里的盘子 倒是端得稳稳的 打小在马背上长大的人 这种平衡能力绝非普通人可比 你好 那日图 我是警察 夜九笑着给那日图出示了警官证 他是斜对着那边 掏警官证的动作 刚好被自己的身子掩住了 林秋他们都看不到 那日图有些晕 别看他人挺机灵 毕竟年轻 对警察有一种天生的畏惧 不用紧张 我就是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我 我先上菜好不好 可以啊 先去上菜 上完菜 你过来咱们聊聊 那日图点头不迭 说起来 还真是一个乖孩子 急匆匆的跑过去上了菜 就赶紧过来了 站自立夜九的不远处 紧张的看着他 你别紧张啊 我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你刚才说那马匪 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仅仅是宝藏传说 夜九不会在意 如同他跟高小美书的那样 那种传说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不少说的是有鼻子有眼 说的跟真的一样 但谁会当真呀 但马匪这个情况 就必须要核实一下了 虽然马匪是一个很古老的名词 建国之后 就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不过 夜九很清楚 在许多的边缘地区 类似的人还是存在的 尤其是这种三不管的地带 戈壁深处 沙漠边缘 骑马民族 来去如风 这些坐江饭科的家伙 纠结在一起发案 确实和过去的马匪 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如果只是夜九和易子熙 一台车两个人 夜九不会在意 真要是有不开眼的马匪来找麻烦 夜九同志 不介意帮自治区的同行们 教训一下他们 但是现在一车队 十几好人集体行动 有不少的女性 甚至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就由不得夜九 不小心谨慎了 如果危险性真的很大 这车队就必须是原路返回 不能冒险穿过沙漠地带了 马匪 一阵风啊 那日图边说边左右张望 似乎那个一阵风就在附近 随时都有可能冒出来 一刀接过了他 一阵风 夜九双眉飞飞一皱 那日图这个话 换个人来听 肯定是莫名其妙 夜九却是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团伙呀 一个人也是 也是一个团伙 那日图抬手抹了一把汗 神情愈发地紧张了 他长什么样子 干什么的 他会有多少人 夜九连出泡似的问道 他 他就是个马匪 这些年来 他都是个马匪 抢劫偷东西走私 什么都干 只要什么来钱 他就干什么 好吧 这种话听在其他人耳朵里 一定会笑掉大样 偷东西 有这么搂的马匪吗 难道不是张大帅那种 才叫马匪吗 如果张大帅居然去偷东西 这人设 岂不是瞬间帮他吗 在世人的印象里啊 马匪凶残 狡诈 杀人不眨眼 是一等一的狠人 可是偷东西的毛贼 却是见不得人的 天生就是敌人一等 被人鄙视 这偷东西的马匪算是怎么回事啊 现如今啊 是人民民主专政 法统严密时期 传统异装的马匪 肯定是不存在的 一伙子拦路打劫 偷鸡魔狗的犯罪分子 在守法群众眼里 自然也就是马匪了 不过 能够被那日图称为马匪的家伙 肯定也是比较凶悍的毛贼了 一阵风是他们的头子吗 长什么样子啊 团户有多少人 叶九再次问道 一阵风长得很凶 个头不太高 但是很壮 老有力气了 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喜欢扎辫子 马刀耍得可好看了 还会射箭 箭术非常厉害 而且他会连珠箭 连珠箭 你见过吗 叶九顿时来了一些兴趣 在中世纪 草原铁记横扫天下的时候 几乎每个马匪上的汉子 都是剑术超高的战士 草原大军 骑射天下无双 不是说着好玩的 可是进入热武器的时代之后 剑术实战的功能 基本丧尸殆尽 只剩下表演和比赛的功能了 在这种大背景的时代下 除了表演者和运动员 已经不太有可能 再有人愿意在剑术上下苦功了 尤其是连珠箭这种 要求更高的技能 练习起来更是费事费力 嗯 当然亲眼见过 那日图连连点头 神情是笃定无比 我们镇上每个人都亲眼见过 就在两年前 她在镇上和人鄙视过 金花娘一口气射出三支箭 渐渐命中红心 一阵风上场 连射五箭 每一箭也都是射中红心的 而且金花娘是站着射的 一阵风是骑马射的 这一下 连夜九都有一些吃惊了 哇 这么厉害 那金花娘又什么人呢 金花娘是我们棋第一箭手 盟里的那达木大会 她每次都拿冠军 夜九再次轻轻点头 自治区的棋相当于险 盟则是相当于地级史 这个金花娘每次都能拿到盟里的达木大会的射棋冠军 那绝对是有本事的不能瞎锤 她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是女的了 因为她喜欢在衣服上绣一朵金花 所以大家都叫她金花娘 她现在是一阵风的女朋友 也是一阵风的二当家 好吧 得亏是夜九 换个人也许就被扰晕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举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小生 第1295集 这个故事有点意思了 比武招欠呀 夜就愈发来了兴趣 对对对 就是比武招欠 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就认识的 还吵起来 最后决定以剑术分个胜负 当时他们还打赌来着 如果一阵风输了 他给金花娘跪下磕头 叫三生奶奶 从此以后躲着金花娘走 金花娘在哪 一阵风就必须避开她 如果金花娘输了 一阵风也不要她下跪 也不要她磕头 更不要她叫爷爷 只要她做她女朋友就行了 如你所知 一阵风赢了 金花娘成了一阵风的二当家的 那他们为什么会在你们镇上比赛 谁是你们镇上的 一阵风还是金花娘 和普通人不一样 作为资深刑警 也就关注细节 他们谁都不是我们镇上的人 都是为了大夏宝藏来的 大夏宝藏真的有吗 不知道 但是几百年了 大家都这么说 很多人都相信是真的 因为真的有人在沙漠里捡到过宝贝 前两年 传说大夏宝藏要现世了 一阵风和金花娘他们 都跑到我们镇上来 打算从这里进沙漠 你知道的 我们阿拉第 是进沙漠的最后一站 进沙漠找宝藏的人 都要经过我们这里 补充干粮和清水才能进去 这个指的是进沙漠探险 需要长时间的在沙漠中停留 如果只是横穿沙漠 一度大漠风光 倒是没必要 如此的大费周章 简单的补充一些干粮和清水 给车子加满油 基本上就激活了 顺着沙漠公路朝前开 不出意外的话 一天的时间足够 甚至只需要一个白天便可以开出沙漠 继续他们的旅程 金花娘也是麻斐嘛 这麻斐还能参加达幕大会 夜九略有些好奇的问道 金花娘不是麻斐 她是 是英雄好汉 显然年轻的那日图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金花娘那种豪爽的女侠 想了一阵 才给金花娘安上了一个英雄好汉的头衔 倒也显生动 再说大夏宝藏 动心的远远不止一阵风他们呢 其他人也一样动心 大伙成群结队的 跑到沙漠里去碰运气 金花娘就是带着他们部落的几个人 跑到镇上来碰运气的 经过多年变清 传统意义上的草原部落 已经不再存在 可是部落这个词汇 偶尔 还会在小范围内的使用 大致和自然村差不多的意思 那现在他们合流了 叶酒皱着眉头问道 肯定是啊 金花娘都已经输了 给一阵风做女朋友 他带的兄弟 肯定也都加入到一阵风里面去了 一阵风可牛逼了 那是 能不牛逼吗 这一点 连叶酒都不得不承认 在一个擅长舍界 同时依旧推崇剑术的民族里 剑术超神的一阵风 百分之百 是大家伙仰慕的对象 哪怕她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麻飞 现在 再加上一个达姆大会剑术冠军的金花娘 自然是更加牛逼了 那他们年前进了沙漠没有 有没有什么收获呀 当然进了沙漠呀 说到收获那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没有吧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收获 你亲眼见到的 那日图极其聪明 看了他一眼 有些不满的说道 这个不用亲眼见到啊 他们要是前年就有了收获 去年又何必再进去呢 今年又何必再进去 叶酒轻轻一笑 说得有理 那今年他们又进去了吗 什么时候进去的 一共多少人 那日图忽然有些害怕 他紧张地看着他 说道 你是我们棋里的警察吗 还是蒙里来的 你要抓一阵风吗 这个家伙如果真的是蒙里来的警察 要找一阵风的麻烦 自己确实泄露了这么多 关于一阵风和金花娘的消息 万一他们没抓住 将了一阵风 会不会来找自己的麻烦呢 叶酒笑了笑 你不用警察 我不是你们这儿的警察 我是从南方来的 到这儿来旅游 你看我们那儿有一车队人呢 这时候孙开远 林秋等人都投来疑惑的目光 不知道叶酒找这小伙子 究竟聊什么 要聊这么久 这喝酒吃肉不香吗 我们打算明天去沙漠看看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这段时间沙漠里太不安全了 那日图马上说道 怎么 你是担心我们会遇上一阵风他们吗 又或者说 这沙漠里还有什么其他危险 不过所谓的危险 也就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有 因为沙漠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几万平方公里 相比其他面积巨大的沙漠算是很小的了 而且有公路直穿整个沙漠 如果沙漠中真的存在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 那么旅游部门肯定会发出警告 禁止旅游者穿越沙漠 当然 这也仅仅是叶酒的猜测 说到底他是一个南方人 几万平方公里的沙漠 对于他们这个小小的车队 区区五台车来说 那也是广阔无垠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陷其中 我听说啊 这些天进入沙漠的 有好几拨人 可不仅仅只有一阵风他们 要知道 一阵风是马匪啊 他可不跟你们讲道理的 你们万一碰上了他们 他们把你们的车和东西都抢了 你们怎么办 那日图很诚恳地说道 你别忘了 我是警察 这什么样的马匪 敢签警察的东西啊 这那日图撇了撇嘴 有些不屑地说道 可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呢 难道他们都是警察呀 我跟你说 这一阵风又不是没有打过警察 好多警察都被他打过呢 他才不怕你 听上去 这小子对一阵风 还挺崇拜的 除了一阵风和金花娘 其他几不认 又是什么人 不会都是马匪吧 哪怕是在这样偏远的三部关地带 也就也不相信 会有数十上百的马匪团伙 果真如此的话 这公安机关早就组织严打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见过他们 只是听说的 不过他们敢进去沙漠找宝藏 肯定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厉害得很 这一点夜九倒是比较认同 普通牧民不会参合 太过危险 那除此之外呢 沙漠中还有什么风险吗 夜九想尽可能地打听得明白些 当然有啊 现在是沙尘暴季节 沙漠里动不动就刮大风 经常会把公路也淹了 还有龙卷风 连车子都可以卷到天上去 你们不是本地人不会预测 搞不好就碰到沙尘暴 到时候谁能去救你们 所以我劝你们呢 还是回去吧 今天晚上在我们招待所 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一大早就原路回去 不要去沙漠中冒险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使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百笑声 第1296集 我们可是专门来看沙漠风光的 就这么回去 几百公里岂不是白跑了 是 那日图也觉得棘手 歪着脑袋开始寻思 嗯 要不啊 你们这样 你们明天开车呢 去沙漠边上看看就行了 拍几张照片 也证明你们来过 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就一天嘛 一天时间足够了 你们晚上 还回我们这里来住 嗯 早上出发 原路返回 安全 叶九心中不经飞飞移动 不得不说 那日图这个提议很有见识性 不就是想看沙漠吗 在沙漠冰原看一看就够了 旅游就是拍照留念嘛 又不是沙漠发烧友 还非得横穿整个大沙漠呀 而那日图在不经意解 又能将他们多挽留一碗 也有不少的转头 看不出来 这小伙子挺有商业头脑的 行 我好好考虑一下 待会儿啊 还有请你跟我同伴们解释一下 让他们了解一下 沙漠里的风险 要不然我担心啊 说服不了他们 这也是叶九的实话 眼下他可不是车队队长 啊 叶警官 干什么呢 过来喝酒 那边啊 孙开元已经举着茶缸子 大声嚷嚷了 哈哈 行行行 我马上过来 啊 跟大伙说个事啊 这个沙漠呢 怎么可能看不成了 叶九一回到餐桌边 并没有理会 端着茶缸子相腰的孙开元 开门简山的说道 啊 你说什么呢 怎么又变卦了呀 孙开元顿时老大不高兴 嚷嚷起来 他本来就是沙漠派的倡导者 现在 好不容易到了阿拉第小镇 只等着一觉醒过来 大家伙神清气爽 欣赏大漠风光去 现如今叶九又忽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也难怪孙大哥不爽了 叶九看了他一眼 不忌不虚地说道 老孙 你先别嚷嚷 我刚才跟那日图聊过了 这几天 沙漠里恐怕不安全 有什么不安全啊 叶九的话音未落 孙开元直接给他怼了回去 一张脸仗得通红 不知道是激动 还是喝多了的缘故 你可别告诉我 这沙漠里真有什么宝杂 有什么麻匪 那些都是无稽之谈 红鬼的 我才不信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呀 不少人露出了 我心有气急烟的身色 人的心里就这样 当初孙开元提议 转道看沙漠 不少人是犹豫的 可是一旦做出了决定 并且驱车数百里 跑到这样的偏远小镇 已经到了沙漠的边缘 就这么原路返回 大家伙又不乐意了 叶九笑了笑 也不计较他的态度 和一个醉鬼 有什么好计较的呀 这宝藏有没有 我不敢肯定 但是麻匪应该是真的 于是接下来 叶九便将消息 简单的附述了一遍 说起来这当兵出身的人 组织纪律性 不是一般的强 其实叶九完全可以不和他们废话 明天一早 直接开车走人 可是叶九既然承诺和大家一起行动 这关键时刻 可就不能丢下他们 独自行动了 是吗 这么劲爆 这回开口的居然是阿姨 这姑娘已经喝了不少 和孙开远姨啊 脸色红红的 兴奋得很 那我更要去见见这个一阵疯了 还有那个金花娘 都好令人神往啊 好吧 不愧是女汉子呀 难怪一直找不到男朋友 这脾气啊 一般人还真hold不住 这高小美忍不住说道 阿姨姐 那些人可不会跟你讲道理 更不会跟你交朋友 人家是马匪你知道吗 看高小美这模样 她是真的有些害怕 已经开始大腿堂鼓了 好端端的和情人出来捋个油 干嘛要冒这种风险 打惹这样的牛人呢 安姨却是毫不在乎 那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要和他们交朋友啊 我就是想见识一下 我反正又不和他们抢宝藏 更不和他们打架结仇 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吧 又不是旧社会 纵然姨振峰和金花娘他们 都是桀骜不驯的人物 甚至是犯罪分子 可想来和旧社会的马匪 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旧社会的大木马匪 确实是杀人如麻 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 纯粹看心情 杀人这种事啊 听上去特别的惊悚 可是干的多了 也就无所谓了 杀一个是死罪 杀十个 百个 依旧不过是死罪 难道官府还能把人枪毙两次 这一阵峰和金花娘 应该不至于如此 嗓心病狂 要知道 就在几年前 这金花娘还是妥妥的良民 她要是犯罪分子 也不可能去参加那大木大会 如今是法治社会 纵算是普通的犯罪分子 也不会随随便便杀人 真要是这么干 就是逼着官府下死手收拾他们 林秋忍不住开口道 哎 安姨姐 你说的虽然也有点道理 但这种事吧 主动权就握在他人手里了 咱们自己可做不了主 高小美是她的女朋友 她当然要帮着自家的女友说话了 而且 她说的也是实情 安姨确实在赌 赌一阵峰和金花娘 她们都是讲规矩的人 然而主动权落在了别人手里 万一安姨赌错了呢 面对这么强悍凶狠的马匪 她们有什么抵挡的手段吗 安姨却是冷笑一声 说道 算了算了 你们不敢去 我也不勉强 反正我是肯定要去的 都已经到这儿了 在原路返回 算怎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就浪费两三天时间 啥也没看到 那多不划算啊 这要搁在平时啊 安姨虽然是女汉子性格 对于刚刚认识没多久的新朋友 也不至于说话说的这么难听 这不是喝多了吗 心里头有什么就说什么 想都不想脱口而出 林秋脸色一沉 显然是生气了 高小美联盟拉了拉她的衣袖 示意她不要再和安姨争吵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出门再拜 能够凑在一起便是缘分 莫名其妙在这里吵一架 那就太闹心了 不知当的 啊 叶警官 你不是警察吗 你们警察的胆子 不会这么小吗 不知道为什么 孙开元好像跟叶九杠上了 邪迷着她 带着几分挑衅之意 现在是集体行动 我个人胆量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 孙开元立马紧盯了一句 纪律型 如果大家明天坚持 还是要去沙漠 那咱们必须先约发三章 这个没问题 你说 怎么约发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97集 第一呢 大家必须保持统一行动 不可自行其事 可以 没问题 第二呢 我们是去看沙漠风光的 不是找宝藏的 更不是见识马匪的 所以 我们明天必须沿着公路前进 不能乱跑 沙漠里很容易迷路 这也没问题 完全应该 孙开远答的也很痛快 这档口 只要是夜九不踢原路返回 孙开远都能答应 第三 刚才那日图说了 眼下是沙漠炮季节 这沙漠里 时不时会有龙卷风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大家都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服从谁的统一指挥啊 你啊 这下子 孙开远似乎不乐意了 当然了 夜九当然不让 我赞成 这不等孙开远开口 林秋抢在了头里 夜警官是警察 遇到紧急情况 他比我们都有经验 服从他的统一指挥 是最佳选择 那 那好吧 我也同意 孙开远想了想 点头答应下来 不过从他的神态来看 要是真的遇到紧急情况 他是不会真的服从夜九的统一指挥 有些人天生就是自以为是 尤其是心怀叵测之时 更是如此 不过眼下夜九自然不好说什么 无论如何 孙开远还是明确表过胎了 吃饱喝足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在那日图的指点之下 大家各自回房休息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看上去规模很小的招待所 客房的数量并不少 完全可以将它们全部安置下来 夜九和易子熙两口子 安排在一个单人间 房间内的卫生条件还过得去 这让易子熙大大的惊喜了一番 自从当了警察之后 住宾馆 对阿子来说 也成为了家常便饭 阿子虽是千金大小姐 但是对宾馆招待所的要求 并不高 只要卫生干净就行 其他的不将就 夜九更不将就 他们进门之后 就开始检查这小小的单人间 然后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布置 如果有人想要半夜偷偷钻进他们房间 干一些坏事 恐怕就要糟糕了 这特展兵房随手布置的陷阱 对于普通人而言 都是大坑 纵然是对经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 引武士的处刑者来说 也是大坑 叶子曦笑吟吟的看着夜九布置那些小手段 暗暗在心头记忆 挺好玩的 夜九布置这些东西啊 就好像是在制作某种艺术品 看似简单 内核底蕴却极为迷人 夜九也并没有特意跟老婆讲解 她相信 凭着阿子的纸商 这种小布置 基本上一看就应该能够学会 你不是说要给他们讲个故事的吗 等夜九布置完 阿子这才说道 没那个必要了 夜九回道 有了大厦宝藏和大漠马匪 就已经足够了 夜九相信纵算他们这一行人之中 真的隐藏着处刑者 也一样会紧张起来 真要是在大漠中遇到一阵风他们 并且起了争执 难道那帮马匪 会因为你是境外来的特工 就对你手下留情不成吗 你不拿出小保命的手段来 照杀不悟 当个间谍还能当出优越感吗 那今天晚上我们随先值班 易子熙兴致勃勃地说道 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易景观 对战斗经验非常感兴趣 既然有人躲在暗处 时时刻刻准备过来杀他们 那晚上值班是必须的 看得老婆越于浴室的模样 夜久经不住失效 不用值班了 安心睡吧 你以为刚刚布置的那些 都是无用功啊 除非处刑者躲在远处 拿着火箭筒 直接轰击他们这个房间 要不然 想杀夜久 就得先进屋 可是 是 虽然看清夜久亲手的布置 易子熙似乎还是不放心 没有客室 安心睡觉 只有休息好了 才有力气战斗吗 是 战斗 这些天他们天天都在战斗 夜久同志强壮的提婆 过硬的身体素质 新婚期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不不不 不行 今天不行 别闹 你得好好休息一下 至于夜久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听老婆的话 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夜久同志还是眼全发黑呢 不过用冰凉的凉水 好好洗了一把脸之后 夜警官又变得龙惊猛 年轻有功夫 就是好 夜久和易子夕出门的时候 孙开远和安怡甚至刚从外面回来 一问 他们俩居然跑到镇子外去看日出去了 那得凌晨四五点就起啊 果然够平的 当然 如果孙开远确确实实 想要和安怡有所发展的话 这倒不实是一个好方法 黎明时分 野外一片的乌鸡抹黑 孤男寡女 难道就不会发生点什么吗 一阵忙乱之后 大家伙在招待所 用过早餐 九点钟 车队整装上路 依旧还是孙开远 当先开路 夜就断后 原本他们可以更早一点出发 因为准备干粮和饮用水 耽误了半个小时 眼见得他们一意孤行非要进沙漠 那日图知道自己拦不住 只能再次提醒他们 沙漠里天气变化无常 万一遇到沙尘暴或者巨大的流沙潮 极有可能被困在沙漠之中 如果没有足够的干粮和饮用水 也许压根没等到救援队伍抵达的那一天 就已经死了 另外还有准备足够的预寒衣物 别看现在是正八月三复天 每天是艳阳高爪 热浪滚滚 车内不开空调根本坚持不住 可一到了晚上 这沙漠中的气温 骤降二三十度 从三十几度 一下子变到几度 一点不奇怪 早穿棉袄五穿沙 围着火炉吃西瓜 这说的可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温差变化 这种情况在大漠中相当的普遍 不过 这一点倒是不需要临时准备 既然是自驾游 而且游的是大西北 每台车上 多多少少的准备一些厚衣服 对于大西北的温差变化 大家伙还是有一定认识的 这叫有备无患 毕竟这年头 敢开着车跑上几千公里自驾游的 不可能对大西北的特色一无所知 一路上 风景美不胜收 阿拉第小镇 正处于戈壁潭想沙漠过渡的边界地带 风景已经非常美 只不过昨天他们抵达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无法欣赏 所以还没有进沙漠 车队就已经在路上停了两次 大家伙嘻嘻哈哈下车拍照 欢声笑语不断 所谓的沙尘暴和大漠马匪 早就已经被他们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沙漠这么大 他们只是路过 哪有这么巧 就能遇见马匪呢 如果那日图没有撒谎 这会儿 这一枕风和金花娘正带着一大帮子兄弟 在沙漠深处 苦苦寻找传说中的大夏宝藏呢 哪有心思来找这些游客的麻烦 一路上走走停停 差不多十一点钟左右 这车队才终于抵达了大漠的边缘 一条简易公路 穿过沙漠通往远方 以往无几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1298集 哇 好美啊 几乎所有的女孩儿全部尖叫起来 事实证明 无论有没有读过书 面对无边的美景 第一番也都是好美 连易子熙这样的北方大学高材生也不例外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黄沙百战 穿金甲 补破楼兰 终不还 这样的诗句 需要过了最初的兴奋期 才能慢慢的迎送出来 就好像男人见到漂亮女孩子一般 第一反应就是喜欢 这殷尸赞誉的 那是镇定下来之后 才会发生的装逼一幕 连夜酒都禁不住 拿出相机 一段乱拍 这个相机啊 其实是老姐送给她的新婚礼物 去办婚礼的时候 还有一个大大的红包 所以说有个护地魔的姐姐 是多么幸福呀 这一刻 所有人都被大漠媒景所舍负 将沙尘暴 龙卷风 塞外马匪等等 全部抛到了爪哇过去了 在大漠入口处 就足足耽搁了小一个钟头 大家兴奋地爬上了各种小沙丘 摆出各种葡萄 拍照留念 还利用相机的严实拍摄 拍了好几张全家福 对此 夜酒并没有阻拦 一方面是拦不住 另一方面 没那个必要 毕竟这只是刚刚抵达山末边缘 并没有太大的危险 在这里消耗掉部分的精力 问题不大 待会进入沙漠深处之后 新鲜感过去 就不会如此兴奋了 有利于顺利地通过沙漠 但事实上夜酒 确实滴过了大沙漠的吸引力 对于头一次见到如此美景的人来说 这种新鲜感和兴奋感 不是这么容易过去的 尤其是安怡坐在孙开远的开道车上 这姑娘可爱折腾了 动不动就激动 动不动就兴奋 时不时要求孙开远停车照相 这老孙 公目着也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 对着安怡简直是百依百顺 无论这姑娘什么时候叫停车 立马是一脚刹车踩下去 半点不犹豫 因为她是开道车 她一停下 其他人必须跟着停下 况且 大家伙都是出来旅游的 如此美景 不仅仅只有安怡一个人兴奋 而且今天的天气很好 老天爷似乎对他们特别的眷顾 并没有如往常一样烈日当空 是一个阴天 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之中 沙漠中的温度也不是特别高 相反还比较凉爽 特别适合户外活动 令她大家伙兴致特别高涨 而林秋站在夜酒的身边 递给了她一支烟 低声地说道 照这样下去啊 搞不好又在沙漠中过夜了 相对来说 男人到底不如女孩子那么容易兴奋 林秋还是保持着冷静 2004年可没有百度地图 夜酒他们手里头 就是一本简单的全国交通地图册 再加上出发前 询问过那日图 这条横川大漠的简易公路 全程大约三百公里 只要能够保持四五十公里的车速 一个白天横穿过去 问题并不大 前提是不遇到什么意外 现在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他们没开出去六十公里呢 这一路上停车拍照 欣赏美景 耽搁的时间太多了 待会吃饭的时候 跟老孙说一下 下午就别这么频繁拍照了 抓紧时间 咱们赶路 正确在晚上八点钟之前 离开沙漠 好啊 就怕老孙这人不听劝呢 林秋的回答 听上去没什么底气 打过几天交道之后 大家伙对老孙的性格 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个哥们确实有点轴 还挺自以为是的 事实证明林秋对老孙的了解 还是很到位的 等到大家伙全部玩累了 兴高采烈的回到公路上 各自拿出准备好的干粮和饮水 开始吃中饭的时候 林秋对老孙提出了这个建议 谁知道老孙哈哈一笑 毫不在意的说道 哎呦 没关系没关系 就在沙漠中过夜行了 那有什么呀 咱们车上不都有帐篷吗 这白天这么漂亮 到了晚上肯定更加漂亮 是啊是啊 就在沙漠中过夜好了 这么漂亮的美景 一天时间怎么够欣赏的 安姨在一旁随身附和 看上去 这两个人已经搅在一块了 未婚男女又年轻 一旦擦出了爱情火花 很容易进入热恋阶段 而且热恋中的男女 是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生物 这林秋的脸色略微有些发黑 这两位还真是不随大溜 也不问问其他人的意见 就想着在沙漠中过夜 看上去这沙漠是无害的 而且魅力惊人 好看的不要不要的 可谁知道到了晚上会有什么变化 万一遇到沙尘暴甚至龙卷风呢 到时候哭都找不到坟头啊 就因为你们两个要谈恋爱 让这么多人陪着你们一起冒险 合适吗 眼见的林秋黑了脸 这性格乖巧的高小美 连忙在一旁说道 在沙漠里过夜也挺好玩的 啊 林秋 我们不是也带着帐篷吗 原本高小美只是想要打个圆场 谁知一说的帐篷 这小姑娘也开始兴奋了 林秋 要不就在沙漠里住一个晚上吧 一定很好玩啊 住帐篷这种事啊 肯定没有睡床那么舒服 可是架不住兴起啊 人就这样 没尝试过总是最有吸引力的 啊 阿子姐姐好不好嘛 在沙漠里住一个晚上 见林秋并没有回应 高小美立马转头找元兵去了 几天下来 这一对和夜酒易子曦的关系 处得特别好 一个口口声声叫酒歌 另一个则是阿子姐姐张口就来 这一路上高小美 几乎成了易子曦的根皮虫 易子曦不经意解 露出的知识渊博 令高小美眼界大开 钦佩不已 夜酒 你的意见呢 这易子曦扭头奋向了夜酒 论透野外生存的经验 这里所有人加起来 恐怕都不如夜酒那么丰富 我建议呢 还是要加快车速 尽量远离沙漠中心 就算要在沙漠中过一夜 最好也是边缘地带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也能及时脱身 啊 这就对了 夜景观这个意见 我赞成 这孙开远插话进来 嚷嚷道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299集 于是事情呢 就这么定下来 然后夜九和林秋 都很郁闷地发现 老孙那个人的承诺 不靠谱 这哥们中午的时候 满口答应下午加快车速 结果一路上还是走走停停 只要有稍微特别点的风景 立马就踩刹车 紧跟着就和安姨飞搬下车 拍照去了 夜九和林秋也不好怎么说她 再说 人的心里就这样 都已经决定 要在沙漠中过一夜了 到底是在中心过一夜 还是在边缘地带过一夜 似乎关系不那么大了 而且天气一直这么好 什么沙尘暴啊 龙卷风啊 影子都不见 大家伙也渐渐地放松了警惕 至于马匪 老实说 从一开始 就没怎么放在大家伙的心上 绝大部分人压根不信 如今这个时代 还有什么马匪 充其量就是一伙强悍的牧民罢了 只要不主动招惹他们 那就没事 再说人多是可以壮胆的 车队在沙漠中 且近且远 渐渐深入大漠的中心 太阳渐渐吸血 这天色也开始变得阴沉起来 虽然一直都是阴天 可这一刻 明显可以感觉乌云开始下沉 一直在车队店后的夜九忽然是猛踩油门 开始加速 很快超过了前面三台车和最前方的孙开远 并行 这副驾驶坐上了易子西放下车窗 孙开远那边也放下了车窗 老孙 天气变了 加速 我来开路 夜九朝着孙开远喊了一嗓子 也不理会他的态度 随即便踩了油门 窜到了车队第一位 这天气变化有什么大惊小怪啊 孙开远猝不及防 吃了一嘴沙子 顿时不满的嘀咕了一声 却也不得不将车速提起来 大家说好了同时进退 如今夜九骤然加速 孙开远纵然心中不愿 也只能跟上 仅仅半个小时过后 孙开远就已经不抱怨了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龙卷风 在大漠深处 如同一条条飞龙一般 风柱是拔地而起 数十个龙卷风柱 从天边席卷而来 扬起的黄沙遮天彼日 天色变得昏暗无比 连坐在副驾驶的易子西 都有些紧张起来 紧紧盯着远处的龙卷风 低声地说道 夜九能不能冲得出去 不知道 他还真不知道 尽管他是儒甲包换的特战兵王 但是这种情况 他是头一回遇到 不过他很清楚 大漠中的龙卷风 以及扬起的沙尘堡 到底有多危险 关键这里是一马平川的大沙漠 无处可躲 这才是最为致命的 只要被移动的沙丘拍住 那就一切皆休 夜九只能猛踩油门 再一次提高车速 希望在沙尘堡抵达之前 能够驶出沙尘堡的中心区域 但是很快夜九就发现 这个计划很难成功 原因无他 龙卷风和沙尘堡前进的速度太快 远远要超过他们车队行进的速度 况且沙尘堡是从东边席卷而来 遮天避日 无边无际 短时间内 他们根本不可能跑出去 怎么办呢 易子熙的脸色也是有下发白了 嘎吱一声 正在狂奔的夜九 一脚刹车踩下去 高速行进的车辆很快在路边停下来 而后面四台车也跟着停下 怎么回事 怎么不走了 孙开远从车里探出脑袋 一叠声的嚷嚷起来 夜九却是毫不理会 从车上一跃而下 手里拿着一个军用望远镜 以冲刺的速度 冲上了旁边路一个沙丘 这是这附近方圆几里之内 唯一的制高点 林秋、孙开远和另外几位战士 也纷纷的往沙丘上爬 出发之前 约法三章老早就说好了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大家伙必须以夜九为主 一切的行动听指挥 绝不能自行其事 否则后果自负 事实上现在就算是服从夜九指挥 也只能后果自负 在这浩瀚的天地之威面前 人类和蝼蚁没有太大的区别 能不能安然无恙 多半看运气 等一帮人气喘 须须爬上了沙丘 夜九已经放下了望远镜 指着前方说道 大家下快速度 一定要赶在沙尘暴到来之前 赶到前面那个地方 应该可以找到被风的位置 夜九虽然也是头一回 经历这种情况 但沙尘暴来临之际 尽量找被风之处躲藏 那是常识 只要不碰上那种 整座移动的沙丘给你拍在下面 危险不会太大 这灵球二话不说 从夜九手里抢过了望远镜 去到眼前 如同夜九所说的那样 在前方不远处 有一座风化的城市 实际上是由很多不规则的土墙构成 这种地质地貌 在沙漠中非常的常见 只要车队能够及时赶到那里 就能躲避沙尘宝 当望远镜在大火手里 轮了一遍之后 无需再做动员 大家便统一了意见 当下几个男人 又从沙丘上飞班而下 各自上车 车队在此昏迷而去 这档口啊 这进口越野车的好处 便是显露出来 动力强劲 加速性能良好 夜九一马当心 冲在嘴前面 说起来也是挺幸运的 这车队全部五台车 都是保持着动力 并没有抛锚 要不然更加的麻烦 如果抛锚的话 只能将成员迅速地 转移到其他车上 赶紧加速赶路 至于车子 这时候过不上 哪怕是租的车 也得等事后再来处理 不过那样一来 这耽搁的时间 就不是一两天了 在这大漠身处 拖车和修车是否 可都不好找 车队一路地飞奔 龙卷风和沙尘宝 也在快速地逼近 车队仿佛在和时间赛跑一般 眼见的沙尘宝 越来越近 这天空已经完全暗下去 公路上开始沉沙飞扬 纵算是打开车灯 也很难看到二十米之外的情况 好在横川这沙漠的简易公路 原本就不是什么交通要道 一路上也并没有多少车辆通行 否则这车祸是妥妥的 下午五点左右 赶在遮天蔽日的沙尘宝之前 车队冲进了土丘城堡 这里的地形地貌相当特别 看上去有点像丹霞地貌 可是又有很大的区别 蒙得一看 仿佛一座已经被岁月侵蚀的古堡 和他们前几天游览过的统晚城固执 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人工的痕迹 没有统晚城那么明显 就好像是一条条土龙 突兀地在沙地上耸立而起 好似千万年前 他们都是活着的飞龙 只是忽然间被人以莫大的法力 化作了土丘 扑斧在这大沙漠的中央地带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一千三百集 这是什么地帽呀 很古怪呢 应该不是但下地帽吧 易子熙充分地发言了学霸的好学精神 纵算是在如此紧急的关头 也对这个奇特的地方嘖嘖成奇 你都搞不清楚我更加不知道了 当务之急啊 还是赶紧找个地方容身 好在有了这个土丘城堡 避风港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很快夜九他们便选定了一个看上去高耸 同时身躯又最为壮实的土龙 车队雨管而入 在沟壳中 停了下来 安依从越野车上一跃而下 打开了后备箱 手忙脚乱地往外搬着帐篷 啊 你干什么呢 夜九见状急忙喝住了他 让他别弄帐篷了 这会儿待在车里更加的安全 如此猛烈的沙尘暴铺天盖地冲过来 小小的帐篷怕是分分钟就会飞上天 即便不被龙卷风刮到天上 一堆沙土盖下来 有可能直接把帐篷给压塌了 把人活埋在里头 眼下可不是玩浪漫的时候啊 而女汉子就是这样 你没有表露出足以令她幸福的真本事 仅仅靠着一个警察的头衔 可不管用 不过这一回 孙开远没有和夜九对着干 反倒急急忙忙从车里下来 轻言细语地做通了安仪的工作 然后将帐篷重新塞回了后备箱中 但下一刻 这安仪又拉着孙开远 跑到土龙的头部位置 欣赏龙卷风和沙尘暴去了 沙尘暴和龙卷风 让天地完全一片昏暗 但真正离抵达这里 还需要一段时间 倒是可以欣赏一番 只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胆战心惊 躲在土龙后侧 不敢冒头 也失去了观赏美景的兴致 九哥 看来今天晚上 真要在这里过一夜了 这林秋从车里 拿出了两瓶啤酒 递给了夜九一瓶 动作十分随意 夜九笑着婉拒了 找的理由相当的给力 喝酒不开车 好吧 你觉得今天晚上 你还有机会将车子开出沙漠吗 林秋顿时笑道 今天晚上肯定开不了车了 来一瓶 算了 现在情况太紧张了 我不习惯喝酒 这倒是实话 夜九酒量上家 但是在执行任务 或者需要处置紧急状况的时候 他从不喝酒 见他态度坚决 林秋便不再劝他 砰的一声 自顾自地打开了一瓶啤酒 大口喝了起来 哎哟 空口开啤酒 这手很帅啊 林秋便是扬起了手 中指上套着一个戒指 笑着说道 玄机在这儿 就是耍着好玩的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我真能用肉掌开瓶呢 夜九瞄了一眼 那个戒指啊 露出手背的那一部分 平平无奇 就是一个普通的银白色纸环 但向着手心这一部分 却是比较厚实 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用来开啤酒 果然是好实 不过专门为了装逼 定制这么一个开瓶器戒指 似乎有些小题打坐了 哟 你这个戒指倒挺有趣的 能给我看看吗 我也去定做一个 林秋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还是夜九 头一回对这些小误解 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但也没有拒绝 答应了一声 便开始取那个戒指 但是取了半天 都没录下来 只好抱歉地一笑 不好意思啊九哥 这戒指我戴了好多年了 现在人胖了 都取不下来了 没事我就是好奇 夜九摆了摆手 毫不在意地回答 而这时候沙尘暴已经 越来越近了 那种连接天地的气势 给人极度的压迫感 等一下等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哇好壮观啊 快快快 开眼开眼 给我拍照 安怡却是大呼小叫 兴奋不已 而就在这时啊 正在乐呵呵拍照的安怡 忽然尖叫了一声 转身就往营地跑 指向漫天的黄沙之中 很突兀地冲出了一匹骆驼 骆驼上还驼着一个人 静止朝着安怡冲了过去 紧接着 第二匹骆驼 又从沙尘暴中冲出来 然后便是第三匹 竟然从沙尘暴中冲出了一个驼队 当先那匹骆驼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沙尘暴中奔驰太久 已经是有些头昏脑胀 又或者是跟安怡有仇 直接冲着安怡就去了 骆驼腿长 没几步 就追上了逃跑的安怡 眼看着脚一脚踩在她的身上 这安怡再是女汉子 也不过是百事尽重 这要是被骆驼这种庞然大物 跺在身上 那肯定就完了 停下 快停下 踩到人了 立刻有人大喊 也许这风声太激烈 这驼背上的骑士 压根没听到众人呐喊 也许她听见了 却已经无力控制骆驼 诱惑着她压根就没想控制那畜生 庞大的骆驼 还是距离安怡越来越近 这趟口 人影一闪 原本和林秋并肩而立的夜九 已经如同离前之间一般 猛然冲去 就在骆驼抬起大脚 快要踩到安怡的千军一发之际 夜九 猛然抓住了安怡的胳膊 将她拉了过来 骆驼是一脚踩空 骆驼上的骑士忽然一下压抑的声音 终于抬起头来 看到了不远处的夜九和安怡 好小子 身手不赖嘛 这说话带着鼻音 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 尽管 黄沙满天 事业极差 不过相距如此至今 夜九还是一眼就看清了此人的长相 一个三十几岁的青年男子 皮肤幽黑 满脸的灰尘 也许有四十岁 满脸横肉 长相凶狠 目露凶光 重点是 夜九看到了她的辫子 一条又粗又短 油光水滑的大辫子 一阵风 如果那日图没有撒谎 那么眼前这个骑在骆驼上的男人 就是沙漠地区大名鼎鼎的马匪头目 一阵风 长相凶狠 身躯极其雄壮 留着一条辫子 这就是那日图对一阵风的外形描述 老实说 这外貌特征如此鲜明的汉匪 连夜九都见得不多 甚至连听都听得不多 原因很简单 这标志太过明显 容易被警察抓住 这又不是旧社会 土匪成堆 光复压根管不过来 如今法治严密 真正的哈菲 从来都是警方眼里打击的目标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一阵风在沙漠地带混出了诺大的名气 这外貌特征又是如此鲜明 居然到现在还没被警察抓走 也不知是警方没有竭尽全力 还是因为他本人实在是运气太好 小子 看着我干嘛 不服气啊 眼前夜九目光炯炯的和自己对视 一阵风顿时就恼怒了 在骆驼上挺直了身躯鹤岛 谁叫他等着老子的道了 别以为自己动作敏捷一点 就敢和老子瞪眼睛 信不信老子废了你啊 夜九冷冷一笑 毫不在意 废了我 可以啊 你保存不着了吗 一阵风脸色一僵 立马就浮现起了极其警惕的神情 眼中是凶光四射 兄弟啊 哪条道上的啊 说话间 又有几匹骆驼围拢过来 驼背上的骑手们一个个是腰背挺直 盯着夜九 忽视眈眈 好几个人的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之上 那是真正的马刀 尽管是尚未出鞘 从刀鞘的长度和弧度 夜九也能判断出来 这是智智的军用马刀 虽然时代已经跨越了21世纪 骑兵早已经没落 但是 在边境地区的骑兵 却并没有完全取消 还保留有小部队的剑制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 这骑兵巡逻队 依旧是守卫边境的重要力量 当然 纵算是在剑制骑兵部队 马刀 已经算是辅助兵器了 毕竟已经是热武器时代 马刀更多的时候 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必要时 可以用来充当切割工具 然而并不意味着 马刀的杀伤力已经减弱了 对于赤手空拳的普通人而言 军用制式马刀 依旧是一等一的大杀器 随便哪个部位挨上一刀 不死也得残废 这些人一个个神情彪悍 其身上透出极其危险的气息 也就自然理解 昨天晚上为什么那日屠夫子 会那般紧张 这绝对是真正的马匪 如假包换 哪怕是在土匪成堆 强盗如麻的旧社会 眼前这十来个人的小队伍 仍然是极其凶寒的一支 瞧这个架势 真的会一言不合 便会拔刀杀人 哼 哪条道上的都不是 我们就是过境的游客 面对居高临下的十来个马匪 夜酒依然不动如山 脸色平静的惊人 你他妈的扯犊子呢 一阵风冷哼一声 喝道 过境的游客 你他妈倒是给我解释一下 你怎么把我们认出来的 你们从阿拉第进入沙漠 我们也是从哪进入沙漠的 当然有人跟我们提起过 你一阵风的顶顶大名了 要怪就怪你自己 太喜欢显摆 一点都不低调 目前这种情形 纵算是强如夜酒 也不得不承认 武力方面 马匪小队占据了全面优势 而且是压倒性的优势 哪怕夜酒而话不说 拔枪就舍 也没把我将眼前这人 十来个马匪悉数干道 要知道 他现在不是一个人 他身后 还有一帮赤手空拳的游客 所以 能够不激怒对方 尽量不要激怒 真要是在这和一阵风 他们起全面的冲突 后果难以预测 而此时此刻 夜酒那帮队友 也未必每个人都靠得住 说不定这处行者 就身在其中 还准备时时刻刻 给夜酒致命一击 老实说 在此之前 夜酒从未遇过如此凶险的局面 一朝不审 极有可能满盘结束 是吗 肯定又是那日图那混账东西多嘴多舍 一阵风怒道 等老子回去就宰了他 夜酒不再说话 只是拉着安仪 慢慢地向后退去 你给老子站住 一阵风又是呵斥 老子让你走了吗 夜酒冷冷地看着他 凌秋一声不吭 上前几步 和夜酒并肩而立 他和夜酒一样 也是两手空空 并没有握着任何武器 自然有一股凛然的气势 令人不敢小觑 到底不愧是多年习武之人 而孙开远也站到了安仪的身边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 向着一阵风等人怒目而视 一阵风被气笑了 这帮子鸟游客还真是生气得很呀 搁在草原上 谁不是一见到枫叶就浑身打摆子呀 枫叶 他妈的 教训教训他们 李三匹骆驼上的一个粗豪大汗 忍不住怒吼起来 刷的一声 抽出了血量的马刀 在虚空中是猛劈而下 呼呼声风 几个女人顿时吓得惊叫而起 夜酒一笑 手腕一翻 这手里突然多了一只乌黑的手枪 不是警察惯样配备的六四式小杂炮 而是新颜值出的 920军用手枪 叫之警察制式装备 9毫米的920 这军用的5.8毫米的手枪 容胆量又多了五发 射击的精准度更高 杀伤力也不差 停止作用在六四式和七七式之上 夜酒特意在厅里领的新枪 黑洞洞的枪口直指向骆驼背上的一阵风 这么近的距离 夜酒有把握 一枪把一阵风硕大的脑袋 打上一个窟窿 你他妈的 都动枪了还说你是游客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 一阵风不轻反路 喝到两只牛蛋大的眼睛等得滚圆 有胆你开枪 信不信兄弟们分分钟把你砍成肉枪 信仰 配什么不信 但那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你肯定是最先死的 你要不信的话咱们也可以赌一把 那位 金花娘是吧 别乱赌 别去拿你的弓箭 我知道你厉害 夜酒转眼间 就和第二批骆驼上的骑手说上话了 枪口仍然直直指着一阵风的脑袋 不带半点的颤动 这第二批骆驼上的骑手 和其他骑手一样 满头的尘土面子幽黑 要不是额前那一缕飘动的刘海 夜酒还真没办法再瞬间分出她的性别 不过根据那日图提供的情况 以及此人在驼队中排的位置 夜酒猜测 这位应该就是那一阵风的压寨夫人 金花娘 干嘛的 那日图那小妈妈犊子 嘴还真碎 第二批骆驼上的女骑手 果然停住了悄悄去拿弓箭的动作 有些郁闷的骂道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百笑声 第1302集 她确实就是金花娘 而且可以肯定 在此之前 并没有和夜酒见过面 夜酒能够一眼将她认出来 原因只能落在那日图那碎嘴的魂杖东西身上 行了兄弟 就是个误会 咱们也没啥深仇大恨 没必要在这里莫名其妙的拼个你死我活 老家你们先让让 让我们进去 大风暴快要到了 远处龙卷疯狂呼而来 眼见得 就要抵达这片土丘城堡了 各位 你们先把刀子收回去 夜酒一口答应 她也不愿意这么僵持下去 这大风暴转眼就到 她担心这帮家伙紧急拼命 一场大战下来 或许自己能够安然无恙 但是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如同金花娘所言 她不想在这里 无缘无故 和这下马匪拼个你死我活 独狼 金花娘朝着第三匹骆驼上的七手 吼了一嗓子 那大汉冷哼一声 稍微犹豫了一下 这才不情不愿的 将血量的马刀插回了道桥 看得出来 独狼对金花娘其实不那么服气 她也确实有不服气的理由 本来老子好好的是个二哥 除了枫叶 队伍里属自己最大 现在倒好 莫名其妙多出了一个大嫂 毫不客气的取代了她二爷的位置 还毫不客气的冲她发号失灵 都没问过独狼哥自己的意见 要不是看在枫叶面子上 你一个老娘们 凭什么骑在狼哥脖子上 拉屎拉尿的 哎呀的 你又不陪老子睡觉 只不过眼下 独狼也知道情形危机 不是和这老娘们计较的时候 大风暴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阵沙子拍过来 说不定独狼哥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他们这些经常在沙漠中活动的马匪 只有比外边来的游客 更加清楚这种天地之位 完全不是人里可以对抗的 连半点的侥幸心里都不能有 那边 夜酒已经领着林秋 孙开远 安一等人 慢慢的退去 大家都是面对着马匪倒退而行 不将自己毫无防备的后备亮给敌人 这是基本常识 夜酒明白 林秋等人自然也明白 夜酒等人一开始撤退 一阵风便两腿一夹 催促着身下的骆驼跟进 等看到那一排停靠在土龙一侧的汽车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车牌号 这一阵风眼里闪过了一抹疑惑之意 难道这伙人真的是游客 而且他们队伍中的男女比例太过均衡 此系数 六个男的 六个女的 对半开了 尤其是让一阵风难以理解的事 其中居然还有孩子 这要说是道上的江湖朋友 近来大厦找宝杂 还真的有些说不过去 可是只要一想到 刚才领头那年轻小子的强悍 和他手里乌黑赠亮的手枪 一阵风 随即又坚定了自己先前的判断 普通游客 没有这么狠的 甭管是谁刚才遇到那种情形 都在下尿裤子 这要是一帮普通游客 都这么牛逼拉疯了 那他们这帮马匪还用混吗 这条土龙很长很长 完全容纳得下五台汽车和十一匹骆驼 一阵风在密切地观察这伙游客 夜九等人也在观察着他们 十一个人十一匹骆驼 衣着打板 五花八门 有人穿着民族服装 有人穿着普通成衣 但无一例外全部佩戴武器 齐刷刷的十一柄均用制式马刀 除此之外 还有弓箭 弩箭 甚至双管猎枪这样的大杀器 毒狼的武器装备是最全的 弓箭 弩箭 双管猎枪 三者具备 反倒是一阵风和金花娘的装备最为简单 除了马刀 就只有一张弓 一带剑 当然 不是那种普通的弓 而是小巧的复合弓 很明显是特质的 这弓身精巧 并于携带 也并于在狭窄的弓箭内使用 但力量绝不小 倒是和一阵风和金花娘的身份很相配 毕竟在如今这个时代 打开大河的场面下 使用弓箭杀人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许多逼色的环境里 长弓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尤其是对手枪的时候 也只有一阵风和金花娘这种 剑术极佳的家伙 才会坚持使用弓箭作为主打武器 独狼九明显没有他俩那么自信 弓箭弩箭 双管猎枪全部配齐了 叶九基本有点瞧不上他 原因很简单 你他妈虽然武装到了牙齿 可老大 依旧是人家一阵风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你用双管猎枪 也未必打得过人家的弓箭 这马匪的世界 可不讲究资历 只讲究拳头党 一阵风要是没点真本事啊 肯定押不住这帮骄傲不逊的家伙 然而独狼的眼神最为贪婪 尤其是在经过易子熙 高小美等女孩子身边的时候 这混蛋差点连哈喇子都留下来 可怜他一个马匪 常年在草原戈壁沙漠中流窜 何曾见过这么水灵的江南女子呀 高小美虽然是东北人 可是有着江南水江女子的白喜仙俏 难怪独狼看得眼睛都直了 要不是叶九标枪般挺立在侧 目光灵灵 说不定这混蛋已经从骆驼上跳下来 动手动脚了 最终凉活人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夜九心情果断掏枪震慑作用非常明显 这马匪们暂时也并不想节外生枝 大风暴马上就要到了 彼此相隔大约200米左右 一阵风首先嚇住了自己的骆驼 一跃而下 而其他人也是纷纷效仿从骆驼上跳下来 马匪们的吆喝之下 是一匹骆驼挨着吐龙跪幅下来 而马匪们就靠在骆驼身上 开始抽烟喝水 一股浓烈的酒酸味随风飘来 是草原上常见的马奶酒 看上去他们对这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 唯独金花娘没有靠着自己的骆驼休息 而是去了一阵风身边 挨着一阵风坐下来 两人靠在了一起 你看那伙人是什么露爽 金花娘压低了声音问道 很明显 夜酒刚才的表现让这女人印象极其深刻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干掏枪 毫无疑问是个狠角色 可是这支队伍实在是太奇怪了 让金花娘有些看不懂 看不明白 一阵风也同样蒙蔽 不过她的神经 显然比金花娘更加大条 管她什么露叔呢 估摸着呀 也就那小子一个人比较狠 其他人不必在意 只要他们不来招惹我就行 眼下还是宝藏要紧 只要找到了宝藏 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 去国外享福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生 第13303集 哼 国外 我才不跟你去国外呢 语言不通 人家那边话我也不会说 有什么好玩的 有了钱 当然是要留在这边显摆了 话操理不操 这一整风黑黑一笑 伸手搂住了他的腰 笑道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就我这身份 必须得先洗白了才行 要不然呢 永远都见不了光 去一趟国外 把身份换成外国人再回来 那就是归国华侨了 这边政府大官都要捧着我 公安局算什么呀 幸好这番话 没被易子熙他们听到 不然非得笑死 他妈的你懂什么叫华侨吗 你身份都换成外国人了 还说什么归国华侨 你他妈就是个外国人啊 至于你一个罪恶累累的马匪 在国外换了身份之后再回来 这边的政府大官要不要捧着你 公安局会不会让着你 你还真的有些想多了 哼 谁叫你以往坏事做尽的 金花娘哼道 不过从这语气中也能听出来 也就是个调侃 这金花娘可没有真的当回事 要不然 这女人也不会明知对方坏事做尽 还是心甘情愿跟着她了 骨子里头啊 这两个人是一类人 一路货色 我这人呢你也是知道的 就是受不得气 谁他妈跟老子做对老子就宰了谁 这回要不是为了宝藏 你看刚才那小子是什么下场 老子非得在他身上开几个窟窿 哼 我看你啊 是看上人家身边那个小娘们了吧 瞧你刚刚那眼神 都黏在人家小脸蛋上了 挪都挪不动 嘿嘿嘿 你吃什么甘醋啊 我这不是有你了吗 我就喜欢你这种的 别的女人啊 老子压根就看不上 青花娘哼了一声 不知对一阵风这番话 到底信还是不信 我问你啊 这帮家伙如果也是来找宝藏的 怎么办 这次元先生可是说过了 宝藏现世的可能性非常大 就在这魔鬼海附近 听说啊 这里原本是有一座古城的 后来被移动的沙丘给埋了 宝藏就在古城下面 今天的大风暴比历年来都要猛 说不定就能让宝藏重现天日了 青花娘随即将小娘们 跑到了一旁 这个你放心 他们要是识相点就算了 真敢跟老子抢宝藏 老子不介意先拿他们开刀 那小子有枪 青花娘低声地提醒她 哼 有枪又怎么样 只要老子把弓箭拿在手里 他有枪也白给 这么多年 老子杀的枪手还少吗 李正峰冷哼一声 毫不在意地说道 不屑之意 易于言表 看得出来青花娘对这一点很信得过 就是这话 他们真敢来抢 那咱们得先下手为强呢 照我看 也就那小的厉害点 其他人都是渣渣 得嘞 就这么说好了 先吃点东西 把肚子填饱了再说 瞧这样子啊 瞧这风沙小不了 等下沙子过来 可就没机会吃喝了 说着一阵风从骆驼背上 摘下了一袋麻奶酒 递给了青花娘 自己也举起了一个酒囊 养头猛灌一击 这种没有经过多次蒸馏发酵的奶酒 酒精度数很低 营养丰富 完全可以当做食品 填饱肚子 也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些天 他们在沙漠中四处寻找宝藏 就是这么吃喝的 很快 呼响的沙尘堡 终于抵达了土丘城堡 大量的沙土从天而降 仿佛风暴将沙漠搬到了天上 再洒落下来 无穷无尽 一条条风龙是拔地而起 就在眼前扭曲死虐 那种无视一切 匹尼四方的气势 近距离上造成的压迫感 让人心生大胃 不敢兴起丝毫的对抗之意 这档口汽车的好处 就完全凸显出来了 大家躲在汽车里 任凭风沙吹打 我自飞然不动 还能抽孔搅点面包 喝瓶啤酒 近距离欣赏一下 这难得一见的美景 阿姨早已经将刚才惊险的一幕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拿起相机隔着车窗 死命地拍摄起来 冲动之下 她甚至一度想要放下车窗来拍摄 幸好孙开远及时制止 要不然 今晚上 他们就要在沙漠堆里睡觉了 相比之下 马匪那边就惨了许多 只能在满天的风沙中硬抗 任由一堆堆的沙土 打在自己的身上脸上 还要时不时地挪动一下位置 省得一不小心 就被沙土埋了 在这似乎永远无穷无尽的风沙之中 天色渐渐的黑透了 二哥 这沙暴有点古怪啊 不知什么时候 一个三十来岁的马匪 和独狼凑得了一起 靠在骆驼的身上 有一搭没搭的聊天 这档口 沙暴小了许多 倘若狂风大作的时候 那是谁都不敢开口说话的 纯粹是自讨苦吃 你敢张嘴 老天就敢灌你一嘴沙子 也只有趁着风沙稍弱时 才能开口说上几句 谁说不是呢 这一阵一阵的 好像永远没个尽头 独狼的运气并不好 刚一张嘴 猛的一阵大风刮过 顿时就被灌了小半口的沙土 作为时常在草原 戈壁 大漠中活动的马匪 独狼并不是头一回遇到沙尘暴 可是这么强劲的沙尘暴 老实说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滚滚而来 源源不绝的大风 仿佛要将整个大漠 全部给搬个家一搬 本来这土球城堡一带 是个最佳的避风港 可是照这个架势下去 搞不好整个土球城堡 都要被沙子给淹没了 到时候 他们算是失去了屏障 可就是不知道 该往哪躲了 在沙堡的重新 没有了避风港 纵算是骆驼那样的庞然大雾 都有可能被龙卷风 给卷到天上去 更不用说是人类了 眼下这漫天而来的风沙 已经将他们身上 藏身的土龙卷掉了一半 眼见的就要到顶了 看到没有 那边快看不住了 和屠郎台在一块的马匪 忽然有些兴残乐乎的笑起来 夜酒他们的车队 这趟口确实是有了动静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伙躲在车内 任凭风沙吹打 我则微然不动 很是惬意 可是随着沙土掩埋的 越来越深 他们的车里 已经有些待不下去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百笑声 如果沙尘堡的规模不大 持续时间不长 那么躲在车里 当然比在外面吃沙子 要惬意的躲 然而现在沙尘堡 一阵紧过一阵 这可就不好玩了 再躲在车里 说不定真的就要被埋在下面了 汽车不方便移动 也就是他们的优势了 不像马飞那边 可以时不时的起身挪动一下 不用怕被埋住 可是当他们想出来的时候 却是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车门打不开了 这车子已经被沙头掩埋了大半 幸好车窗玻璃还能放得下 尤其是夜酒那台月夜 是带天窗的 更加方便一些 夜酒打开了天窗 先从车里爬出来 然后再将易子熙也拉出来 这档口 两人已经穿上了冲锋衣 沙漠中心 昼夜温差几大 打开手电筒 看着脚下已经被掩埋大半的车子 易子熙也是有些无奈 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等风沙停了 车子怎么出来呀 没关系 能挖出来 沙头软和 眼下这情况呀 夜酒可也只能如此忽悠自己老婆了 沙头再软 你徒手挖个试试呀 叫救员是注定的了 宽键是这个地方呀 手机等于个废帖 连信号都没有 这2004年 移动信号的覆盖率 远远不能和后世相提并论 如果实在是情况危机 说不得 夜酒只能动用梁局长送给他的那块手表了 夜酒自己是毫无畏惧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呢 很快两人不再担心这个 当务之急 是赶紧帮助其他人从车里爬出来 已经有人在救助了 可不是每台车都有天窗的 其他人只能想办法从车窗爬出来 偏偏孙开远和安仪那台车 车窗被玻璃卡住了 动不了 这就很正常 这么大的沙堡 黄沙满天飞舞 车窗内钻进几颗碎沙粒 完全是应该 但问题在于 这扇车窗已经是他们唯一的逃生工具了 真的打不开 等沙子往里一埋 空气耗尽 那就玩犊子了 也只有像他们这样的菜鸟 在巨大的沙尘暴来临之时 还安安心心地待在车子里 不时时刻刻关注外面的情况 眼见得他们这么菜的表现 那边的依晨峰和金花娘 全部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这帮家伙还真是菜鸟哈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呀 越瞅着 越不像是道上的朋友 此时此刻也就自然顾不上 去了解马匪们的想法 他艰难地从沙堆上迈过去 来到了孙开远的车旁叫道 老孙 往后 我把车窗给你踹开 而孙开远还在犹豫 这要是把车窗给踹了 分分钟 这沙子就把车给灌满了 等风沙再过去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来清理呢 这档口 估不着老孙心里头啊 也是老后悔了 当初就不应该坚持来什么沙漠 要不然 也不至于搞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关键是旁边还有一伙虎实单单的马匪 谁知道风沙过去之后 这帮家伙会不会发疯 真要是被马匪们干死在这里 冤不冤呀 别犹豫了 我退 眼见得平息的风暴再次猛烈起来 夜就不敢再犹豫了 身子往后一退 一脚朝着那扇车窗猛揣而去 若是再犹豫一会儿啊 风沙再往上灌一劫 就算是踹开车窗 这孙开远和安怡也未必能够出得来 孙开远惊呼一舌 身子猛地往副驾驶的方向倒下去 他可是看出来了 夜就这一脚来是很凌厉 无论如何不敢硬扛 万一捂上 找谁说理去啊 然后便让砰的一声哗啦啦的响声响起 车窗玻璃隐声二随 快快爬出来 在夜酒和易子熙的帮助下 孙开远和安怡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从踹开的车窗里爬了出来 他们呼呼的喘息不已 一副惊昏不一定的样子 不远处 这林秋和高小美也爬了出来 又忙不迭地去帮助其他人 现场乱糟糟的 马斐则是在数十米外嬉笑看着热闹 半点都没有过来相助之意 老实说 他们没有趁机捣乱 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当然 这鬼天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巨大的沙坝里 每向前多走一步 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 有经验的马斐都很清楚 困在沙漠中 每分体力都是极其宝贵的 至关重要 夜酒这帮人越狼狈越折腾 对于他们来说 就越是好事 万一双方的关系要彻底崩了要动手 当然是体力保存更好的马斐 占据了优势 而就在这时 一阵奇怪的声音 突然从不远处传来 听上去啊 是无比的凄厉 无比的恐怖 鬼叫 一听到这个声音啊 原本好整一下 带着满满恶意 在不远处看热闹的马斐们 都愣住了 而这一阵风直接跳起来 一步踏上贵妇的骆驼背 向着土龙外张望 这土龙的高度 原本超过三米 一阵风 总算站在贵妇的骆驼背上 也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然而现在坑底铺满了沙子 无形中垫高了一米 夜色急暗 哪怕是打着手电筒 也很难看清外面的一切 然而一道如同山巒般巨大的黑影 就横梗在不远处的前方 哪怕是不借助手电筒 也能够看得明明白白 他妈的 这下玩犊子了 一见到这个情形 连见惯大漠风暴的一阵风 都有些无语了 这是什么 金花娘问道 她虽然也是草原民族 可是论到大漠的生存经验 自然远远不如一阵风那么丰富 如今她是今年 才跟着一阵风深入大漠的 以往只是在沙漠边缘活动过 而一阵风常年在大漠中穿行 对躲避警察的追捕 经验这丰富可以说是无语伦比 这是刘莎 刘莎 金花娘一乐明显不幸 她不是第一次见刘莎 以前的刘莎可不是这样子的 刘董莎翘 一阵风多说了两个字 怎么可能 金花娘也懵逼了 所谓的流动沙丘 大凡在沙漠附近生活的人 都是知道的 远没有外人想象中那么恐怖 实际上沙丘的移动 是非常缓慢的 一年下来 也就最多移动个几米 或者十来米的距离 还不是整体迁移 而是一层层的移动 大风刮来呢 将顶部的沙子 一层层吹走 缓慢的移动沙丘的位置 哪可能像现在这样 一座沙丘如同海浪一般 迎面向他们砸了过来 这需要何等强大的威力啊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3005集 在这鬼沙漠中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一阵风气急败坏地叫道 大家做好准备 上海就要过来了 这一嗓子吼出 中气充沛 声如雷霆 连隔着二三十米远的夜九等人 都看得清清楚楚 夜九不由的心中一灵 好充沛的内劲呀 看来自己对一阵风的认知 还是不够全面 这家伙 不仅仅是射箭力还这么简单 毫无疑问 他应该有极其高明的武术功底 如果自己迫不得已 一定要和他交手的话 这一条必须给他夹上 不得掉以轻心 否则很可能在这塞外大漠中翻船 当然这个念头 只是在夜九的心里一闪而过 当务之急 是应该怎么应对铺过来的 一整座流动的沙丘 夜九曾经听说过 在北方的大草原上 有可以移动的海子便是湖泊 这传闻中这移动的海子 当真是人出鬼没 白天的时候 你可能还处于一片一往无际的大草原上 欣赏着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无双美景 而一觉醒来 就已经身处到湖泊的中央了 一眼望去 周围全部是湛蓝的湖水 你压根不知道 这水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更不知道它们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消失 夜九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歧视 却也并不是全然不幸 这个世界上 原本就有很多的东西 是用现有的科学体系 无法解释的 你搞不清楚 不代表这种事不存在 就如同现在 它也不知道一整座移动的沙丘 到底是怎么来的 受到了何种未知力量的影响 然而 它却很清楚 一旦被埋住 会非常的危险 紧急之下 夜九只能这么提醒自己的同伴 大家注意 观察那边的人 他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这话听上去很怂 可是仔细一讲 眼下只能采取唯一的策略了 毕竟夜九自己也是头一回 遇到这种诡异的情况 压根就没有什么应对经验 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要相信专家的 哪怕他们是马匪 然后夜九就看到 好几道血量的手电光 滑过了尘土飞扬的夜空 齐刷刷的朝着马匪那边照射而去 他妈的 搞什么名堂 毫无意外 那边传来了一声怒吼 尽管手电光并没有任何杀伤力 可是 谁被这种强光手电照射 心中都会十分不爽 如果其中有人脾气特别暴躁 后果极其难测 就像现在这样 正被手电光照射的毒狼 二话不说 直接从窑间取下了复合弓 张公大姐搜的一声 一箭向着那边射来 老实说 毒狼这一箭 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 他就是心中怒火薄发 随手一箭射到谁就是谁 至于后果 他根本不考虑 也许是运气不好吧 这一箭 正好朝着安仪射过去 这虽然狂风呼啸 风伤漫天 但是这一箭 速度实在太快了 在空中的飞行轨迹 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只要被这一箭射中 安仪百分之百要量 说是吃那是快 碰的一声催响 一道手电光骤然熄灭 然后就听到孙开远的门哼舌 以及安仪的惊叫声 两人已经相拥着 齐刷刷地坐走在沙土之中 这电光火石的瞬间 只有夜九灵秋等极少数眼力齐家的人 才勉强看清楚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与一箭即将射中安仪的瞬间 孙开远正好举着手电向他靠近 无巧不巧 那只剑与正中孙开远握着的手电筒 手电筒当场击飞 孙开远拉着安仪一跤作刀 这语境拐弯 不知道飞到哪里了 夜九随即一声怒吼 也是不说二话 拔出枪来砰砰就是两枪 不过是向天开的 鸣枪是井 那边得给我听清楚了 咱们这是要开战是吗 TM你是傻子是吧 不出意料 那边传来了一阵风的吼声 开始个穷啊 等着风暴过去 你他妈还能活着再说吧 一阵风呸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沙子 到时候老子亲自送你上路 这场毫无意义的争斗 并没有继续下去 因为大风暴已经裹挟着巨大的一栋沙丘 铺天盖地般地淹了过来 夜九一把拉过一子鸡 紧紧地搂在怀里 同时深吸一口气低下头来 在这莫测天地之危面前 夜九也无法可视 只能使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流沙披头盖脑地咽下来 感觉上是一台巨型的泥头车一般 正在向他们兜头倾倒着 数十上百吨沙土 面对这样的伪力 强如夜九也有着深深的无力感 不过夜九并没有完全放弃 而是在越升越高的沙土中 奋力地拔出自己的小腿 力图跟随着脚下的沙土 一起升高 想要不被沙子彻底埋住 这是唯一的办法 只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压根就不清楚 顶着巨大的风暴 往上迈步 是何等的艰难 至少易子熙自己肯定是做不到 如果没有夜九硬拽着她向上 这片刻的功夫 沙土已经将她的双腿完全掩埋了 四周漆黑一瞥 手电筒这个时候 也不可能还开着 夜九完全不知道周边的同伴 究竟是个什么情形 她现在只能竭尽全力 保住自己和易子熙 希望能在这必死之局中 找到这么一份 极其渺茫的生机 说不定这一场大风暴过去之后 真能活下来的 只有少数几个最为强悍的人 包括马匪那边也是如此 这档口就算是亲爹亲妈亲儿子都顾不上了 只能是个顾个人 时间渐渐流逝 巨大的风暴和漫天的沉伤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丝毫没有止歇之意 夜九一直顽强地拉着易子熙和自然为力对抗 感觉到体内快速的流逝的体力 心中好几次生疼而起 坐下来歇一歇的念头 对于夜九来说 这种情形极其罕见 夜九在部队里 最注重的是体能锻炼 对于其他部队堪称地狱难度的 20公里武装越野 在特战大队 不过是普通的训练科目罢了 哪怕是真正地狱难度项目 铁人三项 夜九也是回回拿冠军 这些项目挑战的都是人类的体能极限 但现在夜九感觉累了 而其他人的情况只能更糟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笑声 夜九 夜九 夜警官 去 救我们 就在 夜九 接力和天地之威对抗之时 身边不远处 传来了孙开远 尸声的惨叫 夜九心中已经急忙叫道 老孙 坚持住 他现在完全看不到周边的情况 只能凭感觉 孙开远似乎离他不远 也就大概在他十几米远的地方 中间隔着林秋和高小美 他们当初从车里爬出来 基本上还是和自己的车辆处于同一个位置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选择 快 快想办救我们 我们 我们马上就 就要被埋住了 风沙太大 孙开远不管不顾的张嘴大叫 自然被灌了一口沙子 呸呸几声 可能是因为呛到了肺部 又大声咳嗽起来 咳得是撕心裂肺 怎么办 要不要去救他们 易子熙在耳边低声地问道 他声音很焦主 无论是对夜酒 还是易子熙 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 他们俩的道德水准 都不容许他们见字不咎 可是这个决定当真很难下 只要搁在平时十几米的距离 几乎拔腿就到 毫不费事 但是在眼下 每挪动一个脚步 都是无比艰难 而且他们现在是面向土龙 由土龙的身躯给他们遮蔽 迎面刮过来的狂风 能勉强地坚持 一旦夜酒离开原地 横向过去救援孙开远和安怡 就有可能暴露在狂风之中 一不小心便会被龙卷风挂到天上去 也许夜酒尚未走到孙开远和安怡的身边 就已经耗尽了最后一滴体力 而现在 体力是如此的宝贵 夜酒 夜警官 救命 这时候 这时候又有人在街里的呼喊 呼喊声来自更加遥远的地方 比孙开远安怡的位置 更加偏东 夜酒听出来了 那是来自一家四口的呼唤 他们处于车队的四号位置 安怡的妹妹和男朋友压阵 处于车队的五号位置 相对来说 四号车一家四口 是整个车队最软弱无力的一个组合 两口子带着半大的孩子 如果在平时两个半大的孩子 基本不用照顾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们极度缺乏自保能力 夜酒估计 他们应该也撑不住多长时间 同样一声不吭的 还有林秋和高小美 林秋是武术教练 体能要好过大多数人 夜酒并不担心他们 我得过去一趟 那边的呼救声 越来越凄厉 夜酒终于忍不住了 轻轻地在易子熙耳边叹息了一声 低声说道 你去吧 注意安全 这易子熙并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说道 林了又加上了一句 别担心我 我可以自保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她和夜酒 没办法对呼救 置若望闻 只顾名者保身 那违背了他们的三观 而夜酒紧紧搂住妻子 在她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说了声自己小心 便打开了首点 艰难地向东边挪动脚步 灰蒙蒙地光注照射之下 林秋高小美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 弯腰低头 竭力地和沙包对抗 在他们不远处 孙开远和安依 已经有大半截的身躯 被埋在了沙土之中 如果不想办法把他们拉出来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被整个埋在了沙子里 短短十几米 夜酒足足用了好几分钟 才艰难地移到了孙开远 和安依的身边 还是手脚并用那种 至于形象 真的顾不上了 经过林秋和高小美身边的时候 夜酒感觉到 这俩望向自己的眼神有些怪异 似乎很惊讶 夜酒在这种时候 居然会离开自己的老婆身边 却搭救几个几天前才刚刚认识 可以说是素位平生的陌生人 不过夜酒 自然没有跟他们解释 提高道德水准这个事 不是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大道理 就能够奏效的 短短几分钟 孙开远和安依身下的沙子 又增高了几公分 差不多淹没掉安依的臀部了 无论她和孙开远怎么竭力挣扎 都是无济于事 沙子看似松软 密度激大 分量也沉 这淹没掉双腿之后 根本是无法挣脱 因为周边完全没有可以着力的地方 任凭你力大如牛 也是无济可食 只是越挣扎 显得越深 老孙 别挣扎了 注意保持体力 夜酒连滚带爬 赶到了两人身边 低声喝道 这就是经受过专业训练 和未曾经受过训练的区别 尽管夜酒也是头一回经历这种情况 却下意识地知道要节省体力 老孙 手给我 夜酒并没有怎么犹豫 决定先救孙开远 这是有原因的 他要趁着孙开远没有完全陷进去 先将他拽出来 然后 再和孙开远两人合力 把安依也拽出来 孙开远急忙抓住了他的手掌 安依 你也别闲着 帮忙退一把 这安依到底不愧是女汉子 到这个时候 也不和夜酒讨价还价 答应一声 双手架在了孙开远的夜下 和夜酒一起用力 好不容易 终于将孙开远 从流沙中拽了出来 孙开远一屁股左道在地 张开嘴呼呼地喘息 不过下一刻 又是呸呸连声 连忙将嘴巴闭上了 老孙 别坐着了 来 一起动手 把安依抬出来 这档口可由不得他休息 孙开远确实很疲劳了 刚才在沙子中死命的折腾 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 不过还是勉励挣扎起来 和夜酒一击 一人一条胳膊 抓紧了安依 相比起刚才拽孙开远那个飞机 这次救安依就要显得干净利落得多了 听我口号 一 二 四 夜酒咬着牙一声吆喝 两个大老爷们实际地往后拽 巴的一声 就将安依从流沙中拽出来 不过接下来一幕 就让夜酒有些郁闷了 安依刚一脱困便发的一声大哭起来 也不管周围是什么情况 一把将孙开远推倒 挥舞拳头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砸 嘴里还嚷嚷 都怪你 都怪你 非要干什么狗屁沙漠 这下把大家都害死了吧 别哭别哭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种事 让我们吹 吹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百笑声 第1307集 如你所知啊 孙开远是仰面朝天躺着的 安姨趴在她身上 脸朝下 所以安姨可以骂她 她却是不能缓口 甚至都不能解释 一解释 管一嘴沙子 偏偏她在呸呸呸的时候 又在想起自己身上 正趴的一个人 所以 老孙同志 被女朋友打惨了 谁叫她 居然敢往女朋友的脸上 吐口水的呀 好了 老孙起来 一起救人去 眼见得这两人 闹起来没完没了 叶九同志的耐心 终于被耗尽了 好好 救人救人 小爷 别闹了 咱们先救人要紧 其实孙开远这档口 当真是一动不想动 只觉得浑身上下 每一条肌肉 都是酸痛酸痛的 只往外冒酸水 可是人家叶九 刚刚冒着生命危险 来救了他们两个 现在叫他们一起救别人 那也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 谁知道安姨下一刻 又疑悦而起 对叶九说道 叶警官 谢谢你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救人 叶九恩了一声 这姑娘虽然性格泼辣 做事不管不顾 但关键时刻 确实不含糊 安姨一弯腰 将孙开远拉起来 说道 老孙 其实你表现不错 要是这回 咱们能活着回去 我嫁给你 孙开远顿时愣住了 这他妈幸福来的太突然了吧 自己还没想好怎么求婚呢 这女汉子就已经主动答应了 好了 别犯傻了 赶紧过去救人 安姨又打了她一圈 拉起了她的胳膊 向着东边而去 叶九 已经走在了前面 这几米外那一家四口的情况 现在已经是相当危急了 他们和孙开远一样 都是没有经验 从车子里爬出来之后 就勾着头 待在那里移动不动 直接被移动的沙丘 埋住了大半的身子 眼见挣扎无望 头顶上依旧是海量的沙子往下掉 似乎是无穷无尽 这两个半大孩子 已经吓得狂哭起来 别怕别怕 别哭啊 我们来救你们了 安姨看着孙开远 脚下伸一脚浅一脚 往沙土上艰难跋涉 一边还大声的安慰 这姑娘学乖了 张嘴说话的时候 背对着沙暴的方向 要不然 压根就不敢撞嘴 看到叶九三人来到身边 父母都有些激动 连声地说道 叶警官 叶警官 先救孩子 先救孩子 营救两个孩子的过程很顺利 三个人拽着 找夫妻俩在沙子里帮忙用力 很容易就从沙土中 给轻易拽出来 被风站着 别蹲下 注意脚下 及时移动 不要再被埋住了 叶九将两个孩子 安排到了旁边 靠到土龙墙壁站着 又叮嘱了一番 然后才转过身来 准备和孙开远安仪两人 把依旧困于沙土中的夫妻俩 全部拽出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脚下却是轻轻晃动 传来了一阵沉闷的隆隆的声音 凭直觉 叶九觉得 这是地线了 类似的经历叶九曾经有过一次 那是几年前 特战大队在山区演习 叶九和他的小队 遇到过脚下山洞塌陷的情况 那一次也像现在这样 地动山摇 一个溶洞的顶部直接塌陷下去 幸好叶九和队员反应敏捷 及时躲开了 如果陷下去 必定是凶多吉少 但这一回 无路可躲 四周都是大沙漠 巨大的沙尘暴还在持续 积目所致 都是一片的漆黑 压根就不清楚 这脚下塌陷的面积到底有多大 也就是说 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跑 也不知道要跑到什么地方 才是最为安全的 而且这一次地形的速度极快 叶九没来得及 将那两口子从沙土中拽出来 这整个大地便已经开始向下陷落 你身边甚至都没有一棵稻草给你去抓 这危机之中 也就只来得及做一个动作 捷径全力往山跨了一步 站到了汽车顶上 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 当叶九察觉到地表开始塌陷的瞬间 潜意识就告诉他必须要站到车顶上 否则这台一吨多重的越野车 可能直接压在他们的身上 真要是被汽车压住 就算没有摔出个好歹 公目着也是压得喘不过气来 而事实证明叶九这个动作 非常的明智 他们的脚下居然是一个很深的空间 随着地线的速度越来越快 只听到耳边轰隆之声 不绝于耳 这叶九已经随着车子掉落下去 咚的一声巨响 汽车首先倒地 车辆触碰到坚硬的地面 没有第一时间停下来 而是朝着前方滑行而去 叶九本能地趴在车顶上 双手紧紧抓住了车顶两边的突出部位 防止自己被汽车甩出去 这混乱之中只听的一阵阵惊叫之声 也渐渐地离他远去 虽然完全看不清楚周边的情况 却是能够感觉到 这一次地线的范围很大很大 至少应该波及了整个土丘城堡 或者至少波及了一大半 他们车队的所有人应该都已经陷进来了 那一帮马匪也并不例外 这越野车还在朝前方滑行着 叶九本来打着手电 找慌乱之助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现在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看不清周边的半点情况 叶九死死扣住了车顶突出部位 游得越野车自己在黑暗中滑行 好在速度并不快 可见车辆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对平缓的坡道上 这令叶九的心中少安 那么纵算发生撞击后果也不会太严重 这黑暗中暖糟糟的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砰的一声巨响 这越野车终于发生了撞击 然后横停下来 叶九毫发无伤 甚至都没有从车上颠簸下来 因为撞击发生之前 越野车的滑行速度已经变得愈发缓慢 基本上可以断定 已经来到了比较平坦的所在 故此轻轻的一转 车子便是停下了 叶九并没有着急下车 而是继续趴在车顶 他得先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 手电筒已经丢了 但是没关系 身上还是有发光的装备 叫战术灯 所谓的战术灯 就是可以安装在枪口前端的小型手电筒 又叫枪灯 叶九小心的掏出几二十手枪 然后将一个战术灯 安装在枪口前端固定好 再打开来 终于在极度的黑暗中 重见天日了 可是成像在叶九跟前的这一切 却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 竟然是一栋房子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幸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百笑声 这一开始的时候啊 叶九还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骤然在黑暗中间的光明 人类的眼睛确实会有短暂的不适 出现幻觉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叶九再一次确认一番 他终于确定 他见到的确实是一栋房子 并且保存还算完好 门窗俱全 而正是因为这样 叶九的心中一句更甚 怎么可能呢 明明自己是困在沙漠中 遇到巨大的沙尘堡 然后天塌地界 直接掉到了洞穴里 如果这是一个山洞 叶九能够接受 可他偏偏看到了一栋 等等 好像还不止一栋房子 是很多很多栋房子呀 叶九轻轻吸了一口气 在车顶上采取柜子 直起了上半身 这也是特战队员的标准动作 经过再三的观察 叶九终于可以确定 他看到了一座城市 展现在他眼前的 就是一条笔制的街道 而街道两旁 则是零次置笔的房屋 一直通向远方的黑暗之中 这透过远方那些模糊的影子 也就知道 那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这是一座深埋底下的城市 也不知道当初经过了何种地质变迁 才会造成这样罕见的奇观 大下宝藏 这是头一个在叶九脑海中浮现出的名词 这突兀出现的地下城 极有可能就是一阵风和其他马匪 都在苦苦追寻的大下宝藏 至于城内是不是真的有宝藏 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这座城市不是迅速的沉沦 而是慢慢的沉入地下 那么叶九觉得 存在宝藏的可能性并不大 人们在搬离城市之时 肯定会将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带走 有谁会傻乎乎地把宝物全部留下 等着别人来占便宜啊 四周静悄悄的 只是偶尔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异响 而对此呢 叶九自然是毫不在意 他们日常训练的时候 什么场景没有经历过呀 比这更加阴森恐怖的环境都呆过不少 叶九只需要确定这个地方的空气中 有没有包含毒气体就可以 通常来说 在地下埋得太久的洞穴 或者这种无比罕见的地下城 因为空气不流通的缘故 这空气中都会包含有一定的有毒气体 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叶九并没有随身携带测试设备 但正常的呼吸没有问题 也并没有察觉到 什么特别刺鼻的气息 或许是因为这个地下城 常年处于沙漠的中心地带 气温干燥无比 所以一切都保存得较为完好 并没有发生什么霉变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地下城 其实是有通风口的 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空气对流 只不过一时间 叶九找不到这些通风口罢了 他也没兴趣去找 当务之急啊 他得先找到一字席 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于是他蹲在车顶上 开始辨认方向 然后使他经过严格的特战训练 这个时候辨别清楚各个方位 也是难度极大 不过叶九有一个参照物可以选择 那就是流沙 他从地表上掉下来时 地线之时 必定会逮下来大量的沙子 只要找到这些沙尘的位置 叶九或许就有机会 找到当初自己塌陷的正确地点 从而找到一字席 听上去这条路子可行 虽然有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当此之时 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于是叶九开始顺着越野车滑行的痕迹 往回走去 但很快叶九便遇到了新的问题 黑暗中 他并不知道越野车滑行了多远 因为地面干燥 越野车并没有在路面上 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 叶九说走不了多远 叶九便会失去跟踪的目标 如果是在地表或者大白天 视觉良好的情况下 叶九可以勉强通过痕迹来确定方向 但是这里一片漆黑 纵算有战术灯 也没办法明察秋毫 而偏偏这个时候 他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城市中的岔路 叶九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分别 他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 选右边 几乎是没怎么迟疑 就做出了决定 当此之时啊 容不得犹豫 哪怕是错误的选择 也比站在原地啥等要好 他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越长 易子熙就越有可能遇到危险 且不说在流沙中 无法自拔这种最危险的状况 就算半路上遇到那帮麻匪 也是极大的麻烦 麻匪可不会跟你讲什么规矩 易子熙又是如此漂亮 这一次啊 叶九开始对自己救人的选择 产生了疑问 如果当初不去救孙开远和安一 坚持和易子熙待在一起 那么现在至少两个人还是在一起的 不过这点疑问 瞬间一闪二十 这世间从来没有如果一说 就算明知道会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 叶九可能还会去救人 镜子不救不符合他的人生观 但很有可能 叶九会带着易子熙一起行动 这才是叶九真正后悔的地方 谁能预料到 这他妈连黄天后土都靠不住 脚下看似坚实无比的大敌 说他就他 叶九沿着右边的岔路 一路向前 而这个时候 他也开始大量接到两边 以及脚下的情况 在仔细地观察过街道两边 还保存的比较完整的房屋时 以及脚下的黄土露面之后 叶九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 这里确确实实是一座古代的城市 距离现代应该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了 从哪些房屋的样式便能够看得出来 不是现代化的建筑 而且这座城市的规模不小 或许啊 还是一座都城呢 叶九的历史学 学的并不多么出色 却已隐约知道 古代这一带 已经属于塞外的蛮荒之地了 有许多的少数民族在这里聚居 甚至建立了国家 至少已经具备了国家的某些雏形 一个古代的塞外蛮夷国家 在这里建造一座规模不小的都城 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除此之外 叶九还发现了另一个情况 那就是这些房屋的大门 都分别都是打开的 不少门杀还保持完整 并没有朽坏掉 那屋子里的人又去了哪里呢 又或者全部死在了屋子里头吗 叶九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 终于停下脚步 略微迟疑 便走进了街边的一栋房屋 想要一探究竟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时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白小生 第1309集 屋子里没人 进门的客厅里 还摆着桌椅之类的物品 保存的基本完好 叶九索性将整座屋子 全部搜索了一边 发现一切家具和客厅桌椅 全部一样保存完好 就是说人不见了 仿佛是某些悬疑小说 灵异小说 或者科幻小说描述的那样 一个恶魔 或者说是神明 或者是外星飞蝶 突然间闯入了这座城市 瞬间带走了所有的生灵 只留下了一座空空如也的城市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矗立在戈壁滩的沙漠边缘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地质变化 将整座城池直接埋入了地下 他心中的疑惑越来越舍 却没有办法得出靠谱的结论 他只是一个警察 也不是地质专家和历史专家 更不是考古专家 带着满腔的疑惑 叶九从屋里走出来 就在一只脚刚刚踏出门口的时候 忽然又收了回来 叶九感觉到 有人 而说是吃那只快 只听到嗖的一声 黑暗中一只利剑飞来 擦着叶九的鼻尖猛然飞去 蹬的一声 便插在了门扇之上 这微语不住的颤抖 发出了嗡嗡的颤鸣之声 这一剑 当真是显示有限 如果叶九没有其实将身子搓回去 那此时此刻 这只剑应该已经插在了他的脑袋上 说不定正中太阳穴 马匪 叶九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这个念头 他承认 自己在初次听到那日图 提到这些马匪的时候 确实小觑了他们 每个人都有思维定势 也就存在思维误区 叶九也不例外 总觉得马匪应该是旧社会解放前的产物 如今法治社会 所谓的马匪 如果是一帮作奸犯科的人 就在一起的集合体罢了 其凶悍和残忍程度 和旧社会杀人放火 不眨眼睛的马匪相比 根本是云腻之别 可是现在看来 也就错了 这帮家伙凶残无比 丝毫不被旧社会那些马匪 好到哪儿去 一言不合 不 一句话不说 看到来人就是一箭舍出 摆明是要你的命 其实在土球边缘 第一次见到一阵风 金花娘和毒狼这帮人的时候 叶九便已经隐约觉得 自己对这些人的判断过于乐观了 这伙人跟天南边境的毒枭一样 是最为凶残的犯罪粉丝 但是具体到眼下 这个偷袭他的家伙 到底是谁呢 下一颗夜子就不必猜测了 对方已经刺爆家门 哼 小子 你他妈原来是个警察 我就说呢 那么牛逼轰轰的 敢跟老子把家 毒狼是马匪团伙中 好成二哥的家伙 尽管一再提醒自己不能轻敌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可是叶九心中还是不可遏制的 生出了一股轻蔑感 这个菜鸟 或许毒狼足够凶悍 剑术也极其超寻 可是论到特种作战 它就是一个菜鸟 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中 目不能失误 声音判断 是对方处身位置的唯一参照物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战队员 或者间谍人员 都是不会吭声的 会尽量的避免发出任何的声响 只要敌人没办法判断出自己具体的方位 安全系数 就要成倍飙升 有本事你出来啊 开枪射我啊 你他妈的 左边 九点到十点方向 距离大约二十米左右 随着独狼的叫嚣 也就 已经有了初步判断 不过还是没有清究妄动 直到大概为止 不意味着以枪能命中敌人 尤其是城市巷站 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 但是只要对方 有一点最基本的尝试 就肯定不会大摇大摆 站在大街中央 等着你开枪射他 和他一样 躲在屋子里的可能性 激大 另外夜九现在无法判断 对方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另有同伴 这马匪一共十一个人 独狼和一个 或者多个同伴组成战术小组 也可能性很大 或许这家伙就是故意的 故意开口暴露自己的位置 引诱夜九主动的发动进攻 然后几个人一起围攻他 能在马匪团伙中当上二哥 肯定不能过分地低估此人的智商 夜九突然伸手 朝着九点钟方向开了一枪 在静谨的地下世界 饶使夜九已经在枪口上装上了消音器 这枪声依旧听上去有些响亮 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果然不出夜九所料 这枪声响起过后 立马又响起了剑语破空的声音 登的一声 这第二只箭矢 又射进了门闪 嗡嗡地唱歌不停 但是夜九已经不在这里 他已经飞快地到了屋子的后院 翻过了低矮的院墙 进入了隔壁的屋子 这种古代城市 院墙都不算太高 如果夜九没有计算失误的话 此时此刻 他已经来到了独廊所处的那座房屋的正对面 或者是斜对面 双方只隔着一条街 然后夜九便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前院客厅 熄灭了战术灯 安安静静地躲在了房门之后 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现在比拼的就是耐心了 夜九有很大把握能够避过独廊 从那家伙的表现就能看出来 压根就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得住 脾气太过暴躁 这就叫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或许独廊就是依靠着这暴脾气 才在马匪团伙里做上第二把交椅的 他的推断没错 只不过等了两分钟 独廊再也按捺不住 悄悄从对面的一座院子里走出来 手里拉开复合弓 一只乌黑的监狱在弦上 直直地指向夜九先前所在的那座院子 在复合弓的前端也装了一个战术灯 要不然在这乌七抹黑的地下城中 他会寸步难行 但同样的 这灯也会暴露他的位置 这一点压根独廊就没有想到 或者就算是想到了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必须快速地解决战斗 老师说 在这里遇到夜九 独廊的心里头相当郁闷 自从地面上掉下来 他自然是惊恐了好一阵 但是等发现这是一座地下城之后 立马就狂喜起来 毫无疑问 这就是他们苦苦寻衣了好几年的大夏宝藏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百笑声 以独廊的学识水准 他并没有办法进行合理的推测和分析 反正这就是大夏宝藏 独廊就不信这么大一座保存完好的地下城 就找不到间宝物 这可是古代城池啊 里边随便一样东西 都可以算作是古董 找到稍微珍贵一些的 那肯定是价值连城 所以 独廊现在最想要的 就是在短时间内 找到这座城池的王宫 去搜寻宝物 千万不能让其他家伙抢了先 别看他们平时是一个团伙 称兄道弟 同进同退 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其实就是够疲 如今宝藏在前 谁顾得了谁呀 谁先拿到就是谁的呀 敢跟老子抢宝贝 一枪就帮了你 就算是老大 也甭想从老子的手里 把到时候的宝贝再抢回去 可是偏偏在这里遇到 那个牛逼拉轰的小警察 一下子把狼二哥的计划 全部搭乱了 不把这个王八蛋干掉 这狼二哥哪都甭想去 但是狼二哥 明显低估了那个小警察的本事 实话说 他没将夜酒放在眼里 尽管白天的时候 夜酒表现出了极其敏捷的身手 却也不过是 在骆驼脚下救人罢了 除了动作利落些 狼二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警察嘛 总是会练习一些简单的 亲拿格斗技巧 加上那个警察年纪轻轻 动作敏捷些 完全可以理解 但要说他多能打 狼二哥压根就不行 就那个小身板 高高瘦瘦的 能有多厉害啊 再说狼二哥压根就不用跟他比起拿格斗 狼二哥有箭呀 一箭射死他 当然 那小警察有枪 但那又怎么样 这种小手枪 有什么可怕的 就算是打白天在地表 双方距离只要超过了十米 子弹就不知道飞哪去了 别看独狼是个箭手 对枪械也是有一定认知的 单纯比有效的杀伤距离 独狼手里的复合弓 比叶九手里的枪 强了不至一星半点 五十米之内 杀伤力很强 唯一不如手枪的地方 就是不能连法 如果是老大在这儿 连这个缺点都能够弥补 老大那一手连出神戒 这仅用小手枪 根本就比不了 一个有效杀伤距离十米 一个有效杀伤距离五十米 也难怪狼二哥敢于大摇大摆 从藏身之处冒出来 只要那个小警察再敢冒头开枪 狼二哥绝对有把握 一箭把他钉死在地上 所以狼二哥自己先被拒了 他压根不清楚自己面对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对手 更不知道 此时此刻夜九早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 而是已经到了他身边不远处的院子里 正透过门缝 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独狼张公大姐 拱着腰 慢慢地向前挪动的样子 十足可笑 几秒钟之后 夜九找到了最佳角度 直接果断地扣下了九二十班机 一声清响 独狼如早点击 阿的一声惊叫出来 又比一阵 在弦上的语界 嗖的一声 离想而去 不知飞向了何方 夜九开枪击中了他刃剑的右手手法 不等独狼回过神来 在黑暗中 夜九猛然扑出来 因为右腕被击住 装在复合弓上的战术灯 一阵的乱晃 已经不能有效地 显示出独狼所在的精准位置 夜九这手冲出来 相当于忙打 但是 这对夜九来说 并没有丝毫难度 他已经锁定了独狼 沉重的破空之声呼啸而起 是夜九的甩棍 独狼完全没回过神来 刚刚挨了一架 正在惊慌失措呢 再加上右手手腕 剧痛无比 根本就不存提法 夜九突然从身边不远处扑来 他妈的 你不应该是在二十米之外 那种屋子里吗 怎么突然之间跑我身边来了 而且还用甩棍 你他妈不讲规矩啊 可惜了 没人给他伸冤眼 哭的一声 顿起击中皮肉的点心慢响 独狼再次惨叫一声 仰天便道 面部是皮开肉绽 心血死尽 夜九这一棍子 把整个鼻梁骨都砸断了 对于他这样的汉匪 夜九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手下留情 力争一击 让他失去所有的反抗能力 至于刚才开枪打中他 而不是一枪爆头 也是有原因的 夜九要留活口 还有些事情要问他 如果不是存了这个想法 这独狼早已经趴在大街上 变成了一具脑袋开花的尸体了 这家伙一见到他 连射两箭 杀人之意昭然若见 夜九完全可以无限的反击 不必跟他讲任何的规则 当场击毙 你他妈的 我操你妈的 下一刻倒地的独狼便生死力竭的狂好起来 这档口 他只剩下了这么一点能耐了 而张嘴大骂 狼二哥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那就是鼻子真疼 可要是不骂呢 狼二哥呀 觉得自己要憋死了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夜九同志 维护社会文明水准的决心 骂脏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夜九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脚 正中狼二哥的太阳穴 这狼二哥顿时坑都不坑一声 两眼翻白 当场昏死过去 这他妈的小警察是真狠呀 夜九一脚干晕了独狼 随即拉住了他的胳膊 向着一旁的屋子里脱去 夜九抓住的 是独狼完好的左腕 足见他小心谨慎 独狼就两只手 完好无损那只胳膊被夜九抓住 右手腕被打开了花 就闹不出什么幺蛾子了 夜九也不用担心 他突然跳下来给自己一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独狼才从剧烈的疼痛中转醒过来 只觉得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痛 太阳穴 面部 手腕 尤其是钻心的疼 一道惨白的手电 直直地罩在他的脸上 独狼挑战反射字的闭上了眼睛 你他妈的 一句话没说完 脸上已经挨了一耳光 顿时是火烧火燎 黑暗中 想起了夜九淡淡的呵斥声 你 你 惊慌之下 独狼总算是悬崖勒马 硬生生将一句脏话憋了回去 其实对于独狼来说 他妈的这三个字 根本不算是脏话 而是一句口头禅 可是人家夜警官不这么认为啊 这叫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你到底是什么人 独狼狠狠喘了一口气 忍着剧痛 咬牙切齿地问道 警察呀 我知道你是警察 老子问的是你 你到底是哪里的警察 姓警服的 还是这边盟里的警察 一时之间 独狼根本没有往别处想 打死他也不信 这帮家伙真的是游客 他妈的你家的游客 这么狠呀 静江警察 夜九倒是没有骗他 独狼顿时不由他愣住了 随即暴怒起来 你他妈的静江的警察 跑到咱们这里干什么 他妈的还讲不讲规矩了呀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 不幸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小声 白小声 在他心中只剩下愤怒 他能理解 既然夜九是他的敌人 那夜九无论给他多么严重的打击 都是应该的 可是带着细血性质的一巴掌 明明白白的招视着 他对夜九的蔑视 从这一刻开始 他不再是夜九的敌人 而是俘虏 你甭管我是哪里的警察 现在你落在我的手里 最好配合一点 也许还有活路 毒狼很不屑 你这 你吓唬谁呢 你们警察可是有规矩的 你敢随便杀了我吗 我在这儿杀了你有谁知道啊 说着 一把冰冷的刀刃 递在了毒狼粗壮的脖颈上 你要不要试试啊 毒狼不敢试 警察确实有几率 然而这个警察说的没错 在这儿杀了他 没人知道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少吃掉苦头 夜九冷淡的说道 明白 毒狼憋了几秒钟 才从牙缝里憋出这么几个字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脑子再不灵光也很清楚 夜九没耐心跟他好着 怎么只有你在这儿 其他人呢 这是夜九最为关心的问题 虽然说他现在最关心的 应该是易子曦 可是照理 易子曦并没有和马匪们在一起 更大的可能 是和车队的同伴们在一起 至于是否发生了意外 夜九拒绝去想 这样的念头 不敢有 我哪里知道 毒狼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的说道 你还不是一个人 这句话很有力量 夜九无话可说 是我在问你 夜九手里的刀子 往前捅了一下 这心血立刻伸了出来 毒狼只好服软 当时那么乱 谁还顾得上别人呢 我从沙丘上掉下来 就一直往这边滚 脑袋都晕了 幸好他的弓箭 都是牢牢的安在身上 要不然 早就在路上丢的没影了 但饶时如此 满满的一壶箭 也只剩下了物质 真的没看见别人 没有 我到这里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毒狼很郁闷地说道 原本以为可以用这个警察练练手 打发力士 可是谁知道 一脚踢在了铁板上 为什么二话不说就放弃 我跟你们有那么大仇吗 这是夜九不理解的 貌似他们之间的仇恨 压根不大到这样的程度 二话不说一箭就射过来 相交你个拔辣呀 这要是换任何一个人 恐怕已经交代了呀 这不是怕你抢宝藏吗 毒狼想了想 才终于给自己找了一个 听上去还算靠谱的理由 胡扯 夜九压根不信 看来不给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会老实说了 说 这两只耳朵想留下那一只 原本顶在毒狼脖颈上的刀子 已经移到他的脸颊旁 在耳朵上轻轻地滑动 刀锋寒气逼人 我说 毒狼彻底吓尿了 现在他已经百分之百的确定 眼前这位是个狠人 一点机会不给 既然在这里找到了宝藏 那你们这些人 就甭想活着离开 这是老大一早就定下来的 宝藏的秘密 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夜九顿时时又好气又好笑 哼 你们凭什么那么肯定 这里就是你们要找的宝藏 说不定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不可能 这里肯定就是宝藏 错不了 毒狼很固执地说道 他妈的 老子找了好几年的宝藏 好不容易找到这里 今儿看 这鬼地方就必须是宝藏 不是的是 见到这混蛋的轴近 夜九也是有些无奈 不过夜九平直解决的 毒狼这番话是可信的 为了宝藏的秘密不流传出去 一阵风不可能让其他不相干的人活着离开 否则就算得到了宝藏 也未必有命享受 撇开江湖上的朋友不说 警察就绝不会放过他们 而就在夜九审讯毒狼的时候 同样的一幕在地下城吃另一个角落上演 某条街道的拐角处 一个人手里打着手电 慢慢地转过身来 地下城的夜色太浓 他手上的手电筒蒙着一层东西 只散发出了极其朦胧的光泽 勉强可以照亮前面不远的一小段距离 根本无法借助这朦胧的光泽去辨认他的长相和性别 脚步很轻 如同一批在暗夜中行走的猎豹一般 光凭这两点就能断定这位也不是普通人 别动 就在他拐角街道的瞬间 一柄锋利无比的马刀刷的一下 搁在了他的脖子前面 随即一个马匪从黑暗中露出了壮硕的身形 满脸正宁 小子老实点 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 刚才的混乱中他身上的东西基本丢光了 除了这把刀什么也没剩下 至于为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丢了 偏偏马刀留下来 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此混乱的情况下 发生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吃的喝的钞票统统掏出来 一样都不许料 你要是敢留下半点 老子立马宰了你 马匪宁笑着说道 刷的一声 这暗夜中寒光骤然一闪 当浪一声 马刀骤然落地 马匪双手紧紧握住自己的脖颈 直凤间 热乎乎的心血正在飞溅而出 这壮硕的马匪双膝跪地 身子慢慢地软倒 满脸不敢置信地神情 为什么会这样 可惜这个问题啊 他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 夜九严重低估了在乌七麻黑的地下城 找人的难度细数 凭着一个战术灯 他压根没办法认清地下城的全貌 自然 也更加难以准确地找到 他们坠落下来的位置 在黑暗中搜寻了半个小时之后 夜九终于放弃了寻找坠落地点的努力 这样漫无目的地搜寻下去 夜九估计自己的体力迟早会耗尽 因为他随身携带的积氧真的不多 也就是装在裤兜里的半瓶水 一块巧克力 这块巧克力还是易子稀硬塞在他口袋里的 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 易子稀也是喜欢零食的 大部分的干粮和饮用水全部搁在车里头 也就承认这是自己的失误 倒并不是说他应该对这一切早有预料 早早将大量的饮用水和干粮随身携带 这是谁都预料不到的 所谓的失误是刚才关心则卵 自己离开的太匆忙 居然没想到要把越野车里的饮用水和干粮 带出了一部分 因此 现在夜九要折回原处找到那台越野车 因为他发现这座地下车也是可以开车的 只要是越野车没毛病 他完全可以开着车搜寻整座地下车 相比起探索当然要强的多了 不但更加有效率 自持力更强 安全方面也更有保障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是命 作者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百笑声 第1312集 一台越野车 在普通人手里 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但是在夜九的手里 关键时刻 却是能够爆发强大的战斗力 刚才夜九一路行进 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已经沿途 将拐角处都做好了标记 一种只有她 和曾经特战大队的战友们 才能看明白的标记 然而刚刚返回走了不到一条街区 就突然听到 尖利的呼救声 救命 救命啊 夜九一惊 竟然是安怡的声音 很慌疾 老实说 同行数日 她从未听到过 安怡 这么惊慌失措的叫喊 这女孩一直是很硬气的 小娘们 你叫我 叫我 在这个鬼地方 你叫婆喉咙也没有人来救你 随即就传了一个男人的银销之声 夜九没听过这个声音 只要不是他们车队的人 毫无疑问 那就是麻飞了 夜九记得很清楚 现在啊 他们麻飞只剩下十个人 毒狼已经被解决了 当然毒狼暂时没死 夜九并没有杀他 而是拿着自己的腰带 困住了他的手脚 是那种四肢向后反绑的 捆得像一个网兜 另外夜九还卸掉了他的下巴 免得他鬼叫鬼喉 左手的手腕粉碎 鼻梁骨折断 在四肢反绑 而且不能张嘴呼救的情况下 狼耳哥能不能想办法脱困 夜九就管不到了 得看他的运气 放开我放开我 你们这些臭流氓 这安依的呼喊声 愈发的激烈起来 然后就听到蹭的一声 这是利忍出窍的摩擦声 臭婊子 猜鬼叫老子宰了你 马匪恶狠狠的威胁道 这安依忽然就没了声音 紧接着 便是烈尖之声 夜九加快脚步 向着声音发出的地方 急迟而去 他已经听出来了 那边至少有两个以上的 马匪在施暴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悄无声息的接近 再攻其部位 可以很轻松的 把两个马匪解决掉 但是现在顾不上了 他得抢时间 谁 一声抱和 一个牛高马大的马匪 从前面的一栋屋子里冲出来 一手手电筒 一手马刀 就是身上的衣服少了点 裤子也是歪着的 造型有些别扭 没等他看明白 一道黑影 已然到了跟前 呼的一声 这是顿气破空的声音 卧槽 这马匪大惊 一声狂嚎 挥舞马刀叫抵挡 可是哪里来得及啊 噗的一声 这甩棍击中了左脸颊 马匪又是一声狂嚎 整个人是离地而起 横飞出去 足足两三米之外 才趴他一声摔倒在地 就此再无声息 情况危急 叶九并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 这一关 几乎接近全力 这位马匪兄弟能不能活下来 和他家狼二哥一样 都要看运气了 叶九毫不停留 直接朝着屋子里冲进去 正在施暴那个马匪 这时候才慌里慌张 站起身来 一只手还拎着骨头 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状态 你他妈是谁 这是他问出最后的一句话 叶九居然还回答了他 破喉咙 神他妈破喉咙 不过这位马匪兄弟 也没机会蒙蔽 直接就被打蒙了 叶九还是老规矩 给了他一棍子 这一棍子下去 马匪凹的一声 捂着脑袋就趴下了 鲜血从指缝间往外蹦射而出 不过这个家伙比较壮实 也许是脑袋越笨的家伙 越扛走 这由上往下的一棍 没有砸晕毯 他抱着脑袋就这么狂叫 而且叫的声音还特别的难听 叶九二话不说 一脚弹出正中马匪的面门 这下他不叫了 咕咚一声是仰面躺倒 鼻血长流 嘴里的墨子也喷出来 双眼翻白 四肢不住的抽搐 咕着没十几二十分钟啊 是甭想恢复过来 收拾掉第二个马匪 叶九这才用战术灯 四下一轮 还要确定一下 这屋子里还有没有躲藏着第三个马匪 可千万不要阴沟里翻船 被人抽冷子来上一下 那乐子可就大了 这屋子里没有第三个马匪 但确实还有一个人 就在角落里 叶九并不能确定 他是一个活人还是尸体 因为从进门到现在 那个躺着的家伙 没有发出任何的声息 安安静静如同死了一般 安依 快收拾一下 叶九说道 你能转过去吗 这安依捂着胸口 低声说道 有些羞闹 叶九打倒第二个马匪之后 便毫不客气 用战术灯将他浑身上下 照了一个通头 到现在也没打算转过去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能 叶九淡淡地说道 我现在不会把后背亮给任何人 你什么意思啊 安依有些恼火了 尽管刚才叶九救了他 可是这并不是他盯着自己看的理由啊 不知道我现在一扇不整 遮掩不住吗 你怎么能这样啊 除了我的爱人之外 我现在不能百分之百信任任何人 为什么 安依有些诧异了 难道自己人也不能信任吗 安依说的这个自己人 自然指的是本车队的同伴了 你别问了 赶紧收拾一下 我们不能在这待得太久 也许下一刻 其他马匪就过来了 叶九板着脸冷冷地说道 十个马匪解决掉三个 还剩下七个 尤其是一阵风和金花娘 不知道躲在何处 叶九确实不敢掉以轻心 如果马匪们没有聚在一起 分散开来 那还不要紧 可以逐个击破 哪怕单独面对一阵风或者金花娘 叶九都觉得问题不大 一阵之力是有的 但是要一阵风 把这些马匪全部聚在了一起 那就是大麻烦了 更何况所谓的自己人里边 有可能隐藏着最危险的敌人 听说其他马匪很快就会过来 安一也吓住了 当下顾不得害羞 紧接着开始整理衣服 那是谁 叶九指着角落里那个人影 问道 开云 孙开云 他怎么了 受伤了吗 叶九眉头飞飞一皱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马匪 那些马匪拿刀子捅他 安一终于忍不住 大声哭好起来 不用详细询问 叶九也大致猜到了经过 肯定是孙开远和安一 在附近遭遇了马匪 马匪寄予安一的美色 向孙开远痛下杀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313集 在地表的时候 这些马匪还有基本的约束 毕竟是法治社会 不能随便无缘无故的胡乱杀人 只要一枕风和金花娘的脑子 不是坏掉了 就不会让这些家伙 给自己惹下天大的麻烦 但是现如今大家到了地下世界 原先的约束瞬间崩塌 如同独狼所说 既然找到了大侠宝藏 那其他人就一个活口不能留 所以哪怕是马匪 不济予安依的美色 他和孙开远也在必杀之列 一定会被灭口 你救救他 救救你了叶警官 救你救救他吧 安依哭得稀里哗啦 一把鼻涕一把泪 虽然只有短短几天 也已经有了感情 安依都打算要嫁给孙开远了 何况孙开远是为了保护她 才被麻飞捅的 安依心中更加的威怯 这夜酒当然没有安依那么嫉妒 缓缓点头 缓缓走过去 在孙开远的眼前 蹲下身来 而安依也是急不来到她的身边 积极地叫道 开远 开远 孙开远 你怎么样了 孙开远毫无声息 当夜酒伸出一根手指 去试探孙开远的鼻息时 意外突然发生 原本躺在那一动不动 似乎死透的孙开远 突然是抱起发难 左手一抬 对准了夜酒 随即便是咔的一声轻响 仿佛有什么东西发射出来 但是 夜酒却并没有听到 锐气破空的声音 因为这个发射出的暗器 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短到几乎不可能听到破空声 就已经射进肉体 孙开远发出了一声闷横 夜酒安安静静地蹲在她的旁边 冷冷地看着她 一动不动 安依却是目瞪口呆 一时间完全没有回过事来 只是伸手指着夜酒 打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刚才的一切 安依基本上看清楚了 确确实实从孙开远的左手手腕上 一个黑色的小针筒里 发射出来一枚小小的黑针 在战术灯的照射之下 安依看得很明白 就算安依反应再迟钝 她心里头也很清楚 孙开远在暗算夜酒 在这种情况下 从孙开远那个黑色针筒里 射出的针状物 绝不可能是一枚简单的黑针 肯定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力气 不过这枚黑针 却最终没有射到夜酒 而是射中了孙开远的胳膊 射进了她的右脚臂 是 你没听错 黑针是孙开远的黑针 胳膊是她的胳膊 在孙开远暗算夜酒的那一刻 夜酒已经把手掌收回来 抓起了孙开远的手臂 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这几乎是避重的暗器 就这样 毫无防备地射中了自己的主人 为 为什么 瞬息间孙开远便是大喊淋漓 张开大嘴 大口喘气 艰难地说道 为什么连这种暗算 你都能躲得过 你他妈开了挂了吧 为什么 夜酒看上去 甚至比孙开远还要诡异 你是觉得自己的卫妆 有多么厉害吗 就你这几天的表现 到处都是破绽 你居然还觉得 能够瞒得住夜酒 这是得多自信呀 孙开远瞪大了眼睛 恶狠狠地盯住了夜酒 看上去 看上去 恨不得一口将夜酒咬碎 生吞下去 但是下一刻 她的瞳孔便瞬间放大 眼神飞快地涣散 转瞬间便是没了动静 脸色也在瞬间变成了黑色 啊 安姨再一次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了 夜酒低喝一声 当此之时 夜酒可没时间 给她来做思想工作 这人是外国间谍 只这一句啊 安姨果然是立马不哭了 瞪大了眼睛 呆呆地看着她 完全被吓蒙了 她 她是外国间谍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安姨才回国室来 颤声问道 瞧她的样子 明显是不相信 对于普通的群众来说 这国外间谍 离得确实有些远 完全超出了想象的范围 哪怕夜酒 说孙开远是马匪的同伙 安姨都没那么吃惊 不过夜酒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 花大把的时间 给安姨解释 你信不信有什么关系 这又不是重点 夜酒随手在孙开远手边 捡起了一个手电筒 交给了安姨 你帮我照着 我得检查一下 安姨此时 处于极度的诊睛之中 对夜酒的任何吩咐 没有丝毫的抗拒之心 看到没有 她没有受伤 仔细地检查过后 夜酒指着孙开远的衣服上的两刀口子 衣服上确实染了不少血紫 但是是皮外伤 看着是出了不少血 实则完全不伤及要害 也并不影响真实的战斗力 在黑暗之中和麻斐搏斗 能够精准地控制到这种程度 孙开远 无疑是个高手 至少是受过相当专业的培训 这样的水准 连夜酒都不敢小觑她 她是装的 安姨吃惊了 这夜酒给她看的两道伤口 明明白白就是皮外伤 要不然呢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 安姨突然愤怒了 这他妈混蛋居然装死 然后看着自己被两个麻匪侮辱 得亏自己还向她 当作可以托付一生的良人 这个混账东西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夜酒淡淡地摇头 她在等我 她知道你在附近 安姨再次吃惊了 应该知道吧 要不压根没办法解释 孙开远的所作所为 照夜酒估计啊 这两个麻匪 在普通人眼里特别的强悍 对于孙开远 这种受过专业训练 并且随身携带毒针的 这种专业特工装备的人来说 应该不难对付 就算是真刀真枪 对方干不过 偷袭也肯定干得过 夜酒要不是早有防备 说不定这会儿已经躺下了 变成了一具脸色发黑的冰冷冷的尸体了 这帮麻匪大概做梦也没想到 这路上偶遇的一帮游客之中 竟然有不止一个死亡杀手 所以 这强弱之势在瞬间的反转 原本的猎杀者转眼间变成了猎物 我一点也不知道 事实证明啊 安怡不但是一个合格的女汉子 更是一个合格的八卦选手 那种刨根究底的劲头 连夜酒都深感脱痛 你当时太慌张了 夜酒简单地解释了一句 你当时慌得一批 对外界的感知能力早已经降到了最低 要是这样 你还能察觉到我在附近 那也是你一天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使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不讲 百笑声 第1314集 那 那他为什么要是 要针对你啊 安怡还在打破砂锅问到底 他们这次的目标 本来就是我 其他的标问了 机密 也只能用机密这种话 来堵住这姑娘的嘴了 否则他得像个好奇宝宝一般 没完没了的追问下去 叶九还干不干正经事了 随口应付着安怡 叶九 继续检查孙开远的尸体 收获不多 在孙开远身上 叶九只找到了那罐毒针和一把蝴蝶刀 这是全部的武器装备了 相对来说 是有点简陋了 连叶九这样强悍的选手 都武装到了牙齿 手枪 甩棍 六把飞刀 外加其他的秘密武器 孙开远的装备如此简陋 也不知是不是尹武是太过自信了 不过仔细想想 在这样的环境里 真想杀人 已经武器足矣 比如刚才的毒针 叶九拿起了那把蝴蝶刀 递给了安怡刀 拿着 放身 毒针叶九自己留下了 没给他 这种专业性极强的装备 普通人用不了 一不小心啊 就有可能伤到自己 这安怡懵懵懂懂的歇过去 随即还是紧紧握住了 刚才被两个麻匪侮辱的一幕 深深的刻在了女汉子的心里 这种阴影 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现如今手里有一把刀 顿时觉得胆气壮了不少 你们掉下来的时候 看到我老婆了吗 叶九随即吻到 安怡摇了摇头 第一声说道 当时那么乱 我们都吓坏了 又黑 叶九轻轻点头 她也知道 当时那种情况 确实没人过得了别人 关键是天色太黑 就算是静在咫尺 也有可能把人给丢了 行 那你在这附近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先躲起来 等待救援 叶九说道 她现在是想原路返回 找那台越野 可这路上 不知道会遇到多少意外 带着安怡一起行动 实在是不方便 关键时刻 很有可能被拖累 那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 对安怡也不负责 你 你不带我一起走吗 不行 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和我一起走 不见得安全 我是警察 我必须去找我老婆 还有其他人 你不一样 没必要跟着我一起冒险 可是 安怡 你听我说 这沙漠中央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政府迟早会知道 也肯定会派救援队伍进来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找到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 躲藏起来 等待救援 而不是在这黑暗中冒险 对你来说 没那个必要 叶九说完 也不等安怡的回答 静止过去 开始处理那两个 被他砸晕过去的麻匪 这两个麻匪的处置方式 最终和毒狼是一样的 被叶九四体攒在了一起 反绑起来 捆得是结结实实 再给下巴歇了 让他们全部叫不出来 至于武器呢 也被叶九收了 让叶九惊喜的是 在两个麻匪的身上 找到了一些饮用水和干粮 全部交给了安怡 要不然 她一个女孩子恐怕 是没办法坚持太久的 地下世界的杀戮 还在继续 一阵风和金花娘 在一间废弃的屋子里 见到了第三具尸体 让一阵风和金花娘 愤怒的时日 这还是一具麻匪的尸体 在坠落的过程之中 一阵风和金花娘 出现了一些意外 她俩掉到了一个坑洞中 尽管那个坑洞不算太深 可是四周一片漆黑 手里又没合适的工具 这两位 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从坑洞中爬出来 然后 她俩就发现了这种 洪费无比的地下城 一时间 欣喜若狂 毫无疑问 这就是大侠宝藏 虽然她俩一眼就看出来 这和传说中的大侠宝藏 有着明显的区别 想象中的大侠宝藏 不应该是阿里巴巴 与四十大道那个故事中 描述的一样 是一个巨大的藏宝洞吗 或者是在一座地下宫殿中 各种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 从来也没谁说过 这宝藏是一座地下城池 但这有什么关系 这座巨大的城池 被完整地封印在地下 也不知道是过去了一千年 还是两千年 在这里边随便一样东西拿出去 说不定都是了不得的古董玩物 会在玩玩市场引发轰动 如果再寻到这件真品 岂不就是宝藏吗 宝藏不在乎存在的形式 只要能够换成硬喳喳的票子 那就没问题 于是两人小心翼翼 向着城市推进 而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一路接二连三地看到了尸体 他妈的是老三 第三具尸体趴在一栋屋子内的餐桌脚下 身子蜷缩成了一团 从体型和服饰 一阵风一眼就辨认出来 这是马洪天 他们团伙中排行第三的兄弟 别看这些年 一阵风在塞外地区 闹出了诺大的名气 其实他们一直是一个小团伙 组成团伙的骨干成员 一直只有七八人 最少的时候是五个人 在冰塞地区搞事情 不是人数越多越好 关键是要精悍 人数太多 会显得特别臃肿 行动起来效率大将 同时目标增大 很容易被警方逮上 这两年主要是入沙漠寻宝 这团队的人数 才扩充到了八个 后来 加上金花娘 和她后来的两个追随者 一共是十一个人 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大部队了 这马洪天能在团伙中排第三名 足见此人的本事 要知道在仪正峰的团队里 并不是按照年龄来排作词的 也不是按入伙的时间早晚 而是按照本事来 谁的本事大 谁的拳头硬 谁就排在前面 暴力团伙 唯理事实 但是现在 马老三确实死在了这儿 仪正峰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查看马老三的情形 而是打着手电 看了一下四周的痕迹 这眉头再次皱起来 屋子里的摆设整整齐齐 没有任何的大斗 这说明什么 说明马老三是在瞬间 被对手干掉的 连一点抗拒之力都没有 和前面两个杀人现场 情形差不多 这金花娘已经走过去 将趴在那里的马老三翻过来 手电一罩 脖子上一道伤口 如同张开的嘴巴 血淋淋地向着两边翻开 伤口处 还在鼓鼓地往外渗着血沫 马老三的尸体 还是温热的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315集 和小得子还有乌鸦的情况一样 都是脖梗不为重刀 一刀毙命 没有别的伤口 金花娘咬着牙 冷冷地说道 小得子就是他们在路上 看到的第一具尸体 是跟着金花娘入火的草原骑手之一 入火之前 他身边就有两个死心塌地的追随者 结果 就在这地下城 其中一个永远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三具尸体 同样的死法 都是以刀毙命 这个凶手得有多强害呀 最起码和他们压根不在一个层次上 强太多了 李震锋是一声不吭 走过来刷的一声 从腰间抽出了一把短刃马刀 这柄马刀 比普通的制式军马刀 要短得多 这刃口大约只有四十公分长 刀身 也比普通的马刀要窄上几分 与其说是马刀 倒不如说是短剑 一阵封将马刀刀口 在马老三的脖子上伤口处 比划了一下 双眉皱得更紧 是小刀子 可能是蝴蝶刀 甚至可能是水果刀 李震锋随即得出了结论 如果是他手里这种刀 造成的伤口会更大更长 而且马刀这玩意儿 近身格斗还真的不太好使 尤其不方便这么干净利落的割喉 水果刀 你谁说有人用水果刀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把小得子他们给杀了 金花娘差点吼起来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只要是刀子只要够锋利就能杀死人 水果刀也不例外 李震锋淡淡的说道 金花娘固然是达木大会的女剑神 可论到杀人今夜她几乎是个菜鸟 和李震锋完全没得比 那会不会是那个警察 金花娘随即怀疑到叶九的头上 起初在看见小得子的尸体的时候 这金花娘已经在怀疑了 为什么你会怀疑她 李震锋反问道 除了她还能有谁 我觉得她们还真的就是来旅游的 不像是道上的朋友 其他人不过都是些普通人而已 谁能这么有本事 李震锋沉吟起来 缓缓地说道 那也不见得 我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巧合 再说了 那个家伙是警察 他们有纪律的 怎么会这么毫无顾忌的杀人 你见过这么狠的警察吗 而且她还有枪 放着手枪不用 非得动刀子 她有病啊 金花娘却是不赞同她这个说法 要我说 就不会随便动枪 能用刀子解决最好 能省点子弹 同时也能迷惑我们 她如果开了枪 不就等于暴露了吗 谁都知道是她干的呀 对金花娘这个分析 李震锋大爷不反驳 沉吟着说道 不管老三他们是不是她杀的 这个家伙都非常危险 必须要先干掉她 先干掉她 金花娘诧异地反问 难道当务之急 不是先找宝藏吗 这杀人怎能比寻宝更加的重要呢 一任风知道婆娘的疑虑 当即说道 寻宝是肯定要寻的 但眼下这地下城 可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总要先把那些外人都干掉 然后才能安安心心寻宝 要不然 时时刻刻都要担心有人从背后开枪 这活可不好干 想要先干掉他们 这活同样不好干 这金花娘虽然和一阵风成了一家人 却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服从 她很有自己的主见 这么大一座地下城 不要说是眼下乌鸡妈黑的 就算是大白天 要藏下几个人 那也是轻轻松松的 上哪找他们去啊 我们随身带的那点水和吃的 能扛得住吗 一阵风不由的一愣 不得不说 婆娘的这番话说的很有道理 大丛跳下了之后 一路过来 一阵风心里头光顾着紧张和兴奋了 就从来没有好好停下来细捋过 这水和食物其实才是最要紧的 一阵风并不觉得 这座封尘了一千多年的地下城市 还能找到可以放心吃下去的食物 至于说到饮用水 那就更不要抱多大的指望了 这里是沙漠正中啊 照你这么说 得想办法先找到骆驼 绝大部分的积养物资都在骆驼上扛着 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是极少数的水和杆粮 对 金花娘很肯定地说道 先找到骆驼 要找不到他们的汽车也行 说了也巧 而就在这时啊 他们突然听到了驼铃之声 是独狼的骆驼 金花娘一下就听出来 驼铃声在外人听来都差不多 反正都是叮叮当当 但是金花娘在这方面 有着极其卓越的天赋 每一匹骆驼的铃声 最为细微的区别 他都能够分辨出来 这个本事啊 让肥火中其他人 都是惊诧不已 以证风心中一息 真要是老二的话 那就太好了 这独狼死吃发打 头脑简单 能打又凶残 关键还听话 是一个很不错的帮手 金花娘叫出门 却是被以证风拉住了 等一下 问清楚再说 虽然骆驼是老二的 但骑在骆驼上那个人 未必见的就一定是独狼 眼下一切都乱了套 万一是别人骑了他的骆驼过来 这边貌貌湿湿的跑出去 说不定 枪声下一个就会响起来 金花娘微微点头 收一抬 这复合弓已经握在了手里 以着羽间韧在了弓弦之上 慢慢的张开 这金花娘的复合弓上 并没有打开战术灯 听风便为 不少最优秀的剑手 都有这个本事 当然 射击的精神度 肯定是没有办法和正常的情况下 相提并论 但只要打方向不错 在黑暗中交战 就已经足够了 金花娘可不相信 那个警察和几个同伴 也有这样的本事 四周乌起麻黑的 你看不到我 但我却可以射到你 差不多是等于立于不败之地了 而这黑暗中 想起了一阵奇怪的话语声 不是普通话 也不是民族语言 哪怕就是那日读在这儿 也绝对没有办法听懂 这是麻匪团伙之中 互通信息的黑话 黑话呀 一般只能表述极其简单的意思 没办法进行复杂的交流 不过用来表明彼此的身份 却是完全可以的 很快 这对面也传来了一阵 鸡里咕噜的黑话 老四 下一刻 一阵风便是教导 大哥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刑侦多人剧 刑警 事命 作者 不信天上掉馅饼 播讲 白笑声 第1316集 大哥 我也在这儿 随即 又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喊叫 很好 老五你也在呢 一阵风更加高兴了 虽然来的不是最得力的独狼 但一口气多了两个马仔 也足以让一阵风感到异常惊喜了 更何况 还有一匹骆驼 以及足够大家生存好几天的干粮和水 可解决了大问题 很快 双方便是汇聚到了一起 老四牵着骆驼 老五则是端着双管猎枪 在骆驼一侧警戒 在这黑暗的地下城 骑着骆驼到处乱跑 不见的是一个好主意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到坑里 这畜生到底是畜生呀 对于危险的感知和应变能力 远远不能和人类相提并论 老四老五 你俩怎么牵着老二的骆驼 老二他人呢 一阵风一边检查着骆驼上的水囊和干粮袋 一边随口问道 我们没见到二哥 这骆驼是在路上见到的 老四答道 啊 一阵风点了点头 目前他最为关心的就是骆驼上还剩多少吃喝 其他的都不重要 也算是老天保佑吧 这骆驼背上的水囊和干粮都还在 虽然数量不是很多 四个人省点用 扛个两三天应该是足够了 实在不行不还有一批骆驼吗 骆驼体内的水囊和骆驼肉足够他们坚持更长的时间 当然 不到万不得已啊 一阵风绝不会杀骆驼 等到了地表上 骆驼更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一阵风可不想凭两条腿走出沙漠 大哥 这地方是不是就是大厦宝藏啊 老五凑过来 有些兴奋的说道 刚刚掉下来的时候 老五主使紧张了一阵 以为这一下子完犊子了 惊魂之定 却又马上兴奋起来 如今现在又和大哥大嫂会合 这胆气更壮了 满脑子都是金山银山珠宝遍地的场景 现在还不能肯定 不过这么大一座地下城 宝贝肯定是少不了的了 管它是不是大厦宝子 只要能找到好东西就值了 大哥说的对 只要能换到钱啊 都是好宝贝 老四在一旁笑道 而就在这时啊 这忽然街道的拐角处 传来了一声声响 谁 一声嘀吼 嗖的一声 一只羽箭是快如闪电般的 向着发声处激烧而去 金花娘出手了 一箭射出 毫无动静 无疑这一箭 并没有命中目标 追 一阵风一挥手 喝到 脚下一动 率先追了出去 这金花娘紧紧跟随其后 又是一只剑鱼 任在了弓弦之上 其实他们这个团伙呀 不是搞不到枪械 比如老五手里的双管猎枪 但是金花娘从小到大 轻盈于射箭之道 这弓箭几乎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 它使用弓箭 比使用猎枪得心应手的多 而且双管猎枪 一次只能打两发子弹 打完之后 需要再撞天 很浪费时间 有这功夫啊 足以让金花娘射出四五箭了 别看她是女人 但是毕丽惊人 小时候练过射箭 用普通的拓木工 金花娘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连续开弓射出二十三箭 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据 很多高大壮爽的男性箭手 都不一定能做到 而那个时候 金花娘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一口气将大箭湖里的三十六箭 全部射完 据老辈人说 古时候 纵算是蒙古草原上最强悍的神射手 也不过是这样的水平 不过 后来金花娘用上了现代科技打造的复合工 比丹木工省力得多 一口气射出三十六箭的目标 轻轻松松便是达成了 这差点让金花娘失去了努力的目标 当然 她很快就找到了另外的方向 连珠箭 练习几年之后 金花娘已经可以做到 瞬间三箭连发 几乎是首尾相连 并且同时命中三个不同的目标 在千里大草原上 这已经是神乎奇迹 直到她遇上一阵风 方才彻底的相信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但在肥火之中 金花娘依旧是 仅次于一阵风的最恐怖的枪手 一阵风在拐角处 疏忽间停出了脚步 侧靠墙壁 安装了战术灯的复合弓 慢慢地探出去 嗖嗖嗖 这连珠三箭射出 然后单膝跪下 小心翼翼地 从墙角处探出了半个脑袋 不得不说 她很有实战经验 并没有像其他菜鸟那样 想都不想就往前冲 在战术灯的照射之下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安全 一阵风低声说道 老四老五 把骆驼赶到前边去 随即一阵风 又做出了另一个决定 很快 一阵四人就在街道上 组成了战斗小组 骆驼在前 老四老五分别列于骆驼左右 而一阵风和金花娘点后 这金花娘甚至是倒退着走 很强悍的战斗陣型 能够再瞬间组成这样的陣型 足简这帮马匪 绝非乌合之众 肯定是平时 有过勤家练习的 老大 这是什么人啊 老四一边跟着骆驼 小心翼翼地前进 一边满腹疑惑地问道 一路过来并没有见到小得子 乌鸦和马老三的尸体 现在老大摆出这么一副 如临大敌的样子 也难怪他不好理解 老三 乌鸦 还有小得子都死了 被人一刀疯口 啊 这一下子 新来的两个马匪都大吃一惊 谁敢的 下一刻 老四就怒了 他妈的 他们一阵风 纵横边塞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我要知道谁干的 会在那里干等着吗 是不是那个警察啊 老五小心地问道 马匪们其实一开始啊 并不知道叶九是警察 都将他当成了另一伙寻宝人的首领 后来在大风暴中救人的时候 孙开远大喊叶警官救我 这马匪们才搞明白叶九的真实身份 现在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他 老三他们都是刀杀 不是枪杀 老四怒道 管他们是谁干的 除了自家兄弟 外人一个都被想活着 一阵风黑黑一笑 说道 老四这话说对了 现在我们有了骆驼 有吃有喝 有的是时间和他们玩 啊 什么人 给老四站住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